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这个天国不太平》 作者 三江口水 演播 致远 第541集 何博也不知道自己如何冲过那短短50米浆水的 他能感觉到头顶江水的炙热 他憋着一口气 如同爬过鬼门关一般一场艰难的游过那50米的水面 最后靠岸的时候 还被岸边堆积的黑油点燃的火焰 将半个身子都烤熟了 又喝了几口水 呛了数口浓烟 才连滚带爬的冲到岸上 却没想到眼前的一幕让他遍体生寒 绝望透顶 而跟他一到数十名鹰顶 也是如同千辛万苦迁途到目的地的候鸟 却发现目的地已经有无数猎人挖好陷阱 等待他们到来一般 纷纷发出绝望的嚎叫 颓然的拽倒在地 何博强忍着后背被烧得火辣辣的伤口传来的剧烈疼痛 有英语大喊 上帝呀 我们投降 快派人救援江中那些大不列爹的小伙子们 然而 他只是无谓的死汗 那些冷漠甚至仇恨的目光 盯着他们身上浅灰色军服的中华帝国敌人们 丝毫没有理会他 只是将手中又黑的步枪平端着 一步一步朝他们踏来 何博无力的被俘虏了 在被拖走之前 他看见那些灰色制服敌军的后面 冒出大群抬着木筏和铁丝网的士兵和民夫 之后 便陷入昏迷之中 天色已经大亮 昨夜江面上烧红半个广州府天际的熊熊大火 已经差不多都熄灭了 只有少量的搁浅军舰和岛礁 变堆积的杂草混合着粘稠黑油浆 还在零星的冒着火苗和黑烟 江岸两侧 甚至更远的地方都是一片刺鼻的烧焦气味 尽管西南风比昨晚风力更大一些 但江边方圆树里都还是一片焦臭的油气味和夹杂着烤肉的焦糊味 整个江面上到处是漂浮的烧焦的死尸和焦黄的死鱼 漆黑的船板以及木枝等杂物一片狼藉 众多被临时争吊过来的渔船和商船 以及原本在内核从事水上运输的老师洪丹船 纷纷出现在珠江水面 船上都是陶鲁军将士和本地驻兵 忙于打捞江中被烧焦的尸体 军舰残骸和残鱼的黑油 而珠江两岸特别是英国远征舰队主力 停靠的黄浦州东岸一段 也有上万陶鲁军士兵上下忙碌着 珠江东岸的潭村江边上 望着正在忙于打扫战场的陶鲁军士兵 风云山朝身旁的众位大臣感叹道 自古兵者凶器 杀敌一千自伤八百呀 若是没有必要 朕一直避免硬碰硬的同英国交战 此番为了火烧英国远征舰队 我方一退再退 为的就是将他们引入着珠江内核之中 万兴众将士用心 一举成功上天庇佑中华呀 广东巡抚武宗要道 全赖陛下亲临珠江指挥运筹帷幄 冯云山白背手 他自知有几斤几两 道 吴爱卿可别捧朕了 开战之前朕还一直担心 英军会不顾常理 静止进攻上海和圣经等地 还害怕南洋舰队和太平洋舰队 他们不能将英军引诱过来 现在看来总算没白费呀 对了那名带领英军进入封锁河段的谭姓义士 逃出来没有 武宗要却不知情 只能求助地看向左宗堂和范如曾两人 范如曾道 陛下放心 谭义士已经在刚刚天黑的时候 便悄悄跳河 游至岸边 已被我方将士接走 陛下思虑周响 微臣不及 左宗堂也实时插话 此番英仪舰队势力浩打 若不是陛下想到这种将敌军舰队引入内核 利用火油克敌之法 只怕不单是广州危险了 连帝国四大舰队也要拼得七七八八了 对了 左爱卿 如今战事已定 前线的战报统计结果出来没有 冯云山想起南洋舰队和太平洋舰队数艘军舰被击沉 还是有些痛心 同时想起原本的计划中安排了诸多后手 就是想从这次来攻的英国舰队中缴获些军舰 壮大中华帝国海军的实力 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只怕那些军舰都被自己那些原油烧得一干二净了 早知道会烧得如此猛烈 就让他们少准备一些原油倒入江中了 估计是由华菲斯那帮兔崽子们第一次参加如此大的战事 兴奋过头 把原油给得太足了 左宗棠却有些犹豫道 请陛下恕罪 具体战况还没完全统计出来 不过根据从昨夜到今晨的几分战报 大致情况 微臣已经让总参谋部的一些随军参谋统计出来 说着 左宗棠脸上又有几分欣喜 却因为前番战事战死的陶鲁军不少 没有直接表露在脸上 不过看样子必定是一场大胜 陛下 英姨和其他西洋几国的远征联合舰队 进入内核的军舰共七十余艘 运兵船数十甚至上百艘 除了充当侦察船的两艘潜水蒸汽炮舰 和一艘小型护卫舰 从下游封锁口的边缘逃往关州水道外 其余所有军舰全部沉没 其中大部分西数被烧毁 不过还算幸运 在下游的封锁口和东岸的黄浦水道口处 缴获了两艘主力军舰和三艘小型军舰 这几艘军舰想必是在火海边缘 没被江面的大火损毁太多 在逃出封锁区域时 船体受损搁浅 被躲在长州造船厂附近的南洋舰队和太平洋舰队俘虏 其中两艘主力军舰 其中一艘是排水量达4700吨的威力土力号战略舰 另一艘是排水量达2500吨的乌拉一号巡洋舰 除此之外 进入内核的远征联合舰队上的杨炳 约莫有两万多人 军事全军覆没 除开运气好从黄浦州东岸 以及其他零星江岸登陆死里逃生的两百余人外 其余的军被烧死 落水淹死或烟雾熏死 而逃生这两百余人也全部被俘虏 主要集中在黄浦州东岸 其中有一人已经查明身份 是应以远征军舰队副司令合博 根据俘虏透露 那名远征军舰队司令 很大可能已经葬身火海 左宗棠的一番话 冯云山并没有过多意外 这种情况他早有预料 但即便如此 一个庞大的远征舰队 就因为自己一把火烧了个干干净净 超过两万人的军队呀 就如此葬身珠江 不由让他感叹战事的残酷 更恐怖的是 那原由作为战争手段的猛烈 此战的结果要不了多久便会传回欧洲 只怕到时候不但整个欧洲 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震惊 世界格局也从此改变 而自己的中华帝国也必将强势崛起在世界的东方 能击败强大的英国远征舰队 欧洲列强都会重新审视中华帝国 自己当初制定的闷声发展思路也将受到影响 但可以想象的是 除了英国可能会再次报复 其他没有哪个国家会再轻视中华帝国 愿意得罪自己来 而英国就算想报复 也要慎重其事 考虑再三来 绝不会像以前这般轻松的出兵远征 而是要精心准备数年清朝而出才有可能了 我方将士有多少损失 封云山关切的问道 另外此次英国远征军可不仅仅是这个远征舰队呀 还有好几股敌兵势力 他们总参谋部后续是如何安排的 左宗堂面色神情稍缓 回禀陛下 我方前期炮台和海战有些损失 为了将敌军引诱进珠江内河 在虎门损失较大 还有省河北路水道 为了拖延时间 让英仪舰队晚上时间进入封锁河道 不惜暴露隐蔽的炮台和数艘军舰上前挑战 延缓敌军进兵速度 还有为了对付英仪路兵的掠夺 狮子洋河段两岸上万人的迁移也有损失 最后昨夜发动火攻 埋伏在珠江东岸的陶鲁军步兵们 一时不察被毒烟熏死数十人 具体情况尚未统计出来 微臣根据到手的情报总体估计 我风战损的将士大概会达到三四千人 这还不包括陶鲁军步兵第47时 第48时将士战损情况 这两步如今还在狮子洋西岸 藩羽化龙镇 逗留在英仪远征军对峙 等待其他的步兵52师 和步兵第11师以及太平洋舰队 南洋舰队陆战队 赶去一同将其歼灭 至于其他敌兵 最紧急的有两股 一股是在长州岛外水域之外的 狮子洋鹰一圣鱼军舰 主要有两艘排水量超过5000吨的 敌军元旗舰 维林顿公爵号 战力舰和百人队长号战力舰 有数百兵力助手在军舰上 另外还有昨夜逃出的三艘小型军舰 估计也汇聚在一起 另一股便是刚才微臣说过的 狮子洋西岸藩羽化龙镇附近的英军陆兵 以英以远征军陆军司令罗斯为指挥官 大约有5000人 副总参谋长毛奇将军 已经有了战事布置 陛下剩下大多是陆兵 都是由毛奇将军进行布置的 便由他来为陛下和各位大人禀报吧 左宗棠直接将毛奇推了出来 倒不是他谦虚 而是他全力布置珠江封锁河段水域火攻战士 对其他的敌军攻势都是由毛奇来具体安排 便索性让其来禀报 毛奇挺身而出 只是微微向冯云山攻身一礼 道 陛下 左总参谋长说的这两股敌军的确是最为紧急的 狮子洋的敌军主要兵力在那两艘超过5000吨的战列舰 微臣和总参谋长 以及几个临战参谋一起商议 准备竭力为帝国海军争取这两艘战列舰俘虏下来 充实受损的帝国海军 因此 早在昨夜火攻发动之前 总参谋部已经秘密下令让提前在上游的 长洲岛广州传政局船屋外停靠的南洋舰队和下游沙湾水道内躲避敌军的太平洋舰队主力一起杀出 将整个狮子洋全部封锁 同时特务斯的范大人已经连夜从俘虏的英军中抽调一名少校军官 携带远征军舰队副司令和博少将的亲笔信 去劝说维林顿公爵号和百人队长号两艘战列舰投降 而在石子洋中部西岸的温州港登陆的远征军陆军司令罗斯 率领五千余名步兵 以及数十艘运兵船和守军 因为陛下下令的撤退命令 让其已无所谓 那罗斯中将并不甘心 率领五千步兵一路北上 如今深入翻语的画龙镇 左参谋长已经提前派出步兵第47使 第48使两步 将其拦截在画龙镇外两里处的一个村庄内 等候步兵52使步兵第11使 其他军队赶往画龙镇 迫其投降 当然若是对方顽抗 也可以集中兵力以最少损失将其歼灭 至于英军其他的占领各处炮台零散兵力 微臣已经命距离沿岸最近的步兵第11使 究竟将其一一消灭 而对了陛下 还有两处稍微有点规模的兵力 一时间腾不出手来 一是驻留在香港岛上的两千英军步兵 和之前在虎门炮台外受伤返回香港岛维修的数艘军舰 二是 葡萄牙远征舰队 他们根本没有跟随英军一道进入珠江内核 而是趁机攻占了澳门岛 并进入香山县的西江水道骚扰一路的城镇 被当地驻兵联合民兵抵挡 四处游走 拖惧危害 不过只要太平洋舰队和威远炮台群将虎门关口封锁 让消息传不出去 他们不清楚英军一败 不会逃走 倒也可以稍微缓缓 等清扫完内核战事后 再以南洋舰队和太平洋联合出击 雷霆之势将这两股敌军封锁 定能迫使对方投降 毛奇分析的头头是道 并且都是以最优势的兵力集中对付敌军 冯云山听了 不由更加高看他一眼 他的战术和兵力不止 或许更适合欧洲的战法 那便与东方的战争不同 不是死战到底 而是以兵力优势 这种绝对的实力碾压过去 让敌军知道不可能打得过 或使对方乖乖的认输投降 当然这是西方那种氛围 即便投降成为俘虏 战胜方也一般不会屠杀掉他们的战俘 冯云山倒觉得战事就应该这样 你死我活在战场上杀死那些侵略者 诚然出了口恶气 但并没有实际性的好处 反而以方将士也会因为多少折损不少 反倒不如将他们俘虏用来作为矿工或是换取赎金 更为划算 好便依谋爱卿的战事安排 将这些侵略我中华帝国的豺狼统统留下 能将他们破降 便没必要在战场上击杀他们 不过呀 若是他们不愿投降 甚至赋予顽抗 便直接歼灭不得容情 冯云山半嘱咐半警告道 各位亲爱的听众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这个天国不太平》 作者 三江口水 演播 致远 第五百四十二集 三天后 香港岛 大英远征军驻香港基地的军营中 上尉军官无事理 正和一帮士兵闲聊 作为一名陆军上尉军官 不能跟随罗斯将军 前往珠江内河攻打广州城 他十分遗憾 他很是羡慕的帮可以跟随罗斯将军 攻占这个东方国家的同行们 可惜 前阵子因为吃坏了肚子 加上他的叔叔吴利斯上校 成为远征军驻香港基地驻军的指挥官 他无奈之下 只能留在香港岛上 前阵子 从珠江内河 返回了香港岛维多利亚港的 几艘受创的军舰 带回远征军一路胜利的消息 远征军一路逆珠江北上 接连攻占中华帝国的十几座炮台 击伤击臣敌军数艘军舰 战时还算顺利 虽然有几艘军舰受伤 返回维多利亚港进行维修 但前线的远征舰队在西摩尔将军的率领下 已经势如破竹 应该要不了两天便会兵临广州城下 而罗斯将军更是率领数千步兵追随其后 一路攻伐如无人之境 听到这个消息 吴氏里和军营里的英兵们一样 心里实在不好受 待在香港岛上 死守这个远征军基地 天天不是训练便是聊天 要是当场也跟罗斯将军北上 远征军又如此顺利 只怕用不了多久自己便能立下些军功 晋升为少校军衔了 就算没有立军功 这一路的攻城拔寨 特别是攻下广州 那个犹如天堂般的财富之都广州城 凭借吴氏里对罗斯将军的了解 他必定会让大家发底不小的财 只恨自己错过那个发财的好机会啊 吴氏里 以悄悄打定主意 等远征军占领广州城之后 再次出兵攻打这个东方国家的其他城市 尤其是上海和这中华帝都的首都南京城市 自己一定要恳求叔叔 将自己调入罗斯将军的手下 不能再错过了 吴氏里一边胡思乱想着 一边同几名士兵闲聊 不过 一名英兵的话引起了他的注意 上尉献上 贵叔叔是驻香港岛的指挥官 不知道有没有收到前方远征军最新战事消息 他还真的听叔叔昨天还提起过 有三四天没收到前线远征军的消息了 自从远征舰队过了狮子阳 深入珠江内河之后 便再无消息传来 于是 他摇摇头 那兵英兵满脸神秘的道 看来远征舰队出了意外了 这几天我总是心神不宁 便悄悄的算了一挂 发现自己是阶下囚的命 胡说八道 无是理 只当那英兵是开玩笑胡扯 不过 那名英兵是吉普赛人 怀里总是抱着个神秘的水晶球算命 偶尔也有准的时候 真的 我连续三挂都是这种挂象 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这么灵异的事情 那名英兵道 再说 以前每天或隔天 总会有远征军在前线战事消息传来 可这都几天了 都三四天了 居然没有一点消息传来 这对一向严谨的西莫尔将军和罗斯将军 都是不可想象的 我敢断定 真的出事了 我的上尉 你最好还是去问问 你那位指挥官叔叔吧 若是真出什么事情 通知我一声 你让我有个准备 疯了 你这个吉普赛人一定是疯了 吴氏里脸色一变 还是不肯相信 不过心底却也打起鼓来 我大英远征军如此强大 屈其东方国家 就算人口多又怎么样 又岂是大英帝国的对手 不过话虽这样说 吴氏里还是站了起来 结束了今天的闲聊 心神不宁地离开军营 进入中环的原香港总督府 改成的大英远征军香港基地 进入基地 一切如常 奇怪的是 他那当基地驻军指挥官的叔叔 竟然没在办公室 他只好回了军营 晚上九点多十分 他正准备睡觉时 叔叔的助手 戴维斯少校竟然急匆匆地来找他了 氏里出事了 你现在赶紧收拾东西 三分钟后 悄悄跟我去码头和上校会合 戴维斯上校一把将吴氏里拉了起来 到底出什么事了 吴氏里心中一惊 连忙问道 来不及跟你解释了 戴维斯直接粗鲁的道 赶紧跟我走 除了鹰瓣和金子 其他的都不要带了 上校只怕已经赶到码头了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不是 戴维斯上校 好好的 怎么要走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这是要去哪里 别问那么多了 来不及了 大英远征舰队战败 几乎全军覆没 东方恶魔们 马上杀过来了 什么 不是李木顿口呆 他怀疑 是要不就是自己耳朵出了问题 要么就是戴维斯疯了 大英帝国远征舰队 还有其他三个国家的舰队 一共近百艘军舰 比整个东方世界所有国家的总军舰吨位和数量还多 加上大英帝国皇家海军训练有素 还有罗斯将军率领的陆军 怎么可能会战败 简直是疯了 不过 不知道为什么 吴氏李突然想起下午在军营中闲聊时 那个吉普赛人所说的占卜之事 便呼的打了个寒阵 莫非 那个吉普赛人所说的一语成真 吴氏李半信半疑的匆忙收拾了藏了三十多英镑财产 便跟着戴维斯闯入夜幕中直奔码头 一路上有不少英军往码头跑去 虽然看不清具体相貌 但都很是匆忙 而且大部分是被人拉着 甚至衣衫不整 像刚从床上被拉起来的模样 吴氏李这才发觉 自己喉咙发紧 那事还是真的 很快便到了码头 尽管黑漆漆的 但吴氏李还是一眼便看见 停靠在港口处的几艘军舰 和数艘运兵船 其中最大一艘 正是前几天从战场上受损 而送来香港维多利亚码头需要大修的 塔利沙号主力巡洋舰 排水量接近2900吨 吴氏李因为叔叔的关系 可是清楚 这艘塔利沙号巡洋舰遭受重创 需要长达一个半月的大修 才能重新服役作战 没想到已经离开码头准备启航的样子 事情真的到了最后糟糕的地步了吗 戴维斯将吴氏李领上停靠在码头尾部的一艘护卫舰 他的叔叔 香港基地驻军指挥官吴利斯上校 正着急的在甲板上走来走去 一看见两人上传 来不及打招呼 便联盟下令 立即起航 先折向东面 绕过香港岛后 转向朝西南 一路不要停留 静止去新加坡 我们又立刻将大英远征军战败的消息 带回伦敦 让大英帝国早做准备 吴氏李饶氏心中早有准备 还是被这个惊人的消息给震住了 他的叔叔的话 明白无误地告诉他 大英帝国东方远征军 还真的彻底战败了 多么疯狂的结果呀 叔叔 到底怎么回事 吴氏李再也忍不住内心的震撼 直接问道 吴利斯上校并没有回答他 而是朝他的助手戴维斯上校再次下令 传令下去 所有军舰和运兵船 都不要发动蒸汽机 全部以风帆为动力离开码头 否则将军营中那帮人吵醒 吸引过来 谁都必想离开 最迟明天早上 说不定今天晚上 敌军的舰队便会封锁整个香港码头 乃至维多利亚港 到时候我们都会成为华人的俘虏 戴维斯联盟应现 匆匆派人赶去传令 吴利斯上校 见护卫舰开动了 这才长舒一口气 将目光投向码头后面早看不清轮廓的军营 重重的叹口气道 是脸 我的侄子 叔叔告诉你一个让人疯狂的坏消息 大英帝国远征舰队 被那恶魔般的东方人一把火全烧掉了 几乎全军覆没了 就在今天傍晚的时候 几名从前线逃脱的荷兰海军士兵 驾驶一艘潜水蒸汽炮艇逃到维多利亚港 将消息告诉我 并且还有很多战事的细节 我们一败涂地 还有东方人的舰队已经分头行动 其中的一支正朝香港逼近 因此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必须马上离开 吴氏里张大了嘴巴 倒吸一口凉起 莫非东方人都是邪恶的法师 一把火将整个大英帝国的远征舰队 全部给烧掉了 这是多大的一把火 他只觉得自己脑子不够用 仿佛走进不可思议的荒谬神话世界里 吴丽丝仿佛知道吴氏里的惊奇 自顾自地继续说给这个侄子听 是火油 听那几个已经吓破胆的荷兰人 语无伦次的描述 这个东方国家弄了大量的火油 多到难以计算的火油 将整个江面弄的全是火油 那东西能漂浮在水面上燃烧 而且犹如火山喷发一般大火 将整个舰队全部烧没了 两三万大鹰将士葬身火海 吴氏里已经难以形容自己的感觉了 他从叔叔的描述中 仿佛看见一大片地狱之火 将整个舰队吞没的场景 听说连驻守在狮子羊的两艘最大排量的战列舰 也被敌军俘虏 远征军队全军覆没 而远征舰队一完蛋 整个远征军便彻底完蛋了 吴里斯好像是在说给吴氏里听 又仿佛是在喃喃自语 没了远征舰队的护航 罗斯将军率领了数千兵 还有占领各地炮台那些零散大英帝国守军 没了水路支援 想必是被包围全奸或是投降俘虏的结局呀 既然那中华帝国的海军舰队已经赶来香港岛 想必罗斯将军率领那路兵乘坐的运兵船 已经被击溃 那些路兵可能已经完蛋了 我香港岛上两千步兵更加难以抵挡 因此才会连夜撤离 可是叔叔 为何不将岛上的士兵全部叫上 全部撤离呢 吴氏里想起那名吉普赛士兵不解的问道 这维多利亚码头 虽然有七艘军舰 两艘运兵船 但只有西摩尔将军留下两艘炮舰和一艘护卫舰是完好的 其余四艘军舰和两艘运兵船虽然大 却都是前段时间战场上受损严重 留在码头准备修理的 无法有效载重 最多只能搭载一千二百名士兵离开港岛 而且留下一些士兵守卫香港岛迷惑敌军 将对方拖住一天半天 让我们有撤离的时间也好 听到这里 吴氏里明白 为何看见在军舰上的大部分是军官和英格兰籍士兵 但他无法说叔叔什么 紧急关头 自己的命最重要 没有道理可讲 十天后 当遥遥在望的新加坡河口两旁一排排货舱 零次致笔的出现在吴氏里的面前的时候 他发现一直高度紧绷的面孔 叔叔吴利斯 这个时候才明显松弛下来 重重的输了口气 这十来天 吴氏里和叔叔从香港撤离出来 一路可谓艰辛不已 说是撤离 实际上逃亡 一离开香港 吴氏里便不尽佩服叔叔的老谋深算 叔叔领着他没有乘坐最大那艘巡洋舰 而是乘坐提前准备好了那艘护卫舰 这船虽然排水量不大 但速度最快 船上的粮食也储备充足 果然他们出发后不久 二十余艘敌军军舰便杀到维多利亚港 发现离开他们这几艘军舰便一路追击 这个时候 这艘护卫舰的速度体现了出来 落在最后那艘受伤的塔利沙号巡洋舰和另外一艘炮舰 很快便被敌军舰队包围 结果自然可以预料 不是被击沉 便是被俘虏 也幸好塔利沙号悄悄进行了抵抗 拖延了下时间 让吴氏里他们这艘护卫舰逃了出来 而其他的几艘军舰全部不知去向 估计是凶多吉少 就算是逃了出来 吴力斯还是担心会被敌军舰队追上 他下令 护卫舰一路躲避绕道而行 原本七天便能抵达新加坡的路程 硬生生的拖到了十天 而且 这一刻都不停歇的全力赶往新加坡 一路上哪怕是淡水不足 也不靠岸补给 生怕节外生枝被敌军追上 这样艰辛万苦的安全抵达新加坡 想到那支远征陆军司令罗斯将军派遣的 八千余人的英军步兵 就在这附近攻打柔佛苏丹国 和那支破坏新加坡的华人军队 吴氏里便跟他的叔叔一样 心安不少 抬头望去 新加坡河岸的房屋 已经不是当初被华人军队毁坏时候 那个破败模样了 而是整齐不少 虽然还有许多房屋被炮火轰击倒塌的模样 没来得及修复 但明显 新加坡已经没有了战乱了 想必 是罗斯将军手下那支军队 将华人军队击溃 将新加坡牢牢占据着 吴氏里这样想着 而吴丽丝也是面带微笑的 看向远处的新加坡港 总算安全了 幻想着等下便可以在海峡总督府好好休息一番 毕竟提心吊胆的在海上飘了整整十天 进入新加坡内河 距离码头越来越近了 兴奋的吴氏里站在甲板上 甚至看见两艘悬挂英国米自齐的护卫舰和巡洋舰停泊在码头处 然而就在护卫舰速度慢了下来 正准备停波的时候 这两艘护卫舰和巡洋舰突然开动 朝护卫舰驶来 并且一前一后将护卫舰夹在中间 两艘军舰上原本的米自齐忽然被扯掉了 两面红底黄星的中华帝国旗猛地被挂了出来 与此同时 两艘军舰的侧面 近石门黑幼幼的炮管也升了出来 码头之上 也猛地冲出数名士兵 挥舞着红底黄星旗打的旗语 竟然是示意吴氏里他们乖乖投降 吴氏里惊呆了 脸色惨白起来 回头遗忘自己的叔叔 只见他也与自己一样 一脸不可置信之色 连连惊叹道 哦 上帝啊 这个时候的吴氏里 突然发现 那个吉普赛人算得卦不但准 而且似乎对象不仅仅是那个吉普赛人 还包括他 包括所有的香港岛上两千驻军 他们都是做俘虏的命啊 显然 敌军早就攻克了新加坡 码头上原先挂着英国国旗的军舰 早就已经被敌军所控制 守株待兔的目的 自然是将珠江或香港逃离的军舰 骗进码头的陷阱里 不费吹灰之力的俘虏起来 事已至此 在对方的大炮威胁之下 吴利斯上校没有反抗 直接下令投降 对于叔叔这个决定 包括吴氏里在内的护卫舰上所有英军士兵 都没有丝毫意见 这个时候 不用想都能猜到 连新加坡都已经被中华帝国军队控制起来 而罗斯将军留在新加坡 去进攻苏丹国的那支毁坏新加坡 华人军队八千人的军队 只怕也是凶多吉少了 该死的 什么时候 这个自好中华帝国的东方国家 有了这么强大的武力了 那么强大的大英帝国远征舰队 被对方用诡计烧了 而这可能是近万人的大英帝国士兵啊 怎么就这么容易被击败 吴氏里想不通了 不过 他只知道 大英帝国似乎从此以后 将会失去远东一带所有领地 而失去整个远东的大英帝国 在新崛起的中华帝国面前 还能称之为日不落帝国吗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这个天国不太平 作者 三江口水 演播 致远 第五百四十三集 不是李 一下变得迷茫起来 当然 对于自己将如何被处置 他更是迷茫 圣经 皇宫内 风云山看着玉书桌上特务斯 用特吉加吉送来的密报 嘴角不自觉地露出一丝笑意 将眉角尖的疲惫之色盖去 自从火烧珠江 一举全歼英国远征舰队之后 风云山便知道 这个来势汹汹的英国侵华远征军 已经不成气候了 果然 两天不到的时间 被堵在藩与化龙镇交的远征军陆军司令罗斯 一捕五千余步兵 被步兵第47室、48室、52室和步兵第11室的三个主力步兵团 死死围困 经过数个小时的激战和两个小时的谈判 卢斯一步被消灭八百余人 受伤上千 连卢斯也被榴弹击中 无法指挥战士 最终的结果 便是剩余的四千英兵集体投降 成为中华帝国的俘虏 冯云山在罗斯一步投降之后 便知道此次战事已经胜举已定 便不再准备继续待在广州了 离开圣经几个月 再不回去 恐怕整个帝国都会以为皇帝要将国都搬迁回广州了 而且 出来这么久 虽然有特务司通过铁路和电报 效率极高的传送文件信函 但还是远离中书朝臣 处理国务十分不便 因此 风云山便当即携流圣邦启程赶回圣经 而将左宗堂和范如增等一干将冽 都留在广州府 继续处理此次战事的伪象 这才回圣经没多久 总参谋部左宗堂和毛起等人的奏报 便源源不断地通过特务司渠道 抵达皇宫内冯云山的面前 随着各类奏报的到达 冯云山对他离开广州之后后续战事的情况 也相继掌握 也越来越满意 在他离开广州后不久 朵仓已久的南洋舰队和太平洋舰队一前一后出击 不但将狮子羊和珠江虎门口的各处炮台重新夺了回来 将占领炮台四处分散的英军击溃或俘虏 还通过被俘虏的远征军舰队副司令和博少将的亲笔信 将维林公爵号和百人队长号两艘载重量最大的战列舰 堵在威远炮台群下 成功将被炮轰的遭受重创的两艘战列舰逼降 而最后的一周内 太平洋舰队和南洋舰队分头行动 向残余的远征舰队发起最猛烈的追击 成功在香港岛海湾区域 将驻守香港码头的军舰和准备撤离的数百步兵全部俘虏 同时也将游业在澳门和香山附近的葡萄牙舰队给击杀大半 剩余的全部俘虏 至此 整个抵达中华帝国广州府附近的联合远征舰队被连根拔起 虽说损失不少 但也有不少收获 不说俘虏的英国士兵 单单缴获的英军14艘军舰和数十艘运兵船 虽然军舰数量没有南洋舰队多 但两艘排水量超过5000吨的战列舰 还有四艘排水量超过2400吨的主力巡洋舰 便足以组建一支比南洋舰队更为强大的海军舰队 更何况还有上百名被俘虏的英国海军士兵 在了解陶鲁军的兴奉体系 纷纷表示愿意归顺中华帝国 为冯云山效力 虽然有点贪生怕死之前 但还是让冯云山兴奋无比 当然 最兴奋的莫过于俘虏数千英军士兵 有了这些俘虏 英国此次必将为他的侵华行为付出巨大的代价 广州府一带的战事结果已经基本统计出来了 英国为首四国联合远征军4万余人 中华帝国陶鲁军共歼灭海军2万余人 陆兵8000余人 俘虏海军1400余人 俘虏陆兵共7200余人 英国远征军陆军司令罗斯 海军副司令何博 葡萄牙远征军司令贾多素等一干被俘 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西摩尔 荷兰远征军司令约翰 奥斯曼远征军司令 阿武哲奥卢等人悉数战死 尸骨无存 还有更多的 特别是海军军官 已无法考证具体姓名了 包括战死的海军具体数量 也无法统计具体数目了 一把火烧得干净 更多被毒烟熏死在江面 能像何博这样逃出来的 百里无一 8600多名俘虏不说 缴获的14艘军舰 和数十艘运兵船也不说 香港岛上英军远征军的粮食 药品火药枪支 炮弹等战备物资就让封云山 有些没开眼笑 更何况 还有远征军四万士兵几个月的军饷 共520万英镑 无疑是让封云山发了一笔大财 国内的战士已经大获全胜 封云山将目光更多的放在南洋 和西北 东北一带 就在封云山回到圣经不久 施大开从浩瀚城发出紧急信报 向他示警 却是沙俄军队共计三万余人 哥萨克步兵从奥伦堡和咸海一带 向中华帝国刚控制不久的布哈尔韩国 和巴尔喀什湖出兵 施大开率领驻守在浩瀚和喀什的 陶鲁军将士出兵抵抗 但因为担心沙俄再增兵 便向冯云山紧急禀报要求增援 而与此同时 陶鲁军步兵第八师师长谭绍光 第九师师长何禄 也分别向冯云山和总参谋部发出急报 要求派定增援外东北地区 在那里 沙俄从西伯利亚派出近两万人的军队 进攻中华帝国和新战的贝加尔湖 和外东北地区 不过 因为西北和东北边陲地广人稀 而沙俄的军队看似凶猛 数量却不是很多 西北的施大开和东北的谭绍光和禄 等率领的陶鲁军人数 与敌军相当 封云山并不怎么着急 唯一担心的是沙俄还会继续增兵 那样的话 石大开他们只能采取首饰了 势必会被沙俄占领很多土地过去 不过 怎么也占领不了多久 唯有兴建几座堡垒 大量囤积补给 再慢慢鼓励移民拓荒 最终将新战的领土连成一片 达到完全占领和消化的目的 因此 封云山心中早有计较 而且也在一步步推行移民之中 最让封云山激动的消息 来自总参谋部从南洋的战事禀报 南洋舰队和太平洋舰队 收拾完残余的英国远征舰队 和幸运逃过一劫的葡萄牙远征舰队之后 继而占领香港岛 缴获巨大 又一路追击逃离的香港岛驻军 将仅剩最后驻守在香港岛的几艘军舰 给消灭了 在从琉球和福建分头赶至香港和珠江的 东洋舰队一步抵达后 便由东洋舰队接过防务 太平洋舰队和南洋舰队 两支主力直接开赴南洋 分头收复前阵子被英国远征舰队攻占的西贡 古晋 昆甸 巴达维亚和新加坡等海峡殖民地 不过最牵动他目光的 还是战报上关于李开芳一步 从新加坡冲入柔佛苏丹国 前来进攻800英军步兵的战事结果 但到目前为止 最终的战事结果还没有传回来 也许此时战事已经结束 也不一定 只是路途遥远 消息传递没有那么快罢了 冯云山这样想着 在收到新加坡和马六甲 槟城等海峡三地 全部被太平洋军舰和南洋舰队攻占之后 他的心便放下了大半 调集近三万的陶鲁军士兵 将逃入柔佛苏丹国热带雨林中的英军 逼得几乎山穷水尽 应该用不了多久 好消息便会传来 尽管左宗堂和毛奇 这两个总参谋部的大员 还在广州府处理后续战事 没在风云山身边 风云山还是忍不住 开始思虑起下一步军事扩张 这次能击败英国为首的欧洲联合远征侵略军 可以说是中华帝国重大胜利 从此之后 整个世界便将中华帝国正式视同欧洲列强等同的世界强国 谁也不敢再忽视半分 风云山可以推测 不但英国 沙俄 甚至整个欧洲都没有想到自己会 如此轻易 被快速干脆的将英国远征军击败 在得知整个消息之后 整个世界对待中华帝国都将采取不一样的策略 而那与英国一同出兵的沙俄 一旦受到英军战败的消息后 很大可能会撤兵 除非英国再次发动进攻 否则相信其他国家都不想独自承担与中华帝国交战的压力 而对于中华帝国来说 不但强势崛起在世界列强行列 实际控制领地 也要与支队英的扩张才行 此战趁着战胜英国和荷兰 葡萄牙等联合侵略军之机 顺势要好好将损失捞回来才行 战前参谋部 为了配合风云山的火烧珠江计划 示弱敌军主动收缩 将前期占领的南洋几个重大据点城市几乎全部放弃 还不断进行移民扩展的步伐都中断下来 如今战事已定 尽管还有那八千人的英军士兵 在柔佛苏丹国之中没被消灭 也不影响大局 整个南洋一带的欧洲势力为之一清 尤其是英国势力 几乎被全部铲除 正是中华帝国大肆扩张的好时机 风云山已经盘算着 不等左宗堂和毛奇回来 便直接让留守圣经的总参谋部 其他人员制定计划 第一步是控制整个南洋一带 最主要的是将仍自占领的苏门达腊的荷兰势力 赶出东印度势力范围 接管苏门达腊岛 至于像那些本地的马来苏丹国们 风云山并不重视 这些本地土著们还出于奴隶社会 甚至原始社会 能给他们口饭吃 已经是对他们最大的恩赐了 对于这些原始丛林的荒野之地 风云山的策略 还是通过鼓励 从国内曼南移民啃荒 经过十几年 或者一两代人的努力 彻底将整个东印度群岛的南洋地区 全部变成华族的生存繁衍之地 其实对于这些地方 是直接占领变成中华帝国的国土 如同日南省那样 还是间接控制如缅甸和熏罗这样 风云山都并不在意 因为他知道 只要中华帝国国力强盛 缅甸和纤罗迟早要变成中华帝国的省份 而如果中华帝国衰败下去 如同当初历史上满清一样 库业岛 乌里亚苏台这种自身的领地 也将被分割出去 最终的关键 还是这些土地上生存的族群 是不是华夏百姓 当然 也不能是后世新加坡那样的白眼狼行 再怎么说 也要控制在中华帝国中央政权的掌握之类才行 而第二步 风云山想的是 趁机再次扇度印度的反叛 甚至直接打着报复英国侵略 复仇或是追击敌军的旗号进军印度 相信只要在印度击败英军两次 那些欺软怕硬的墙头草般的印度王公们 便会主动上门来求救了 要是提前联系自己曾经那个西克俘虏乌 如今的西克国王 相信他得知英军战败的消息 态度又会重新靠上来 毕竟自己若真出兵帮助他一下 很可能 他能成为统一大半个印度斯坦的新的西克帝国 只是风云山在权衡着 到底要不要出兵印度 山渡印度王公们叛乱 与直接出兵印度 这性质完全不一样 对英国这个当今世界 头号强国的刺激 也完全不一样 如今的印度 英国已经完全将其视为自己的国土 那是英国众多的殖民地中 比北美加拿大省更为重要 而英国海外最重要的领地 每年都为英国贡献巨额物资财富 因此对于印度的利益 这个世界第一强国绝不会舍弃 所以触动印度 就是触动英国的根本利益 它绝对会全力以赴的拼命 这是如今刚刚开始崛起 正缺发展时间的中华帝国 难以承受的 别看这次陶鲁军一举歼灭了英国远征军 实际上对方还是大意了 根本没有很好的情报探知 加上自己那个出奇不意的火烧珠江 导致远征舰队全军覆没 失去舰队护卫与运输调度 其余的路兵成了被挨打的孤军 失去退路与后勤的步兵们 很快便失去战争的勇气而投降 因此 这次击败远征军的胜利 有些偶然性与运气在 风云山并不认为 下一次英军大规模来袭 还能同样轻易地击败对方 当然英国人短时间内 难以再组织大规模的远征军前来进攻了 若是出兵印度 等于将其以惊到嘴的肥肉叼走 英国必定会不顾一切 甚至让出巨大利益 诱惑法国等其他欧洲列强 一同出兵前来攻打自己 都有可能 故而 风云山很是犹豫 到底该不该就此机会 下令出兵印度 各位亲爱的听众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这个天国不太平》 作者 三江口水 演播 志愿 第五百四十四集 如佛王国内的热带雨林深处 一处山谷内 数千衣衫褫褛的鹰饼 无精打采的席地而坐 躲在高大的阔叶树下 最中间的一棵阔叶树下 用树枝和叶子搭设了一个简易的树房 几十名士兵在周围警戒着 树房上 大英帝国远征陆军副司令 少将沃德 眉头紧皱 目光深邃地看着谷口 他向树下的助手招招手 一名身穿英军军官制服的少校 连忙小跑过来 将军有何命令 古外那些敌军如何了 还是没有什么动静 不过古外的敌军驻扎之地上空 这两天早晚的炊烟好像有些增加 看来是增兵了 沃德脸色更加难看 可是将军 既然增兵 为何迟迟不进攻呢 少校疑惑起来 哼 我不止了一个一千步兵守卫在谷口 利用地形恶手要冲 正所谓一夫当官 万夫莫开 一军也不是傻子 他们如何敢攻进来 沃德吃笑一声 原来 沃德当初率领八千人的英军进入柔佛苏丹国 追击攻打并毁坏新加坡华人军队 这一路上 经过几次交战 华人军队不敌狼狈而逃 沃德率不猛追 结果被引入柔佛国的原始热带雨林中 可没想到没过多久 华人军队便开始越来越多 而且英军队伍 开始不大适应原始丛林中的蚊虫毒蛇 沃德见识不妙 便想撤离出热带雨林 返回新加坡 但这时 超过两万人的华人军队 对其进行包围 堵住返回新加坡的道路 无奈之下 沃德率部一边与敌军作战 一边撤离 但始终无法摆脱敌军 无奈之下 沃德派出一个小队 冒险冲出原始丛林赶往临近的马六甲 自己率领剩余的五千名士兵 找到一处地形险要的峡谷 把守谷口 躲入谷中 坚守带园起来 这一坚守 便是数周时间 幸好峡谷中有溪水 有香蕉和些小野兽 勉强补充已经不多的军粮 否则的话 沃德只怕军中早就断粮 无法坚守下去 但即便是这样 沃德也异常的担心 求救援兵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为何还没有来源 如今军粮已经快要吃光 再过段时间 这山谷中的香蕉野果也要被吃光 到时候除了冲出山谷 与那人数超过两万的敌军交伙外 便唯有投降意图 可真要冲出谷外 与那帮敌军正面交战 但这样想想 沃德便觉遍体生寒 前凡的几次交战 还是边战边退 自己的八千人的军队 变成如今的五千来人 如今敌军一意代劳守住谷口 就如同自己守住谷口一样 他又如何敢冲出去送死 而与此同时 山谷外 统帅两万三千余名 陶鲁军步兵的李开芳 也很是郁闷 他原本率领着五千人 捣毁新加坡之后 便撤入柔佛王国的领地 成功将八千人的英军 引诱进入柔佛的丛林之中 之后 李开芳调动另外埋伏在丛林 各处两万陶鲁军步兵开始集结 对追击的英军进行反击 击败英军多次 眼看就要大获全胜 却被英军躲入一处一手难攻的山谷之中 进攻了两次 陶鲁军都是死伤惨重 难以攻入 再后 李开芳试图火攻 毒烟 还有绕道进入山谷 军事无功而返 无奈之下 李开芳只得派人死死守住谷外 准备将英军活活耗死在山谷之内 双方就此僵持起来 加尔格达总督府中 印度总督坎宁 吃惊地看着手中的信报 颓然地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再没有丝毫伯爵的绅士风度 而他的对面 两名助手也是一脸难以置信 充满惊恶与惶恐之色 总督大人 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 那实在是太可怕了 我大英帝国的日不落地位将会面临结束 这个消息太震撼了 上帝呀 这是个恶魔般的日子 只怕伦敦方面要发大地震了 一名助手难难地倒 另一名助手却反应比他还要强烈 这不可能 这不是真的 上帝呀 这绝不可能是真的 一定是假消息 大英帝国远征舰队 何等强大 怎么可能全军覆没 汉坐在地上的侃宁浑身发抖 也是不敢相信 但他清楚 这些消息都是真的 他慢慢爬起来 恢复了一点本色 但手指头还是游自在一直发抖 苦笑道 这怎么可能是假消息 谁敢开这种玩笑 说完 将手中另一份报告递过去继续说道 这份是远征军陆军副司令沃德少将的求救信 他被远征军陆军司令罗斯中将调牌 率领一支八千人的部队 追击毁坏新加坡港的中华帝国一股逃入柔佛王国的军队 没想到陷入陷阱 被困在柔佛丛林中的一处山谷之中 沃德说 有超过两万人的敌军围攻他的部队 让他的部队折损已经超过三千人了 而且没有后勤补给 只怕不是断粮便是断绝弹药 如今只怕也面临全军覆没的命运 两名助手顿时傻眼了 其中一名很快反应过来 谨慎的道 总督大人 此番远征军战败 我大英帝国将彻底失去远东和邓印度群岛的领地 这还不算 我担心那经历此次大胜的东方帝国 必然会野心勃勃的强势扩张 只怕占领海峡三帝和整个东印度群岛之后 还不满足 会禁军印度 他敢 坎宁恶狠狠的道 印度是大英帝国王冠上最璀璨的明珠 女王和国会绝不会允许别国斩职 这东方帝国虽然开始崛起 击败了远征军 但与我大英帝国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 若是伦敦的大人们下狠心让出些利益 联合法国美国等其他列强出兵 还是能将这个东方帝国打压下去 对对 我要赶回伦敦一趟 说服女王和首相他们再次出兵 一定要将这个新崛起的东方帝国扼杀 否则以他们人口和经济实力 迟早有一天会威胁到大英帝国 两名助手相互看了一眼 军事苦笑 刚刚经历了克里米亚战争和印度叛乱 又经历此次远征军的巨大势力 大英帝国还能再次派出一支大规模的远征军出兵东方吗 非常困难了 因为远征军无论是从欧洲本土调集 还是从印度就近调集 前其准备和后勤等都是由他们帮忙 坎宁总督统筹安排调度 因此他非常清楚 为了这次的远征军 大英帝国耗费了多少的财富和物资 何况还战死了超过三万名的英军士兵 被对方俘虏的士兵都接近一万人 这些人的抚恤和安置 便是一个巨大的头疼之事 短期内向重新再次发动大英远征 这个东方帝国 已经不大可能了 印度西北部的庞哲普 西克王宫内 西克教大臣 兼国王萨米特库玛尔 也收到了来自东方那场战事的结果 联盟紧急召集数名大臣 商讨对华政策 萨米特库玛尔 原本以为这场战事之中 前期 强大的英国军队必定会占上风 中华帝国的军队虽然强大 对于这点 他很清楚 但他更愿相信 英国军队更为强大 这英国的五万远征军 胜过中华帝国的十万大军 中华帝国方面 只能不断以兵力的数量 去损耗入侵的英军 以雄厚的兵援基数 巨大的代价 换取最终的英军承受不住兵援损失 加上夺取的财富之后 从而撤军 但他没有想到 事情竟然会变成如今这个结果 强大的英国远征军 特别是远征军联合舰队 竟然刚进入中华帝国 还没攻下广州城 便被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 当接到这个消息时 他甚至怀疑 那个当初的圣王是不是地狱的魔鬼 将地狱的烈焰 招到了世间帮助他作战 他激动起来 这是个巨大的好消息 他不由庆幸当初的侵善中华帝国 向中华帝国的皇帝 表达过忠心的选择 同时 又为自己曾经的动摇和差点背弃 而暗自后怕不已 我准备向东方那个帝国称臣 以此方式与其结盟 萨米特库玛尔 一句话让面前大臣们心惊不已 但又无力反驳 而事实上 不仅仅是因为希克大军的话 便是活神的御旨 更因为希克王国 要面对强大英国印度殖民当局 能依靠击败英国的中华帝国 是最好的选择 传我命令 准备国书 速速派人赶往中华帝国的圣经 面见他们的皇帝 向他递交国书 我们希克王国 愿奉其为上国 每年纳贡 只求他们能帮助我们 反抗英国殖民势力 摆脱他们的统治 萨米特库玛尔 虽然是墙头草 但眼光很准 性格也是异常的果断 另外 向大英帝国驻印度总督府 发出宣战书 同时一边集结兵力 一边联络那些 印度各地邦国的王公们 向英国人占领的邦国进攻 抓住这个机会 扩张我们希克王国的领土 对了 还有 西北方浩瀚城那边 那个中华帝国亲王 也要好好结交 听说 最近那极北的俄军 在攻打那个亲王的领地 将原本所要回来的 四千骑兵和两万匹战马 增加到五千骑兵和三万匹战马 立即赶往亲王身边 供其使用 一向向命令下来 萨米特库玛尔 这才长长的输了一口气 尼泊尔的加德满都 沙俄王朝的王宫内 国王苏兰德巴拉 看完从外面偷偷传来的消息 欣喜若狂 满脸嘲红 兴奋地对面前的王府贴身 侍卫官道 太好了 太好了 英国的远征军几乎全军覆没 中华帝国大获全胜 这说明强大的英国军队 也是可以战胜的 我们库尔喀人终于见到了曙光 侍卫官也面带笑容 只是还有一丝苦涩 是啊陛下 只是如今王室完全被架空 整个库尔喀的大权 都掌握在首相巴哈杜尔身上 不除掉他 陛下无法掌握库尔喀军队 这个国家便始终被英国人奴役 那个英国的狗腿子 舔那个英国妇人的洗澡水的混账 一提起王国的那名大权在握的首相 国王苏兰德巴拉便是一阵咬牙切齿的痛恨 当初他作为王室的侍卫官 利用先王对他的信任 在先王和母后争权夺利之际 将英国人引狼入室 我霍尔喀才落到今天这种田地 而我沙俄王朝完全被架空 也正是因为此人他会有报应的 而今这个报应的时候快要到了 说完 苏兰德巴拉压低了声音道 派起对人马分头悄悄去拉萨和缅甸 联系中华帝国 争取他们军队的支持 告诉天朝的皇帝 只要他们帮助本王铲除逆臣 赶走英国人 我沙俄王朝愿意世世代代 勇为附属国 本王也成为天朝的臣民 岁岁纳贡 还有 众所周知 我们库尔喀战士的英勇 只要天朝愿意帮我们 本王可以提供一万名库尔喀勇士 听从天朝的战争征兆 那名侍卫官瞪大了眼睛道 陛下 这 这不仅仅是附属国了 连半数的库尔喀队伍也拱手相让啊 苏兰德巴拉叹了口气 不如此 怎么显出本王的诚意 又如何打动天朝那位皇帝 当初我们库尔喀 本就是中原王朝的藩国 五年一次纳贡 如今仅仅恢复简单的宗属关系怎么行 更何况 前阵子那英国狗腿子 为了表示对他英国倾敌的忠诚 在印度叛乱的大好时机 将我们库尔喀整个只有2.5万人的军队 便派了一万五去援助英国人镇压印度叛军 那支军队如今还在新德里和加尔哥达等地 我们只需让天朝去掌握那支军队便可 我明白了 陛下这主意真是绝妙无双啊 世卫官明白过来 不由赞道 看来陛下认定了中华帝国当名皇帝野心勃勃 这才故意提供一个让他们出兵印度的机会 不错 我们库尔喀即便统一了整个尼泊尔 但对于中华帝国和英属印度来说 仍然只是一个弱小无比的小国而已 霍尔喀本就是在这两个大国之间夹缝求生存 如今中华帝国已经强势崛起 这次更是击败强大的英国远征军必然会继续扩张 我们自然要看准机会投靠 而且我将那1.5万名那个英国狗腿子的嫡系军队 划播给中华帝国 不但除去那个逆臣的武装势力 还为中华帝国提供一个绝佳进兵印度的借口 这个诱惑那位伟大的皇帝肯定难以拒绝 不但如此 他和会被富饶的印度所吸引 而不会趁势吞并我们尼泊尔 苏兰德巴拉还有一句话不好说出来 那便是英国人选择了巴哈杜尔作为掌控尼泊尔的代理人 他唯一的选择便是只有向中华帝国皇帝表明 愿意成为他们的代理人 这样便能重新掌控整个尼泊尔 哪怕是代理人 更何况自己的诚意大一些 说不定那位野心极大的伟大君主便钉向印度 而不在意尼泊尔这块贫瘠之地了 与此同时 与尼泊尔相邻的哲梦雄法国 西金王国 布鲁克巴 布丹 国王也悄悄派出使者 不与耳同的往东北的中华帝国而去 而表面上已经向中华帝国 朝廷归降的拉萨宗教及贵族权势 在听说英国远征军的消息之后 平时躲在寺庙中的大人物也纷纷出事 在紧急商议数日之后 一只庞大的进贡使团 从拉萨出发往东进发 缅甸和鲜罗的消息收到更快一些 虽然没到进贡的时候 但他们 庞大的使者团 上千人押送数百辆大车和数十艘货船 匆忙赶路 朝向宗主国的京师 圣经进发 强大的英军被击败 整个南洋一带的形势大变 整个东方世界 中华帝国已经处于绝对统治地位 再没有哪个势力能抗衡或是撼动 于是缅甸王和仙罗王开始揣揣不安起来 或许加大上贡频次和力度 能稍稍减轻他们心中的惶恐和不安 各位亲爱的听众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这个天国不太平 作者 三江口水 演播 致远 第五百四十五集 英国伦敦郊外 温莎堡 英国首相巴麦尊 外相罗素 海军军务大臣西德尼赫伯特 陆军大臣潘默尔拉姆齐 如丧考比般坐在城堡内的会客厅中 均默默不语 他们是一起向女王陛下请罪的 就在几个小时之前 他们收到来自远东的战报 海军军务大臣赫伯特 是第一个见到让他陷入世界末日般的惊人噩耗之人 如今 他静静地坐在柔软的沙发上 回想起当时的场景 还是如坠梦境 当时 海以为是远征军攻占广州城的消息终于传来了 他甚至愤愤地想着 出动了那么多的军舰 竟然花了这么久的时间 才攻陷远东那座贸易中心城广州 亏西摩尔和罗斯这两人还有心思来报警 当他打开这封辗转了很多地方 署名为香港岛的驻军司令官 吴里斯上校匆忙间写来的战况书信时 简直以为是那个叫吴里斯的上校是不是疯了 怎么可能 强大的大英帝国远征军主力 竟然被那个东方国家的军队击败 几乎是全军覆没 拥有近百艘战舰的联合远征舰队 被引入一条内核之中 在不足五公里的河道上封堵起来 敌人利用一种数以万磅的黑油 倾倒在河面上 烟火将河道里整个远征舰队全部烧毁 两万多名大英帝国皇家海军士兵被烧死 这名叫吴里斯的上校说 他在距离战场一百英里外的香港岛上 都能看见被烧红的半边天 闻到浓重的被烧焦的湿臭味 看到这里 赫伯特已经看不下去了 他绝不相信这是真的 然而 与吴里斯这份信报同时送到另一封信件 击碎了他的幻想 残酷的事实告诉他 这是真的 印度总督坎宁爵士的这封信 让他无法再幻想的一切都不是真的 虽然这封发自加尔格达的信件 落款日期比那封从香港岛 出自吴里斯的信件要晚上半个月 但最后是同时抵达伦敦 到达海军部赫伯特的手中 这封印度总督坎宁爵士的亲笔信 不但诉说了遥远的东方 在那距离广州城仅仅数公里远 叫珠江北河道的河内 近百艘战舰数十艘运兵船 延绵数公里远征舰队 被一把火烧的残酷事实 而且 大英帝国占领的香港岛 东印度群岛以及新加坡马六甲 槟城等海峡殖民地领地 全部被反击的敌军舰队和陆军占领 不但远征舰队的副司令何博 等将领被俘虏 就连写第一封信 那个香港驻军指挥官吴立斯上校 在逃至新加坡港口处 也被早在已经控制那里的敌军俘虏 而且 新加坡西北部的柔佛 原始丛林的一处山谷内 还有远征军陆军副司令沃德少将率领的 八千名英国步兵 只剩下五千人 被两万余名敌军包围着 面临淡尽粮绝的境地 苦苦带援 向印度总督发出求救 赫伯特惊叫一声 手中的信件掉落在地 他颤抖着身体 好半天才将地上的信件重新捡起来 这才以最快的速度送往首相官邸 交给巴迈尊 赫伯特还记得当时态度优雅 极富绅士风度的首相巴迈尊 微笑着接过信件 只抗几行字便如遭雷击 脸色一片煞白 紧接着便歪倒在地 赫伯特能体会 巴迈尊爵士遭受的打击 大英帝国海军自本世纪初战胜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 便称霸世界 再也从未遇到可以抗衡的对手 更别说被击败 更误论如此全军覆没的惨败了 作为大英帝国的首相 此次旨在征服东方那个中华帝国的远征军 便是巴迈尊首相为主发起的 因此这次远征军的战败 巴迈尊要负极大的责任 他的首相职位必定难以继续担任下去 可他是刚刚上任首相不久 任期未到便又被赶下台 这将是他人生最大耻辱 而且作为如此重大战士失败期间的首相 他也会被整个大不咧咧王国历史 记载一笔屈辱的记录 不过巴迈尊没有多久便恢复过来 尽管心情还没能平静 却依然冷静地接受了战败的事实 在换来外相罗素和陆军大臣潘穆尔拉姆齐之后 这四大巨头便紧急地赶往求见 正在泰晤士河岸的温莎堡度假的维德利亚女王 唉待会女王知道来自东方的惊人消息 不知会做出怎样的反应 巴迈尊四人均各自心中忐忑着 一身盛装的维德利亚女王 在两名女仆的服侍下来到会客厅 见到四名内阁重臣 面带微笑道 有何要事 让四位爵士一道来见本王 莫非大英帝国远征军在东方的战事已经结束了 那帮东方野蛮皇帝 这么快就已经忍不住求饶了吗 这番话让在座的四人军事脸上一热羞愧无比 连忙站了起来 赫伯特预言又止 而巴迈尊也是面带尴尬难堪之色 但四人之中以他为首 无奈之下他只能厚着脸皮道 回女王陛下 就在刚才一个让人吃惊的恶号传来 我大英帝国出征东方的远征军战败 几乎全军覆没 其他的葡萄牙 荷兰和奥斯曼远征舰队也是如此 哦 上帝呀 我的首相大人 你疯了吗 你确定您不是在胡言乱语 维多利亚女王张大嘴巴 脸色充满不可思议 我们也难以相信 但这是真的 女王陛下 外相罗素性格沉稳 他一开口 便让女王迅速冷静下来 但为了让女王进一步相信他们没有开玩笑 罗素将手中的疾风信件递给了女王 维多利亚将信将疑 心慌忐忑地接过信件 快速浏览了起来 他风韵油存的脸上 原本的红润也随之变成了白喜 信尔一片青黑色 上帝呀 这是真的 这位英国女王一边看信件 一边喃喃地念叨着 拥有大英帝国整个皇家海军力量五分之一军舰 规模的远征舰队 还有另外三个国家的近二十艘联合军舰 竟然告诉本王说 被那帮东方的华人军队一把火给全部烧了 远征军司令官西摩尔呢 他是蠢猪吗 赫博特撒海军大臣 他只能出面悲哀的道 西摩尔将军也被烧死 尸骨无存 维多利亚意识到 自己屈辱死去的指挥官是不大妥当 便由自不信 那世上真有什么黑油 能将整个树公里长河水都燃烧起来 莫非东方人会无数不成 陆军大臣潘莫尔拉姆齐苦笑道 女王陛下 这种黑油在波兰的克洛斯诺和俄国的巴库都采集到了 是一种液体的煤炭极易燃火 并且确实能浮在水面上燃烧 只是谁能料到那个疯狂的东方大国 竟然不声不响的调集那么多黑油 简直太疯狂了 他们创造了新的海战方式 以后这种黑油将成为战略物资 我大不列帝王国必须尽快发掘强占这种黑油 巴麦尊不满的看了一眼 潘莫尔拉姆齐 这黑油是矿产大臣的事情 而且与今天来的目的无关 说那么多做什么 他见女王已经接受了这个消息 便直接开口道 女王陛下 对于这次远征东方惨败 我负主要责任 这几天我会在国会上公开道歉 并在几个月后提出辞职 在辞职之前 我必须面对此次失败 承担接下来的责任 那就是与那中华帝国进行和谈 将那些俘虏的大英帝国士兵给救回来 另外 今日来的另一个目的 便是抢女王陛下 对接下一任首相和国会施加影响 说服他们在和谈之后 再次发动对华远征 维多利亚大吃一惊 这次对华的战事 原本就是巴脉尊提出并决定的 这样的惨败 对于巴脉尊来说 的确以辞职来进行交代 他也明白 那些俘虏的士兵们 必须要通过和谈将人要回来 但他怎么也没想到 巴脉尊后面的一句话说的 等和谈一结束 便要说服新首相和国会 立即再次发动对华远征 绝世 这不可能我不能答应你 维多利亚怒道 就算我答应了 那些国会议员也不会答应的 财务大臣更不可能答应 您知道的 如今大不列帝王国 单单每年海军军费总开支 便要840多万英镑 而这次的出兵 中华帝国的远征 最终实际波幅经费便达650万左右 远远超出计划的500万英镑 等于是将大不列帝整个王国 明年的海军费用给挪用了4分之3还多 听说财务大臣那边诉苦 原本王国的财政就很吃力 克里米亚战争和印度叛乱 所造成的花费 到目前为止还欠了一大笔 若是今年再次发动对华援征 只怕明后两年的海军陆军 都不要拨付经费了 巴迈尊自然知道维多利亚女王说的是实行 但她还是坚持道 女王陛下 听我说一句 大不列帝王国 想要保持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 就要保住日不落帝国的称号和荣光 就必须要立即组织 对这个中华帝国的第二次远征 必须要全力以赴 吸取这次远征的教训 将那个国家彻底击败 否则一旦她崛起 将会严重威胁我大英帝国的地位 不但远东的所有领土和利益全部失去 甚至连印度也要失去 事实上 她已经很是强大 已经崛起了 是啊 女王陛下 绝世说的是实情 赫伯特也点点头 神色严谨的道 我们这次远征 都小看了这个中华帝国 事实上 通过这次返回的战事细节来看 就算他们不用那个黑油火攻的阴谋 我大英远征军最多也只能攻占 广州福州等这几座港口 甚至攻不下上海 他们的炮台 早不是20年前那种土炮台了 而是异常的坚固 尤其是他们自行研制 那个叫克鲁伯的县堂炮 更是犀利无比 竟然比我大英帝国最新制造的阿姆斯特朗火炮 还有先进 而且他们还一边从法兰西和美利坚 大量购买军舰 一边大量自行制造舰队 努力发展海军舰队 若是我们让他们安心发展 不出几年 虽说海军无法与我们大英帝国相比 但也会紧追上来 变成一个实力强大的海军强国 到时候再想击败他 只怕就困难了 毕竟大不咧咧距距离东方太过遥远 我们不可能将所有的海军舰队都派往东方啊 外相罗素也点点头 不错 我们四个都一致认为 必须再次发动一次对华远征 将这个已经崛起的东方帝国给击败 并且最好能消灭那个叫冯云山的皇帝 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削弱中华帝国 甚至将它瓦解 将其重新打落到东方的落后弱小国家队伍中去 没有战争经费 挤也要挤出战争经费 这关系到大英帝国的未来 关键是 这个东方国家短短几年 便成了一个比肩沙俄的超级大国 照这样试头发展下去 用不了多久 便会发展成为比肩我大英帝国的超级强国 这样的事情 女王陛下 我想您绝不能忍受吧 维多利亚眉头紧皱了起来 他没想到 四位重臣来找他 竟然是为了这个事情 将那东方国家的问题说得如此严重 都危及大英帝国的地位 以此来说服自己去说服国会议员们重新出兵远征东方 那个东方国家真有那么强大了 让大英帝国内阁中的四位主要大臣都如此忌惮 那个冯云山的东方皇帝 真有那份点金手的本事 短短几年便将那个落后于位的东方国家 带领发展成一个堪比欧洲列强 甚至危及自己这个日不落地位的世界第一强国 维多利亚女王陷入了沉思 尽管内阁努力 想拖延并掩盖大英帝国对华远征军惨败的消息 但最终还是没能封锁住 三日后 英国国内的发行量和影响力最大的报纸 泰伍士报 在首页头版版面刊登了大英帝国对华远征军惨败的新闻消息 五万将士全军覆没 是谁导致这场惨败 大英帝国的荣光彻底被葬送殆尽 随之而来的 世界新闻报 每日邮报等其他报纸 无论是发行量大的辩识报 还是发行量小的花边新闻报 都对这次远征军惨败的新闻 进行了火热而持续的报道 每日电讯报 远征军中 陆军根本没起到任何作用 或者说他们是去东方进行了一趟单程旅游 再也无法回到伦敦 而远征舰队 更是让人惊讶与恐惧 这根本是一个决策错误 是一个指挥也错误 情报也错误的战争 这么多的错误将五万英格兰士兵葬送在遥远的东方 一条叫珠江的内河里 我们的女王陛下和首相爵士 还有那些内阁成员们 还是他们煽动国会议员批准对遥远的东方战争 是他们将那些无辜小伙子们送往东方地狱的不归路 每日邮报报道 一离开印度进入海峡殖民地 我们那可笑的远征军便如同梦游一般 指挥官更是睡梦中被敌军指挥官和情报人员牵着鼻子捉迷藏 还未靠近广州城 步兵便被分散兵力上万人 而海军方面也被领算袭击损失数艘军舰 最奇怪的是 那如同猪头一般的愚蠢指挥官 在敌军不断故意诱敌深入时 还自以为是打了个大胜仗 最终进入一条叫珠江的内河之中 就在一个月黑风也不高的夜晚 长达四公里 宽达0.5公里的河面上 数以千万加仑的油料覆盖了在河水之上 然后燃起了熊熊烈火 通红的火焰差点将这条珠江都烤干 连天东方的太阳都推迟了半个小时才升起 我们大英帝国远征舰队 以及其他三个国家的远征联合舰队 就这样葬身火海 连同那个愚蠢的猪头指挥官也见了上帝 这真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每日电讯报 每日邮报的记者 更是极尽挖苦之能 将大英远征军的惨败过程披露出来 更重要的是 将矛头对准发动这次远征的内阁和组织指挥这次战争的指挥官身上 一时间整个英国民众的视野全部占据 随着这些新闻的传播和这次远征军战败消息的影响开始发酵 整个英国都轰动了起来 各位亲爱的听众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这个天国不太平》 作者 三江口水 演播 致远 第五百四十六集 伦敦 特拉法加广场 这个广场是为了纪念五十多年前的那个特拉法加角海战而修建的 广场虽然不大 但地处伦敦最为繁华的地段 人群如潮 广场的北林是著名的国家画廊 广场的东北角著名的马丁教堂 广场的中央有个高大的援助纪念碑 便是为了纪念在那次著名海战中英勇牺牲的大不列爹著名海军统帅 海军上将兼民族英雄霍雷霄 纳尔逊而修建的 可如今在特拉法加广场中间 就在这座援助纪念碑前 数以千计的人群高举拳头和横幅 神情激动的在呐喊示威着 这些人群 年纪大的 有七八十岁 而年龄小的 只有几岁 都跟随着人群中的领头者持续高喊着 不要战争 要和平 或者 还我亲人 内阁下台 之类的口号 声势浩大 将整个广场甚至几个街区都轰动起来 吸引更多的人群前来观看 而广场两侧 数百名军警小息谨慎地待在一旁 与人群保持着距离与克制 当报纸 将对华远征军惨败的消息披露出来后 伦敦的民意便暗流涌动 终于在今天猛地爆发出来 而集合这个特拉法加广场游行示威的 便是参与对华战争的远征军士兵的家眷 也不知道是谁传出来的消息 说是当初内阁成员不顾前首相和众多议员的反对 悍然发动对华远征 在武器装备和兵想严重不足的情况下 贸然进攻陷入敌军的陷阱 导致大败 并且 如今在远征军全军覆没 将士死伤数万的情况下 内阁竟然准备挪用战死的将士抚恤金 用以军费 筹划准备再一次对华远征 并且 有超过一万名的英国士兵被敌军俘虏 大英帝国竟然还没有采取措施 将小伙子们赎回 想必是内阁政府这帮光疗们对战死以及被俘虏的远征士兵们毫不在乎 日如草剑 于是乎 在某些有心人的组织下 伦敦地区数千远征军士兵家属 便有组织的来到特拉法加广场 进行了游行示威 刚开始是早上 只是一些士兵家属在喊着口号 随着数百军警的到来 游行示威的家属声势慢慢小了起来 不过 随着消息的扩散传开 上千名退伍多年如今已经是中年人的各行各业的工人 小生意者来到广场 声援家属 让声势更大 我们要面包 万能的竹啊 请舅舅可怜死难远征军将士的家人吧 他们要被英国政府给饿死 还我兄弟 口号声此起彼伏 到下午 整个广场已经被围的水泄不通 广场四周的几个街区都瘫痪起来 而这时 威斯特敏斯特寺的议会中 被示威的百姓反复念叨的内阁大臣 此刻正在议会面临着指责 下议院的议员们 有些就如同先知一般发言 声称自己早就反对对华战争 但被内阁特别是首相巴麦尊请女王演讲 煽动了自己投了赞成票 而另外一些 却是指责内阁大臣任命的那些远征军指挥官 根本就不懂打仗 竟然让强大的英军远征军这么短时间内 遭遇不可饶恕的惨败 自由党议员托尼 本代表议员们直接提议 对巴麦尊内阁进行不信任投票 准备行使议会的权利 他直接开门见山的在议会上喊道 对华进行战争的行动 本身就是愚蠢的 巴麦尊内阁辜负了议员们赋予他们的权利 他们只想发动战争 从中牟利 而不知道发生战争的严重后果 一旦胜利 也是要承担毁了广州 上海等东方城市的严重后果 导致中英贸易的停止 还会杀了好多无辜的人 为此而新增的税 都要加到百姓的头上 而一旦战败 则是更加要承受大英帝国被羞辱的后果 还有惨重的人员伤亡和战争损失 如今远征军的惨败 全部责任都必须由内阁成员承担 我提议对内阁成员进行不信任投票 而巴麦尊所在的辉格党议员则回复道 当初虽然是巴麦尊提议对华开战 但那是为了大英帝国的荣誉而战 而且那中华帝国咄咄逼人 连续发动战争侵略周边国家 将大英帝国在远东 其东印度群岛等地的领地进一步压缩 只怕迟早会有天 将触角伸到印度 必须实施战争打击进行节制 并且发动战争 本就是议会投票集体通过的决定 巴麦尊白白手 阻止辉格党议员们的帮忙 直接道 诸位 无比多讲了 作为内阁首相 我承认此次对华远征战争惨败 责任在内阁 更在我本人 因此 我向诸位议员们 并通过你们向大别列帝 其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子民们 郑重道歉 更向一直支持内阁和我们的 维多利亚女王道歉 说到这里 巴美尊扫尸了一眼全场的议员们 眼神炙热 看得工党议员托尼 本一振心计 低下头来 不敢对视 巴麦尊看向反对党的一席 接着说出了让众议员吃惊的话 你们不用进行不信任投票程序了 我正式提出辞去首相一职 由议会进行重新选举产生新的内阁 说到这里 巴麦尊稍微顿了顿 伸出充满老茧的有力手臂 挥了挥手 让产生骚乱的议会稍说安静下来 继续道 但我想说的是 此次发动对华战士这个决定没错 错的是发动得太晚了 对华远征军规模太小 准备的不大充分了 遥远的东方帝国已经强势崛起 诸位议员们 不要还以为这是二十年前 那个落后的被达旦人统治的东方古国 几艘军舰和几千士兵 便能攻陷他们所有港口 甚至他们的国都 如今你们也已经看到 他们已经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实力 不但陆军强大 甚至海军也不弱 短短时间组建了四支海军舰队 更是一举将此次我大英帝国派遣的远征军 有五万将士 一百雷艘战舰的强大远征军 一举击败 而这 我们的远征军甚至仅仅是占领 原本就我们占领的香港岛 连广州城都没有占据便惨败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们的实力已经超出我们以往的想象 而且这几天我搜集了一些资料 这才了解到 这个东方帝国 他们的工业 国内各行各业都蓬勃发展 其发展的速度甚至超过我大不咧咧 他们自制的火炮 比我们最先进的火炮还要精良 他们自产的棉布 正是将我大英帝国的棉布市场驱逐出东方帝国 迅速占领那里的市场 而他们开采那种原油 正是一把火烧掉远征舰队那种黑油 已经囤积了不知多少 数量庞大到难以想象的地步 而这种原油 我们甚至才刚刚开始探索 完全没能掌握一处完整的矿区 因此我要承认自己的错误 那便是忽略了这个国家 我们内阁对这个东方帝国 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造成如今的局面 巴麦尊声音由低沉变得高亢起来道 在此我恳求诸位 要充分警惕这个东方帝国 不能再任由其发展下去 在本任内阁解散之后 希望下任内阁和诸会议员 能吸取本次教训 尽快发动一下新的对华远征 并且新的远征军要更为庞大 准备更为充分 巴麦尊的话让整个议会全场哗然 但众议员们却不由不深思 不少议员甚至觉得极为有理 有必要再次发动一次远征了 议员们交头接耳 议论纷纷 群情激昂起来 不过自由党议员托尼本 却还是吃笑道 绝是有自治之名 主动辞职难能可贵 不过再次发动对华远征 远征军要更为庞大 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不等回答 托尼本便直接说道 这需要庞大的战争经费 这便需要向我们所代表的下层百姓 加重收取税收 最终还是损害英国百姓的利益 特拉法加广场的游行示威还没散去 我不知道爵士的辞职 能不能稍稍平息下他们的怒火 但我知道 他们在遥远东方战死的亲人 那些大兴帝国的战死的将士们的抚恤金 是必须要发放的 还有那些俘虏的小伙子们 也是必须要尽快接回英国 而这些都需要大量的经费 先把这些事情解决了 再组建您的所谓的更大的庞大的远征军吧 托尼本的一句话 将议会中原本轰动起来的议员的心又沉入谷底 是啊 广场那般死难的远征军士兵家属 还在示威讨要抚恤金呢 还有那么多俘虏 不知道那个中方帝国要不要赎金或是战争赔偿 毕竟这次战事是自己这方挑起的 攻至广州城那边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印度刚刚稍微平息叛乱 还不算彻底平定 若是那个东方国家因为此次战争 中断和大英帝国的贸易 虽然不至于真的中断 但至少会受到严重影响 只怕来年的贸易收入和财政税收都会降低 又从哪里找来巨额经费 组织起更为庞大的远征舰队 躲在角落里的财政大臣 已经是脸色苍白 不过反正内阁解散都要辞职了 他也不想多说什么 留给后人吧 此次英国议会上讨论的细节 并没有过多的披露出去 但巴麦尊因为远征军惨败而道歉辞职的消息 很快便传遍了整个英国和欧洲各地 各国政要纷纷亚然 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英国的对华远征战争 竟然是这么个结果 强势的英国远征是如此收场 而这次远征军惨败造成的影响 仍旧在持续中 但不管怎么样 整个西方世界都知道一件事情 那就是战无不胜的世界第一强国 大英帝国惨败在那个叫中华帝国的手里 这也标志着东方世界已经崛起了一所名列世界的强大国家 法国巴里 法兰西帝国的王宫内 皇帝路易拿普伦 波拿巴将外交大臣瓦勒夫斯基请来 指着桌上一叠厚厚的密报道 瓦勒夫斯基 我的兄弟 你那伟大的父亲 我的叔父 说过那句话 如今应验了 外交大臣瓦勒夫斯基 一脸惊叹道 是啊 陛下 东方雄师已经醒来 并且将整个远东和东印度群岛 都纳为他的领地 那些不可一世的英国老们 悍然出兵导致惨败 不过这对我们法兰西帝国极为有利 相信中华帝国与西方的贸易中 会压缩英国贸易额 我法兰西帝国又能多出几份份额呀 皇帝点点头 脸上充满了幸灾乐祸的微笑 哎 不错 当初我还想出兵占据印度支那 甚至从这个东方雄师身上刮点肉下来 但自从布尔布隆那里 得知这个东方雄师已经醒来 我便打消了这个想法 那是个伟大的国度 有数不清的财富和广阔的土地 最重要的是 有着4亿多的人口基数 这简直是个天文数字 是法兰西帝国人口的10多倍 英国与其相比更加不堪 而且那些华人与印度人完全不一样 他们勇敢顽强 武器也很精良 英国老万里迢迢去远征 十分不至 最重要的是 那个国家有个如同我一般英明神武的领袖 他们的皇帝冯云山是个杰出统帅 结局自然能预料 因此当初我没有答应他们联合出兵的请求 不过瓦勒夫斯基 你是帝国外交大臣 我想听听你对此战后的看法 法兰西帝国应该如何对待这只东方雄师呢 瓦勒夫斯基道 毫无疑问 英国远征军此次惨败 势必会对其内阁政府产生巨大的冲击 那些反对派们肯定会趁机发纳 巴麦尊爵士多半要为此有所交代 不过 凭借我对巴麦尊爵士 以及他背后的辉格党人的了解 他们强势与骄傲 使得他们不会容忍这个失败 多半还会对中华帝国进行报复 另外 俄国不是趁机也出兵攻打帝国了吗 克里米亚战争使他们元气未复 国内经济更是一片萧条 听说 英国惨败的消息必定会撤兵 只是 那个东方雄师和他们的皇帝 会不会让俄国老安然退去 就不得而知了 至于我们法兰西帝国 凭借我们对其国内经济和军事实力崛起的认同 加上如今能将英国远征军全军覆没的例子 他们已经完全具备了与法兰西帝国平等对话的资格 而且在联合攻占墨西哥之事上 我们合作的很好 我认为我们法兰西 完全可以与对方保持更亲密的关系 瓦勒夫斯基建议道 可是瓦勒夫斯基 中华帝国与普鲁士关系良好 根据可靠消息 他们早些年便秘密结盟 双方一致贸易不断 相互帮助 中华帝国更为普鲁士提供资金支持 而普鲁士为中华帝国提供工业和军事 以及人才等方面的支持 法国皇帝皱皱眉头 你知道的 普鲁士一致想统一德意志 妄图取代我们法兰西帝国 成为这片欧洲大陆的主宰 从这方面说 他们是盟友 那个东方雄狮 还是我们法兰西帝国的敌人 我的陛下 如今我们都知道 这个东方帝国已经崛起 想要战败或者控制它 付出的代价使我们难以承受的 因此 倒不如与其交好 保持贸易所获得的利益更大些 毕竟他们是在遥远的东方 而东方向来不是我们法兰西的海外重点 瓦洛夫斯基道 而其与普鲁士交好 我们更是不能与其交恶 将这头东方雄狮推到普鲁士人的怀里 陛下 我觉得我们反而要 以更大的诚意与其合作 让其倒向我们法兰西帝国 法国皇帝垂头沉思了一会儿 叹道 你说的有道理 既如此 便由身份尊贵的你出面 前往那东方一趟 代表我 会会那东方的皇帝 估计要不了多久 英国人便会找上门来 让我们法兰西出面 帮他们与中华帝国之间斡旋 英国佬 短期内根本就无力再次发动大规模海外战争了 但他们上万名俘虏被扣押在东方 必须得解救回来 因此 英国与中华帝国之间必定会开启谈判 你去了那里 正好可以以我的全权特使的名义 为他们调停一下吗 瓦洛夫斯基点点头 记着道 可意大利那边 稍后 法兰西帝国便会对奥地利宣战 我也会亲自领兵进军意大利 法国皇帝见对方一呆 解释道 法兰西在地中海东部及爱秦海沿岸的利益 必须得到充分保证 教研那边也必须有个交代 各位亲爱的听众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这个天国不太平 作者 三江口水 演播 致远 第五百四十七集 圣彼得堡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死死盯着手中的消息 一脸的难以置信之色 良久 才重重的叹了口气 谁能想到 海上力量最为强大的 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帝国 一支上百艘战舰 数万士兵组成的强大的远征军 竟然在短短交战一个月内 便被那个东方帝国给打的全军覆没了 这可是世界第一大军事强国 英国的远征军呢 即便是足够自信的亚历山大 也自知已如今自己俄国的实力 也比不过英国 尽管俄国的军人数量 比对方多得多 克里米亚战争便是明正 何况英国一向以海军最为强大 可偏偏这支强大的英国联合远征军 被那个东方帝国给全歼了 看来只能撤兵了 这个东方帝国已经强势崛起 想要从他身上咬块肉下来 已经变得艰难了起来 传令下去 让西伯利亚一带的哥萨克军队回撤 英国远征军已惨败 再进攻中华帝国 已经失去最好时机 得不偿失 亚历山大二世摇摇嘴唇 干脆的发布命令 不离 桑斯西宫 威廉亲王激动的看着眼前的消息 嘴中淋淋惊叹 上帝呀 看来我们普鲁士的这位盟友 军事实力已经超过我们了 普鲁士国王菲特列 威廉四世 因为精神失常 普鲁士一应国事 早由摄政亲王威廉主持 当他收到英国对华远征军 惨败的消息之后 又是酸楚 又有些欣喜 一方面 中华帝国的军事实力 能有如此强大 普鲁士的帮助很大 尤其是中华帝国的军人 很多是普鲁士军官训练的 这说明自己国家的军事能力 同时 此次中华帝国的胜利 让其强势崛起 作为如今普鲁士最大海外贸易国 以及遥远的盟国 他的强大 无疑是普鲁士喜闻乐见的 而另一方面 对方的强大 国力的发展 让威廉亲王又有几分酸楚 贫穷的普鲁士 连海军都无法发展 更别说扩张海外势力了 当然 威廉亲王一直没有忘记 普鲁士的使命 那就是统一德意志 如今 连普鲁士的学生 都已经开始如此强大了 不但统一全国 甚至开始迅速扩张 隐隐有占据整个远东地区的发展趋势 这无疑让自己很是羡慕与嫉妒 更是普鲁士能有这么多广袤的国土 丰富的资源 雄厚的财富和人数众多的国民就好了 命令威廉恩王子迅速前往中华帝国一趟 代表普鲁士向我们的盟友祝贺他们的胜利 同时等英国人与他们谈判时出面见证和谈 为我们普鲁士谋取利益 当然最重要的是 进一步加强与我们盟国的亲密程度 争取那位皇帝更多的支持 远在圣经皇宫内的冯云山 还不知道遥远的欧洲各国 有如此多的人早已经过去挺长时间 那次战争所震撼也不知道 有人已经连忙赶往东方 前来抱他的大腿的路上了 他一直在等待着英国的反应 终于在战争结束后的三个月后 英国驻印度总督坎宁派特别代表送来信件 请求与中华帝国展开谈判 商讨过去的战争的善后问题 对于谈判 冯云山自然是乐意的 这次反击英 河 湖 土 几国的联合远征侵华 除了缴获14艘军舰 尤其是那两艘战列舰 数十艘运兵船和500多英镑的现金之外 还俘虏了8600多名俘虏 对于这些俘虏 封云山一直盼望着能再发笔财 毕竟早在他还是太平圣国圣王的时候 就已经将俘虏600来名英军以每人400银元的价格弄来一笔赎金 如今虽然中华帝国早已不像当初的太平圣国那般贫穷 但谁还嫌赚钱多呢 不过 封云山却也没有吩咐手下对这帮侵华的俘虏寄予特别优待 除了让一些医学院的学生抱着试验小白鼠的态度 对部分受伤的俘虏进行了人道主义的救治之外 其他的一概置之不理 于是8600多名俘虏在经过近三个月之后少了一千来人 而当初负责俘虏事宜的副总参谋长毛奇认为 适当的饥饿会让这些俘虏更好地活下去 于是这些俘虏从一开始便一天吃一顿 隔天吃两顿的 眼巴巴地盼望着大英帝国早日派人来将自己领回去 得知英国封面提出谈判要求 封云山才意识到 还关押着一批财富在广州成交 这才引起重视 派人去救治这些圣员 西洋俘虏 半个月后 圣经城的太平门城楼上 中华帝国的红底黄星大旗 烈烈飘扬 城门之下不远处的玄武湖畔 更是一步三岗 密密麻麻的身着浅灰色军服的陶鲁军士兵 整整齐齐的站在道路两边 一路排开 足足有数千人 一阵激昂的军乐声中 在两个金乐队的前岛下 中华帝国两千五百名官兵分为五个纵队 每队五百人浩浩荡荡地从太平门出发 出了城门 纵队阵行一展 变为整齐方阵 更添气势 首先 是五百名皇家御邻军组成的方阵 由刘胜邦亲自带队 迈着整齐的步伐 正向城外玄武湖畔的乐武台下的广场 接下来的五百名步兵组成的方阵 随即是五百名炮兵方阵和五百名海军方阵 两百名黄浦军校学员和两百名各地传政局学员 以及一百名在意的军官代表组成的五百人的方阵 五支士兵方阵的后面 则是数十名总参谋部参谋们 以及各机器制造总局的员工代表 最后则是中华帝国总参谋部总参谋长左宗棠 以及外务部部长吴如孝两人 乘坐一架无车厢的平板敞篷马车 由四匹高大的西洋骏马 加上四名分别是英国 葡萄牙 荷兰 奥斯曼 土耳其的俘虏 作为御者 缓缓出了太平门 来到乐舞台面前 而乐舞台的两边 分别站着两排人马 均是隔二百人 每排的前面一列 均双手被反绑着跪在地上 竟然是一百多名 上次战争中的英和普土四国俘虏 均是苦受如柴一般形同乞丐 而后面一排 却是此次参战立下大功的陶鲁军士兵 手握清一色的帝国最为先进的夏普斯 M1859星步枪 威风凛凛 乐舞台广场的两边街巷里 甚至旁边一座叫九花山的土坡之下 街道的房顶上 四周的树梢上 都爬满了文讯赶来为官的圣经城内百姓 想必是因为乐舞台广场四周 已经站满了陶鲁军港哨警戒 只能舍尽求远的看热闹 他们都知道 今天是万里之外的西洋英一国 前来中华帝国求和 承认战败 并请求通过谈判解决战后问题 三声炮响之后 广场一侧数百陶鲁军士兵散开 露出一对西洋人出现在广场的一角 这百余名西洋士兵 护卫着十余人 慢慢走到广场中央位置 正对乐舞台下 为首的两人 正是英国前任首相 第十五任德比伯爵 爱德华亨利 斯坦利 以及再次就任英国驻华 全权特使包令爵士 这两人分别为政府和谈 两人率领英国 及其他三国的谈判代表团 趁着印度洋的季风 乘坐速度最快的飞舰船 急匆匆的赶到东方 便提出谈判 英国的谈判正是德比伯爵 脸色有些铁青 很显然 他对中华帝国搞出来 如此盛大耳隆重的谈判仪式 很是不满 嘴巴一直嘟囔着什么 但无人理会他 因为这个时候 一曲红亮的陶鲁军军歌 已经吹响 把我们的怒火 喷向满清达子敌人 汉家儿郎 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德比伯爵很是恼火 他自然明白 这是对方摆出阵势 向自己为首的谈判代表团 宣扬强大的军力 展示他们的胜利 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嘲讽甚至羞辱大英帝国 他态度不满 但又强自忍住 毕竟眼前的事实是 大英帝国远征军 全军覆没了 并且 还有近万名俘虏在对方手中 无论是英国 各大城市的游行示威的人群 还是充斥着欧洲那些报纸的舆论压力 都迫使英国女王和议会都纷纷表态 要全力将这些可怜的俘虏接回本土 因此 他必须要克制自己 哪怕是忍气吞声 也要和谈成功 将那些俘虏接回 德比伯爵还在恼火的胡思乱想着 军歌已经停止了 广场两边 数名强壮的陶鲁军士兵走了过来 将德比伯爵和他的副手驻华权权特使包令爵士 请到了乐舞台上 乐舞台上 左宗棠 吴如孝两人 当中而立 身后是数十名前来官吏的中华帝国官员 特别是数名清藏 蒙古 朝鲜 安南等地的本土官员 以及日本 仙罗 缅甸 希克的使者或是代表 脸上或是神情严肃 或是骄傲自豪 不一耳足 除此之外 还有数名洋人也坐在旁边官里 却是法兰西帝国外交大臣 瓦勒夫斯基 以及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 葫芬市威廷公使卡伦威 美国驻华公使不驾 及前任公使马沙利等人 也是一本正经的坐在那里 德比伯爵和包令爵士 向对方行礼 打招呼时 左宗棠将连转到一边 庄作和旁边的商务部副部长 潘文涛谈论着什么 竟然没有理会 等吴如笑拉了拉他的衣袖 左宗棠这才好像刚发现 英国使者来到了面前 这事态度冷漠地朝两人点下头 态度十分的冷淡 这更是让德比伯爵怒火中烧 但这还不止 德比伯爵刚开口介绍自己时 包令爵士轻轻提醒的 说是对面那位华人谈判主观 示意以防两人朝他走近一些 对方说 听不到德比伯爵的话 声音太小 胆子大一些 不要害怕 这完全是赤裸裸的蔑视了 德比伯爵差点气晕过去 他原本是反对对华出征的 但如今他觉得八脉尊是对的 但谈判还得继续下去 广场两边的两排英军俘虏还在跪着 德比伯爵压抑住满腔的怒火 大踏步走进那名可恶的华人官员面前 恶狠狠地看着他 对方却哈哈笑了 不过不是他对德比伯爵 而是对包令爵士 左宗棠仿佛老朋友一般 和吴如笑两人一人一只手 一把拉住包令伯爵笑道 包令伯爵 我们是老朋友了 请坐吧 说完 左宗棠看都没看德比伯爵一眼 和吴如笑两人便静止走向台里方 在两张宽大着桌子后方的太师椅上坐了下来 阅务台后部中间放了两张桌子 桌上摆着带签字的条约文件 两侧分别是给两国全权使节签字所用 左宗棠 静止走到两张谈判桌的左边坐了下来 见其如此 吴如笑也跟着他 在旁边左侧另一个位置上坐了下来 德比伯爵和包令伯爵由右侧座位落座后 德比伯爵朝包令点点头 包令起身用中文说道 左参谋长 吴大人 如今我们已经来到贵国进行和谈 是不是将台下那些还在席地而跪的英国小伙子们 身体看起来非常虚弱 是不是都送回营休息啊 他们在这跪着 左宗棠道也干脆 直接伸手一挥 排下广场上两列士兵 当即便将那些跪地的英兵 推推嗓嗓的带出了广场 德比伯爵和包令伯爵两人都出了一口气 双方确定停战和谈 而和谈的条件 其实早已经谈好了 而在此之前 作为谈判主官的德比伯爵 竟然一直没有中华帝国的官员见过面 原因就是 他从一进入东印度群岛 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 和美国驻华公使伯家 仿佛早知道他会来一般 提前派人送来书信 将中华帝国的谈判条件大致列了出来 让德比伯爵提前有个心理准备 当然 这极度苛刻的条件 也是这一路上 德比伯爵怒火万丈的原因 但第一次觉得极度愤怒 无法接受的条件 在经过布尔布隆 伯家等人多次不断劝解调和之下 德比伯爵慢慢认清了形势 形势不由人呢 他更痛恨了 其实是国内的那帮议员们 都已经决定了和谈 将俘虏带回英国的事情 这还让自己如何谈判 完全没有筹码 唯有陷入被动之中 但打开桌上的 关于广州之战善后的协议 里面的条件后 德比伯爵还是不由的 被震惊和刷的站了起来 比原来调解的又多了两个条件 增加的第一个条件 是惩办祸首 德比伯爵满脸震惊的 看着对方新增的条件 对于发动战争的祸首 大不列跌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的 时任内阁首相巴麦尊爵士 进行解除爵士惩处 并押送中华帝国的监狱中 官押20年 德比伯爵 虽然对巴麦尊很是不满 当初就反对他出兵的决定 但这个条件他肯定无法接受 就算他与巴麦尊是政敌 面对如此严重的惩罚 他也开始为巴麦尊抱不平 一旦他答应了这个条件 估计一回到伦敦 会被支持巴麦尊的英国民众口水淹死 而增加的第二个条件 是要求赔款410万英镑 折合3000万克黄金 当初可是没有所谓战争赔偿这项要求的 而德比伯爵也只是打算象征性的出些赎金 将那些被俘虏的英军士兵接回国内 因此 看见这笔410万英镑的巨款 德比伯爵愤怒的朝包令爵士道 包令 你问问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 为何要410万英镑的赔款 有什么理由让我们大英帝国赔款 即便是左宗棠不同英文 也能看出德比心中的愤怒 不觉 左大人说 我们大不列爹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发动侵华战争 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灾难 要求我们大不列爹王国的3000万人 人均赔款一克黄金 折合410万英镑的赔款 说到这里 包令也充满了居辱 双眼都通红起来 他心中清楚这是对方刻意的羞辱 混蛋 德比伯爵顿时鸣被过来 一拍桌子兴奋的站了起来 这是恶意的侮辱 对大英帝国恶意的侮辱 绝对不能接受 包令尽管也异常的愤怒 但他还是冷静的将德比伯爵拉下 伯爵 我们与对方再商谈一下 要不然如何才能将那些俘虏的士兵接回国内 女王和议会都已经答应了他们的家属 保证将那些士兵回到家园和他们团聚的 而且整个欧洲都知道伯爵 你去跟他们谈吧 各位亲爱的听众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这个天国不太平 作者 三江口水 演播 致远 第五百四十八集 一天半的谈判 很快过去了 中英双方争论的焦点 其实是战争的赔偿方面 事实上 和普土三国 根本就是旁观 插不上话 而英国方面 随着德比伯爵因为愤怒而不管不顾 将所有的谈判工作都抛给包令爵士 包令在国内巨大的压力之下 根本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底气 尽管是这样 他还是苦苦坚持 原针对左宗棠提出的英国战争赔款410万英镑 战俘赎金325万圣元 折合74万英镑 总计484万英镑 包令直接表示反对 他有些愤怒的说道 左大人 吴大人 这个数目实在太多了 484万英镑 我们大英帝国又可以组织一次远征军了 这绝对不行 若是贵方坚持如此数目 何谈只能作罢 我大英帝国是要重燃战火 吴如孝哈哈一笑道 包令爵士 别生气啊 何谈何谈 就是要和和气气的商谈呢 先不管战争赔款 战俘赎金方面 你有无意见呢 包令点点头 赎金方面 人均114英镑左右 自然可以接受 见包令接受了 吴如孝脸色一板道 战争赔偿的410万英镑 是我们皇帝 是我们皇帝陛下决定的 无法更改 若是贵国无法接受 我们只能将这些贵国的战俘 全部送入矿洞进行挖矿 直至将这410万英镑赚回来为止 你们这是欺诈 当初你们并没有提出战争赔偿问题 包令的反驳有些无力 当初没有提出 是因为我们忘了 现在我们伟大的皇帝陛下 记起了这件事 自然是要赔偿的 事实上 因为你们英国的入侵 我们整个南洋诸岛 和包括广州在内的南部沿海各大港口 均处于战乱瘫痪状态 暴徒打砸抢处处劫势 百姓死伤无数 更可气的是 贵国和葡萄牙的军队 在广州府一带纵兵危害乡里 造成我国同胞惨死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 这些难道不需要赔偿吗 而且19年前 同样的贵国入侵满清 不照样也让满清赔偿2100万银元吗 折合477万英镑 比起当初的赔偿 我们如今只是410万英镑 还没超过贵国的索赔金额吧 我们连本金都没收回呢 吴如孝一口地道的英语 理直气壮的强力谴责 将包令说得无言以对 包令自然清楚 吴如孝话中间的意思 是啊 当初那次因为鸦片贸易 而发生的中英战争 就因为对方战败 因此大英帝国向这个东方国家 索要战争赔偿2100万银元 而如今 胜负双方反了过来 轮夺对方来向大英帝国所有战争赔偿了 要不是因为那些俘虏 要不是因为大英帝国距离这个国家太过遥远 包令真的想站起来 朝那讨厌的左宗棠和笑面虎般的吴如孝 狠狠地吐口谈 痛骂一声 痛快地甩手离去 立刻返回英国向内阁提出再次发动远征 可惜 他不能 毕竟还有那些战俘 还有这次远征的失利 谁能保证再次远征会不会同样的失败 包令只能再次地深深吸了口气 让自己的愤怒的脸尽量变得平缓一些 可是吴大人 如今贵国不是满清 大英帝国更不是满清国 410万英镑的战争赔偿 我国内阁绝对不会同意的 即便是他们同意 议会也会反对 能不能 既然这样 包令爵士 那我们换种方式吧 吴如孝的脸上充满笑意 不如将贵国的海峡殖民地 新加坡马六甲 槟城三地卖给我们 贵国退出东印度群岛 看在老朋友的份上 我会请求我们的皇帝陛下 将那些战争的赔偿 作为购买的补偿 免于绝世为难 您看如何 包令吃惊于对方的算盘 原来在这儿等着他 这怎么行 旁边一直不作声的左增堂 搜的站了起来 不行也得行 如今这海峡三地都已经被我中华帝国占据 而且这三地都是我华族人居住 本就是我华族领地 能免除你们战争赔偿 已经是给你们面子 要是不满 大不了再派一支远征舰队来 吴如笑也笑笑 包令只能满嘴苦涩地闭上了嘴巴 他还能说什么 这三个地方 早就已经被中华帝国的军队占领 连带着在柔佛王国那支步兵部队 还在对方的包围之中 想到这 他连忙提出 释放战俘停止一切战争 解除柔佛丛林里那个峡谷的围困 吴如笑见对方答应下来 喜道 这个自然 双方对战争赔偿问题达成一支后 便再无障碍 吴如笑甚至答应对方 柔佛王国那个峡谷中那支英军步兵 不但解除围困 还可以提供点食物 以及让他们能赶着马六甲 乘坐船支回国 并且将放走这支英军步写入条约之中 以保存英国的颜面 这无疑让包令有些满意 不过 他想不到的是 吴如笑之所以如此爽快的优厚的答应他 是因为他早已经得报 那个峡谷中被围困的英军步兵 从当初的八千人变成了峡谷中的五千人 再用四个月时间 从五千人变成了如今的一千二百人 竟然有数千士兵不是因为突围被射杀 而是待在谷中活活饿死 病死了 很快 双方开始了签约仪式 刚刚还在愤怒的得比伯爵 此刻也不顾脸上还未掉落的怒容 拿起英文版的协定内容 仔细看了起来 扮上之后 默默地在右下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而桌上的另一边 中华帝国一方 左宗棠早就签署上了自己的大名 这个时候 到了双方互换条约文本的时候了 得比伯爵想晚一些把自己手头的条约文本交给对方 还有几分犹豫 不过 左宗棠背后的一名参谋走了过来 一把抓住得比伯爵手中的文本 给抢了过去 不顾哇哇大叫大声抗议的得比伯爵 将它递给左宗棠 这才慢慢地将左宗棠已经批准的文书递了过去 交给得比伯爵 而另一边的副本上 吴如孝和包令两人也双双签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整个签约仪式完成了 玄武门城楼上 四门礼炮猛地打响 紧接着 不远处的城墙之上 另外十七门礼炮也相继响起 二十一声礼炮 招示着中英两国的南京条约正式签署 至于为何明明已经没有再叫南京城 而是改名圣经之后 为何这份条约还叫南京条约 大家自然明白 这是将十多年前满清王朝带来的羞辱给抹平 第二天一早 中华帝国报 杨子江晚报 南方日报等中华帝国几大报纸 纷纷在头版刊登中英两国签订的南京条约内容 他们称之为不一样的第二次南京条约 条约原文如下 1860年1月14日 太盛六年11月26日 圣经 资已两国有所不暇 中华帝国大皇帝与大英君主合意修好 保其四后不至失和 为此 中华帝国大皇帝 特派总参谋部总参谋长左宗棠 外务部部长吴如孝 大英君主 特派内言建议公赐佩带头 等保兴会议国政 市值上唐内市习 德比郡伯爵爱德华 杰弗里 史密斯斯坦利 公同会议 各将本国供奉全权大臣 便以形式之上誉 赤叔等件相互剿越 君治妥善 现将双方停战和好之条约开列余下 第一款 双方停战修好 第二款 中方与英方所在战争赔偿各项若干 用以支付海峡总督府下辖的新加坡 马六甲 宾城三地购买所需 双方两清 至此 英方不再拥有海峡三地驻兵 收税等治理权 但三地仍对英方商船自由开放 第三款 中方释放所有关押战俘合计6500人 在三个月内交由英方运回本土 英方支付中华战俘赎赎金325万圣元 折合74万英镑 其应如何分剿 基于半年内计1860年7月14日前 在广东省广州衙门一次性搅清 在此名闻 数勉纠纷 第四款 对于发动战争的巴麦尊爵士 大英国有义务协助中华帝国进行抓捕 并交于中华帝国进行审判 第五款 其他葡萄牙 荷兰 奥斯曼帝国均与中华帝国自此停战 双方合意修好 荷兰所占之东印度群岛上的苏门达腊岛 以多巴湖为中心岛 与东北面的仙达镇连线为界 以西部为归属保持不变 以东部分 全部划归中华帝国管辖 葡萄牙与奥斯曼两国应赔偿中华帝国各十万英镑 共计二十万 直接交由荷兰 作为苏门达腊岛以东领地之补偿 中华帝国将葡萄牙 荷兰 奥斯曼三国所辅之士兵 均交由英国一并归欧 三个月以后 圣经城外被长江包围的浅州岛上 风云山轻车减刑地来到这里 视察位于浅州岛上的圣经制造总局 前些天 国防部 枪炮司间圣经制造总局局长 爱尔兰人布朗向他禀报 说是圣经机制造总局下属的毛色兵工厂中 毛色兄弟前不久 已经制造出样品的毛色九五式步枪 实现了部分量产 最艰难的定装黑火药金属壳 枪弹已经实现批量生产 一听毛色步枪竟然早早面世 其设计并制造出样品 足足比历史上的1867年提前了八年多 而量产更是比原本真正实现量产的1871年 足足提前了11年 由毛色1871式步枪 改为毛色1860式步枪 风云山大写过望 他当即决定 前往圣经制造总局下辖的毛色兵工厂 实地看看毛色步枪的生产 风云山下了御船 走上码头时 左宗棠 毛奇和范如增 布朗斯人早已经在码头迎接了 左宗棠和毛奇是特意赶来禀报军情的 尤其是毛奇 处理完英国远征军战斧的事宜 才从广州赶回圣经 左爱卿和毛爱卿都在啊 正好 朕要去看看毛色步枪 是一种旋转式封锁枪击的后装单发步枪 非常简单 坚固可靠 是如今中华帝国最先进的步枪 两位爱卿随着一起看看 有什么事情也可以边走边讲 风云山看见两个人 自然知道他们有事要禀报 说完话便卖腿朝岛中的兵工厂走去 布朗连忙在前方带路 说起布朗 这位爱尔兰人 当初成为南洋公司第一机器厂的厂长之后 他和他招募的另一名 同样是爱尔兰人的机械师 马丁两人 为太平圣国制造出第一台国产的蒸汽机 功劳不小 再以后 南洋公司第一机器厂日益发展壮大 最终 在设立机器制造总局的时候 两人都被调来圣经 成为圣经机器制造总局的政府局长 而布朗还兼任国防部枪炮司司长的重要职务 见风云山对其的看重 当然 这两名爱尔兰人也努力工作 非常卖命 完全投入圣经机器制造总局的发展之中 他们是纯粹的实干事业型 对于政治和权势则没有多少贪恋 正是冯云山喜欢的 这也是他们虽然是爱尔兰人 但冯云山还是看重他们的原因 毛起 刚从广州回来 虽然消息早通过电报已经上报了 但他还是禀报起来 陛下 赎金已经到了 那些英国俘虏和其他三国俘虏都已经交给对方 俘虏的军舰和运兵船也都完成修复 暂时留在广州传政局的长州造船厂处 还有 另外俘虏280名英国海军士兵和360名水手 经过招揽 愿意留在我中华帝国为陛下效力 微臣自作主张 将其安排在长州岛上 如何安置还请陛下定夺 爱卿办事 朕放心 此事爱卿办理的很好 那些愿意归顺的俘虏 全部好好对待 只要他们身份和忠诚经过考验 便转为正式的中华帝国军人 一应俘虏金帖都不得可扣 冯云山笑道 至于俘虏的军舰和运兵船 此次战事南洋舰队和太平洋舰队各有损伤 便将这些战船分配至两支舰队吧 加强他们的海军力量 具体如何分配 你们总参谋部就不要插手了 朕会让信王去安排的 这是他们海军部的职责 那些归顺的英国海军士兵也交给他们分配吧 微臣遵旨 毛奇用流利的中文回答他 此时的他除了相貌之外 几乎找不出与土生土长的华人有多少区别了 一行人继续往前 左宗棠趁机禀报道 陛下 前日俄国使臣想觐见陛下而不得 至今还在圣经城里盘旋 而西北方向的翼王和外东北的谭少光相继传来消息 说是入侵我国的俄国军队 一共五万戈萨克军队已经停止入侵 往后方撤退 看来俄国佬收到英国远征军被我中华帝国击败的消息 以声巨异准备撤军了 冯云山道 只能猜到便是这个结果 那老毛子原本就以英国勾结 想一南一北一路沿海一路陆地夹击我国 如今英国的侵华军全军覆没 他们自然不敢再单独作战了 至于那人 我国与那老毛子已经是交战的敌国 敌国的使者有什么好见的 朕是故意不理他 晾他半个月再说 说到这里 风云山停下脚步 看向左宗棠 左爱卿话没说完吧 义王和谭少光他们绝不会就这样放那些侵略者离开 说吧 左宗棠脸色尴尬道 陛下英明 微臣也是食材刚刚收到消息 便匆匆赶来 还没来得及禀报 俄金撤退之时 义王联和哈萨克勇士沿途狙击对方 对方的哥萨克军队大败 三望人马只剩两万不到退回奥伦堡 而外东北和西伯利亚那边也是一样 谭少光和和路两军在判断俄军准备撤军 便提前悄悄派部队在他们退路上埋伏 趁俄军军心不稳之际 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 俄军逃回西伯利亚城部族一万人 大劫爷陛下真是天佑我中华 冯云山文言也很是振奋 这凶猛的北极熊 总算是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一顿 各位亲爱的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这个天国不太平 作者 三江口水 演播 致远 第五百四十九集 其实从后世的历史上来说 这头北极熊可才是中华民族的噩梦 他们才是最凶狠最饥饿的敌人 也许历史书上只是说沙俄吞并了中华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但风云山却是清楚 沙俄从康熙年间以前便不断东扩 并通过尼布楚条约 将整个包含贝加尔湖在内的西伯利亚地区 一共八百多万平方公里收入囊中 这些地方原本是可以成为中国的领土的 此后沙俄更是侵略不断 通过雍正年间的恰克图条约 咸丰年间的爱魂条约和北京条约 侵占中国领土就达一百四十多万平方公里 再后来通过缩使外蒙独立 以及唐弩乌两海独立并吞没 以及一直以来的原本中国能控制的 哈萨克诸多韩国这些西域地方 前前后后这样算下来 中国至少被沙俄直接或间接夺走 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比后世的中国全国领土还要多 不过风云山却是清楚 除非哈萨克人完全归属自己 一心一意听从中华帝国的指挥 否则的话 目前中华帝国难以真正将西伯利亚 占领下来 而哈萨克人连野蛮的俄国人 都不愿意归附 前后花了上百年才慢慢将其降服 自己想要短期内让对方归附 肯定无法做到 因此 风云山想好了 只要自己的中华帝国发展起来 兵力强大 就不怕这些地方被沙俄占去 自己根本就不用费心思去大量驻军 而是先抢占最适合开垦的外东北地区 以及肥美的贝加尔湖畔铲鱼区 想想也是 连这些最适合生存的地方 驻扎上千军队都难以依靠当地养活自己 换了其他地方 更是全靠内地的粮食物资供应了 这便造成想要在西伯利亚这种荒漠之中 驻扎一定规模的军队 十分的困难 风云山推行的是缓缓的移民政策 外东北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 通过一定的汉人 控制较为耐寒的厄伦春 达沃尔 西伯 赫哲族人 以及人数较多的朝鲜族人 而西北的哈萨克地区 以较多的汉人和维吾尔人迁入 最终实现慢慢地融合 只要力求做到移民一处 便百分之百地控制一处 风云山相信 通过数十年时间 定能完全地控制住整个西伯利亚 乃至哈萨克地区 好样的 就是要将这头北极熊狠狠地揍 风云山称赞道 如此一来 数年内 俄国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那个俄国使臣 应该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吧 左宗棠道 应当不知 让吴如孝接见他 向他提出索赔要求 风云山道 同时 让郭松涛那边在欧洲宣扬一下沙俄的惨败 并派出使者到圣彼得堡 向其提出战争赔偿 朕倒要看看 刚刚在克里米亚战争失利的沙俄 恰恰经济又面临崩溃的边缘 他们战败的消息传出去之后 会不会让欧洲那些国家对其另有想法 话说到这里 风云山等人已经来到了兵工厂的大门口 毛色兄弟两人已经在门口等候 见大家走来 联盟见礼 风云山一把将毛色兄弟都扶起来 夸赞道 不必多礼 先兄弟二人不但将毛色步枪制造出来并量产 还将朕一直切袋的定装黑火药金属壳枪弹研制成功 投入生产 乃大喜事啊 顿了一下 风云山直接宣布道 毛色兄弟听令 毛色兄弟二人自然知道这是陛下要赏赐了 连忙贵福在地 山呼万岁 表达感激之情 当初他们研发成功毛色五九式步枪 皇帝便极为大方的赏赐了他们一万圣元 可以说 兄弟两人已经足够过上极其奢侈的生活了 但他们都是钻研型技术专家 对步枪有浓厚兴趣 因此继续钻研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们成功了 当然 毛色兄弟倒还是很谦虚的称 之所以能迅速攻克难关 让毛色步枪和金属子弹开始量产 主要是陛下提供的设计理念和研发方向非常准确 他们自然不知道 事实上 风云山只是将后世他们自己发明的东西理念搬到眼前这个世界里 再交给毛色兄弟而已 毛色兄弟二人虽然是普鲁士人 但新系中华更为中华制造出最强利剑 金赏资美人三万圣元 并赐房宅一栋 找毛色兄弟晋升为圣经制造总局副局长 毛色兄弟联盟败泄在地 常跪不起 这两人已经将自己的其他几个年幼的兄弟和父亲 老毛色以及母亲 奶奶都接了过来 相当于全家老少都接着圣经 如今对他们的俸禄和帝国对他们的奖赏来说 一家人已经生活得很好了 优惑的待遇 完全解除了老毛色和毛色兄弟的后顾之忧 让他们满怀感激 能安心的钻研毛色步枪 而冯云山的一些指点 经常让毛色兄弟毛赛顿开 更添加对皇帝陛下的敬服和敬仰 都起来吧 听说你们将金属子弹研制出来投入生产 还将原本的五九式步枪改进了不少 如今能量产了 这是为朕为中华帝国立下了巨大功劳啊 这样的奖励虽然巨大 但你们当得起 冯云山亲自将两人扶了起来 朕就是要让你们有点压力 继续钻研下去 将上次朕说的那个增设弹仓供弹 就是在枪管下方增设一个管状弹仓的思路 你们加把劲儿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研制出来 毛色兄弟连连点头 陛下您的仆人毛色兄弟对您保证一定研制出来 好了废话不要多说了 走带朕看看你们那量产毛色步枪的生产线 冯云山手一挥 毛色兄弟赶紧在前引路 布朗在一旁有些眼熟的看着毛色兄弟 他虽然是圣经机器制造总局的局长 但因为偏向于管理 对步枪研制并不是精通 因此奉努不但没有毛色兄弟高 甚至连他引荐的机械师出身的马丁都比不上 虽然他的俸禄也只有200圣元每月 但还是觉得有些心里不大舒服 封云山扫了他一眼 不再理会 而是跟随着毛色兄弟 往毛色兵工厂的厂房里走去 毛色兵工厂 处于圣经制造总局的最核心位置 一共只有四进院落 当先的一进 便是毛色兄弟和其他人员办公的地方 毛色兄弟将家人都安置在圣经厂内 两人就一心待在这浅州岛的兵工厂内 因此 这第一进院落 虽然是办公之处 也同样是住宅 甚至还配了厨房 方便兵工厂厂内的工人吃饭睡觉 毛色兄弟也经常住在这里 只是每两三个月 才回圣经的家里一趟 风云山稍微看了一下 中西结合的样式 布置得很精细 但却不奢华 都是以实用为主 看来 毛色兄弟一家对住的并没有太多的要求 他们的心思 全部铺在毛色步枪的改良和金属子弹的制造上面 对于这种心思单纯的洋人 风云山是乐于看见的 也不会亏待他们 风云山 看见第一进院落和第二进院落之间相距交远 还有一大块空地在 便将布朗换了过来道 你们可以在这个地方修建个小型花园 让他们研制步枪之余 可以在这稍微休闲一二 第二进院落 是研制并改良毛色步枪的地方 很是杂乱 风云山看着这个杂乱无章的地方 想象着 要是挂着一个研发中心的字样 不知会是什么效果 他也懒得说什么 或许越乱 毛色兄弟反而越觉得舒服侠义 只要对他们改良毛色步枪有力 怎么样都可以 实际上 毛色兄弟可能也清楚 皇帝给他们如此优惑的待遇 就必定要舍弃其他一些东西 比如自由 整个圣经机器制造总局的人 都在严密的保护与监控之下 而后面两进院落 比前面三进占地宽广的多 而且墙面高后 样式按照厂房建设 看起来比较的新 应该是新建没多久 正是毛色步枪的生产车间 和金属子弹生产车间 风云山此次前来 要看的就是这两个地方 院墙外面 已经能听见里面的机器转动 及敲击的声音 在外面看着不觉得 一进入其内 风云山才发现 里面有好几间厂房 几十台车床 或是各式各样的机器 都在转动轰鸣着 上百个人都各自在那忙碌着 一片热火朝天的模样 门口边 可能风云山来过几次 守卫的士兵 已经认出了风云山 吓得赶紧跪倒在地 正要高呼万岁 风云山伸出手指 在嘴边吹了一下 做出噤声的动作 制止了士兵的败见 风云山是不想打扰 那些制造毛色步枪的工人们 准备看两眼就过去 不过 士兵虽然没有喊出来 有几个眼见的工人 却早已看见认了出来 连机器都忘记关掉 就直接跪地高声喊起 草民拜见皇帝陛下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一跤 惊动了整个厂房的其他工人 都纷纷停下手中的活迹 纷纷跪地大理参拜 这也难怪 这些工人虽然算是见过世面 但毕竟还是经历过满清时代多年 尊卑思想还是十分严重的 加上冯云山推翻满清 执掌中华帝国皇位之后 经过数年的发展 百姓的生活比满清时代 有了明显的提升 百姓的心存感激 以他们的简单淳朴的思想 自然感恩戴德 尤其是这些兵工厂的工人 大部分本来都是圣经附近的铁匠 或是木匠之类的手艺人 经过夜校 或是学堂的培训时得了字 再加上西洋济师的传授 学会了使用机器和车床加工等技能 汇机械加工之后 被审查后选拔进圣经机器制造总局 又被挑选进入茅塞兵工厂 凤鲁极高 比当初的手艺工匠时所赚成倍增长 供养家人的生活开支再无压力 能让家人更好的生活 这无疑让他们对冯云山一场感激 势若神明 冯云山无奈 值得虚按双手喝道 朕的子民们 你们辛苦了 都平身吧 继续为朕好好工作 多制造些步枪保卫朕的江山 保卫你们自己的家园和美好生活 听皇帝这样说 激动的兵工厂工人更是轰动 幸好布朗和兵工厂的几名工头反应及时 将皇帝的旨意传达下去 这些兵工厂工人才渐渐安静下来 返回自己工作岗位 卖力地干了起来 看见这些工人如此做派 跟随皇帝的左宗棠 毛奇等人 君暗暗感叹皇帝的威望和恩德 已经在百姓之中如此厚重 而冯云山也很是欣慰 一方面 能得到百姓的真心拥护 自然是乐意之事 另一方面 他也欣慰地看着百姓对于他 并不是以畏惧和蚂蚁看天神一般的态度对待 虽然还是跪拜了 但也并没有过分地惧怕他的皇权 相比较前些年 已经好了很多 或许某天 自己这个皇帝会成为后世的国家领导人一般 在普通百姓眼中 只是一个地位高点的官员而已 等到那天 或许便是民主来临的时候了 冯云山退出这个毛色步枪生产车间 饶有兴趣地问道 如今这毛色步枪产量能有多少 威廉毛色回答 陛下如今刚刚起步 产量尚小 每月只能出产600余杆 不过总局那边 布朗局长已经安排将毛色步枪 所需要的枪托和枪柄 枪管刺刀 弹舱等分开制造 毛色兵工厂进行机枪的生产 和最后的整枪组装 这样的话 想必量产能提高许多 预计能达到每月1400杆左右 每月1400杆 其实已经算多了 不过 风云山还是觉得不够 毕竟 中华帝国的陶鲁军数量 如今已经是上百万之多 并且还以每年新增十余万的速度在增长 每年两万杆不到的产量 自然是严重不够的 风云山期望着 能早一点将整个陶鲁军手中各式各样的火枪 换成统一这种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毛色步枪 未来陆上战争的胜负 特别是陆军的野战 更多的是决定于步枪的火力 而不是仅仅攻坚夺城的火炮了 而且 一旦这种步枪面世 其他列强必定会大肆仿造 特别是金属外壳定制的子弹 风云山想到这里 暗自告诉自己 一定要让人加强管控 做好毛色步枪和子弹的保密才行 来到生产金属子弹的最后一近院落 因为提前打好了招呼 没有惊动里面忙碌的工人 冯云山也只是在窗外观看 满地的铜皮和铜钉 以及碎铜粉末 厂房内机器轰鸣震天而响 几台冲压机床旁边 围着一群工人上下操作着 原来采用的是冲压成型 风云山有些明白了 再往后看 还有一台类似杠杆一样的装置机器 应该是完成发射药装填和弹头压石 这两道工序的 正看着 突然啪的一声爆裂声 应该是压石弹药的过程中出了问题 将火又压爆了 不过那些工人想必已经见怪不怪了 将机器停下 取出卡在那里的废弹壳 重新将装填好继续压石 布朗实实站了出来 不带冯云山提问 便主动说起了产量 他低声禀报道 陛下 这铜壳子弹 每月能生产二十余发子弹 共应对应生产出来的一千四百杆毛色步枪 应当不成问题 就是 冯云山看他欲言又止的模样 道 有话之说 布朗道 就是 铜实在是太过昂贵了 算下来 这铜壳子弹 比原本的纸包定制子弹要贵得多 我们已经测算过来 供给毛色步枪的全铜子弹 尺寸为57×7.93毫米 耗费黄铜材料17克 千五克 观这短时间生产三十余发子弹千不算 单铜耗材便废了五吨半的黄铜 实在是惊人 布朗这么一说 冯云山还真的记起一件事来 不说如今铜矿开采效率极其低下 而且铜还参与货币的制造 更让国内线铜很是缺少 便是后世一百年后 中国还是因为铜材的短缺 放弃了使用铜壳子弹 而使用富铜钢代替黄铜 制造钢壳子弹 看来还得将目光放到海外呀 找些铜矿才行 美国和智利 无疑是两个铜矿产量最大的国家 特别是智利 还有丰富的天然消食 虽然不能出兵攻展 至少展示用资金 也要控制几座铜矿和销石矿 早做谋划 各位亲爱的听众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这个天国不太平 作者 三江口水 演播 致远 第五百五十集 风云山看向布朗 想起先前他看毛色被奖励的火热的眼神 哈哈一笑道 布朗听了 尔等出任圣经机器制造总局局长一职 尽职尽责 忠于帝国 全力支持毛色兵工厂对毛色步枪的研制 和全铜子弹的投产 劳苦功高 封赐为三等县男 赏两万圣元 突如其来的赏赐 让布朗受宠若惊 他连忙趴跪在地 气败道 谢陛下封赏 微臣必尽心尽责 为陛下为帝国发展好圣经机器制造总局 为帝国的强大奴隶 冯云山对布朗又抚慰了一下 对于这位技术虽然不怎么样 但管理和发展机器厂的能力 还是非常认可的 这时 一直在一旁护卫着的刘胜邦 悄悄凑近冯云山耳边 禀报说 圣经传来消息 法国的外交大臣 和普鲁士的小威廉王子 已经来到圣经 这两位都是他们国家的王室贵族 想要拜见他 冯云山眼见时候也不早 便返回了圣经城 瓦洛夫斯基 在这位名叫吴如孝的中华帝国外交大臣的陪同下 缓步进入这座东方帝国的皇宫内 一路上 亭台楼械 假山一石 回廊相防 奇树珍草 都让瓦洛夫斯基深深的陶醉 瓦洛夫斯基 正是身份 虽然是法兰西帝国外交大臣 但很少有人知道 他其实还是一名画家 平日里 他同法兰西美术院的一帮美术家们 经常在巴黎周边的美景之中写声彩风 流连忘返 原本他以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园林景色 莫过于巴黎西南郊的凡尔赛宫园林 其中古典主义的园林艺术让他常常陶醉其中 但如今他发现他错了 错的厉害 他先前的认识是何等的浅薄 他有些同情巴黎美术院那些画家们 这辈子不能到东方的神奇的国度来看看 但同时 他又暗自为难 看过这样的天堂般的园林景色 以后离开了 再也看不着了 会多么的痛苦 当他一踏入这座东方古国的圣经城时 扑面而来的 便是东方的美景 和鬼斧神工般毫无人工痕迹的江南园林美景 城内的石桥 流水 人家 江畔的垂柳 江面穿行的精美画坊 街道两边的屋檐店铺和青石板路 都让他沉醉 差点忘记自己此行来的目的为何了 然而 这还不是致命的 当进入东方皇帝的皇宫之后 迈入侧门那道院墙之后 他发现自己要疯狂了 眼前的一切 都是如此的美轮美奂 就连随便一个阁楼 一汪池水 一排垂柳 一谱花草 都浑若天涨 静静的在他面前铺开了一幅让人完全忘记置身何处的美妙画卷 整个魂宫之内 古墓参天 河流蜿蜒 池水碧波荡漾 成群的白鹿鸳鸯自由兮息 是人仿佛置身于人间仙境 要不是吴如孝在前领路 要不是旁边偶尔有几名宫廷侍卫和侍女立在路旁 他简直以为自己行走在云端的天堂之上 这怎么可能是人间该有的风景 侯爵前面就是锤拱殿 我们就是在那儿觐见陛下 瓦洛夫斯基被吴如孝的一句话从遐想中打断出来 有些留恋不舍的看了几眼的园林风景 心中暗自羡慕 即将见到这位东方帝王 能一辈子居住在美轮美奂的地方 无疑是天堂一般何等的快乐 奇怪的是 瓦洛夫斯基随同吴如孝进入一座金瓦红砖的宫殿之内 却发现宫殿之内并没有金碧辉煌 而是古朴典雅 正奇怪间 一位身穿东风传统素色汉服的中年人 高高地站在殿的中央 被周围数人拱卫着 明明衣着普通 却还是气势非凡 瓦洛夫斯基立刻就能断定 这便是自己这次要觐见的中华帝国的皇帝 冯云山了 果然 吴如孝已经大礼参拜下去 瓦洛夫斯基 竟然也有一点随同吴如孝下跪拜见的想法 不过 多年的法兰西平等思想的礼仪习惯 制止了他的念头 只是以17世纪的法国宫廷礼仪参见了这位东方皇帝 封云山已经注视着这位历史上赫赫有名拿破仑大帝的最粗色的私生子徐久 对于这位法兰西帝国的外交大臣的来访 他有些好奇 别人不清楚 冯云山可是知道 面前这位瘦弱的法国贵族不久之后便会出任法兰西帝国类似首相一般的国务大臣 还会被封公爵爵位 深受法国皇帝的器重 是拿破仑三世最重要的心腹 这也是冯云山决定召见他的原因 否则的话 以中华帝国如今的地位 光平的法国公使不尔布隆的地位 冯云山根本就不会理会他 打发无如孝对付就足够了 也只有这位瓦洛夫斯基的地位 冯云山才决定亲自见见 他确实有些好奇 是不是那个法国皇帝有什么话 要通过最亲信的人带给自己 连布尔布隆都不够资格 因为冯云山注意到 瓦洛夫斯基并没有带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一起来 冯云山没怎么摆威风 直接以西方礼仪方式 走向前握住瓦洛夫斯基的手 用力摇晃着 只是可惜没有枪美灯光闪起 不顾瓦洛夫斯基的惊讶 直接道 瓦洛夫斯基先生 对于您的那位伟大的父亲 朕可是仰慕很久啊 瓦洛夫斯基听完无如孝的翻译 连忙弯身鞠躬 行了个古典的法兰西骑士礼仪道 陛下过奖了 陛下从一届贫民 短短数年召集手下勇士推翻达旦人的统治 建立如今的东方帝国 丰功伟绩 在外臣和我们法兰西皇帝的眼中 纵然是我那位伟大的父亲 也有所不如 两人闲聊了几句后 风云山静直问道 不知先生此次来见朕所为何事啊 瓦洛夫斯基道 来袭的英国远征军 在贵国广州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巴黎之后 帝国皇帝十分惊喜 为贵国取得的大节胜利 特命我前来当面向陛下朝贺 多谢贵国陛下及先生的友谊 风云山笑道 还多亏贵国出售的那些军舰 让我中华帝国的海军力量大为加强 才由此战的大节呀 说完这些冠冕堂皇的客套语之后 瓦洛夫斯基终于忍不住了 直接提出此行拿破仑三世交代他的任务 不过他还是先从两国关系下手 陛下 此外法兰西皇帝委托我向您提出 进一步加强两国的战略结盟关系的可能 陛下您看 风云山哈哈一笑道 当然没问题 中法两国从来就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 作为东方和西方两个特大国家 朕一向认为中法两国应该各自挑起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两个领袖国重担 引导东方和西方的发展 瓦洛夫斯基先生 你说呢 瓦洛夫斯基连连点头 趁机提出 陛下你说的太对了 既然如此 法兰西帝国想与贵国结为全方位的同盟国 贵国需要法兰西的先进技术和武器装备 而法兰西也需要中华帝国强大购买力 贸易市场和丰富的资源 冯云山 见瓦洛夫斯基说的赤裸裸的 便也直接回答 瓦洛夫斯基说的很直白 很合朕的心意 不错 朕的海军还不够强大 还需要更多更好的军舰 来组建更强大的舰队 特别是贵国近期下水的光荣号装甲战利舰 朕十分感兴趣 不知道能否将设计图纸出售或转让啊 朕会记下贵国的友谊 并给出巨大的回报 瓦洛夫斯基连连摇头 陛下 这太让我为难了 光荣号砖甲建利舰刚下水 他到底怎么样还无法验证 而且 即便是我们将图纸交给贵国 也没有足够精湛技术的工匠 去制作安装这些防护装甲呀 冯云山皱皱眉头 直接倒逼对方 看来 贵国皇帝和瓦洛夫斯基 还是没有诚意呀 所谓要与朕结为全方位的同盟 也只是说说而已 不是的 不是的 陛下 帝国皇帝是认真的 瓦洛夫斯基 有点急了 他想起这次的根本任务 只好退让起来道 陛下 想要设计图纸 也不是不行 甚至连参与制造光荣号铁甲建的工匠 技师们 我们也可以调派一些钱来贵国支援 指导 但陛下您知道的 这要看贵国能付出什么样的条件来 开个价吧 一旁的吴如孝开口 讨价还价这金钱的事情 他不能让皇帝亲自参与 吴大人 这不是金钱方面的事情 我法兰西帝国虽然喜爱财富 但并不及缺钱 瓦洛夫斯基直接道 我直接说吧 我们的皇帝听说此次贵国能将入侵的英国远征舰队一举消灭 靠的是从地下开采的原油的功劳 而且能够让数公里长的珠江水面上的远征舰队上百艘军舰和运兵船复之一具 这得需要大量的原油 想必贵国有很多这样的原油吧 法兰西帝国也想拥有这个东西 大量的原油 这个 吴如孝转头望了冯云山一眼 用眼神请示 冯云山哑然失笑 原来法国人盯上了石油啊 也难怪自己将这石油的威力暴露了出来 不过恐怕他们想不到真正的用途 还远远不止这些 可没问题啊 贵国需要只要我们有多余的原油都可以提供 而且价格也非常公道 就如同贵国提供军舰等一样 冯云山说道 脑中却一阵窃喜 本想积攒到一定程度在向欧洲出口炼制好的煤油 没想到对方直接要原油 这样更好 省得加工了 原油这种 欧洲和美国早就已经有了零星产出 只是还没有大规模正式油井工业化开采而已 如今自己虽然领先一步进行工业规模化开采 但这样的事情隐瞒不了 要不了多久 就会传出去 普及起来 而且后世历史上 原本早在去年8月份 那个叫德雷克上校的人便会在泰特斯维尔用机器凿出美国第一口油井 如今虽然没有出现 也完全是因为自己派人将这名叫德雷克的人悄悄处理掉了而已 以此延迟了美国第一口油井钻井的出现 但这并不是说美国就一定不会出现其他的油井 迟早会出现 因此 答应法国提供对方原油 冯云山完全没有压力 正好趁此机会 先赚取一些财富再说 风云山心中一动 他想起了早就一直念念不忘的后世中东地区 这个地球上石油最丰富的地方 正好 何不利用和法国合作的机会将这里占据下来 说不定还能在如今英法两国的苏伊士允和利益争抢过程中 渔翁得利 陛下 法兰西帝国不但需要现成的石油 我们更需要知道寻找这种石油矿产的方法 就如同贵国想要光荣耗铁甲建制造图纸和方法一样 我们法兰西帝国也想拥有自己的油田 能源源不断的输送石油 法兰西皇帝认为 这种石油日后必定大行于世 瓦洛夫斯基提出的想法 让封云山有些吃惊 于是封云山直接透露 中华帝国之所以能找到油田开采石油 并不是那么简单 而是通过数十名东方法师耗资巨大 摆出阵法进行占捕 幸运的是 目前预测的几处地方大多发现了石油 另外 还有几处地方有石油 若是法兰西帝国有兴趣 将来可以一起共同合作开发 听见冯云山的想法 瓦洛夫斯基脸上的表情十分精彩 但有些想反驳这是多么的荒谬 但又不敢 毕竟对方身份是东方帝国的皇帝 但如此荒诞的理由 他实在难以接受 但一个东方帝国的皇帝 如此郑重其事地说出来 绝不会真的如此简单 因此 他心中一阵冷笑 似乎明白了对方的顾虑 不外乎是有什么探测石油矿的方法 又不愿意透露出来 因此假借以法师占卜的说辞 嗯 必定是如此 瓦洛夫斯基迅速找到了说服自己的理由 想想 即便是没有寻找石油矿的方法 能拥有几座石油油井也不错 何况 跟随着东方人发现那些油田 至少拥有油田之后 总能找出一些寻找油田的端倪出来 不过 瓦洛夫斯基想起另外一件事情 陛下你也知道 原油虽然日后用处大多 但毕竟需要的数量很多 又是日后用 而我们法兰西的铁甲舰 可是开创了海军军舰的先河呀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光是一些石油和几座油田 恐怕不足以用来交换 瓦洛夫斯基 见风云山点点头表示同一期说法 脸色闪过一丝喜色 继续道 开门见山的说吧 我们对贵国生产那种 克鲁伯后装献糖火炮很有兴趣 想采购几种不同型号的样炮 供军队研究 当然 若是陛下能提供图纸和制造方法 我想我们法兰西皇帝 必定会非常欣喜 整个法兰西帝国 也会认同贵国的身后友谊 愿意无偿的将光荣号铁甲舰的设计 及制造图纸提供给贵国 甚至愿意派遣包括其 设计师杜佩 德罗姆为首的铁甲舰制造技师 借给贵国 用以发展铁甲舰 风云山哈哈一笑道 没问题呀 只要贵国能派遣一批贵国科学院院士 包罗各项学术学者的院士来华 帮助我中华帝国培养一批自然科学的人才 以三年为期限 这都没问题 风云山之所以答应 一来他清楚 铁甲舰的发展对于未来的重要性 渴望迅速将海军发展起来 而铁甲舰自然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必须立即得到 二来 风云山知道 自己所拥有的这些用来交换的筹码 即使自己不同意交换 也保密不了多久 都会流传出去 尤田不必说 总会大规模被发现及开采出来 尤其是被英国美国这些国家 倒不如便宜法国 至少目前与法国的关系还可以 双方没有根本利益冲突 反而是合作双赢战夺 而克鲁波大炮 根据特务斯的情报 已经被英国缴获了至少两门后装线堂炮 想必用不了多久 克鲁波大炮的领先之处便会被破译 被仿造出来 既然如此 倒不如用来交换铁甲舰 很快 双方便达成一致 由吴如孝和瓦勒夫斯基两人代表中法两国 签署结为全面战略同盟国关系的秘密协定 法国鼓励法国境内的造船厂 机器厂等 为中华帝国提供军舰 机器 设备等服务 双方鼓励两国商人开展贸易 同时 法国以铁甲舰的设计制造图纸 技术人员为条件 再加上双方在非洲及西亚成立一家 亚非开发投资公司的条件 交换中华帝国提供的每年3万冬原油采购合同 以及冯云山为其提供三处储量不低于1000万吨的油田地址 以及克鲁伯大炮的制造图纸 各位亲爱的听众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这个天国不太平》 作者 《三江口水》 演播 致远 第551集 关于亚非开发投资公司 双方商定 在半年内启动 由中华帝国皇帝冯云山 和法兰西帝国的皇帝路易 拿破仑波拿巴两人 各出资920万圣元 相当于5000万法郎 合计共1亿法郎 分5年投入亚非公司之中 中亚双方各自任命一名代理人 负责亚非公司的管理 组成联席总督 经营亚非公司的产业 冯云山也是给足了诚意 不但将克鲁伯大炮 几个最初始的型号 全部提供了出来 还将自己知道的后世 几处中东大油田 大概位置都提供了出来 后世的沙塔阿拉伯 此时被称为内智王国的加瓦尔油田 还有伊拉克的基尔库克油田 特鲁西尔阿曼的 也就是后世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 扎库姆油田 当然 具体是在哪个地方 风云山并不清楚 他只是因为自己是从事石油这个行业 大概知道这几个油田而已 商谈完了结盟和合作的事宜 瓦勒夫斯基 似乎觉得完成了自家皇帝交代的任务 心情放松不少 他直接提出更过分的要求 皇帝陛下 根据我们查探 贵国似乎与普鲁士是盟有关系 如今既然与我们法兰西结盟 是否能解出同普鲁士的结盟 您知道的 法兰西帝国和普鲁士王国之间 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 七年战争中 普鲁士充当了英国的走狗 严重损害了法兰西的利益 而在我父亲执政期间 已一直与普鲁士敌对 法兰西帝国 作为欧洲大陆的第一强国 必须防止蠢蠢欲动的普鲁士 通过统一德意志的妄想 来挑战法兰西的地位 因此 贵国不能再大力资助普鲁士王国了 否则的话 有损两国的盟友关系 一旁的侮辱孝 一听就不高兴了 当即反问道 瓦拉夫斯基先生 这是你们法兰西皇帝的意思吗 瓦拉夫斯基不好意思的摇摇头道 不是 皇帝并没有提出类似的问题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和建议 希望贵国及陛下能理解一名 热爱法兰西帝国的子民的美好愿望 吴如肖直接反驳 法兰西无理由要求中华帝国 跟其他国家的关系 正如同我们没有要求法兰西与其他的关系一样 前些时间 中华帝国与英国开战 据我所知 法兰西帝国不照样与英国关系紧密 在许多问题上结盟 瓦拉夫斯基先生 您说的这些毫无道理也没意义 我想既然法兰西帝国作为欧洲大陆的第一强国 完全不必在意小小的普鲁士王国 也不会让对方有挑战法国在欧洲大陆地位的机会 因此更不必在意中华帝国与普鲁士的关系如何 中华帝国与普鲁士只是贸易伙伴关系 若是法兰西帝国有能代替的货物售价更低 我中华帝国自然会采购贵国的货品 而不是选用普鲁士的货物 仅此而已 瓦拉夫斯基文言脸色一红 颇为尴尬 冯云山却魂不在意 瓦拉夫斯基的表现 他倒觉得此人性格直爽 比较实在 是个可教之人 只是有些想法太过简单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纯粹是利益 各取所需 所谓的结盟 也只不过是个形式而已 当有更大的利益吸引时 双方都会毫不犹豫地抛弃对方 寻找新的利益 于是 风云山微笑着 却对瓦拉夫斯基说的与普鲁士关系方面的事情 提也不提到 瓦拉夫斯基 麻烦您给那位唐兄弟带个话 法兰西帝国 不要将目标定为做欧洲大陆的第一强国 而是应该将更多的目光放在海洋之上 取代英国 做世界第一强国 朕知道 法兰西帝国对于当初被英国赶出北美很不甘心 如今这个机会来临了 美利坚合众国面临巨大的分裂 甚至即将爆发内战 正是法兰西帝国重返北美的绝佳机会 不久 朕会派驻欧洲特使 前往巴黎亲自面见法皇陛下 烦请瓦拉夫斯基先生 务必将此话带给贵国的皇帝陛下 说完 风云山挥挥手 让人将瓦拉夫斯基领出皇宫 送回圣经城内的西洋驿馆 瓦拉夫斯基赶走没多久 年轻英俊的普鲁士特使 菲特列威廉 尼库劳斯卡尔王子 在普鲁士驻花公使卡伦威 和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毛奇等人的带领下 跟随刘胜邦进入锤拱殿 要求觐见 不同于瓦拉夫斯基 风云山对于这位小威廉王子和卡伦威 还是很热情的 毕竟当初还是太平盛亡的时候 实力还很弱小 多亏通过卡伦威从普鲁士购买了许多武器弹药和设备机器 又请来众多的普鲁士技师和军官 让风云山能迅速推翻满清 夺取天下 建立中华帝国 进而发展工业 壮大势力 达到如今这个地步 而小威廉王子则是促成普鲁士王国下定决心 对华友好的关键人物 加上风云山清楚 这位王子的父亲即将成为统一的德意志皇帝 而小威廉王子自己也将继任皇帝 因此对他的态度 风云山自然更加不同 风云山注意到 跟随在小威廉王子和毛奇身后的 还有两名韬鲁军军官 和一名金发碧眼的普鲁士少女 两名军官 风云山已经认了出来 正是自己安排跟随毛奇身边学习的 投校中华帝国的原普鲁士军官 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和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 当初还是少尉 后来被冯云山亲手晋升为上尉 如今看他们的奸章已经是少校了 冯云山朝两人点点头 让瓦德西和施利芬两人激动莫名 只是这名少女是谁 冯云山正奇怪着 毛奇已经跪拜在殿前 微臣总参谋部副总参谋 毛奇拜见陛下 奉陛下圣意 已将普鲁士的卡尔王子 伊丽莎白公主 普鲁士驻华公使卡伦威先生等带到 说完 朝山后的威廉王子和卡伦威使了个眼色 事宜两人也赶紧拜见 小威廉王子 伊丽莎白公主和卡伦威三人连连攻身行礼 拜见陛下 风云山摆摆手 主动走下堂来 一手拉着卡伦威 一手拉着小威廉王子 笑道 都是自家人老朋友了 不必行这些虚拟 走 这店内太过沉闷 陪阵到御花园走走 只是那个伊丽莎白公主 不知什么来路 风云山没有过多理会 只是微笑着点点头 小威廉王子哈哈一笑 爽朗的道 敢不从命 双方哈哈一笑 送走瓦洛夫司机 回到店内的吴如笑看在眼里 不由安道 陛下果然对普鲁士人比法国人要亲密很多呀 看来 自己对待两国的政策 还是要有所区别才行啊 陛下 卡伦威小心地禀报起来 此次 卡尔王子奉普鲁士摄政王威廉亲王的旨意 对陛下的中华帝国 消除来犯英军远征军一事 表示由衷的祝贺 同时 我妹妹伊丽莎白公主 听说贵国的美丽的人情丰富 十分渴望 这次特意随我一道 来东方游历 冯云山这才明白 那个漂亮的金发美女 竟然是小威廉王子的妹妹 当即微微一笑道 王子替我转告亲王 多谢他的祝贺呀 愿朕的中华帝国 与普鲁士友谊天长地久 说完 朝身后的刘胜邦道 派人到后宫让惠妃来御花园 他同小外闻 陪陪伊丽莎白公主 冯云山说的惠妃 便是傅善祥 最近已经被晋升为惠妃 加上最近两年 冯云山将手头的大小事物 基本都交付内阁和总参谋部等处理 事情没那么多了 于是 傅善祥也没有再兼任冯云山的贴身秘书 众人进入玉花园 小威廉王子和伊丽莎白公主顿时被眼前的美景给惊呆了 尤其是伊丽莎白公主 犹如儿童般跑向远处盛大的大团鲜花 冯云山和小威廉王子相互看了一眼 不由一笑 随后 冯云山和小威廉王子进入一座凉亭中 开始交谈起来 刘胜邦自然形影不离的侍奉在侧 毛奇和卡伦威 瓦德西等人知道 一定有要紧的事情要说 和一干粤林军事都远远的散开 冯云山却招招手 叫毛奇进入亭中一起听听 让瓦德西等人一阵羡慕 又有些为师父毛奇所感动 毛奇进入凉亭的时候 恰好听到皇帝冯云山 说到答应给普鲁士提供石油的事情 威廉王子 凭借中普两国之间的亲密盟友关系 朕低价出售些石油给普鲁士 完全没问题 问题在于购买石油 不如直接拥有石油矿井 而且购买石油海上长途运输 万里迢迢 海盗 敌对国势力都十分猖獗 一有闪失 便损失惨重啊 朕倒是觉得 从未来长远的角度看 普鲁士不如向外抢占油田 看威廉王子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 风云山接着道 朕一直有个怀疑 普鲁士为何海军如此弱小 迟迟不扩边海军力量 也就近两年 你们普鲁士王国才从英国采购一些军舰 组建一支所谓的德意志皇家舰队 但实力竟然还不如临近的丹麦海军强大 威廉王子苦笑道 陛下有所不知 最近些年 普鲁士王国一直在扩张之中 战事不断 自从我伯父就任国王以来 将所有的财政全部投入军事改革和武器的研究之中 若不是二十多年前在德意志地区建立了德意志关税同盟 刺激了经济发展 加上最近数年在陛下的帮助之下 普鲁士的一些武器和工业机器设备能出售到东方 又有贵国时不时借贷的贷款支持 普鲁士经济早就垮了 不是普鲁士不想发展海军 实在是没那个财力 不过陛下可能还不是很清楚 我父亲出任摄政亲王之后 集中发展普鲁士海军力量 不但从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订购了不少军舰 还自行秘密的在东普鲁士首府 科尼斯堡和奥尔登堡大公国通过亚德协议 购买的一块313公顷的土地 建设普鲁士海军军港 已经制造了不少军舰 这样如今普鲁士在波罗地海和北海 都算有了自己的军港和军舰 呃 原来如此 冯云山总算明白了 以普鲁士的科技发展程度和工业化水平 不应该海军如此之弱 看来也是隐藏了一手 难怪在接下来的对丹麦战争中能击败对手 吞并石勒苏伊格地区 说到这里 风云山也明被过累 普鲁士虽然已经暗自在秘密发展海军 但因为财力补足 其实还是很弱小 倒也是 想要大规模的海军 没有训练总不成的 但一训练 便立刻会被周边的丹麦 沙俄等国探知道了 不过 不管怎么样 还得给沙俄上点眼药才行 风云山一副一心 为兄弟帮国普鲁士操心的语气道 威廉王子 朕所以选择普鲁士作为欧洲最亲密的盟友 除了与你是朋友关系之外 普鲁士王国肩负德意志民族统一与强大的伟大使命 也与朕的中华民族一样 朕感同身受 因此愿意帮助你们 当今是列强扩张海外领地的最好机会 普鲁士不应该只限定做个欧洲大陆强国的目标 而是应该全力向海外扩展 没有强大的海军 陆军再强大 这个国家也无法真正崛起 朕有个建议你带给摄政王 风云山看了眼小威廉王子 脸上闪过一丝蛊惑的神情 普鲁士应当立即大规模发展海军力量 至于缺乏的财力 朕可以支持 给予贵国低息贷款 想想看 只要击败丹麦海军 丹麦陆军完全不是普鲁士陆军的对手 只要战败丹麦 普鲁士便可趁机整合德意志民族 成胜统一整个德意志联邦 想想看 沙俄因为克里米亚战争的惨败 黑海舰队几乎全军覆没 在巴黎挑衣中丧失了在黑海常驻海军以及拥有海军基地的权力 因此黑海舰队几乎不用考虑 而沙俄的其他两支舰队已经改名为西伯利亚舰队的太平洋舰队被震的北洋舰队所灭 北洋舰队规模很小 局限在北冰洋 几乎可以忽略 剩下的就是波罗的海舰队了 基本都是些老实帆船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 被英法联军舰队打击的不敢喀浪斯塔的水域不敢出港 躲在水泪障碍后面得以保存 这正是普鲁士海军发展的大好机会 若是能称霸波罗的海 就能有效降低来自沙俄的威胁 不但有利于统一德意志联邦 还方便海外扩张 威廉王子心中一动 冯云山的话说动了他 的确这个时间段是普鲁士发展海军的最佳时期 以中华帝国的负数 皇帝冯云山既然表示愿意低息贷款 那就根本不存在财政方面的问题 或许东方的这位皇帝有所图谋 但并没有什么 唯一担心的是英国的态度 于是威廉王子提出自己的疑虑 感谢陛下 只是普鲁士又要见海军 除了沙俄和丹麦之外 主要还是英国方面的态度 瑞典完全跟着英国走 英国方面只怕不会允许北海和波罗的海 出现一个强大的普鲁士海军 风云山暗笑 这位可爱的威廉王子怎么就这么实在呢 他笑笑道 英国虽然不想看见有一个强大的普鲁士海军出现 但更不想看见强大的沙俄海军 并且有丹麦这个波罗的海海军强国在作为对手 你的父亲会很好地处理这个问题 不必担心 风云山只是将自己的意见提点一下 让威廉王子带给他那位即将登基为普鲁士王国的父亲即可 他相信有自己的亲口许诺以财力支持 对方就会抓住机会发展海军 至于条件和目的自然是有的 想必对方也清楚 作为中华帝国的盟国 能源源不断从西欧输送先进的工业技术 军事装备和人才 都是自己交给对方的首要条件 其次 风云山也始终认为 哪怕是英国 也不是中华帝国的主要对手 因为双方并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 中华帝国还没崛起到需要英国生死相搏的地步 而中华帝国的生死敌国 始终是有着极度扩张野心的沙俄帝国 因此 风云山之所以愿意大力支持普鲁士发展海军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牵制沙俄 给他上点眼药 一旦普鲁士强大起来 统一德意志各联邦 自然会如同历史上那样 出于领土扩张和一山不容二虎的角度 都会与沙俄发生战争 而且只要普鲁士贷款 风云山就有信心 要求这个盟国在中华帝国与沙俄 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时候 尤其是沙俄派出大军东侵的时候 税动普鲁士 东晋 吞并波罗等地 牵制沙俄 各位亲爱的听众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这个天国不太平》 作者 三江口水 演播 致远 第552集 宋祖威廉王子和卡伦威等人 风云山陷入沉思 他看了眼 一直站在自己身边的毛旗 眼中闪过一丝心上 也不是故意试探 刚才 威廉王子和卡伦威辞别的 拉着伊丽莎白公主 回到西洋议馆时 风云山有意的没有对毛旗等人 下达任何命令 就是看看毛旗等人的反应 结果已经出来了 毛旗跟随刘胜帮 静静地站立在自己旁边 侍奉着没动 仿佛不知道威廉王子离开 而瓦德西 却静止自作主张地将威廉王子送了出去 另一名普鲁士调派的少校军官 施利芬 一副标准的军人 仅仅是目送王子出去 从这一点 风云山自然能看出 毛旗和施利芬两人都是可靠之人 已经将自己融入中华帝国的军人身份 而不是普鲁士军官 相反 瓦德西此人在威廉王子面前迎奉 心思并没有安定在中华帝国的总参谋部里 对此 风云山倒也不怎么厌恶 瓦德西本身就是普鲁士戎克贵族出身的军官 估计也曾是纯粹的普鲁士民族分子 想让他抛弃祖国 加入中华帝国还真是有些为难 既然如此 风云山也不准备留他来 他决定 这次便打发他跟随威廉王子回国 当然 刚才从威廉王子那边已经得到承诺 答应中华帝国总参谋部派人 跟随他一道返回普鲁士 可以去普鲁士招募一大批退役级现役军官和士兵来中华帝国 作为陶鲁军的基层军官 帮助冯云山带领一批军事素质过硬的陶鲁军军人出来 风云山相信自己开出的优厚待遇必定能让那些还在贫穷之中的普鲁士职业军人所心动 像克鲁伯便是代表他已经加入了中华帝国的国籍 受冯云山册封为克鲁伯侯爵 认同自己是中华帝国子民的一份子 冯云山沉思的有两件事情 一是威廉王子说起的 叫皇国旁边的撒丁王国首相加富尔似乎获得其国王维托里奥伊曼纽尔二世的支持 开始掀起意大利的民族统一行动 并通过努力得到了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支持 双方联合对奥地利联合作战 首先是由富尔山洞伦巴蒂进行革命活动 从而引诱奥德利的干涉 看起来像是在入侵撒丁王国的领邦 给了法兰西帝国名正言顺的出兵理由 法国和撒丁王国的联合军队 相继在马真塔和苏法利诺两地发生两次大规模的交战 奥地利皇帝 费朗茨 约瑟福 虽然亲自指挥军队作战 但仍然被法萨联军击败 奥地利撤军至威尼西亚边境 正当撒丁军队准备大规模进攻威尼西亚 意大利北部地区顺便将其收复时 普鲁士及其他德意志各邦一起声援奥地利 担心撒丁王国过于强大 准备出兵支援奥地利 这时 拿破仑三世决定退出战争 秘密与奥地利皇帝和谈 撒丁王国首相加福尔 对于法兰西帝国的背叛非常愤怒 他强烈要求撒丁王国 伊曼纽尔二世 无论如何也要继续战争 但撒丁王国决定接受事实 加福尔因而辞职 通过威廉王子的诉说 冯云山知晓了 驻欧特使郭松涛探知不到的更多的内幕 他立刻意识到 意大利的统一进程已经启动 但让他头疼的是 明明自己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 更清楚地知道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 但却无能为力 无论是普鲁士还是自己的中华帝国 因为与撒丁王国相隔太远 都没法从中获得什么利益 这种感觉让冯云山很是不爽 当然 更不爽的是威廉王子说的第二件事 威廉王子的妹妹 伊丽莎白公主 原本与巴登大公利奥波德第三子 如今的巴登大公佛里德里希 一世早在几年前并定婚了 但因为威廉王子到中华帝国游历了一圈 回到柏林之后 跟伊丽莎白公主说了许多风云山的事迹 如今到了伊丽莎白公主 与佛里德里希一世结婚的时候 伊丽莎白公主才发现 自己早已经为远在东方 从未见过那位东方英雄所俘虏 他为东方那位建立比普鲁士王国还要宽广的帝国的皇帝所倾倒 他拒绝嫁给那个有点精神病的巴登大公 他不愿意成为普鲁士王室用来笼络四周邦国的政治理由 但他的父亲威廉亲王自然不同意 将他软禁起来 只等婚期进行 无奈之下 他恳求自己唯一的同胞哥哥 威廉王子帮助自己 正好 威廉王子奉命要出使中华帝国 便偷偷的将他带到了圣经 威廉王子说的很隐晦 只是希望风云山能看在与普鲁士王国 与他的情分上 对伊丽莎白公主多加关照 让他住在皇宫之中 但风云山哪还能不明白他话里的意思 这无疑是威廉王子悄悄地将他的妹妹交付了给自己 这简直是胡闹啊 风云山有些哭笑不得 他甚至有些怀疑 这本身就是个借口而已 是普鲁士那位老谋深算的摄政王的谋划 以加深普鲁士与中华帝国的关系而已 但仔细想想又不可能 中华帝国对于普鲁士来说实在太过遥远 而那个巴登大公国是德意志西南部重要邦国成员 从利益关系来说 无疑巴登大公国比遥远的中华帝国对于普鲁士来说更为重要 威廉亲王应当不会这样做 这样说来 剩下的可能性只有一种 威廉王子说的是真的 这个叫路易斯玛丽 伊丽莎白的22岁的公主 还真是倾慕自己 因为自己而逃婚 离家出走 跑来找自己 这 这未免也太扯淡了 可恶的小威廉王子 还真当自己和他友谊深厚了 深厚到要将自己唯一的妹妹送给自己做妾 是妃子 到这样的地步 冯云山头疼的是 如何向皇后成岭南 以及玉贵妃苏三娘 淑妃成岭北 和贤妃傅善祥等人交代 要知道 当初收了傅善祥好 冯云山自己主动说 这是最后一个妃子 没想到到如今被硬塞了个 还是西洋女人 等等 自己为何要头疼呢 冯云山一下愣住了 他发觉自己竟然下意识地接受了这个西洋女人成为自己妃子的事情 甚至考虑如何去跟其他妃女交代 莫非自己骨子里还有骑大洋马的心思 可怕 冯云山联盟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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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当个干妹妹吧 让那个什么伊丽莎白公主跟随傅善祥带段时间 再过的时间把事情平息了 再让卡伦威把他送回去好了 冯云山很快便将此事抛之脑后来 毕竟就算他大部分的国务诸事都丢给内阁副总理曾观兰和总参谋部长左宗棠 但作为一国之君还是有不少的事情 尤其是一些试涉国体的大事 将法国特使和普鲁士特使这两位皇室之人送走不久 外务部部长吴如孝来报 日本国主 鲜罗王国 缅甸王国 库尔喀王国 折梦雄法王 布鲁克巴王国 以及西克大臣 哇哇等纷纷来进朝朝贡 进献了大量的财宝和奇珍 风云山懒得一意接见 便让吴如孝将这些藩属国和邻国全部聚集在一起 统一会见 不出意外 这些使者大部分都是这些藩国的王子之类的 说是自己奉几国国主之命前来朝贡 实际上 却有意将自己留在圣经 作为质子的含义在其中 风云山当然不会说破 这些藩属国或邻国 想要这样才能让他们自己安心 便医他们好了 风云山并不在意 当然 该教训收拾的 自然还要教训收拾 并不是你质押一个并不怎么宠爱的儿子 便能改变的 布鲁克巴 借口被英国入侵的原因 便断了上贡中华 而且协助英国人作为可恨的班智达 成为入侵藏区的先锋 风云山知道情况之后 自然又将之作为威慑其他 藩属国和领帮的靶子 于是 悲催的布鲁克巴王子 直接被御林军逮捕 一番拷打之后 承认了布鲁克巴王国已经背弃了宠主国中华帝国 投靠英国人的怀抱 而王子的本人 也是英属印度殖民地加尔格达方面的密探 借出使中华帝国的名义来圣经刺探情报 签字画牙之后 这名布鲁克巴王子直接被刺死 在其他诸国使臣胆战心惊之中 风云山直接宣布 由库尔卡王国和折梦雄法王联合出兵攻打布鲁克巴 将其灭亡 所有战利品 送交一半上贡圣经 其余的 归阔王国和折梦雄按出兵比例进行分配 所占国土也全部归于两番属国 具体分配方案 由中华帝国外务部乌如孝进行裁决 一句话便直接决定了布鲁克巴的生死存亡 在场的诸藩国使臣都暗自心领 心惊胆战 风云山拿布鲁克巴开刀 其实不仅仅是为了教训布鲁克巴 更多的是接到库尔卡使者带来的库尔卡国王 苏兰德巴的密信配合苏兰德巴 铲除亲英的权臣首相巴哈杜尔的行动而已 苏兰德巴拉的诚意十足 他秘密的派出使臣 是他唯一的只有十来岁的儿子 国王唯一的继承人 库尔卡国王苏兰德巴拉的求救密信 冯云山很是感动 苏兰德巴拉请求冯云山派出大军 从藏南进入库尔卡 他会派出王府亲兵里应外合 将权臣巴哈杜尔控制的库尔卡军队击败 等他重掌王权 便会组织库尔卡军队对抗英国人 期望能得到中华帝国天朝军队的帮助 苏兰德巴拉以祖宗的名义骑士 他的沙俄王朝会世世代代 永远为中华帝国附属国碎碎纳贡 并且还愿意随时听从冯云山的战争征兆 随时动员一万名库尔卡勇士 为皇帝冯云山作战 对于这一点 冯云山很是看重 库尔卡人能争善战 尤其是后世英国军队中的库尔卡雇佣军 十分有名 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兵员 风云山看上这个条件 便答应下来 愿意帮助一下这个被架空的库尔卡国王 不过 风云山可不想直接派兵前往库尔卡 与凶猛的库尔卡军队对抗 他想到另外一个办法 既然库尔卡国王苏兰德巴拉 已经公开向中华帝国称臣 朕便可以安排你 让你库尔卡军队联合折梦雄一起攻打布鲁克巴 索朵的领地和战利品 都有你们的比例来进行分配 这样一来贫穷以战为生的库尔卡军人自然会心生向往 就算权臣巴哈杜尔不愿出兵都阻止不了 利益在那 巴哈杜尔原本控制了一大半库尔卡军队已经派去印度 协助英国人平定叛乱 而留守在库尔卡 特别是首都加德满都的库尔卡军队 原本就不是特别的多 这在一出兵前往布鲁克巴 就算战事顺利 也会有一段时间拖延 在此期间 全臣巴哈杜尔的力量便会大大削弱 而国王苏兰德巴拉的势力自然便会增长 要是这样 他还抓不住机会 冯云山也自然会放弃的 对于冯云山来说 谁都一样 只要听自己的话 对中华帝国有利便成 除了库尔卡是派出的秘密使团之外 其他的几个国王的朝贡 就显得很是隆重了 这个时候 原本不是朝贡的时间 就因为这些附属国看到了中华帝国击败英国远征军 便连忙借此朝贺进贡 让封云山不由感叹一声 国力强大的感觉真好啊 日本国主 如今已经直接变成了幕府将军德川家帽 虽然还没到二十岁 但他在将军府主要掌权者 大老景一执币的辅佐下 已经从幕后登上前台 正式登基成为日本国主 所谓的天皇这个称呼已经取消 毕竟一个藩属国是不可能有皇的 整个东方只有一个皇 便是中华帝国的皇帝冯云山 德川家帽还没有后代 直接将他名义上的继承人 足弟德川庆喜派为使者 向宗主国中华帝国 敬献了一百名美女和一万两黄金作为进贡 封云山自然笑纳 并且将德川庆喜封为日本国王储 扣留在圣经作为人质 仙罗国派出的是仙罗王子朱拉龙宫 以二十艘商船运了八头大象 和难以计数的珍宝 彩背和宝石 还有无数的上等农产品 是专门进贡给皇宫的 缅甸国王派出的进贡使团更是十分庞大 陆路数十缅甸的奇珍 从曼德勒进入云南抵达圣经 水路从仰光沿海路沿抵达圣经 三十余艘货船 满载的红宝 蓝宝 翡翠等珠宝玉石和奇珍一草 被送到皇宫 不但如此 仙罗国王和缅甸国王估计是商量过 直接上书将缅甸的老挝和泰国的华新镇 两个地方连线的以南地区 相当于整个马来半岛 全部直接化归给中华帝国 冯云山看到这一幕 不尽笑了 无疑 缅甸国王和仙罗国王都是聪明人 特别是缅甸国王 看见中华帝国强大的英国远征军都击败了 吓得连忙派出使团进攻 而且他们发现中华帝国在占领英国原本的海峡殖民地之后 立刻意识到 远在东方那位皇帝 肯定是在想将整个马来半岛都控制在手中 于是为了不让军队前来索取 他们主动将本国位于马来半岛的领土交了出来 实在是无奈的断尾求生之举 冯云山也不得不钦派他们选择的明智 自己还真是有这种意思 想将整个马来半岛占领 毕竟那里如今是华人居多 而且恶手至关重要的航道 马六甲海峡绝对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而要完全控制马六甲海峡 在如今中华帝国海军实力还不够强大的情况下 马来半岛这块陆地必须全部掌握在手中 这样的话 整个马来半岛和日南便连成了一片 整个泰国湾几乎变成了中华帝国的内海 而冯云山最为关心的 其实还是希克大军派来的使团 希克使团人数并不多 也许怕英国驻印度殖民地发现 此次使团有些秘密形式的味道 萨米特库玛尔在国述里声称 他直接从拉荷尔地区派出骏马八千匹 送至新疆的喀什格尔裔王石达开楚 作为向中华帝国的赫礼 对于此 冯云山自然是高兴的 不过 他已经非常清楚 萨米特库玛尔的为人 必定有所目的 各位亲爱的听众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这个天国不太平》 作者 三江口水 演播 致远 第553集 果然 西克使者萨米特库玛尔的亲弟弟 当初曾经在广州待过挺长时间的年轻人 拜见封云山的时候 顺势提出他哥哥的请求 西克王国已经悄悄在庞哲普的昌迪加尔附近 集中近5万的西克军队 并且准备在一个月内 从拉赫尔等再调集5万大军 便进攻印度的德里城 不单如此 萨米特库玛尔声称 他还联络了印度北方邦和中央邦 马哈拉斯特拉邦等 西北部和中部邦十数个王公 开始掀起先一轮的反英斗争 他请求中华帝国能够派兵进驻印度 就算不行 至少能售卖数万枪支火枪给他们西克军队 相信他们西克王国经过两年多的力量积蓄 就算不能全歼英国驻印度军队 至少也能让大半个印度各邦独立起来 冯云山笑了 萨米特库玛尔此举 他是求之不得 西克王国不像莫沃尔王朝 他们信奉的西克教 虽然从印度教众脱离出来 但与印度教众已经大为不同了 而印度各邦主要人口都是信奉印度教 这就导致西克王国不可能统一印度 对于这样一个不可能统一印度的王国 冯云山就是要大力扶持 他当局对西克使者道 朕完全答应你们大军的请求 不过首先拿出你们西克人的诚意 一 西克王国正式撕毁于英国的停战协议 在一个月后对英国宣战 二 西克王国再向喀什格尔城送上一万匹战马 等这两点完成之后 朕会让一王十大开准备三万杆火枪在喀什格尔城 等你们战马抵达后便可以直接交易 风云山 不怕萨米特库玛尔不答应 他很清楚 随着英国将印度叛乱慢慢平定 西克王国这个最大的叛乱势力必定成为英国驻印度殖民政府的眼中钉 要不了多久 等英国人腾出手来 便会调击军队收拾西克人来 估计萨米特库玛尔应该也明白这一点 才回忆听中华帝国击败英国远征军 便立即派来使团 秘密邀约一道进攻印度的英国军队 鉴于此 冯云山并不想真的派出军队去攻打印度 如今的中华帝国国土面积已经十分庞大了 光是消化 估计骑马夜的十来年 何况对于印度那块地方 冯云山并没有多少好感 人口中都的宗教国家 先不说征服下来需要多少兵力 就算勉强占领了 四处叛乱的平息 对百姓的控制都是十分头疼的事情 毕竟这个民族完全不是中华文化圈的范围 除非冯云山下定决定 直接以血腥的屠杀手段来压服这个民族 但冯云山自问还是难以做到 两三亿的人口啊 那得杀多少人才行 冯云山觉得倒不如通过培养代理人的方式 间接控制印度 效仿英国人却不完全模仿他们 而是从印度搜刮财富就成 当然冯云山也会吸取后世的教训 绝不让这块南亚大陆统一起来 哪怕是中华帝国的附庸国也不行 要知道 原本的印度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 就是因为英国殖民当局 将整个印度的大陆数百个邦国统一起来 才有了后来的印度 分裂的印度 才是中华帝国最需要的 因此 封云山没有告诉西克使者 中华帝国虽然不出兵 但会下令缅甸王国出兵 攻占阿萨姆邦 同时 封云山还会秘密派出特务 煽动孟加拉族人起兵反对英国 并让缅甸王国帮助孟加拉族人 当然 对于缅甸来说 也是求之不得 一来 他们与英国人也是死敌 二来 攻占的领地总会画出一些 并入缅甸的领土 而最让封云山高兴的事情 莫国于藏区的拉萨大喇嘛出了寺庙 率领藏区使团来圣经 正是朝拜自己这个中华帝国的皇帝 早在几年前 中华帝国成立之初 封云山便派出使者前往藏区的拉萨 接触这位大喇嘛 但可惜的是 对方根本对他不遇理睬 后来 中华帝国将全国基本统一下来 并且强势扩张 西战新疆 东侵东洋 北出北海 南抵南洋 这位大喇叭 这才派人口头上承认中华帝国是其中央朝廷 但仍不见朝贺以及求册风的奏书 没想到如今在击败英国远征军之后 这个距离天堂最近世界最高地区的宗教领袖 拉萨大喇嘛 亲自率领朝和使团两千余人 赶赴圣经 求见面圣 一番繁琐地接见下来 冯云山明白了一个事情 藏区的这位大喇叭 可能是怕战火烧到藏区 直接向冯云山提出 藏区正是纳入中华帝国的怀抱 至此 冯云山才长长地舒了口气 中华帝国终于完成统一了 将英国远征军全军覆没的影响 在轰动一段时间之后 慢慢平息下来 外国和蜀国的使团们 基本都已经朝贡完毕 天气越来越热 时间也进入夏季 冯云山享受着慵懒的初夏时光 同成岭南苏三娘等溺在一起 很是逍遥了一阵 至于那个伊丽莎白公主 在威廉王子返回普鲁市之后 便留在皇宫内 冯云山没有去管她 她也没来找冯云山 只是整天和刚刚怀孕的 傅善祥待在一起 两人姐妹相称倒也投缘 但伊丽莎白倒不是一个 闲得住的人 不知道怎么就说动了 傅善祥 专门教宫女们读书念字 让冯云山哭笑不得 看皇后成岭南也不加干涉 只能游的他们了 就在冯云山享受着短暂的宁静时光里 原美国驻华专员马沙利 悄悄地赶到了圣经 请求见他 马沙利 冯云山听特务司司长范如曾 禀报这个名字 愣了一会儿 这才想起这个人来 当初 这个原本是美国驻华专员的马沙利 后来在离职之后 悄悄地投靠了自己 担任自己的王府外事顾问一职 年俸禄一万圣元 协助中华帝国与美国来往的事务 刚开始 冯云山还经常与马沙利直接联系 后来 成为中华帝国的皇帝之后 事情繁多 便将马沙利的对口联系 移交给特务司范如曾管辖了 慢慢都快要忘了这个人 没想到 这次居然来找自己了 应该必定是有重要的事情 要当面禀报自己 是啊 陛下 范如曾解释道 自陛下家马沙利交由微臣联络后 马沙利倒是对中华帝国的帮助颇大 不但给微臣送了几条重要消息 还帮助外务部的吴如孝建立驻美使馆 帮助海军部采购军舰等 不过自七年之后 马沙利便辞去了王府外事顾问一职 也没再领用我们的俸禄 此次主动找我 说是当初陛下您曾经吩咐过他什么事情 如今已经有了苗头 冯云山恍然大悟 他想起来了 如今按犀利算 已经是1860年了 距离美国南北内战爆发已经很近了 当初马沙利向他坦诚自己是忠诚的辉格党人 与其民主党的总统不对路 因此被免去驻华专员的职务 马沙利代表南方辉格党 加强与当时还是太平圣国的中华帝国合作关系 当时 冯云山正好要大规模购买军备 便聘请马沙利作为王府外事顾问 给出巨额俸禄 通过他的关系在美国购买武器 而这期间 冯云山就提前知晓了美国南北内战即将爆发 吩咐过马沙利 等过几年有共和党人竞选总统时 务必要告诉他一声 算算时间 冯云山猜测 很有可能便是这个事情 果然 马沙利便领到冯云山面前 说出的第一句话 便验证了冯云山的猜测 马沙利参见陛下 马沙利 打亮着眼前一脸和善 却无形中闪耀着无穷光环的中华帝国皇帝 特别告诉陛下一声 美利坚和众国新一轮总统大选已经拉开序幕了 而如今 我辉格党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特此特来向陛下求救 拯救一下我们辉格党吧 马沙利 看着面前头戴金冠的东方皇帝冯云山 心中感慨万千 也就几年前 当初还在出任美国驻华专员的时候 面前这个人 还是一只反政府武装的头领而已 四处奔波 将遣来的钱财委托自己帮他购买军火武器 那时候还将自己带为上宾 求自己帮忙一晚 短短几年过去 如今 人还在眼前的这个人 但身份地位 完全改变了 自己 只是名垂死挣扎的辉格党成员 而对方 已经是东方强大帝国的皇帝陛下来 真是世事无常啊 冯云山也打量着面前这个洋人 有几分落魄 比当初在广州的时候衰老了很多 不过 他更多的是被马莎丽说的话给激起了好奇 辉格党到底怎么了 在冯云山的追愿下 马莎丽讲起了他此行来圣经的目的 今年又是美国的大选之年 而美国的大选 一般来说主要是四个阶段 而第一个阶段 便是从年初就开始预选 也就是各党派竞选人争夺本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到年终便结束 而预选结束后便开始第二阶段 称之为全国代表大会阶段 各政党将分别在第三季度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最终确定本党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 讨论通过总统竞选的纲领 接下来的第三个阶段便是候选人竞争 这个阶段总统竞选其实才是正式拉开帷幕 各党确定的总统候选人通过演说 会见选民 开新闻发布会 以及公开辩论等形式 阐述其对国内外事务的政策主张 以赢得选民对自己的信任 争取选票 最后一个阶段 是在11月份的一个星期 举行全国选民投票 正式选出最后的总统 而如今已经是夏天 预选的结果已经基本出来 现任民主党的总统 詹姆斯·布坎南 决定不参与连任 他所在民主党也因为奴隶制的分歧 分为两派 南方民主党人支持叙奴 北方民主党人反对叙奴 这样一来 民主党无法团结统一 哪怕是有伊利诺伊州联邦参议员史蒂斯 道格拉斯这样的领袖人物 获得与会多数代表支持 但还是没有得到提名所需要的三分之二多输票 因此 民主党的候选人提名 除了北方民主党道格拉斯之外 其他便难以决断出来了 而即便是道格拉斯 南方的民主党人士也表示反对 因为道格拉斯是作为北方民主党代表 他的政治主张是所谓的人民主权论 既不反对蓄奴 也不反对奴隶制度的推广 同时表示 联邦法律不能将奴隶制度强加于不愿意接受奴隶制度的地区 反对道格拉斯的南方民主党人以阿拉巴马州的威廉杨西为首 杨西想在民主党竞选纲领里加入明确支持蓄奴内容 道格拉斯自然不同意 因此 杨西号召南方诸州的民主党一起反对道格拉斯作为候选人 除非选举一名支持蓄奴的候选人 否则 他们甚至将会退出民主党 民主党的纷争 让共和党人坐收渔翁之力 加上共和党的势力 本就一直不断壮大 马沙利和其他美国人的看法一致 认为1860年总统大选中 共和党候选人势在必得 而共和党的两名最有力竞争的候选人已经出来 便是排名第一的纽约州参与员威廉·希德华 和排名第二的亚伯拉罕·林肯 至于其他的 还有几个微不足道各党候选人 而其中有一个宪政联合党候选人约翰·贝尔的 也得到众多民众的拥护 这只是初选的一些情况 马沙利离开美国的时候 民主党的候选人除了道格拉斯确定之外 其他的还没有出来 马沙利分析说 共和党的迎面更大一些 而纽约参议员威廉·希华德 很可能便成为下一任总统 他是一名前辉格党左翼领袖 在1854年和大多数北方辉格党人一样 参加了反对奴隶制的共和党 一向以激烈反对奴隶著称 而马沙利此行的目的就是想请求冯云山的帮助 拯救他的辉格党 准确地说是拯救南方辉格党 以及维护其背后代表的南方种植原主们的利益 在他们看来 威廉·希德华竞选总统很有可能会成功 而一旦他成为总统之后 以其激烈反对奴隶制的政治倾向 必定会设法废除南方的奴隶制 摧毁南方种植原经济体系 给南方的美国百姓带来无尽的灾难 甚至发生内战 因此马沙利请求冯云山动用中华帝国的力量 尽可能阻止威廉·希华德的竞选成功 帮助南方民主党候选人竞选为美国总统 听到马沙利如此说法 冯云山笑了 也难怪马沙利和他背后的势力 可不像自己这般能预知未来 他们哪知道未来总统候选人会是林肯 他们更不会知道 共和党这两名总统候选人 目前威廉·希德华的支持率 看起来排名第一 但接下来的 共和党全国大会选举中四次投票 亚伯拉罕·林肯一次被一次获得支持率更高 最终在第四次投票中 一举超过威廉·希华德 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 不过 风云山不会按照马沙利请求那样去做 站在他的立场 自然是希望美国越乱越好 最好是内战爆发的更强烈一些 而这位威廉·希德华的政治立场 强烈反对奴隶制 可以说比林肯更加坚决 林肯当选总统之后 也是对南北双方的奴隶制 采取稳妥的方式 试图以相对缓和的方式 解决奴隶制问题 最后因为战争失利因素 才在内战爆发 将近两年后的紧要关头 正式提出全面废除奴隶制 解放奴隶 而刺激战事进展 就这样 林肯当选总统之后 南方各州就开始纷纷采取行动 宣布退出联邦进行叛乱 若是这个坚持废除奴隶制的威廉·希德华当选 只怕选举结果一出来 还没到出任总统的时候 南方各州以及原本保持中立的一些州 便会都一致脱离美国联邦进行叛乱 因此 风云山瞬间做出决定 不但阻止威廉·希华德当候选人 还又想办法帮助他 让他击败林肯成为总统 比历史上更加强烈的刺激南方诸州 让他们提前反叛 不过表面上 风云山带着微笑道 没问题 朕答应你 不过 马沙利先生 你想朕具体怎么帮助你才好 各位亲爱的听众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这个天国不太平》 作者 三江口水 演播 致远 第554集 第554集 马沙利 可能是误会了风云山的意思 不好意思啊 陛下 您知道的 整个辉格党都已经目落了 北方辉格党人 已经全部脱离了转尔大部分加入共和党 还有少部分的北方辉格党候选人 组建了一名为宪政联合党的政党 但也难以跟当初辉格党的一两成实力相比 而我们南方辉格党除了一半多的败类加入共和党和民主党之外 新组建了一名为保守党的组织 如今保守派全靠南方的善人们供养 并不宽裕 因此我们只能向陛下承诺 凡是因为帮助我们保守派而产生费用 我们都将在不久的将来双倍赔还 并且除了已经被贵国购买的诺福克海军造船厂之外 我们还可以说服海军部将普茨茅茨造船厂也出售给贵国 这明显是生怕自己不答应 在空口许诺给自己灌迷魂汤了 风云山笑笑 这马沙利可能待在美国南方那些种植园主们天天蜀棉活去了 如今对中华帝国不太熟悉 他还以为如今的中华帝国还是跟前些年一样 还会为一个造船厂便能让自己大费周章不计代价的心动 他不明白 如今中华帝国在收购诺福克海军造船厂后 将造船厂的核心工人技师和设计图纸技术 都已经慢慢转移到了中华帝国国内 加上普鲁式的钢铁生产技术 法国造船技术的不断引进 如今的中华帝国四大船政局 已经出具规模制造军舰的能力 而福州船政局甚至在法国船舰工程师的技术帮助下 有了生产战略舰的能力 圣经船政局如今更是将铁甲舰的研制提升日程 只带于法国进舰福斯基签署的秘密协议兑现 将铁甲舰的设计制造图纸和传播工程师抵达 便开始全力制造铁甲舰 因此如今在马沙利看来 胡茨茅斯造船厂是个巨大的诱惑 对于冯云山来说 有则更好 无则不坏而已 马沙利先生 先不谈这些 朕说的是 你让中华帝国做什么 冯云山居高临下的看向马沙利 要朕出资十万美元 还是二十万美元赞助 你们辉哥党那个叫保守派的 没有总统候选人提名 改为赞助南方的民主党候选人 马沙利有些黯然 他们辉哥党如今已经没有人再提起了 整个辉哥党也不差多解散一空 只有少数部分辉哥党忠诚成员组成的保守派 却根本连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都够不上 不得已 只能暗地联合南方的民主党 希望借助他们的力量 达到重振辉哥党的目的 只是民主党一向是辉哥党的死敌 如今只不过是和北方的民主党人闹翻 加上马沙利他们这些辉哥党 和南方的种植园主们关系密切 而南方民主党为了南方的整体利益 才勉强同他们合作 也只是利用他们一下而已 一旦利用完成 绝不会让他们这些辉哥党壮大 而马沙利也绝不想真的帮助民主党成为总统 若不是共和党反对奴隶制 不利于南方的利益 他们辉哥党倒是更倾向于共和党 一时间马沙利有些不知道如何回答了 只能勉强回答道 反正绝对不能让那个西华德当选 风云山哈哈一笑道 马沙利先生 朕倒是觉得你的想法错了 你若真是为了你们辉哥党好 为了南方人民利益好 就应该选择那个叫威廉西华德的共和党人当选 马沙利惊讶万分 苦笑道 陛下别开玩笑了 若真是那个共和党疯子 还不得肯定废除奴隶制啊 整个南方将会一场灾难 对美利坚和众国来说 也将是一个灾难 很可能会爆发内战 冯云山一拍手掌 站了起来 对呀 正是因为要爆发内战 这才选他 马沙利先生 你静下心来想想 南方和北方的利益 还存在调和的可能吗 除了战争之外 还有别的手段能让北方人会顾忌你们南方的利益 会让你们南方辉哥党壮大起来吗 马沙利愣住了 似乎这位东方的皇帝说的很有道理 比自己看得更加的透彻呀 南方一直以种植棉花等为主的种植经济 需要奴隶制的积蓄推广 而北方大力兴办工业 需要大量廉价的劳力和南方广阔的市场 偏偏着廉价的劳动力 被南方待遇相对优厚的种植园全部吸引住了 而南方的市场也全部被质量更好 价格更低的英国商品充斥着 双方的矛盾简直比两个国家还要大 无法调和 而北方的资本和工业势力 自然不会在乎南方的农场经济 相反 他们恨不得将南方撕得粉碎 将北方的工业和市场推向整个南方 让南方为北方服务 还真是这个道理 马沙利感觉自己颤抖起来 南北双方真的只有战争才能解决争端 上帝呀 马沙利痛苦了一会儿 才红着眼睛朝冯云山问道 陛下 那依你的看法 南方只有通过战争才能捍卫自己的奴隶所有权 不错 冯云山一脸严肃的道 正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 如今北方的发展越来越快 实力也开始越来越超过南方 所不同的是 北方并不是团结一块 而南方通过去年的布朗率领黑奴起义事件的刺激 南方已经团结一心 拥有为捍卫自己的权力权力一战的决心和勇气 因此 南方的当权者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必须尽快发动战争 也只有通过战争才有保住自己权力的可能 否则 越往后 则北方越发强大 南方迟早要被北方所控制 吞没 而如今这次总统大选 就是一个很好的发动战争的机会 而且 只要选出的总统是强烈反对奴隶制的共和党疯子西华德 南方便可以借此机会直接宣布脱离美利监邦 必定有很多州一起脱离队伍 到时候 你们辉格党阵地一呼 代表那些南方农场主们 将各州势力集中起来 组成新的美利监联盟 就能与北方那少数的几个工业大州抗衡 说不定啊 就能让北方屈服退让 要是他们不退让 挑起战争的便是他们 南方联盟更有理由直接除兵 马沙利先生 你别告诉我 你不知道南方那些州没有丝毫准备 马沙利仔细回想了一下 还真是 南方的一些州特别像南卡罗莱纳州长威廉 吉斯特 早在选举之前就曾经公开号召南方的各州 共商大计 一旦反对奴隶制的共和党人当选总统 控制国会修改联邦宪法禁止奴隶 将会是南方的末日 他会率领南卡罗莱纳州退出联邦 并不惜一战 冯云山接着添加一把火道 南方应该早有准备了 除非是南方的支持奴隶制的民主党当选总统 否则只要是共和党人当选 只要有人带头 南方都会脱离联邦 他们必须这样做 马沙利先生 难道你没有发现 这些年的美国扩张领土 都是以南方人为主权力支持 朝南方和西部扩展的 这是为何 其理由很简单 南方的奴隶人口越来越多 迟早过剩 奴隶制必须对外推广 这就是为何让共和党疯子西华德当选总统 反而更有利于南方的原因 而马沙利先生 在此过程中 你们辉格党人当勇挑重任 率领南方百姓捍卫自己的权力和生活 这样便能重铸辉格党的往日光辉 马沙利喃喃的道 陛下容我回去好好想想 冯云山点点头 他知道 稍微给马沙利一点时间 这个已经与时代有些脱解的 辉格党人就会醒悟过来 清楚自己说的是对的 当然 马沙利在了解自己提前在墨西哥北部部下的局势 便会意识到 自己的目的就是让美国南北双方挑起战争 但冯云山相信 马沙利背后的南方奴隶主们 在这种形式下必定会找自己合作 这真的是马沙利被派到圣经的原因 虽然他自己还没意识到这一点 但冯云山明白 马沙利背后那些代表南方利益的政治家们 早就看到这一点 只是因为马沙利与自己较为熟悉 才将这个一心想要为辉格党重铸辉煌的老诗人派来 送走了马沙利后 冯云山重重的叹了口气 不管是按照历史上的原定轨迹 林肯当选总统 还是自己改变历史 让那个西华德当选总统 反正只要共和党人当选总统 就一定会爆发南北内战 在这历史性的时刻 自己得好好准备一番来 首先要好好准备的 自然是那个著名的萨姆特保 美国南卡罗莱纳州 查尔斯顿港口边的一处 实质防御堡垒 这个南北内战开始的地方 其次 南北双方各自的首都都要提前介入 当然这方面 范如曾的特务斯早在几年前 已经开始逐渐安插人手 如今 特务斯北美区几大情报站 都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了 还有其他的 都要按照自己的计划安排下去 冯云山仿佛看见硝烟弥漫的场景 后世的世界警察将不会出现 西历八月的德里城 烈日如火 整个古老的德里城仿佛被烤焦了一半 连往日最水灵的芭蕉叶都粘固起来 德里城西城楼上 几名来自英国约克郡的士兵 无精打采地站在烈日下 汗流加倍的浑身都已经湿透了 只能不停地喝水 若不是军纪森严 只怕早就躲入城楼墙躲下躲避着恶毒的太阳了 不过 也不全是如此 另外一边靠南边的德里低矮的城墙上 有十来个黑点 若是走进了仔细一看 便能发现 那根本不是巡逻守卫的士兵 而是几个木架披着各式各样衣服伪装的城防士兵 而真正的士兵 此刻正脱了衣服 赤裸着上身 躲在城下一个搭着茅草棚的臭水沟处 避暑 这些都是从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孟买城里调集过来的本地印度教士兵 虽然也算大英帝国驻印度总督的士兵 但只是土著部队 军具和训练都不能与英国士兵相比 说白了 他们也只是为了那点薪水糊口而已 任谁都知道 从欧洲来那些高贵的英国军官们 从来就没正眼看过他们这些本地土著士兵 也难怪 他们这些本地土著士兵的军事技能和战斗力 别说不能与本土英军相比 连那希克士兵和库尔喀士兵都难以企及 只能吓唬那些软弱的印度土著们 要不是因为远征军从印度的德里 坎普尔 战西河瓜料尔 加尔格达 孟买等地抽调了两万多名评判欧洲士兵 英国欧洲本土的士兵也不会这么缺源 这么厉害 导致如今的德里城里兵力不足 不得已派这帮印度籍士兵帮助守城 正在这时 突然数百匹战马从城外的旷野狂奔而来 奔腾的马蹄声将晕晕欲睡的印度士兵惊醒 他们惊慌失措地爬到这段低矮的城墙上 才发现竟然是本该驻守在亚木纳河边上的 第四土著骑兵团的士兵 不知为何跑到德里城来 这些骑兵衣衫褛褛 满身伤痕和血污 一看便是刚经历过一场恶战 并且战败的样子 还没来得及询问 城下的骑兵首领已经让人在喊话了 城里的兄弟们听好了 西克王国的军队杀过来了 赶紧打开城门让我等进去 一边喊话 那些骑兵一边乱糟糟地从马蹄声跳下来 挤到城门处等待进城 城墙上的士兵早慌了神 哪敢随意打开城门 联盟任人通知上头的英国军官 而这时 城外远处的西南方向 有一道黑线犹如乌云般压了过来 掀起一道飞扬的尘土 卷在空旷的天际线 沉闷得犹如闷雷般的声音传来 声势惊人 城下的骑兵们惊慌失措地看向身后 他们是骑兵自然知道 这是数千人以上的骑兵队伍奔驰而来 才会有这样的声势 城下的骑兵们 见半赏没开城门 后面的追兵又已经开始逼近 并骂骂咧咧地直接开始攀爬起城墙来 也难怪 这处城墙说是城墙 其实只是一道一人多高的木桩 垂起了土篱巴而已 原本高大威俄坚固的德里城墙 早已经在两年前的印度大叛乱中 经过几处战乱损毁掉了 这道城墙还是最新叛乱平息之后 才刚刚垂起来的 泥土都还未干湿 没人干扰 士兵们很容易就翻过去了 只是那些战马 只能赤溜溜地留在城外 显得有几分落魄 城外那些稀克骑兵们 并没有直接攻城 而是在城外无理处停了些来 一边沿着城墙安营扎寨 一边从后面源源不断地调遣兵将 将整个德里城外的英军住点扫荡一空 城外 德里城制高点 是位于城西不远的德里山 已经得到消息的一队英军炮兵营 在西克骑兵奋不顾身不计死伤的冲刺下 很快便被攻破 整个炮兵营全部被屠杀一空 甚至连架设在德里山制高点的二十门大炮 也只来得及炸毁十四门 留下六门大炮 被西克骑兵俘获 而制高点被夺 德里山上的大炮正好对准的 便是德里城克什米尔门 可惜的是 但要都被英军炮兵临死前毁去 不过这似乎并没有过多困扰这些西克兵 其他的西克军队 在城北俘获英军来不及销毁的一处大军火库 无端缴获超过三千桶大量火药和弹药 甚至还有康格里夫火箭等武器 德里城里英军指挥官爱德华准将 很快便得知西克军队攻过来的消息 大吃一惊 联邦下令将德里城内城外的所有部队 集合在城墙上准备守城 同时通过还没来得及被西克人破坏的通讯线路 将求救电报向东南面的阿格拉和坎普尔分别发出 最终抵达加尔戈达总督那里 请求派周围驻军赶来支援 爱德华心怀忐忑 他不知道城外的西克军队到底有多少 只是知道起码超过三万以上 可德里城内的英军加上印度土著部队 只有一万四千余人 英军本土士兵只有不到八千人 与西克军队野战自然取胜的希望不大 但凭借城墙应当能防守住 不过爱德华想起偏偏这德里城的城墙多处被破坏 照这情形只怕城墙的防守能力要弱很多 主要靠城市巷战来抵挡进攻 偏偏他还无法逃走 倒不是他不想逃 而是根本就无法逃 西克人有很多的启禀 逃出德里城 无疑是送死 想来想去 爱德华决定派出使者前往城外见西克主将 要求和谈 一方面 保存城内的英军实力 另一方面 拖延点时间 等待援军来支援 各位亲爱的听众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这个天国不太平》 作者 三江口水 演播 致远 第555集 就在德里城内的英兵有些担心彷徨的时候 德里城迎来围城后的第一个夜晚 西克人早就准备好的一些内应 还有德里城几个王公的家兵便四处出动当天晚上 德里城多处城门火光四起 尽管英国人遭有防备 但还是疲于奔命 四处补救 但内应一波接一波 甚至连城内的印度籍守军当中 也有部分士兵在一些王公家兵的怂恿之下 开始滑变 与此同时 城外的西克军队开始进行了有力配合 全面进攻 尤其是克神米尔城门 被德里山上的火炮猛烈轰击 尽管城门坚固并没有轰塌 但轰隆隆的炮声将整个德里城都惊醒 守军提心吊胆的胡乱开枪 想熬到天亮 但事实上并非如他们所愿 中央城门和孟加拉城门 分别被东哥阿尔普尔王公和巴罗达王公的家兵打开 西克骑兵冒着城墙上的英国士兵的炮火弹雨 在损失数百人之后 浩浩荡荡杀入城内 整个德里城便在西克骑兵铁骑之下身影 本以为还能坚持许多天的英军 还在轮流两半倒的防守 西克骑兵杀入城内的时候 还有数千英军在城内的营房里酣睡卫气 直到营房被烧 杀汗声四起 才匆匆起来反抗 只是这时 未免也太迟了 整个城内陷入一片血海之中 无数英兵和印度籍士兵被杀 甚至城内的一些无辜的居民 也被趁乱浑水摸鱼的印度籍士兵 和一些王公的家兵洗劫一空 纵火烧毁 整个德里城陷入一片血腥和火光之中 英军主见爱德华不知去向 估计已经死于乱军之中 只有千余名德里城内的英军 在一名少校的率领下 想顺着亚木纳河逃往下游的阿拉格城 但才出城 便碰上围困德里城不断游业的大队西克骑兵 最终 只有二百余名英军骑兵团的士兵逃脱 其余的英军全部倒在凶狠的西克骑兵 锋利的弯刀之下 到第二天上午时分 整个德里城已经全部被西克军队占领 德里城被当成人质的数十名印度王公和印度教首领 以及清真寺阿洪率领数千人到德里城政大门 印度门将西克军队领入城内 迎来德里城中央的元沃莫尔王朝的皇宫 红宝 这样整个德里城全部被西克军队所占领 很快西克王国再次叛乱 并攻占德里城的消息传到了加尔格达 英国驻印度殖民地总督坎宁大惊失色 他抓住送来信报的一名英军通讯上尉军官的一领吼道 这是真的吗 上尉 你告诉我 这是不是真的 可怜的上尉军官被勒得脖子都喘不过来气 只能连连点头 坎宁将上尉一把推开 脸色阴沉的铁青 他知道 要不迅速扑灭西克叛军 不但他的印度总督之位很快便要失去 只怕连他的爵位 还有他这些年积累的财富 也都将不保 前两年的印度叛乱 已经让他看清楚了 印度这些各邦的大小王公们都是墙头草的货色 更何况 还有几处当初的叛军虽然被击败 却没有被彻底消灭 而是躲在偏僻的深山之中 如今这西克叛军一闹 并且攻占了德里城 这下必定会让这帮摇摆不定的印度王公们 都打起鬼主意来 特别是那些隐藏着的叛军手里 必定会趁机闹事 还有那些招募的印度籍士兵土著 说不定又会被策反 被人唆使叛乱 对于这帮运蠢的下等民族 他从来没指望他们会如何忠心大英帝国 最关键的是 大英帝国驻印度殖民地的兵力太少了 必须继续从本土调兵前来支援才行 偏偏坎宁才向内阁和国会建议出兵远征中华帝国 造成数万大英征华远征军覆没的沉重损失 伦敦方面哪里还会相信自己 不过这次事关大英帝国最为重要的海外殖民地印度的生死存亡 无论怎样都要增派大量的英国本土士兵来平息印度叛乱才行 但这些援军的到来 以坎宁对伦敦的帮国会议员们和内阁的争吵 起码要在四五个月甚至半年才能抵达印度 只怕到时候的印度已经一半不受大英帝国的控制了 而且坎宁很清楚 他不能等英国本土的援兵来之前毫无作为 要保住总督的爵位 就必须得尽快将叛军平息 因此坎宁当即下令 调动孟买西兰岛以及坎普尔等一半以上的英军本土士兵和库尔喀士兵前往德里 将那帮希克军队击败 他没有再派人与那个掩耳无信的希克大军联系了 他知道对方既然选择这个时机发动叛乱 肯定是获得那个东方国家的支持 甚至他怀疑那个东方帝国和临近的缅甸等国 会不会趁机派兵发动战争 攻打孟加拉管区一带 为此他甚至连住房在加尔戈达城内外的近两万余大英帝国本土士兵都没调去支援德里 旧防备的加尔戈达不容再次被缅甸军队攻破 只是坎宁不知道的是 就在他下达命令调兵平息德里希克叛军时 希克王国的骑兵部队已经事无破竹 攻陷了位于亚木纳河下游重要城市 阿拉格和德里东北方重镇穆拉达巴德 一举进入北方邦河和中央邦两地区 孟买邦的首府孟买城 作为大英帝国驻印度孟买管辖区的总部 以及大英帝国印度贸易在南亚次大陆的第一处港口 孟买城市规模急剧增长 从本世纪初开始的护恩比田海工程 已经在十年前完成 将七个小岛建设成一组群岛 构成如今的孟买城 如今 已经为除大英驻印度总督府所在的地区的加尔格达之外 大英帝国控制的在印度第二大城市 印度最大的棉花交易厂 每年从印度出产的难以计数的棉花 有超过三分之二是从孟买运走 除了棉花之外 还有难以计数的黄金 宝石 生丝等出产 都是从孟买源源不断的输往英国 可以说 除了加尔格达之外 孟买就是大英帝国在印度最为重要的港口据点了 不过这样重要的港口 如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孟买管区总督奥德 一边急躁的在总督府内来回夺步 口中一边难难有词 这可怎么办呢 这帮该死的印度侏罗们 尤其是那帮西克杂碎们 竟然再次叛乱 偏偏我们大英在印的士兵严重不足 哎 该死的坎宁 要不是他建议远征那个东方帝国 将我们的小伙子们都调往东方送死 也不会陷入如今的困境了 旁边的助手连忙劝道 总督先生 别心急 坎宁总督不是已经从各地调兵前往德里平定西克叛军了吗 还有他不是已经向伦敦方面发布报警 要求紧急调员兵前来印度支援 奥德一听这里 更加怒不可接起来 大声吼道 别说坎宁那个混蛋了 调兵去平定叛军 都是从别的管区调兵 从我们孟买调兵 有从他自己孟买管辖区 从他的加尔戈达调兵吗 说到这里 奥德除了气愤之外 再多的是有点歇里斯底的绝望 再说向伦敦求救 可是你们知道吗 就在刚才北方的通讯兵来急报 以巴罗达士帮的三万帮兵为首的古吉拉特叛军 和奥兰加巴德帮 以及普纳为首的马哈拉施特拉叛军 一共近七万叛军 已经在前来围攻我们孟买城的路上 要不了几天 便会出现在孟买城外 你们说说 就凭借我们孟买这八千英格兰苏格兰士兵 和三千爱尔兰士兵 能抵挡得住吗 支撑到欧洲本土的援兵赶到吗 该死的 要不是坎宁下令从孟买调走那八千本土士兵 怎么会怕这些土帮乱兵 一说起此事 奥德便是后悔不跌 他虽然是孟买管区总督 但还是要听从孟加拉管区总督兼大英帝国驻印度总督坎宁的命令 一听希克叛军攻打德里 便从孟买调去八千欧洲本土士兵前往德里支援 却没想到 那支八千人的孟买援军还没到德里 才赶到巴尔河一带 德里城被希克叛军攻占的消息便传了出来 不但如此 瓜料尔 湛西 坎普尔 巴特纳等地的躲藏在深山老林里的残余叛军 又开始卷土重来 在当地土帮王公有意无意的帮助下迅速起兵 旱乱此起彼伏 甚至连孟买管区他治理的范围内 也开始出现巴罗达士帮 奥兰加巴德帮 普纳帮 西尔瓦萨帮等土帮王公兴风作浪 趁机起兵扩张地盘 抢夺大英直接管辖的领地和财产的叛乱 如今那八千人的孟买援军后勤补给全部断绝 后路被土帮叛军封堵 前面德里城早已变成西克叛军的地盘 进退不得 总督先生 实在不行 要不就在这孟买城内多招募些本地土著雇佣兵 通过他们来守城墙 城门全部由我们大英的本土士兵守卫 再将孟买城内那些乞丐和无用的土著们都赶出城 凭借大英士兵的军事实力和精良武器 应该可以坚守几个月 助手建议道 奥德心乱如麻 只能点点头 那只能先这样了 对了 将港口那两艘军舰和三艘武装商场看好了 一旦真有抵挡不住 我们就通过军舰撤往波斯 等待伦敦的援兵到来 助手吃惊的看着总督奥德 他们也没想到 事情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 总督竟然都盘算起了后路 一个礼拜后 孟买城郊 响起了猛烈的枪炮声 数以万气的印度叛军围攻孟买城 犹如一群蝗城 将孟买郊外的棉坊工厂 店铺全部砸毁 将里面的金币 沙县 布匹等所有能搬走的物资 全部洗劫一空 在孟买通往塔纳的近20英里长的铁路上 上万的巴罗达士帮兵和奥兰加巴德帮兵 开始互相攻击 争抢对这条路线沿线的俘获权 最终 在死伤百余人之后 巴罗达士帮和奥兰加巴德士帮 各自派出一名家臣出面交涉 最后达成共识 由巴罗达士帮支付奥兰巴德士帮 十万卢比相当于一万二千英镑的财富 整个孟塔铁路全部归巴罗达士帮所有 数天后 深夜的孟买城总督府 一阵轰隆隆的炮声传来 吵得奥德难以入睡 他索性爬了起来 最近这几天 每天夜里都是炮声隆隆 反倒是白天没什么动静 奥德和城内的守军一样 也习惯了 他从开始的惶恐 到如今反倒慢慢安定下来 城外那些土帮叛军 犹如一盘散沙 根本没有合力攻城 也就刚开始兵为孟买城的头几天 上万的叛军一起进攻了孟买城几次 不过都被孟买城内一万多名 大英欧洲本土士兵给击退 留下千余土帮叛军尸体 都来不及收拾 那些土帮叛军就此不再一起进攻 反而四处洗劫其孟买城 郊村庄和小镇来 只是每次晚上 那个可恨的巴罗达士帮兵 总会发动小规模的袭扰 加以炮轰 让城内英军难以好好休息 最终 奥德只能安排城内的守军 进行两班倒轮流守城 虽然分散了兵力 加上城内后来募集的一些土著士兵 倒也勉强守住 奥德拍拍手 招来助手问道 城外的巴罗达邦 这两天是什么动静 最近奥德也看出来了 孟买城外的数万叛军 除了巴罗达邦兵之外 其余的基本都是一伙乌合之众 就连巴罗达邦兵虽然战力不强 但那个指挥官有些头脑 会组织一批士兵集中进攻 颇有威胁 因此奥德派人死死盯住巴罗达邦兵的动静 时不时会问起 总督先生 前阵子那巴罗达邦兵和奥兰加巴德邦兵本就起了冲突 不知为何说 是答应支付一大笔给奥兰加巴德士邦 双方停止争执 孟买到塔纳的铁路全部归了巴罗达邦 不过他们并没有保护起来 反而将铁路上的铁轨和枕木都拆毁了 和机车一起都运到了孟买港边 看样子是准备将这些铁轨和枕木都运走 这两天 他们主要的兵力都在守卫那些铁轨呢 只是派了大概五千人夜间轮流骚扰我们 总督先生不必担心 奥德皱皱眉头 这个汉德拉奥自从登基成为巴罗达邦的盖尔沃兹 驻邦国的代王 之后就四处搜刮钱财 这些铁轨肯定不是想运往他们的巴罗达邦去的 他们这些印度斯坦土著们 最讨厌我们大英帝国带来这些文明的东西 他们肯定是将这些铁轨卖掉 不是卖给法国人 就是卖给那可恶的东方人 不过让他们卖吧 只要不全力来进攻孟买 随便他们怎么样 说到这里 总督府外忽然传来几声连续的巨大爆炸声 奥德和助手面面相去 正想换人进来问问怎么回事 地面一阵晃动 助手是一名军官 立刻判断出这是大量的骑兵奔跑起来的马蹄声 与此同时 一名总督府管事冲了进来禀报 总督不好了 那帮该死的爱尔兰人放弃了阵守的城门 直接抢占了军舰和武装商船逃出港口 城外的叛军趁机抢占了城门 上万的叛军已经大规模进城了 什么 奥德脸都下白了 不肯相信的跑到总督府最顶层阁楼 那里能扶揽半个孟买城和港口 他看见孟买城内四处冒着的火光硝烟 枪声大作 已经是一片混乱 完了 完了 孟买完了 印度完了 我和坎宁他们也都完了 各位亲爱的听众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这个天国不太平》 作者 三江口水 演播 致远 第556集 与此同时 印度中部 北部的大英帝国 孟加拉管辖区重镇 坎普尔 勒克纳 比哈尔 瓜料尔 甚至与加尔哥达相距不远的兰器 达卡等地 都相距出现了大量的本地土著叛军 中部以西克军队和土邦王公军队为首 地方叛军为辅 而东部的兰器 达卡等地 更是以孟加拉族叛军为主 甚至不分缅甸 库尔喀人出现在叛军之中 相距发狠 叛乱暴动和攻城掠持 整个印度出现了比前几年还要轰轰烈烈的叛乱 加尔哥达 总督府内 大英帝国驻印度总督坎宁 站在一张印度各邦地图前 叹息一声 双手有些微微颤抖 用手中的探笔在地图上 将瓜料尔 坎普尔和勒克纳三弟 重重打了个叉 然后颓废的闭上了眼睛 他的身后 大英帝国驻印度陆军指挥官 科林坎贝尔上将 驻印度英军总参谋长罗伯特 内皮尔少将 和孟加拉管区英军指挥官亨利中将 三人也相对默然 这几天从印度各地送来的消息 让他们目不暇接 心神俱备 希克人再次叛乱 原本坎宁还以为只要快速调兵前往德里 趁着德里城没被攻下来之前 将希克人快速击溃 便能扭转局面 当时 驻印英军指挥官科林坎贝尔 还不大赞成 但因为坎宁身份和爵位比得高 只能听从坎宁的意见 从各地抽调部分 原本是驻兵镇压叛军的大英帝国军队赶往德里 没想到造成如今这种最坏的局面 科林坎贝尔上将咳嗽一声 道 今天的境地主要怪我 我是大英帝国驻印度司令官 一切的军事行动都必须经过我的允许 我也太大意了 忽视了这次叛乱的根本 不是与上次一样普通叛乱 而是有预谋的内外勾结 说着 科林坎贝尔上将 将手指地图上的旁遮谱地区和德里城一带 狠狠地道 总督宣上 各位将军 你们是否还记得 当初我们让人秘密调查那位希克王国 曾经我们大英帝国的印度士兵 怀疑是后来在中国广州作战时被俘虏而投降的中华帝国 特意被派来印度充当奸细 后来趁印度叛乱的初期山东 一伙希克人有了权势 占领了庞哲普地区 统一了希克人建立的希克王国 从这个背景来看 这个希克国王与那中华帝国的皇帝毕竟认识 而且属于对方 还有前年的哈萨克韩国那件事情 沙俄煽动浩瀚韩国出兵进攻中华帝国的回奖 当时的中华帝国皇帝派出一名姓石的心腹大将 领兵经海陆借到希克王国 从印度和逆流而上抵达回奖 希克王国为中华帝国大军提供了数千希克骑兵和难以计数的粮草 帮助他们一举击败并攻占浩瀚韩国 粉碎了沙俄东进的企图 而中华帝国也趁机向沙俄和中亚那些哈萨克韩国宣战 他们的版图已因此扩张许多 这些足以说明希克王国已经和中华帝国勾结在一起了 印度总督坎宁惊道 坎贝尔将军 你说的意思是说 这次叛乱表面上看是希克王国挑起的 实际上背后的主谋是那中华帝国 不错 达卡那边的情报已经足以说明这一点 连缅甸军队也插上一脚 开始进攻达卡 这一切不可能如此巧合 科林坎贝尔上将又指了指地图上的库尔喀 总督先生太忙 可能忽略了一个情报细节 总督先生命令忠于我们大英帝国的库尔喀王国首相派兵南下 帮助我们平定叛乱 却被告知库尔喀王国的军队 前段时间被调出去攻打那个布鲁克巴王国 看来这一切都是早有预谋的 大英帝国对华远征军刚毅失败 造成大英驻印兵力严重不足 这个信息对于封闭的印度各邦来说 他们不可能知道 可偏偏这叛乱就发生了 因此我理由理由相信 这是有人故意散布大英帝国兵败的消息 并且和那希克人甚至那些土邦们勾结起来 才会造成如今的局面 看您不是傻子 一听科林坎贝尔如此说 顿时反应过来点点头道 不错 难怪希克人会叛乱 难怪那些印度王公会趁机发难 他们抓的时间也太巧了 原来如此 这么说将军 那上次的缅甸军队趁叛军猖狂的时候 攻进加尔戈达 必定和那狡猾的东方人脱不了干系了 而且 这次缅甸必定又会出兵 看来 不但我们加尔戈达 连整个印度都到了前所未有的危险时刻 不错 这次的叛乱 比三四年前那次叛乱更加猛烈 也更加的危急 搞不好 我大英帝国女王陛下的王冠 将会失去印度这颗明珠 罗伯特 内皮尔少将 作为驻印英军的总参谋长 虽然刚被提拔为少将不久 在大英帝国的将军们中资历尚浅 但论到海外作战的后勤保障 工兵协作 战略细节策划 确实一把好手 是科林坎贝尔上将的得力助手 和参谋 罗伯特 内皮尔 从阿迪斯康贝军事学院毕业 参加孟加拉工兵团 在十二年前的第二次西克战争中 以总工程师身份 参加了包围穆尔塔的战役 成破后 又参加古吉特拉战役 一举将西克帝国消灭 而在前几年的平定印度叛军作战中 便担任罗斯 以及科林坎贝尔将军的得力助手 特别是在攻占 勒克闹和战西城等叛军重要据点 他们修筑攻势 发挥了巨大作用 更重要的是 他为人阻止多谋 能将战事发挥到战场之外 见众人将注意力都集中到自己身上 罗伯特 内皮尔继续说道 中华帝国应当不敢公开出兵来印度 毕竟他们才开始崛起 所占领土又众多 军事实力距离我们大英帝国还是相差甚远 而且出兵印度 路途太过遥远 一旦他们的海军实力还不够 二来 他们还不敢同我大英军队正面作战 对华远征军的实力 是因为情报不太准确 落入他们的陷阱 被火油烧毁了舰队 若是正面作战 大英帝国的军队定然不输他们 但要防备的是 他们既然已经缩使了西克军出兵反叛 定然不会如此简单 绝对会缩使缅甸等国出兵攻打孟加拉一带 罗伯特内皮尔建议道 既然这样 我建议不如就从最为关键的西克和缅甸两国着手 用总督先生出面 先通过外交的手段尝试一下 若能让西克军队和缅甸两方势力 只要其中一方停手 就可以让我们腾出兵力 对付那些土著叛军和王公 另外 此次叛乱是由西克人挑起的 关键便在于 那个突然冒出来的西克国王 我们不妨也从西克人内部分化他们 科林坎贝尔眼前一亮 大声道 罗伯特好主意 直接派人将那亲善中华帝国的西克国王杀掉 对那帮西克贵族内部进行分化 招响几个 消灭几个 自然乖乖像以前一样 顺服我大英帝国了 坎宁也心头一喜 可不是嘛 当初西克帝国被大英帝国灭亡前夕 西克帝国的国主 舍尔辛格 不久被大英帝国暗地控制的一名西克贵族谋杀 趁机削弱了西克帝国 再通过发动两次西克战争 成功击败西克军队以及支持他的爱乌汉 西克军无奈只能投降 庞哲普这块西克人最后的领地 也被病入英印总督管辖区 如今不正好可以故技重施吗 当下坎宁便决定下来 不错 我们就决定这样干 坎贝尔将军 你们军中擅查刺杀的好手多派一些 成立一个刺杀分队 将那西克国王斩杀 我另外还会再派一些奸细 潜入庞哲普地区 拉拢以前忠于我们大英帝国的西克贵族 特别是这两年 被这个西克王国责难的西克贵族 都好好拉拢一番 到时候西克军队不战自败 而只要西克军队一败 其他的那些印度土邦王公们 不过是些墙头草而已 够不成多大威胁 反倒是那些土著部落组成的叛军 要好好重视 看贝宁将军 就看你们的了 你的部队可要奋勇作战 为大英帝国 为女王陛下尽忠 当下 总督府内的气氛 没有先前那名凝重 坎宁心头也稍稍松了口气 不过 就在众人想要散去的时候 两名通讯兵一起冲了进来 惊慌失措的 连房门都没来得及敲 一个朝坎宁一个朝科林坎贝尔几乎同时喊道 总督先生刚收到传来的电报消息 孟买城河港口被西克骑兵和巴罗达 奥兰加巴德等士邦数万叛军给攻陷了 连孟买管辖区总督奥德在逃往港口的路上被叛军杀死 只有千余英军骑兵突围奋力将消息送了出来 京军阁下刚收到的消息 孟买陷落了 是孟买城内的爱尔兰守军出卖了大英帝国 抛弃了城门抢占港口的军舰和商船提前逃走了 将孟买交给了叛军 孟买管区的奥德总督也战死 孟买城内除了爱尔兰人和逃走的千余苏格兰骑兵外 其余六千余英军几乎全部沦陷 具体战死多少俘虏还不得知 总督坎宁 科林坎贝尔上将 亨利中将和罗伯特内皮尔少将 四人都惊呆了 张大嘴巴半赏没回过神了 这两名通讯兵在说什么 孟买被叛军占领了 坎宁只觉得自己脑袋嗡嗡作响 这怎么可能 孟买可是大英帝国在印度三大管辖区的总督府所在地 住有重兵 这个地方哪怕是从法国从上海偷袭 也要数万军队能够攻占 竟然就这样被一帮印度叛军给攻占了 尤其是在上次加尔哥达 因为被缅甸军队攻占过 经济贸易大受影响 而孟买因为没怎么经受叛乱干扰 加上最近东方的中华帝国棉花需求量大增 孟买的棉花贸易显然增长起来 俨然已经成为大英帝国在印度最重要的贸易中心 隐约有追赶加尔哥达的势头 这样的港口和财富重底竟然被叛军攻占 坎宁知道自己的总督之位彻底完蛋了 搞不好连绝世都要被怒火万丈的维都利亚女王 和那帮善于抨击的议员们除去 给整个家族蒙羞 想到这里 坎宁猴头一甜 一股新闲的热血涌到嘴边 而柯林坎贝尔上将更是觉得自己身为驻印度指挥官 盲目听从坎宁的意见 对叛军势力判断失误 将孟买的兵力抽空 造成孟买的失线 将他不败的神话蒙上一层阴影 若不能快速的收复孟买 他这位从军四十年战事不败的神话便又被打破了 然而通讯兵的报告还没完 两名通讯兵喘了一口气 相互看了一眼 又紧接着一口同声的说道 还有几个重要的消息 三万名全部以孟加拉人组成的缅甸军队 从弥祖拉姆进入孟加拉管区 他们以孟加拉人割谣和传统服装为手段 打着口号 称是为了帮助孟加拉人建立独立的孟加拉王国 偏偏那帮孟加拉人还真相信了 吉大港和打卡城住房的两个孟加拉步兵旅 和一个孟加拉山地步兵师 下面的士兵不听我大英军官的指挥 不但不肯与来犯的缅甸军交战 反而将我大英的军官俘虏交给了缅甸人 还迎接缅甸的军队入城 也就两天不到的时间 孟加拉管区东部地区领土已经丢失大半 如今那帮孟加拉本土叛军 正在打卡一带四处招收孟加拉轻壮 看样子修整一番便会朝加尔格达进攻 霍尔卡王国发生政变 原来亲善我大英帝国一手掌握霍尔卡大权的首相 巴哈杜尔被毒杀 霍尔卡王国苏兰德巴拉重掌大权 将巴哈杜尔的亲信全部或招降或斩杀 已经控制了库尔卡军队 其一万库尔卡军队 连同三千折梦雄军队 已经攻占了布鲁克巴王国 而另外的在协助我们维持比哈尔邦和印度中部一些土邦警戒的一万五千库尔卡军队 也因为库尔卡王国内部政变有些失控 科林坎贝尔 毕克明被过来 脸色也开始发白 这两件消息不亚于晴天霹雳 饶使他从军四十多年战火纷飞各种再危险的场面都经历过 此刻也有些双腿发软 心中惶恐起来 无疑这次印度叛乱必定是那个东方帝国阴谋煽动了无疑 这样的话大英治下的印度真的危险了 西克王国的叛乱便有数万西克军队 而这缅甸派出三万孟加拉军队 加上大英驻英土著军团中超过十万的孟加拉军队 还有这上万的库尔卡军队 再算上其他各地土帮的叛军和那些印度教的穆斯林动乱分子们 起码有数十万人 就算那些人战力都不强 就算那些土帮的王公们都是一些墙头草 但一旦大英帝国的军队失利 他们就会从墙头草变成凶狠的恶狼 孟买为何沦陷 除了可能遭受爱尔兰军队的背叛之外 更多的就是这一点 这些土帮叛兵 在跟随英勇的西克军后面 也变成了恶魔 而罗伯特内皮尔也傻眼了 他没想到短短几个月时间 印度形势会恶化到如此地步 旁边的孟加拉管区英军指挥官亨利中将 更是心慌无比 孟加拉管区内的英军军队中 有一半的孟加拉族土著士兵 若是这些士兵哪怕只是一部分起来反叛 也会让大英帝国遭受巨大灾难 而缅甸军队更是让他有些胆寒 三年前那次缅甸军队攻占加尔格达城 他率领英军 迎接却失败 身受重伤 休养一年才痊愈 那边 吐了口血的印度总督坎宁 在听了两名通讯兵的信报之后 反倒冷静下来 他强行将身体撑了起来 擦去嘴角的血污 惨笑道 各位大人 印度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为大不列爹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尽忠 为女王陛下效力的时候到了 军事方面有坎贝尔将军指挥 我就不多说什么了 西克人内讧计划必须立即实施 其他各个势力都派人马上前去 能安抚便安抚 只要他们不再叛乱 必要时可以大幅度退让 我很想赶回伦敦亲自求救 但不能离开印度 我会让我的助手立即赶回伦敦一趟 带着我的亲笔信找到内阁女王 去求联合王国的援兵来印 各位亲爱的听众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这个天国不太平 作者三江口水 演播 致远 第557集 英国伦敦 白金汉宫后点 维多利亚脸上一片阴郁 她的丈夫 阿尔伯特亲王又病倒了 而且这次比以往几次更为严重 疑病就是数天 数名宫廷医生和伦敦最为著名的医生都请来看过 还是不见起色 维多利亚也放下帝国的政务 闭门不见内阁大臣们 连续陪同丈夫数天 双眼充满血丝 疲惫至极 看着躺在床头的丈夫 维多利亚心中一阵酸楚 她的丈夫 阿尔伯特亲王 才是四十出头 原本那个阳光健康 极具魅力 举止优雅的男人 如今蜷缩在床头 仿佛一个干瘪的老头 不时咳嗽急声 维多利亚便有种挖心的痛苦 她不由一阵心烦意乱 联合王国的国势不顺 如今连自己的家事 也不宁起来 前阵子 大英帝国的五万对华远征军 竟然难以置信的 被那个东方国家给击败 还全军覆没 内阁首相巴麦尊 更是因为此事 直接引咎辞职 而前任首相德比伯爵 更是充当求和者 不顾六十岁的年纪 敢往远东 屈辱的答应 那个东方国家的条件 签署大英帝国 颜面禁师的条约 将被俘虏的英国士兵接回国 而那个也是叫什么 南京条约的合约 维多利亚听出 这是那个可恶的东方国家 故意对二十年前的 报复和还击 尤其是条约内容 让大英帝国 丢失海峡殖民地不说 更是侮辱性的 大英对方将自家首相 发动战争的巴麦尊爵士 进行协助抓捕 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侮辱 让大英帝国 尽丢了脸 也让巴麦尊爵士 无比的寒心 但这是政治 只能先将那些俘虏 接回来 积蓄力量 要不是印度叛乱 只是初步平定 还没彻底解决 安稳下来 要不是波斯那边的条约 刚签订不久 苏伊士运河和法国之间还在争夺 大英帝国还要不少军队在奥斯曼帝国和伊朗之间助手震慑 维多利亚真想照巴麦尊爵士说的那样 直接发动第二次远征中华帝国的战争 再让东方那个国家和那个叫冯云山的东方皇帝得意一段时间 维多利亚发狠事 要不了多久 便会将这些屈辱狠狠地还给对方 他想看见对方递交求降的国书 割地赔款的一幕 让自己高兴一些 也让亲王开心起来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维多利亚轻轻地对自己说道 他吩咐一旁的护士和侍女 照顾好亲王 推开后殿的大门 走了出去 数名重要的内阁成员站在那里 后面还跟随着其他一些内阁成员 甚至一些议员和平常不大露面的贵族 将军们 此刻都站在大门外的台阶下 两眼巴巴地望了过来 原外交大臣约翰 罗素伯爵 接替已经辞职的巴脉尊 出任新的首相 率领新的部分内阁成员 海军军务大臣西德尼 赫伯特 陆军大臣潘木尔拉姆齐 以及刚刚从远东急匆匆回国的前任首相 如今新的外交大臣德比伯爵 站在殿外台阶下 见维多利亚出来 林蒙冲了上来 围住了他 众人纷纷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哭嗓着脸 神情诡异 出什么事了 维多利亚 尽量让自己语气显得轻松一点 可还是有些微微发抖 他心中十分清楚 新首相和内阁成员 还都是军务核心的内阁成员 一起来见自己 必定是出了大事 还是与战事相关的大事 首相和内阁成员 在白金汉宫后殿大门 集体等候自己 有多少年没有这样的场面了 那还是当初拿破仑三世 在法兰西共和国政变成功 掌握法兰西一国大权的时候 才发生过这种事情 其他时候 即便是二十年前远东的亲国 对大英帝国实行硝烟运动 几年前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 都没有让这些内阁成员如此失态过 听到女王陛下一如平日里语气的问话 本有些慌乱的罗素平静了些来 其他内阁成员也重重的输了口气 已经登基23年的维多利亚女王 对这个日不落帝国的影响是如此的深远 在她成为女王期间 大英帝国极度扩张 国力达到空前的繁盛和强大 因此 女王对他们这些内阁大臣们 和国会议员们来说 影响力更是非常巨大 以至于他们经常忘记自己是在君主力限制的英国 对女王的命令和决定无比听从 即使是如巴麦尊这样的铁腕首相 有些大使也需要请示维多利亚女王 其他许多国家大使更是要参考女王意见 甚至由女王来定夺 女王陛下 均是坦丁堡那边刚刚传来印度的紧急电报 罗素舔了舔干固的嘴唇 尽管让自己的声音轻柔一些 他知道 接下来的消息会吓住女王 不知道如何开口 因此 尽量让自己声音好听一些 显得平淡一些 印度那边又出现大规模的叛乱 事情应该是两个月前就发生了 印度总督坎宁 他们可能以凭借他们印度的军队能平息下来 所以有意隐瞒下来 可没想到叛乱越闹越大 他们已经压不住了 印度形势已经非常危急起来 他们这才紧急向伦敦发电报求救 维多利亚 以为是前些年那些印度叛军参与势力 不以为意 但听说越闹越大 连印度总督坎宁都压制不住了 还是有些略微吃惊道 到底怎么了 女王陛下 印度西北部庞哲普一带的西克王国 突然发生叛乱 叛军在一些土邦王公的帮助下 攻占了德里城 罗素还没说完 维多利亚便已经打断了他的话 脸上愤怒的表情 坎宁在干什么去了 连德里城竟然都被叛军攻陷 那坎宁没什么动作 他难道不会调兵 去将德里城夺回来吗 罗素脸上尴尬 苦笑道 女王陛下 正如您所说的那样 坎宁调动孟买 西兰岛 以及坎普尔等各地的大英帝国军队 以及库尔喀士兵和孟加拉军团赶往德里城 准备将那帮西克军队击败 但没想到 印度各地土邦王公 以及前几年残余那些叛乱分子 纷纷起来反叛大英帝国 在他们的帮助和接应下 西克叛军势如破竹 攻陷了德里城周边的阿拉格和莫拉达巴德 并一举进入印度北部和中部地区 大英帝国驻印度各地的救兵还没抵达德里 一大群西克骑兵在巴罗达等帮兵的协助下 围攻孟买城 当天夜里 孟买城便被叛军攻破 孟买管区的总督 奥德爵士也被叛军俘虏 在次日被西克人公开执行了绞刑 悬挂在孟买城楼示众 说到这里 罗斯有些犹豫 但最终还是说了出来 据知情人说 孟买城之所以被攻破 是因为城内近2000名埃尔兰士兵 放弃了城门防守 抢占军舰逃跑 让叛军直取而入 而且 什么 维多利亚 恶狠狠地瞪着罗斯 走到他面前 你说什么 孟买都被叛军占领了 奥德这狗东西 坎宁也是混蛋 不但丢失了德里城 连孟买也丢失了 这是我们大英帝国内部的爱尔兰士兵 充当那样 维多利亚双眼通红 脸上 充满了怒气 鼻孔一张一臂的 显然是怒火中烧的 难以憋住了 质问罗斯和他身后的 一干内阁大臣 你们说的是真的 整个印度都被叛军占领了吗 拉姆齐 你是王国的陆军大臣 印度的驻军归你管辖 你来说说怎么回事 陆军大臣潘穆尔拉姆齐 面带愧疚 女王陛下 首相先生说的是真的 印度遭遇叛军的袭击 遭遇一场来自东方的巨大阴谋 不但得理 孟买都被叛军攻占 根据坎宁总督的紧急求救电报 缅甸的孟加拉军队 和孟加拉军团的叛军一起联合起来 已经占领了达卡 并向加尔戈辟禁 因此 坎宁总督向陆军部和内阁紧急求救 还派了助理赶往伦敦 准备求见女王 求援 坎宁这个没用的东西 他要是丢失了印度 就自裁向联合王国和我谢罪吧 维多利亚气呼呼的骂道 联合王国 在印度驻扎那么多的军队 竟然压制不住那些叛军 外交大臣 德比伯爵站出来说道 女王陛下 现在不是发火的时候 坎宁的责任暂时也不必追究 目前最为要紧的有两件事 其一 既然梦买的爱尔兰军队发生这种情况 很可能他们已经背叛了联合王国 女王陛下 必须防范爱尔兰人了 要是爱尔兰军队背叛联合王国 那事情就大了 比丢失印度还要可怕 因此我建议必须立即从大不列爹本土派遣军队赶赴爱尔兰驻扎 对爱尔兰人严加管束 特别是军队中的爱尔兰士兵 要将他们打散开来防止他们大规模叛乱 其二 印度那边形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危急时刻 加尔哥达必须要守住 要立刻调派所能调动的大不列爹本土军队开往印度 尽快将丢失的领土夺回联合王国的治下 德比伯爵老诚持重 他的一番话让维多利亚冷静了许多 伯爵说的极是 本王心乱如麻 已经完全被印度的事情翻乱了 罗斯 还有赫伯特和拉姆奇 你们几个要是没有其他意见 便按照伯爵所说那样去安排 维多利亚闭上眼睛 挥挥手 一脸疲惫 他觉得自己都要倒下来 只是在强自撑着 丈夫阿尔伯特亲王还在病痛中 结果又碰到了印度大规模叛乱这样的事情 比几年前那次叛乱还要猛烈 连孟买德里都被攻占了 不知道又要耗费多少军费 调派多少军队才能将印度的叛乱平定 一向镇定而自信的维多利亚 第一次感觉自己焦头烂额 全身都虚弱无力 充满挫败感 维多利亚收拾了一下沮丧的心情 他握紧了拳头 给自己打气 你是维多利亚是大不列爹 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女王 是世界上最强大日不落帝国的君主 怎么能被眼前的困难打倒 要振作起来 相信自己 相信有三千万大英帝国的子民 作为你的后盾 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和经济实力作为倚靠 必须能战胜一切困难 平定叛乱 重新回到日不落帝国的无上荣光 想到这里 维多利亚顿觉自己又有了些力量 他正准备返回后殿 邮政大臣罗兰西尔 匆匆从人群中挤了过来 手中拿着一份电报挥舞着 气喘吁吁的大喊 女王陛下出大事了 对于这位发明黑便是邮票 大英帝国邮政改革家和邮票创始人 维多利亚还是很尊敬的 甚至将爱尔兰那边的最新电报业务 也一并让他管辖 他停下脚步 回头看看罗兰西尔 女王陛下 大不列地联合王国有危险了 刚才爱尔兰岛北部的贝尔法斯特港那边传来紧急电报 说是三天前 爱尔兰的一个叫芬尼亚舍的叛乱组织 领着一大群爱尔兰叛乱分子 在爱尔兰首府都柏林发动了叛乱 都柏林的警察局和市政厅已经被叛党攻占 叛乱分子飞速发展壮大 都柏林和周围地区的叛党已经达到数万人 其中有七千余名爱尔兰籍退伍士兵和千余人在意军人 而终于联合王国的上万都柏林军队和警察 已经被叛军包围在都柏林城内的军营里 在苦苦支撑着等待爱尔兰岛其他地方的驻军 和大不咧爹方面派军队前去救援 什么 维多利亚刚刚平复了心情 瞬间跌入谷底 他刚刚恢复了一点力量 就一下涣散消失了 全身都虚脱了一半 嘴唇颤抖着道 都柏林也被攻占了 连爱尔兰都乱了起来了吗 这这可如何是好 此时的维多利亚嘴角一下便苍白了起来 双眼虽然望着面前的罗兰西尔和罗斯等人 眼神却有些游离起来 这到底是怎么了 莫非上帝要让自己汉诺威王朝结束印度与爱尔兰的统治 维多利亚本就因为丈夫生病的事情困顿不已 被印度和爱尔兰两地叛乱的事情一击 顿时天旋地转脚下一个猎血 便一头往地面歪去 还是德比伯爵 他距离维多利亚女王不远 与女王关系也非常的亲密 当即一把扶住维多利亚 急切地道 维多利亚你怎么了 说完朝身后大声喊道 快快叫公言医生过来 首相罗素 没想到邮殿大臣会突然带来这么个惊人的消息 他也是被震住了 只看到德比伯爵扶住快要晕倒的维多利亚女王 这才反应过来 狠狠地瞪了罗兰西尔 便联盟也跟着上前搀扶住女王另一侧 维多利亚其实只是经历憔悴 心神不宁之下 突然被印度叛乱和爱尔兰暴乱的消息刺激了一下 这才双眼发黑 一下晕倒 这时已经缓过劲儿来 睁开眼睛 在德比伯爵的搀扶下站了起来 伸手拉住德比 虚弱地道 伯爵 我没事的 突文如此惊骇的消息 一时间有些失神 罗素首相 还有各位大臣 这次是我大不咧爹 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一次重大危机 请速速通知赶紧召开议会 紧急议会 我也会出席 商议一下如何应对这次联合王国的危机 众人心中一阵凛然 联盟分头准备 而与此同时 印度爆发大规模叛乱 西克人 土邦叛军 缅甸人 孟加拉本土军团的叛军等四处反叛 德里 孟迈 以及孟加拉管辖区多个城镇被叛军占领 联合王国 驻印度军队连连败退 混手加尔格达等城的消息 在伦敦一带传播开来 并且随之尔传的还有爱尔兰人也开始反叛的消息 这一切都让伦敦城里的英国人惊慌失措 人心惶惶 各位亲爱的听众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这个天国不太平》 作者 三江口水 演播 致远 第558集 街头巷尾 甚至有传员说女王听到印度叛乱和爱尔兰暴动的消息后 当即晕倒 和她的亲王丈夫一道 等到医生的救治等等 说得活灵活现 甚至有好事者说得好像她亲眼所见一样 即便再镇静的人 也将信将疑起来 至少都知道 大巴列爹及爱尔兰联合王国 这回是真的出大事的 而与此同时 英国女王维都利亚 召集各内阁大臣 直接在议会上现身 亲自向广大议员们 提出要对英国采取紧急措施 发布王国对内镇压叛军的战争总动员 各位议员先生们 大巴列爹及爱尔兰联合王国 遭遇到了自我救任女王以来的最大危机 诸位都已经知道 如今不但印度发生比前年更大规模的叛乱 连爱尔兰也发生了暴乱 王国必须立刻行动起来 本王宣布 从今日起 从此刻开始 联合国王进入紧急战事状态 全员动员所有休假全部取消 同时紧急调兵前往印度和爱尔兰岛 平息叛乱 维多利亚直接宣布道 顿时议会习上那些议员们纷纷议论起来 不过因为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二十来年的威望 并没有议员公开反对 最终议会以少数人弃权 绝大多数议员赞成大的比例支持率 通过了由女王直接帮内阁提议的 平息两地叛乱的用兵计划 整个联合王国进入战时紧急状态 对两地用兵的计划在议会通过 只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第一步 他早已料到最关键的还是如何快速平定叛乱 离开议会之后 维多利亚直接来到唐宁街十号首相官邸 将内阁成员都召集在一起 讨论出兵计划 事实上 从上几任首相开始 他们都没有再住在这座十分破旧的首相官邸 只是将其当成白天办公的场所 但此刻的维多利亚 看着破旧的唐宁街十号 便是心中一阵不快 如此破旧的首相官邸 莫非预示着大英帝国的落魄 他来不及细想 面对众位内阁成员 直接示意 让首相罗斯主持会议后 便坐在旁边 发话道 事关重大 今天你们内阁商议出兵评判 我直接在这旁听 也好放心一些 开始吧 罗斯站了起来 先向维多利亚威行一礼 看向众人道 议会都已经通过了对印度和爱兰出兵平定叛乱的决议 西德尼赫布特和潘莫拉姆齐你们二人为女王陛下和众位内阁成员们介绍下情况 海军大臣西德尼赫布特首先说道 我们皇家海军虽然是世界第一海军舰船总吨位为52万吨 各类主力军舰共200余艘 但因为前段时间的征华远征舰队全军覆没 皇家海军遭受巨大损失 如今的海军总兵力仅仅有8万余人 当然征兵动员令一般不 那些往年退役的海军士兵应该能召回数万人 若是再增加征目力度 短期内让皇家海军兵力达到15万人应该没问题 不过大西洋舰队和地中海舰队等欧洲海域是王国的核心利益所在 不容有失 只能不分抽调海军兵力 而其他各地海外贸易海域 必须也要有一定海军的威慑 因此皇家海军只能调动2万多兵力 短期内3万兵力已经是极限了 当然海德以护卫运送陆兵的运兵舰队为主 平定两地的叛乱 本来就是以陆军为主 首相罗斯倒没说什么 对于海军的兵力他是清楚的 不过他想起印度的缅甸人出兵了 而缅甸是东方那个帝国的附属国 一旦开战 对方的海军会不会前来驻战或干涉 于是他开口道 皇家海军的海外舰队以最快速度调往印度沿岸 一来帮助运送陆兵前往印度平定叛军 二来保护印度沿岸港口不被外敌入侵 收复孟买保护加尔哥达等沿海港口 西德尼赫伯特记了下来 扭头看向陆军大臣潘默尔拉姆齐 拉姆齐知道轮到自己了 他作为陆军大臣 平定叛乱自然是以他们陆军为主 便联盟介绍道 陆军方面 大不咧爹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的陆军 原本在经历克里米亚战争之后 得到一定的补充 本来士兵达到16万 可经过征华远征军惨败之后 损失了2万余兵力 如今只有14万人 跟皇家海军一样 因为女王陛下和首相已经发布了战争动员令 不用多久 就能迅速征召大量的退役士兵和其他参战平民 初步预计在三个月内能达到25万兵力 半年内能达到50万兵力 甚至60万兵力 但会有一半的初步训练的新兵 战力并不会提高太多呀 同时军饷方面的开支会非常巨大 尤其当前的联合王国形势之下 经济发展相比前几年有所倒退 会给联合王国的财政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维多利亚插话道 拉姆齐爵士 财政方面你先不用考虑 大不了我从王室拿些珍宝出售充当军费 也要平定叛乱 你先说说能派出多少兵力评判吧 见女王直接开口 拉姆齐连声道 好的 女王陛下 印度总督坎宁的求援电报 想必大家都知道了 我认为和爱尔兰想必 印度更为紧急一些 但爱尔兰近在大不咧爹本土眼前 一旦大规模暴乱 爱尔兰人的团结与互端 必定会引起巨大的连锁反应 将爱尔兰都引向叛乱的深渊 因此必须双管齐下 印度和爱尔兰同时派兵评判 但这样一来 兵力便会有些不足 如今的形势 我们可是必须要立即出兵 来不及再慢慢征募兵力了 首相罗素在一旁皱眉道 前前任首相 如今的外交大臣德比伯爵 他年轻最大威望很高 也深受维多利亚女王和议会议员的信赖 见此情形直接对拉姆齐道 拉姆齐 你还是直接回答女王陛下的问题 具体派多少兵力评判吧 拉姆齐脸色微微一变 莽道 抱歉 我只能提醒女王陛下和内阁 必须同时出兵 而兵力有限就会造成大不咧爹本土的兵力薄弱一些 不过 这也不至于对王国造成太多影响 诸位 陆军不准备按照联合国王遭遇外敌入侵的标准 执行战争动员令 不但在大不咧爹本土范围内征兵 还在爱尔兰印度殖民地北美和新南威尔士等各海外领地进行征兵 以及在北欧和西欧等盟国征募雇佣兵 最快最大范围的将兵力提升上去 这样的话 我们陆军部便可以立即直接从本土派出第一批6万陆军 加上海军部的3万皇家海军 再加上从奥斯曼帝国和波斯两地的驻军近万人 加起来能勉强凑成10万兵力 去印度评判 应该能迅速平定叛乱 非但如此 在半年到8个月内 陆军部会协调海军方面 再从北美和河新南威尔士等地增派5万海外兵力抵达印度 先将那些土邦和孟加拉叛军全部击溃 最后一举将西克和缅甸全部击败 将其变为大不列跌另外两处领地 至于爱尔兰 因为距离大不列跌很近 则直接从威尔士和苏格兰出兵2万 再加上爱尔兰岛上2万名英格兰士兵 应当能很快将都柏林等地的叛乱平息掉 只是兵力这样一调动 短时间内大不列跌本土上的大英军队只有四五万人 有些过于薄弱 当然这也是暂时的 三个月内便会补充到近十五万人 应该没什么问题 听完拉姆齐的陆军兵力调动安排 维多利亚和首相罗素军点点头 表示认可 维多利亚叹口气道 想不到王国的兵力竟然如此的短缺 罗素首相还有财政大臣 今年的军费开支要多列很多才行 至于超预算部分的列支 我会向议员解释清楚 他已经决定 明年要大规模增加军费开支 即便是因此而增加税收造成英国百姓的动荡 也顾不得了 拉姆齐叹道 与王陛下联合王国以海洋贸易兴起 更以皇家海军傲视世界列强之巅 一向重视海军 主要的军费开支都发展海军 与皇家海军相比 对于陆军发展一向不够重视 因此尽管陆军士兵薪水不高 但还是无法招募太多 能保持16万 已经是顶住了财政开支巨大的压力了 德比国爵胡道 印度那边的坎宁怎么回事 我记得前年那次印度那些土著们大肆叛乱 大英驻印度的欧洲士兵也才4万余人 当时联合王国从各地虽然调派了近10万的兵力 但其中从大贝利爹派去的达不到2万兵力 其他的都是从其他海外领地调集的 特别是从庞哲普西克兵8万人 出了大力气 而从印度本土募集了本土土著士兵 共30万人 让印度土著士兵帮助我们平定那里的叛乱 以印制印 最好不过 为何我们此次不继续采用这种方式呢 那些印度土著士兵应该还没有解散吧 首相罗素 不满的道 德比伯爵 你也说了 前一次印度叛乱的平定 靠的是抽调西克兵来以印制印 可这一次难道你不知道 这次印度叛军的主力和领头者 就是西克叛军吗 再说那些30万印度土著士兵 因为印度总督府一直无法支付足够的薪水 无奈之下 已经解散了十余万兵力 另外留下来的土著部队 有些部分因为妇怒少而参加了这次叛乱 那些本地土著是不可靠的 德比伯爵 一脸平静的道 可西克人 也不是整体一块 那叛乱的西克军队 也只是如今庞哲普一代西克王国的叛军 原本在印度各地 尤其是孟加拉管区和南部印度的马德拉斯管区 甚至西兰和波斯等地 都有不少忠于大英的西克士兵 他们都由大不列爹王国军官指挥 一心作战与世隔绝 想必他们还不清楚庞哲普西克人叛乱的事情 派他们去攻打西克叛军不大可能 调往加尔格达那边去进攻那些入侵的缅甸军队 总是没问题的 另外 印度那么广阔的领地 成百上千的土邦王公势力和联合王国的名义 对其中一些一向亲近大英的王公进行封决 及授与勋章之类的手段 甚至可以封赏封地等 将他们争取到大不列爹的怀抱 再利用他们的军队 组织起来去帮助我们平定那些叛军 首相罗素还是强行辩解阻止道 这些叛乱者下等民族都不可靠 连爱尔兰人都开始背叛联合王国 何况那些东方人 除非我们许诺让他们建立自己民族的独立王国 不干涉他们内部事务 维多利亚皱皱眉头 打断罗素的话 贺道 但这个首相也是议会推选出来的 但维多利亚女王地位尊贵 足以影响议会大多数议员的态度 而他的首相从表面上程序看也还是女王认命的 因此他联盟认错 好的女王陛下 我们内阁会联合那些终于联合王国的本地势力 哪怕答应他们一些不太过分的条件 只要他们帮助联合王国平定叛乱 大家也都看出来了 女王陛下实在是被印度和爱尔兰 尤其是印度的叛军给吓坏了 已经有些荒神 想想也是 毕竟印度那么多的人口 大不列爹王国总共才多少兵力 总不能全派到印度上去吧 但又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印度被叛军占领 从大不列爹手中夺走 最好的方式 莫过于拉拢一批本地土邦王公们 将那些叛论的军队镇压掉 哪怕将印度的利益让出一部分 让那些土邦王公们拥有自己的领地 甚至独立成为大不列爹的附庸小国也行 总比将整个印度都丢了要好 如今的大不列爹王国的精益和贸易 可有五分之一以上 靠的是印度等海外殖民地的市场 以及提供的原材料啊 那个大臣们 在维多利亚女王的监督下 已经商议好出兵规模和具体人数 就在大家以为马上要散会 各自赶着分头去执行的时候 新任的财政大臣兼殖民地事务大臣 威廉·优尔特·格莱斯·顿站了出来 提出反对意见 女王陛下 各位内阁们 如今大不列爹王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 成为了世界工厂 联合王国应当充分进行自由主义治国 给王国 给商人和百姓充分的自由 发挥自由贸易政策 对那些殖民地上也应该多一些自由 因此 我反对从大不列爹本土出兵太多 费力不讨好的将印度叛乱平定 继续变成联合王国直接统治的殖民地 而是赞同德比伯爵建议的那样 主要依靠印度本土招募的土邦王公们的士兵 和原来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本土士兵 他们来平息叛乱 在平息叛乱之后 在当地扶持一些本土势力 将其变为联合王国的间接控制的附属国 而不是直接统治的殖民地 罗素和德比伯爵 两人一口同声的喝倒 胡说八道 格莱斯顿 你疯了吗 要不是你是自由党成员 真怀疑你到底是不是英格兰人 竟然帮那些印度人说话 你难道不知道 印度对于大不列爹 对女王陛下 对所有的联合王国百姓的重要性吗 格莱斯顿却反驳道 我只知道 间接控制印度 充分利用其土地上的资源和那里的人 比直接统治他们要划算的多 自从几年印度叛乱以来 到如今叛乱四年多的时间 联合王国从印度获取的财税和贸易利润等 从原本每年四千万英镑 降低到平均每年只有七百万英镑 甚至在1857年和1858年这两年 因为各地暴乱不堪 造成各地税收无法收取 原材料等贸易无法正常进行 而军费开支又急剧增加 甚至还倒亏数百万英镑 这还是当初孟买馆区和马德拉斯 有一大半领土没遭叛乱干扰的情况下 孟买馆区产的棉花和马德拉斯馆区的黄金宝石等 能顺利运回欧洲 如今这次印度叛乱 不但孟加拉馆区和孟买馆区 甚至连马德拉斯馆区都大肆叛乱 想要出兵全部平定必然十分的不易 依我建议 倒不如先集中力量保住孟买馆区和孟加拉的加尔戈达城这一带 对我联合王国最有利的领地 而对于其他地区可以表面上宣布放弃 让给那些势力大又枪向联合王国的土邦王公们 直接通过扶持那些土邦王公势力 让他们出兵对付那些叛军 自行残杀 等决出胜负之后 大英再付出兵 将他们扶持成王国的代理人也可以 或是直接除掉他们直接占领 也可以 这样便能以较小的代价 迅速让印度的局势稳定下来 各位亲爱的听众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这个天国不太平》 作者 三江口水 演播 致远 关键的是 这样能确保我大巴列爹王国和孟买管区的棉花需求和加尔格达地区的烟土和商品贸易不至于中断 确保联合王国在印利益不至于受到根本性的损害 格莱斯顿继续分析道 而且出兵数量的减少 军费开支也可以在承受范围以内 若是按照内阁原先的出兵规模 尤其是大巴列爹上的本土出兵数量 光是印度的军费开支 海军至少需要500万英镑 而陆军方面要出动7万兵力 甚至需要800万英镑的额外开支 不仅仅如此 因为这还仅仅是平定印度的叛乱 爱尔兰的叛乱倒是必须要解决的 但这也需要花费大量的军费开支 根据出兵的规模 维尔士和苏格兰出兵2万 再加上爱尔兰岛的2万名英格兰士兵 不算调派船只运送等支出 就算这4万人的军费 就需要3000万英镑以上 若是战争持续超过4个月 则还需要往上增加 除了出兵的军费之外 因为出兵造成的大巴列爹 本土驻兵缺少 以及两地平盼后续所需要的兵员 需要并大肆扩军 就算先招募10万人 这些军队的招募 以及训练 装备和供养等开支 预计不少于1500万英镑 若是要招募30万 则至少需要4000万英镑 上帝呀 这对大巴列爹的财政来说 即便联合王国再富有 也是个天文数字 首相罗素也没想到 原先说的出兵印度 和爱尔兰评判的决定 所需要的军费开支 竟然达到这种地步 这不是说 真正做到原先商定的出兵计划 前后算下来 第一批直接各项军费开支 就得需要1600万英镑左右 差不多是如今的大巴列爹 整个王国海军 年度军费开支的两倍来 而后续 若是要招募10万人的新饼 半年下来 就要1500万英镑的费用 这还不算采购军舰和巨型火炮的重型装备 他有些为难了 毕竟 格莱斯顿是财务大臣 是在帮助作为首相的他 分担财政压力 从哪里筹集这么一大笔军费开支 他头疼了 维多利亚女王 也被格莱斯顿所说的军费 预算给吓了一大跳 他作为联合王国的国王 每年固定奉禄也才70万英镑 这巨额军费足够让他整个王室的奉禄到20倍了 他十分清楚 联合王国今年的军费开支 海军和陆军 以及对盟国的援助等 加起来为2300万英镑 就这些 王国还感觉十分吃力 更何况因为克里米亚战争 和上次印度叛乱的影响 本来就已经连续几年大规模超值 还没得到填补 军费预算这块一直处于亏空状态 不算其他一些波斯战争等影响 但不久对华远征战争的大笔军费开支 还是因为自己在议会演讲上让议会通过 以大不列迭联合王国的年度财税为信用 向伦敦那些大银行家和财团们借贷出军费 才得以实现对华远征军的出征 如今又要更多的军费 从哪里弄来 他为难的看向德比伯爵 德比伯爵明白他的意思 直接朝格莱斯顿和罗素道 印度和爱尔兰的叛乱必须平定 绝不能因为军费的紧张 就此位守位角 延误出兵评判的大事 还是那个办法 向伦敦那帮银行家们借贷 伦敦不够 就整个大不列迭 甚至整个欧洲 就算利息再高 也要马上筹办军费 马上出兵 我可以将斯坦利家族的一半财产 和我个人的全部财产 全部无息借给内阁 充当军费 表示支持 说完 德比伯爵看向其他内阁成员 见德高望重的德比伯爵如此做派 其他内阁成员无奈 也纷纷表示 愿意将自己家族和个人的部分财产 借给王国 充当军费 或是愿意联系某家银行 劝说银行主放贷给王国 以共出兵 维多利亚大喜 当下表示自己代表王室 也愿意捐资50万英镑 出借50万英镑 以市队平定叛乱的支持 次日 维多利亚女王和首相罗素 在威斯特敏大教堂内 公开发表了演讲 号召大不列爹 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的贵族 银行家和工厂主 等财阀捐助或是借贷 为筹集平定印度 爱尔兰叛军的军费出力 消息传开 一时间 整个伦敦 甚至大不列爹王国 掀起了一股爱国的热潮 不到一周的时间 大不列爹各个阶层 已经筹集了2700万英镑的军费 其中借贷的2300万英镑 这不但超出原本预计的1600万英镑 直接军费 还几乎将招募10万兵力的 扩军经费 也基本筹集到位 于是 最先出征的威尔士和苏格兰两地的 25000英军步兵和炮兵等陆军部队 在军费筹集到位的一周内 便集结完成 乘坐运兵船 在数艘军舰的护卫之下 分为两部兵力顺利抵达爱尔兰岛 东部兵登陆 几天后 集结完毕的六万大不列爹 本土陆军和三万海军 乘坐军舰 运兵船以及商船等 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远征印度舰队 来不及补充补给 便直扑印度而去 卡尔 麦喀士 最近的生活十分的精彩 他从来没有如此振奋过 最近的这段日子 他已经不仅仅是对目前的生活有些满意了 而是狂热地爱上了如今的生活状态 他感觉自己前所未有地接近自己的理想 他很想看到能不能将自己预测和研究投入在这其中实现 将梦想变为现实 哪怕只是其中的初期 第一步 五个月前 普鲁士王国驻英大使亲自上门拜访 对他以往遭受的委屈和不公 进行道歉 并恢复给他普鲁士国籍交给了他 邀请他返回普鲁士生活与居住 不过 麦喀士虽然很是高兴 但没有答应下来 他只是让妻子燕尼和孩子们返回普鲁士 而他则继续留在伦敦 完成他的使命 特务司助伦敦战副战长 事实上 这是他主动要求的 如今的他 不但是工人时报的主编卡尔麦喀士 还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特约记者 而另外 他还有一个身份 那就是以前的伦敦码头工人联合会 和伦敦鞋将工会的名誉会长 如今以大不咧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为基础的 全世界的国际工人协会的主席 从当选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主席开始 他便全身心的投入到了英国工人运动之中 在与那些工人越来越多的接触过程中 麦喀士发现 当初十来年前的宪章运动之所以失败 是因为宪章派的所谓工人们内部 从运动一开始就存在着严重分歧 以洛维特为首的道义派 主张用和平宣传的手段 与英国政府进行谈判 争取政治权利 而以奥康纳为首的暴力派 主张用暴力革命手段 挥凡英国政府 争取普选权 这两者却随着运动的高涨和衰落 先后脱离宪章运动 成为改良主义者 甚至连暴力派的奥康纳 也只是嘴上说说暴力 实际上却是妥协分子 麦卡士和他的挚友弗里德里西 冯 讨论过 最终认为宪章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 是在于这是一场运动 而没有斗争纲领的革命行动 没有一个明确的政党作为指挥者 整个十多年的运动之中 没有有力的组织 工人之间意识薄弱 并且涣散 宪章运动的主体 包括领导人 思想 其实非常的不成熟 对政府抱有太多的幻想 只是打算改良 最后 麦卡士通过对宪章运动的研究 又经过对政治 哲学 经济 社会等领域进行一系列广泛的深入分析研究 最终认识到 只有暴力杂破资本主义政权 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模式 实现工人的普选权 建立以工人为主的政权 他将原本就写好的初稿的资本论 重新修改 最终定稿 于今年的年初 在工人时报和纽约美日论坛报上发表 资本论一书 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 将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 将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 从而证明了社会形态的发展 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 在这部书中 麦卡士通过大量事实 详细而深刻的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 揭穿了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秘密 暴露了资本主义残酷 剥削英国工人的丑恶本质 也指出了工人阶级之所以极其贫困的原因 资本论一共六章分为六起 在报刊上专栏发表 靠着工人时报和纽约美日论坛报的巨大发行量 一时间 整个英国和美国北方的下层工人们广为流传 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在美国密西里州的密西西比河上 一个刚刚为自己取名马克吐温的爱好写作的轮船领航员 名叫萨廖尔兰亨 克莱门的家伙 捧着颤抖的双手 读完从兄长那边拿来的 已经有些破旧的纽约美日论坛报上的六张字 资本论 胡进常叹道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想我从贫困潦倒的牌子工人 再到勉强温饱的印刷工人 再变成有点积蓄的水手 直到到如今薪资极高的舵手 原来一直都没明白这个道理 归根结底 我是一个工人 资本家们从我身上赚取了巨额的剩余价值 这简直是一本开创历史的神书啊 我感觉世界将为此改变 协会主义 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这么美好的梦想 在英国曼彻斯特 刚刚写完双城记的作者 迪更斯 看完最后一期刊登的资本论的工人时报 障然若失 却心中激昂无比 充满激情的在笔记本上写道 这简直是个百科全书 是研究大不咧爹王国的资本社会经济形态的巅峰之作 这个叫麦喀士的大家 以前怎么从未听说过 非常期待能认识这位大师级的经济学家 哲学家 甚至是政治家 他简直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 协会主义 嗯 这与资本主义相对应 一脉相承 有完全对立的新思想 完全辩证的概括了全人类的进化历程 以往的哲学家们 总是试图去解释这个世界 而这个资本论的作者 探索的是如何改变这个世界的要职 最后 我很喜欢作者的这句话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和无产主义的必然胜利 是不可改变的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敢断定 这是一个伟大的梦想 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预言 不过 资本论传开没多久 英国军警盯了上来 要不是特务司助伦敦战战长曾继泽 花费巨额金钱上下打点 麦喀士估计早已经被军警抓捕 工人时报估计也被查封 但麦喀士毫不在乎 还已经沉醉在资本论的发表 和工人时报的持续火爆之中 这几个月 伦敦以及博明汉等附近城市各大工人协会 频繁地邀请他出席大会 为一些工人集会进行演讲和解说资本论的精髓 而麦喀士也趁此机会 走遍了伦敦以及整个英国南部的各地 与众多的下层工人打成一片 如此这般 麦喀士辛苦并充满了成就 快乐地忙碌着 这天 麦喀士在伦敦西部的贝克街 参加改善劳工阶级生活状态 协会的集会 刚演讲完毕 突然看见人群中的曾继泽朝的招手 他立即跟了上去 跳进曾继泽的马车上 坐在马车上的曾继泽早就在等着他了 一脸兴奋的道 麦喀士先生 你的梦想很可能就要实现了 如今有个非常好的机会 就看我们能不能抓住来 一旦抓住 很可能就能在英国实现 你设想的那个协会主义社会 再不计也能在爱尔兰上实现 麦喀士 见一向少年老成的曾继泽如此兴奋 加上对方说的事情 不由好奇起来问道 曾站长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 曾继泽 将马车的窗户隔板拉上 使得马车内部两人的说话 不至于让外边人听到 压低声音 郑重地说道 前段时间的新闻 想必麦喀士先生也知道的 自从英国的远华远征军 在我中华帝国全军覆没之后 这个原本就强大的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 已经有些松动起来 因为从印度抽掉了一些兵力 他们的兵力不足 导致印度的西克人 孟加拉人 以及其他各地土邦 全部起来反叛 印度北部的德里 西部的孟买 东部的达卡等重城 均被叛军攻占 如今整个印度的土邦 王公都开始起来叛乱 联合起来攻击英军 反抗英国驻印度殖民政府的统治 甚至连加尔戈达也岌岌可危 而与此同时 旁边的爱尔兰岛上的爱尔兰人 在一名叫芬尼亚舍的爱尔兰民族主义组织的带领下 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叛乱 并将爱尔兰首府都柏林也已经攻占 鉴于此 英国内阁前些日子决定出兵印度和爱尔兰平息叛乱 因为这些年的军费开支过于巨大 没有经费的内阁政府 还向银行资本家借贷军费 这样一来 为了还这些高昂的军费利息和本金 英国政府已经准备向包括广大工人在内的百姓 并增加税款 因此我们中华帝国特务司认为 这是一个绝佳的实现工人能够普选 参政甚至执政权的机会 麦卡什先生 我们得抓住这次机会 将整个伦敦甚至全英国的工人兄弟们组织起来 反抗英国资本家和贵族们的统治 重新建立一个工人阶级自己的政权 曾继泽直白而又大胆的话 让麦卡什惊呆了 尽管已经年过四十 但他还是一下便热血往头上冲 胸腔沸腾起来 一方面 他有些精益于曾继泽的打算 要知道 他虽然写了资本论这样的著作 明确提出要唯有打破资产阶级的统治枷锁 建立无产阶级执掌政权的大同社会 但这只是在书里 或者是在他的梦想里 他虽然坚信这个梦想必定能实现 但也认为那是许多年后的事情 至于在他的一生中都不一定会看到 因此在现实生活中 他还没有想过 真的有一天会有大量的工人组织 去暴力的对抗政府 但另外一方面 他又有一些无名的兴奋 沉浸已久的血液开始躁动起来 他甚至怀疑 自己先前不停的在工人集会和运动中出面 大量演讲 在工人时报 为各行业工人协会呐喊 帮助他们争取自己的利益 都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这个天国不太平》 作者 三江口水 演播 致远 第五百六十集 不过 他还是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平静下心情 稳重的道 曾站长 有把握吗 你知道的 我不想那帮工人兄弟们遭受无谓的牺牲 宪章运动之后 几次的工人协会与政府斗争 都是以失败流血收场 其实 麦喀什还有一点小心思 他因为收了中华帝国的大量资助 受到曾继泽以及背后势力的照顾 不得已为特务斯效力 但他还是不愿意自己和那些底层的工人们 成为中华帝国以及特务斯手中的棋子 他担心 这只是中华帝国受益 特务斯的伦敦战 通过自己在工人协会中的影响力 明知道不可能成功 还是煽动工人起来闹事 只是单纯通过搞乱英国本土 来达到削弱英国的目的 这样的话 他不会忍心 不愿也不屑去做 麦喀什先生 能不能成功 我不敢保证 但我能保证的是 这绝对是二十多年来 最好一次实现您和那些工人组织梦想的机会 曾继泽 两眼平静地看着麦喀什 诚恳地道 根据我们的情报 英国一共约十五万陆军部队 除去此次派往印度及爱尔兰评判的九万军队之外 还剩下六万来人 而印度和波斯 非洲苏伊士运河一带 以及北美和新威尔士州等地 也有不少海军和陆军驻守 算下来 大不列爹本土上英国陆军数量 应该降低至四万人不到 就算加上那些平均年龄都在二十四岁的警察 大不列爹本土的警察 不过四万人不到 薪水低廉 工作条件极差 每周七天 每天十五小时的工作时间 地位很低 却要求慎严 他们本就心胸不满 加上这些警察 大部分原本都是事业工人 穷苦的工匠等 加入警察不久 完全可以拉拢 不瞒麦喀什先生 伦敦周边的1.2万名警察当中 已经有将近四千名警察被我伦敦情报站所收买 其他各地的警察也有近五分之一接受我们的资助 麦喀什大吃一惊 他没想到 自己出任的伦敦情报站 将特务工作做得如此地步 不但将大不列爹本土的军队数量摸得清清楚楚 还将整个伦敦将近三分之一的警察 不声不响地用金钱控制在手中 想想也是 以往那些丁烧监视自己的军警 不正是穷困潦倒透顶的模样吗 被增站长用钱收买 反而成为自己的私人保镖一般 而即便是自己 不也是被对方雇佣 为伦敦特务情报站的副站长吗 如此一分析 麦喀什还觉得 这是实现工人协会掌握政权的最佳时机了 想到这里 他一咬牙道 既然如此 麦喀什便听从曾站长的调遣 乔治 朱利安哈尼 这位十多年前的英国宪章运动的左翼领袖 伦敦工人协会的创建人之一 如今的英国兼伦敦工人协会主席 此时遇到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 以前宪章运动时的战友贝克杰德 老马克等人找到了他 希望他能以伦敦工人协会主席的身份出面 带领伦敦西部贝克杰德纺织工人 去向国会示威游行 为他们的争取利益 老马克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诉 哈尼先生 你是咱们工人协会的主席 贝克街里住的织房工人 你可不能不管呢 兄弟姐妹们都活不下去了 乔治 朱利安 哈尼 最近也听说了贝克街的纺织工人生活困顿 一直想要去看看 不过 他这半年从柏林 巴黎两地区调查那里的工人协会 辗转了两次 在伦敦待的时间不多 也就没顾得上 此刻见老马克前来哭诉贝克街的纺织工人 并立刻重视起来 他是伦敦工人协会的主席 而伦敦工人当中 纺织工人可是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 而贝克街的纺织工人 又是伦敦纺织工人中的集中点 有五分之一的纺织工人都在那里 听到贝克街纺织工人的代表 老马克来提出诉求 他自然格外上心 仔细了解 老马克到底怎么回事 我也听说最近几个月 你们贝克街的兄弟们不好过 但你说的活不下去 有这么严重 哈尼道 是不是那些纺织厂主又压低工知了 老马克愤愤的道 哈尼先生 要是压低工资倒也算了 买便宜的黑面包 一家人总能勉强活下去 可如今那些纺织厂主 直接将我们解雇了 不让我们活下去呀 哈尼一听是这么回事 不以为一笑道 哪些纺织厂主要解雇兄弟们呢 都跟我说说 我们工人协会将这些黑心的资本家 列入黑名单一起抵制 大伙都不去他工厂里做事 让他关门 老马克哭嗔着脸道 哈尼先生 这回倒不是那些纺织资本家黑心 他们将我们解雇也是被迫无奈 最近一年来 听那些纺织厂负责销售布批的管事说 世界的布批生意好像差了很多 说什么东风世界特别是印度 东印度群岛和远东那帮需求量都变得很小了 那些纺织厂的布批卖不出去 价格大跌 偏偏这两个月 印度又出现大规模的叛乱 印度那个叫什么梦买的地方 被叛军攻占了 棉花无法供应伦敦 导致伦敦的棉花价格暴涨 伦敦西郊好多小纺织厂都已经关门倒闭了 剩下一些大型纺织厂虽然还在苦苦支撑 但也开始大规模解雇工人 我们贝克街一带的兄弟们首当其冲 大伙快买不起面包了 听完老马的哭诉 哈尼大吃一惊 他到这时才想起来 刚从巴黎回伦敦时好像听说过 棉花价格大涨的消息 当即他换过林家的儿童 掏出几个便士 让他找来几份前段时间各地的便士报 终于在前几天每日邮电报 和星期日泰晤士报 这两份廉价报纸上找到了一些消息 一周前的每日邮电报 第二版面上用了一整个篇幅 报道了伦敦纺织市场遭受寒冬的事件 报道称 大不列碟王国的根本性行业 纺织布批业 遭遇前所未有的根本性冲击 那就是遥远的东方飞速发展的棉布竞争性冲击 正如二三百年前的色彩丰富的质量优良的印度棉织品 对大不列碟毛纺织业的冲击一样 当时大不列碟的尼绒和毛制品 被廉价的印度棉布竞争得毫无还手之力 王国被迫发布禁止在本国内销售印度棉布的政策 同时又出兵征服了印度 强行搜刮印度棉布技师 并鼓励和支持国内商人发展棉织业与印染业 学习印度棉布提高质量 再后又利用先进的纺织机器 加上蒸汽机的迅速利用 终于成为世界头号棉布强国 纺杀和棉布出口额 占据大不列碟王国出口总值了将近三分之一左右 可以说是棉布让英国成为世界的中心和最强大的国家 但如今世界的棉布贸易被大不列碟王国主导控制的局面 被东方的一个新兴帝国给打败了 每日邮电报连篇累真的报道整个冲击的过程 1854年 远东的大清帝国被叛军击败 名叫封云山的叛军首领登基成为皇帝 中华帝国成立 早在中华帝国成立之前 或成立过程中 其广州 上海等重要港口城市 便有不少的纺织厂 中华帝国当局和国内的商人又以原来的纺织厂为基础 从大不列碟以及欧洲 北美等地引进大量的纺织机器和技术工人 扩大纺织业生产规模 生产巨量的棉布 到1856年开始 中华帝国陆续吞并了朝鲜 印度支那 菲律宾群岛 东印度群岛等国家地区 前不久 又进一步将日本 鲜罗 缅甸等国家变为附属国 控制了大量的市场和原材料产地 将原本属于大不列碟王国的棉布市场全部控制 根据统计 1854年 有着4亿多人口总量的中华帝国 从欧洲和北美印度等三地 进口棉布 共进口棉沙棉布的价值 分别为750万英镑和110万英镑 其中欧洲部分占七成 大不列碟王国又占欧洲的六成 但随着中华帝国国内纺织厂的逐步发展 从这以后 其进口的棉纺织品逐年下降 到1857年为止 进口的棉沙棉布 仅仅为120万英镑 棉布已经停止了进口 而到1858年以后 中华帝国 不但不进口棉纺织品 还反过来像大不列碟王国一样 改为大量进口棉花等原材料 加工之后 开始出口棉布等商品 不但如此 其境内的纺织工厂遍地开花 遍布南北 庞大的纺织业 开始蓬勃发展 已经严重冲击世界棉纺织市场 而我大不列碟王国身受其害 根据华商透露 光去年一年 中华帝国便出口棉纱至少200万英镑 棉布至少超过1200万英镑的价值 这意味着 我们不但失去中国这个世界上最为庞大的人口的人群市场 还多了一个这样的超级对手 因其控制了整个远东和东印度群岛 大不列碟将永远失去这一市场 这是多么沉痛的代价 而另一个星期日泰晤士报 报道 则是从大不列碟王国自身的棉制品出口角度 详细分析了所受的冲击 哈尼从报纸上看到 报道可能直接从议会那边拿到的数据 将大不列碟王国的纺织页主要出口数据都列了出来 大不列碟王国在七年前 也就是1853年 全年共出口棉纱重量1.3亿磅 出口价值689.6万英镑 到去年的1859年 王国全年共出口棉纱重量1.65亿磅 出口价值720万英镑 这还看不出什么 王国的棉纱出口量是在增长 但再一细看 这个增长量几乎全是欧洲 奥斯曼帝国等地的增长量 而本来在1853年出口量还排名在第三位的东印度群岛 到1859年已经萎缩为七年前的五分之一左右 报纸上推测 原本棉纱出口量占大不列碟王国出口总量十分之一的东印度群岛 如今仅占五十分之一 原因便是这块的棉纱市场已经全部被东风的中华帝国以及其交好的法国美国等国家所掌握 而大不列碟的棉布出口值虽然也从1853年的2390万英镑 增长到去年的1859年的2612万英镑 但价格却从原本的4.2便是每码降到3.4便是每码 这还不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是 原本占据大不列碟的棉布出口总额8%的远东和东印度群岛地区 也就是中国 日本 呱哇等 如今的出口额 占比 已经不足1% 甚至连印度 也从1856年开始 后面的几年 都是从原本的出口总额的占比 24% 降低到16% 对于印度 哈尼清楚 那是因为印度的叛乱导致贸易量减少 但中国 日本 呱哇这些地区大规模降低 不用问 肯定是中华帝国的成立引起的 最后 哈尼在报纸的一个角落 找到了一篇对纺织厂老板的采访报道 清楚了贝克街一带像老马克他们这样的棉纺工人所遭遇的困境 这位老板在报纸上透露 他开了一家雇佣了120名工人的仿布厂 原本一切红红火火 但从前年开始 形势急转之下 他的纺织厂自己也只有几个纺织机器 但织线不够 其余的是直接从另一家纺织厂购买 从前年开始 那家为他提供纱线的纺纱厂 突然因为印度的叛乱 造成棉花价格高涨 便开始提高纱线价格 他购买纱线用来织布已经没有什么利润 于是 他只能靠着提高纺布的价格 以及解除了40名工人的做法 来维持布厂的生存 但没想到 前段时间 印度的大规模叛乱 整个印度的棉花交易中心孟买城 都被叛军占领 英国往年从印度采购的超过七成的棉花 都直接运回欧洲 一时间 伦敦的棉花价格高涨 而棉花价格的高涨 必然导致沙线价格高涨 无奈之下 这个老板将他的织布厂再次裁员 但即便是这样 还能坚持下去 不过再一个噩耗传来 他的纺织厂生产出来的棉布 都是统一由伦敦的一家贸易公司 统一收购后 运往海峡殖民地的刮哇群岛一带出售 从几个月前 海峡殖民地和刮哇群岛一带的棉布 突然多了起来 贸易公司运往海峡殖民地和 刮哇群岛的布批全部滞销了 不得不降价出售 到上一个月 消息传来 东印度群岛一带的棉布市场 已经全部被东方的中华帝国出产的盛布所占领 因为距离近 运费低 价格比他们生产的布批要便宜半成 这下 他们大不列跌的布批彻底断了销路 那个贸易公司彻底取消了他布批的订单 他四处求人推销布批 却根本没有途径 整个伦敦的布批市场都开始萧条起来 价格创了新低 无奈之下他只得彻底关停了访布场 哈尼看到这里 叹了口气对老马克说 老马克 这确实不能怪那些纺织场主 这要怪 只能怪那该死的印度叛乱 还有那该死的东方人 他们竟然也开始生产了棉布 还抢占了大不列跌的棉布生意 说完 他心里开始发愁了 对于老马克他们的困境 他感觉到自己有些无能为力 要是那些工厂主是黑心老板 还可以通过工人协会主席的身份 与其谈判 但如今已经明显不是老板 黑心不黑心的问题了 哈尼第一次感觉到 那些工厂主对于工人 是如此的重要 这时 一名信童走到哈尼的面前 行里一里 小心的道 哈尼先生 终于找到你了 可完成任务了 对了 这是麦喀士先生写给你的信 哈尼接过信一看 的确是自己的老朋友 麦喀士的笔迹 邀请自己今晚带领 巴黎工人协会内的主要代表 前往一处酒馆 商议工人协会的事情 信中 麦喀士稍微透露 整个英国包括伦敦的工人 最近都处于下岗失业的边缘 生活十分困顿 因此 他决定召集伦敦及周边附近的 城市的工人协会头领 发动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要求议会和内阁政府出台 救助政策 救济贫穷的工人们 哈 亏我刚才还头疼 现在就来解决的方法了 哈尼高兴的道 老马克 有办法了 麦喀士先生 你是知道的 他邀请我们今晚去商议 希望能解决你们贝克街的 纺织工人的困境 老马克一听 也高兴起来 麦喀士先生 我哪能不知道 我们住在贝克街的纺织工人 差不多一半的工人都知道他 他的那个资本论 倒尽了我们工人们的苦难 若是真能实现 他说的那个协会主义社会 那我们这些纺织工人 就再也不用忍动挨饿了 两人说完 便匆匆出门 分头去通知各个协会的代表 准备晚上的事情 各位亲爱的听众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这个天国不太平 作者 三江口水 演播 志愿 第五百六十一集 1860年初秋 天色很是阴沉 似乎有些又下雨的样子 初秋的早上 空气还有些清凉 伦敦议会广场上 却已经人满为患 从天刚亮开始 便陆续有大群的首席 洪秀章的工人 从各个街口来到议会广场 广场中央的草坪 已经被踏成一片狼藉 上万名各式服装的工人 已经挤满了整个广场 工人们 按照码头面粉工人 纺织工人 码头搬运工人 剃头匠 车夫 煤矿工人 清洁工人等等队伍 各自围成一团团的阵营 高举旗帜和标语 矗立在广场之上 声势惊人 并且 还有不断地抬着乐器 扛着旗帜的工人队伍 从伦敦城区四面八方 源源不断赶来广场 在广场中央的洪秀章工人之间 还有近千强壮的工人 身穿统一的纺织工人 特意准备的黄鹤马甲 手持铁管 正是工人义勇队 准备武装戒备 以应对四周的军警镇压 这些工人义勇队员 面对四周的军警 毫不畏惧地展示着强壮的手臂 示威一般 挥动着旗帜 此起彼伏 而广场四周的青石板路上 上千名军警各自散开 一脸警惕地注视着广场中央的人群 尤其是那些携带铁管的工人义勇队员们 这些军警中 大概有三百余人手持配上刺刀的 恩费尔德激发滑糖抢 中间偶尔夹杂着一些恩费尔德 批1853是县堂步枪 而另外的七八百余名军警 可能是纯粹的警察 有百余名可能是警察中地位稍高者 身穿深色统一制服 手持左轮手枪 腰配警刀 而其余的只是一律浅色警服 手持棍棒和木制盾牌 有些谨慎地盯着广场中集会的工人 因为紧张不停地来回跺脚 不过 其中有些警察却是一脸的默然 仿佛这些事情与自己无关一般 只是犹如木头一般站在那里 另外一些警察却一脸兴奋地带着些许笑意 隐隐似乎还有些戏虐 到上午9时 一回广场上的集会正式召开 伦敦的原宪章运动主要领袖 欧内斯特 琼斯 詹姆斯分伦 弗农 哈尼约翰 斯克尔顿 莱特奥勒等人 已经出现在拥挤的广场中央 詹姆斯分轮和哈尼两人跳上了广场中央早就准备好的桌子上 整个广场的工人大半都认识两人 分轮和哈尼两人一挥手 全场顿时安静下来 不得不说 这些工人经过工厂长年累月的约束 行动一致统一 十分整齐 首先开口的是分轮 众人都清楚 他一直以来都是欧内斯特琼斯的助手和影子 他的发言都是为欧内斯特琼斯准备和授意的 众位工友们 很高兴又能重逢在这个熟悉的广场 还是熟悉的人们 分轮充满深情的大声喊道 在这里 十多年前我们工人聚集了数十次集会 进行伟大的宪章运动 虽然都失败了 但伟大的精神 一直在我们工友之间传承着 这次 我们再一次聚集一起 为的是什么 就是为了再一次向议会 向内阁进行宪章抗争 伟大的宪章运动 再一次开始 人群中传来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广场上集会的工人们 手中的旗帜欢快的挥舞着响应热烈 哈尼伸手 制止工人们的欢呼 他轻声咳嗽 轻轻嗓子 众人大部分都认识他 见他要说话 联盟安静下来 哈尼便大声喊道 不错 伟大的宪章运动 再一次拉开帷幕 不过工友们 这次不是以往简单的宪章运动 而是真正的工人运动 是为我们全体贫困交加的工人 手艺人 失业者和农民们 这些受苦受难的人们 抗争运动 他这样一说 众人都愣住了 原本整个安静的广场 开始变得窃窃私语起来 哈尼没有让会场失控 他是伦敦工人协会的主席 平素一直为工人谋取利益 众人也都很信服 哈尼声音更加高亢的叫道 国际工人协会的主席 麦喀什先生的著作 资本论 相信有不少人都看过 那里面便揭示了我们贫困工人和失业者受剥削 受压迫的本质 而要彻底翻身 拥有自由民主和权力就必须勇敢的站出来和统治我们的贵族老爷们资本家们所扶持的内阁政府宣战 听到这话 站在旁边的芬妮脸色大变 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而桌子底下的欧内斯特琼斯也是一脸震惊 在台下叫嚷 疯了吗 哈尼 我们是宣战运动 是向内阁政府 向议会们抗争 是游行示威 而不是用暴力叛乱 你想让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工人们去和那些全副武装的军队武力应拼 那不是让他们去送死吗 在他的拼命试一下 桌上的分轮连忙靠近哈尼 想去堵住他的嘴巴 劝说其改口为工人们聚会是为了抗争 而不是暴力反抗 但哈尼早有准备 他一挥手 桌子边上的老马克 等几名强壮的贝克街纺织工人组成的身穿黄褐色衣服义勇队员冲了过来 拉住分轮的腿 将他与哈尼隔开 哈尼看着台下开始炸了锅的人群 双手续按 以他个人日常在伦敦工人群体中建立起来的威望 将众人乱哄的声音压了下去 继续吼道 大家都知道 最近整个伦敦 甚至整个大不列帝王国 众多的纺织工人被减薪解雇 被这个王国所抛弃 一直以来 他们都习惯了像资本论里面说的被剥削剩余价值 拿着可怜的薪水养活自己和家人 但如今因为印度叛乱和纺织棉布的滞销 他们甚至连被剥削的机会都失去了 贝克街居住的四万纺织工 今天应该来的不少 他们周围这半个月来 已经出现众多的彻底失去生活来源的可怜的人们 脱家带口居无定所 家人没有面包陷入饥饿 可这又有谁关心 听到哈尼这样演讲 广场中上千辈提到贝克街纺织工人将手中的标语晃动着 齐声高呼 贝克街的纺织工人有谁关心 白色的标语 写着星红的大字 我们要面包 我们要活下去 随着呼喊声左右晃动 让整个广场的气氛一下紧张起来 广场四周的军警 越发的紧凑起来 他们憋着呼吸 睁大眼睛 盯着广场中的工人们 手中捏紧的步枪木柄 或是木棍等已经出了不少汗 他们都是脸色有些发白发青 知道今天的事情闹大发了 不出意外 今天的议会广场会爆发流血事件甚至剧烈冲突 不过上头的命令还没下来 他们时不时看向旁边对立尾端的上风 紧张的气氛 弥漫着整个议会广场 而台上的哈尼 丝毫没有在意这些 他还在煽动着集会的工人们 为何贝克街的纺织工人们 辛辛苦苦 没日没夜的做工 却连几个便士都存不下 朝不保夕的生活 远在东方的印度叛乱 和中华帝国的纺织业兴起带来的灾难 全部落到他们头上 要让他们彻底失业 生活挨饿 为何那些车夫 休邪将 剃头将 垃圾工人 搬运工人 都是干得最重最累的活 却活得不如那些贵族和资本家 养的一条狗 甚至连他们这些警察 哈尼 只向那些拿着棍棒的低级警察 继续吼道 这些警察其实也是活得可怜巴巴的 别看他们拿着棍棒对准我们 在我们穷人面前耀武扬威的 其实他们每天工作17个小时 却领着微薄的薪水 连老婆都取不上 这一切的根源是什么 归根到底 就是这个吃人的资本家和贵族控制的社会 是那些不为我们考虑的议员们制定的政策造成的 哈尼索性放开 大声的呼喊起来 将整个广场都掀向一股难以压制的愤怒 所以 为了我们未来的自由 平等 不爱 为了我们家人能生存下去 我们今天聚集在这个议会广场 就是要对着这个议会 对着整个伦敦 对整个大不列爹王国宣布 工人阶级行动起来 挥翻资产阶级和贵族控制这个不平等的社会 砰的一声枪响 将哈尼的怒吼打断 嘎然而止的哈尼左腿中弹 从桌子上拽倒下来 被桌下的贝克街坊仿制工人接住 这一个变故将众人惊呆了 硬是愣了一阵没反应过来 广场一片寂静 过了片刻 才猛然的爆发出来 可恶的军队 可恶的政府 他们射杀了我们的哈尼主席 不知道谁 猛的吼了一声 顿时 整个广场猛的炸开来 无数的人群开始跟着怒吼 为哈尼主席报仇 推翻整个不平等社会 为哈尼主席报仇 推翻这个不平等社会 为哈尼主席报仇 占领议会大楼 推翻内阁政府 为哈尼主席报仇 血债血偿 我们要生存 我们要面包 我们要起义 起义 到这里 议会广场上的人群 终于喊出了他们的口号 哈尼的被枪击 足以改变整个局势 原本部分工人 以及他们的首领 还是跟随着以前的宪章运动 一样的想法 认同詹姆斯 分轮的提议 准备只是在议会广场抗争 向议会和内阁政府游行示威 要求获得宪章的权力 他们只是想给议会施加压力 期望着能让议会同意他们的提议 增加一些权力而已 当然 最好莫过于能纳入一两名代表 或是首领进入议会成员议员 但从没想过要以武力进行暴力反抗 直接与军警以及与议会完全对立 你死我活的拼命 但此刻面对被射杀的哈尼 面对周围群情激愤的工人兄弟们 在这样的愤怒的氛围之下 他们哪里还能提出不同的声音 即便是跟随欧内斯特琼斯 和詹姆斯分轮的工人们 此刻也忘记了吉他 只是跟随着广场上的人群 拼命高呼要报仇 要起义 而这边 那些本就一直紧张兮兮的军警们 再听到高呼起义的这一刹那 终于没再控制住 不知道是从哪边最先开始的 冲突 猛然就爆发了 而政府方面 伦敦当局一直在做准备工作 早在发现集会开始 便从各地陆续调集军警 朝议会广场赶来 广场四周的军警一直持续增加之中 听到口号声之后 围住广场的军警指挥官见形势不妙 一边向内阁报告 一边派人加速调派支援 而这时 百余名持卸军警和数百名工人冲撞在一起 怒骂声 杀喊声和哭泣声逐渐爆发开来 整个议会广场开始失控 此起彼伏的响起了枪声和砍杀声 棍棒和铁管的击打皮肉声更是此起彼伏 血腥的厮杀开始蔓延起来 很快便遍及整个广场 伦敦的一万两千余名各行业的穷苦工人 开始正式暴动 朝着推翻议会和内阁政府方向前进 整个广场 场面完全失控了 砰砰砰砰 军警们排枪齐放 工人纷纷倒地 因为距离很近 散射的子弹将面前上百人射得浑身是血 倒地哀嚎不已 许多的工人见状颤抖不已 甚至有上千的工人开始轰散一空 准备逃窜 不过撞上广场四周的军警 立刻又缩回人群中 而工人队伍中的工人义勇队员们 此时也领着身后一群工友手持铁管满枪怒火的冲向前 与军警撕打在一起 一场混乱展开 枪声 怒骂声 惊叫声响成了一片 四周警戒的军警 因为火枪火力不足 毕竟开枪一次需要不少时间 加上军警数量也不足 在汹涌的满塘怒火的工人冲击之下 很快便崩溃 一名军警便被数名义勇队员和工人围住 用铁管用拳脚 用从军警那边抢过来的步枪柄 砍死砸伤 被冲开缺口的军警迅速往后撤逃 甚至有众多的警察脱掉身上的衣服 或高呼饶命 或装成工人也追击另外的军警 掌握局面的暴乱工人正准备冲入议会大楼 这时 从议会大楼的侧面冲出一大批满腹武装的士兵来 顿时 局势彻底扭转 原来是内阁政府听说工人集会游行的事情 意识到会出大事 立刻调动驻伦敦正规军队赶来广场 除此之外 还继续从温泽 亨斯洛 齐切斯特 查塔姆 温彻斯特 和多佛源源不断的调来步兵部队赶往伦敦 而住在西尔内斯 查塔姆 伯肯黑德 斯皮特黑德 和其他伦敦周边城镇的皇家海军陆战队 伦敦港水兵以及泰晤士和两岸的海军船务工人 都接到陆军部和海军部的命令 开始集结 前往伦敦各主要街道进行武装戒备 就连泰晤士河水上警察也严密监视着商船 以防他们对游行示威的暴乱工人进行支援 陆军部还从吴尔维奇兵工厂调来重炮 安置在各个主要街口 海军陆战队则直接前往在海军部部防 一些国民自卫队的民兵组织也被陆军部调往分部各处 以防伦敦的其他各处工人响应议会广场的聚会 不得不说 内阁政府的防范还真起了作用 议会广场集会的一万两千余名工人 在与两千多名军警的冲突下 虽然付出巨大的代价 死伤上千人 但也取得了初步胜利 成功将议会大楼给围困起来 但也仅限于如此了 那些军警都退守议会大楼 牢牢将议员守住 而在不断赶来的军队不断冲击之下 最终包围议会大楼的工人群被冲散 但这时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 整个伦敦城内都开始乱了起来 各个工人协会的工人们 面粉工人 纺织工人 码头搬运工人 劈头匠车夫 煤炭工人 清洁工人 甚至一些不满的警察和油漆工等 在工人领袖的带领下 都纷纷走上街头 开始对伦敦街头的公共建筑发起冲击 伦敦警察局 市政厅 图书馆等等各处都挤满了工人团体 成千上万的义勇队员们 开始与巡警和碰上的少量士兵们撕打起来 不过更多的却是成建制的大群军队杀气腾腾的驱赶闹事的工人 装备着马刀和手枪的骑兵军警已经出动四处巡查 内阁政府将整个伦敦四周的军队和其他能使用的力量都派了出来 从西交仓库中的2000套武器装备也发给邮政总局 让高收入的邮政局员工使用 这些高收入的员工都以应征为特警 保卫他们的政府 城内各监狱由军队防守 各礼拜堂改为兵营派兵驻扎 城内总计5万人应征为特警 由陆军部派来的军官们指挥 整个伦敦的正规军队更是兵力达到9000人 各位亲爱的听众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这个天国不太平》 作者 三江口水 演播 致远 第562集 即便是这样 维多利亚女王以及王室成员 还是在士兵的保护下离开了伦敦 被士兵们秘密护卫着 坐上轮船逃往海上躲避 伦敦参与示威和起义的工人 达到了惊人的20多万 而且还在不断的增加之中 越来越多的贫苦工人从工厂中出类 听到了工人协会组织的工人起义之事 纷纷加入 只不过因为工人们缺乏武器 又未经过组织和训练 杂乱无章 慢慢不是军警的对手 要不是有众多的警察也同情这些工人 出工不出力 工人这边估计已经顶不住了 起义的出使之地 议会广场旁边被围困的议会大楼 已经解了围 听到一名刚从外边送来的议会大楼四周的工人 已经被击溃逃散 首相罗素和陆军大臣潘穆尔拉姆奇 内政大臣霍德华 安全大臣华莱士 以及其他内阁大臣等都松了一口气 今天他们都待在议会大楼内 感受到外面那些起义的工人疯狂的冲击 还有远处伦敦各街区振振的炮声 都让他们心惊胆颤 已经好多年没出现这样惨烈的工人运动了 不 不 这已经不是工人运动 而是工人暴动了 听那些军官报告 外面的工人已经公开打起了起义和推翻 现在的内阁政府的口号 这就是赤裸裸的暴动了 这些内阁大臣和议员们 几度以为议会大楼禁不住外面上万暴徒的冲击 那些守军守不住 他们甚至做好了逃跑的准备 幸好 最终挡住了 罗素 暗自庆幸自己从内政大臣霍德华和陆军大臣潘莫拉姆奇的建议 一听说有暴动 便马上调动一切所有能调动的武力 强行镇压那些暴民 这才终于保住了议会大楼 松了口气的罗素问道 除了威斯敏斯特宫 议会大楼这里外 威斯敏斯区和伦敦其他街区的叛论怎么样了 是不是都平定了 内政大臣霍德华道 首相先生 我们的军队已经控住了局面 整个伦敦的主要街区和重要公众建筑 都在我们的人手当中 那些暴徒虽然还在一些地方猖狂 但已经被分割开来 成不了大气候了 相信要不了多久 最迟到明天中午前 便能将所有暴乱的匪徒都驱散 将那些领头的全部抓捕 说完 霍德华皱皱眉头 虽然圣权在握 但如此多的暴徒 还是让他十分头疼 都是些贫苦工人 自然不能全部杀了 更不能全部关进监狱里 也装不下这么多人 除非东宿到遥远的澳大利亚殖民地去 但那也是十分麻烦 因此他只能说将这些匪徒驱散了事 罗斯狠狠地道 这些匪徒一定要严惩 他的话才说一半 便被猛然冲进来的 爱尔兰事务首席大臣爱德华 卡德威尔给打断了 这位刚上任不久的 爱尔兰事务首席大臣 脸色皱红 急匆匆地朝罗斯道 大事不好了 刚刚收到消息 十来天前 从威尔市和苏格兰出征的 两万五千名陆军部队 遭遇惨败 大巴列迪王国 在都柏林城内 损失军队超过两万人 罗斯和陆军大臣潘莫拉姆齐 大吃一惊 林蒙问道 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可能会如此惨败 罗斯更是脸色惨白起来 他自然明白这样的惨败 意味着什么 要是平时损失两万军队 对于大巴列迪王国来说 虽然是沉重的损失 但也勉强承受得起 可如今这个王国最为危机的时候 这样的损失是极为致命的 大英帝国虽然号称帝国 可如今竟然无兵可派了 爱德华卡德威尔 说起了事情的详细情况 前阵子从威尔士和苏格兰出征的 两万五千名陆军部队分为两路 从北部的贝尔法斯特和中部的 都柏林两港登陆 北方的五千军队 在北爱尔兰地区的苏格兰人协调下 很快便控制了整个北爱尔兰地区 但中部两万元兵 却被驻守在都柏林的爱尔兰叛军阻击 后经过一周多的恶战 在折损三千余人之后 终于攻陷了都柏林城 一万余名援军冲入军营 想将被困在军营中的 原来近万名都柏林守军和警察救出 没想到 这却是爱尔兰人的阴谋 那些军营早已被叛军攻占 他们在军营里设下无数的火药和火油 也不知道从哪来的 还埋伏了上千名爱尔兰赶死队员 穿着大不咧叠守军的衣服 等一万余名援军冲入军营区域后 他们便发动了自杀性的袭击 点燃火药和火油与我军同归于尽 将整个军营变成地狱般的火海 剩下的一万五千名援军撤出都柏林 因为港口的船只被击沉 逃往都柏林北方的小镇 德利克 我军惨败 而都柏林爱尔兰叛军 缴获了都柏林城内的武器 再加上近万援军携带的火枪大炮和弹药 已经发展成为一支约五万人的军队 而且占领了都柏林的爱尔兰叛军 还开始搜罗工人济师 应该是准备自行生产枪炮 陆军大臣潘木尔拉姆齐 闻言哀叹道 坏了 都柏林可是大不列爹第二大城市 虽然没有大型兵工厂 但有许多机器厂 稍加改造便能变成兵工厂 有了武器 那些不怕死的爱尔兰疯子便更加难降服了 突然拉姆齐想起了什么教导 等等 爱尔兰叛军从哪里弄这么多的火油 这些火油 岂不是跟当初大英帝国对华远征舰队遭于灭顶之灾的火油一样吗 我明白了 可恶的东方奸贼 这些火油 必定是那个中华帝国偷偷运来的 罗素文言 也是气急败坏 心中对那个遥远的东方的中华帝国极度憎恶 只是 如今来不及理会那个国家了 爱尔兰可是屁邻大不咧爹本土最近的领地 又是大不咧爹王国的粮仓和牧场 罗素知道 大英帝国所有人都不会接受失去爱尔兰 加上如今伦敦的工人暴乱 大英帝国的军队还是太少了 必须扩兵 罗素这样想着 准备等伦敦暴乱的事情平息下来 便开始加快速度大肆扩兵 当然 原本就有了扩军计划 只是如今看来 这个程度还是不够 但要继续快速扩军 一来 士兵没有经过系统训练 军事素质便会不足 二来 军费开支问题 这也是罗素最为忧心的问题 上次出征印度和爱尔兰 都已经是从各家银行那边借贷的军费 如今又得从哪里来找军费呢 增收税收 眼前的穷鬼工人还在闹个没完呢 增加外贸收入 大不咧爹出口到世界各地的商品 最近都出了积压 尤其是最为大不咧爹最大的两个市场 欧洲和美国 特别是美国 大不咧爹的货物充斥着整个美国市场 已经出现滞销了 这两者行不通的话 罗素不知道 如何去筹集那些扩军所需要的天量的资金 这一下罗素头痛欲裂 该死的中国人 罗素此刻出现 这一切似乎都与那个中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不管怎么样 议会大楼内的这些内阁大臣们都很清楚一件事 那便是大不咧爹王国彻底乱了 圣经 皇宫的议政厅内 冯云山将手中一封破译的电报看完 脸上稍稍有些担忧之色 他的下手 内阁副总理曾观兰 外务部部长吴如孝和特务斯司长范如曾 总参谋部左宗棠四人站在一旁 特务斯刚接到从欧洲传来的一份绝密信 在抵达日南的西贡港之后 当地特务不敢怠慢 将这份特级绝密信 立刻从西贡电报局直接发送到了圣经电报局 特务斯司长范如曾 知道后 立即组织人马上将其破译 将这份绝密的电报 立刻承送到了皇帝冯云山的面前 电报 是帝国驻欧洲特使郭松涛让人发回来的 将近期欧洲的情况 尤其是英国的情报 全部送回国 封云山将手中的电报递给曾观兰 让他给众位大臣传阅一下 稍稍等了一下 脸上带着一丝笑意道 欧洲有些乱 普鲁士和丹麦爆发了战争 而撒丁王国似乎又加快了统一意大利的进程 一个名为加里波底的人率领异军攻下西西里岛和纳伯勒斯 并宣布并入撒丁王国 不过他们想要完全统一意大利半岛还需要些时间 而沙俄那边则是更加混乱 因为他们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惨败损失惨重 其国内爆发严重的危机 这两年时间境内便有大小共二百余次的农奴叛乱 这些农奴还分为两派 一派是要求社会改良 不触动地主利益的情况下废除农奴制度 而另一派自称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 其首领是一名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人 现在英国伦敦他们坚决反对沙皇统治 要求废除农立制 对于这个人 反弃强 你们特务斯让曾继泽他们 伦敦情报站要默切关注 可以接触他一下 帮助他返回沙俄 支持他反对沙俄的暴政 还有法国似乎也不甘心 趁英国内乱的时候开始偷窥苏伊士运河 当然最乱的还是大英帝国 冯云山有些幸灾乐祸的笑道 不但印度再一次大规模叛乱 失去了德里孟买等这样的重城 连爱尔兰也开始乱了起来 对了 范埃乡 曾继泽那边应该没问题吧 范如曾连忙回禀道 回陛下 曾战长在伦敦干得很好 对那个麦喀士一家多有照顾 如今已经让麦喀士解除了后顾之忧 加上告诉他英国境内兵力薄弱的情况 微臣猜测 他必定愿意站出来 号召那些工人 起来反抗资本家的统治 进行起义 何况 就算他不站出来 我们特务斯也有办法 让其他工人首领站出来 陛下说过 他写的资本论 研究天下大同的学问 一直钻研那个工人协会主义的理想 微臣相信他会为理想去拼一次的 冯云山有些失神 好半天才叹息道 希望他能成功啊 对了 范埃卿无论如何 多派些人保护他 保证他的安全 若是一旦事情失败 便立即安排他回普鲁市 想到自己居然利用后世的导师 冯云山有些无奈 谁让大英帝国太过强大了呢 不从内部分裂他们 让其内乱 如何抵挡他猛烈的报复呢 只要稍稍拖上一些时间 如今以中华帝国的飞速发展的势头 和巨大的经济体系 要不了多久 最多十年 便能追上甚至超过大英帝国 到时候自然不必担心了 如今 英国被自己弄得应该焦头烂额了 想必那个英国女王 也会头疼一阵吧 冯云山暗暗想着 他真正的用意 自然还是将印度和爱尔兰 从英国分裂出来 这样的话 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必然实力大将 但这个难度还真不是一般的大 尽管提前做了朔多的布置 但他还是心里没底 但不管怎么样 他必须让英国乱起来 给自己发展争取时间 微臣遵旨 范如增大声回道 陛下放心 这次的英国工人启事 有很多有利条件 与他们以往那些宪章运动完全不同 为了配合这次启事 我们特务司不但从国内前后派了近百名特务 前往英国 还从普鲁士等欧洲国家吸收和发展了超过三百名特务人员 投入在英国国内 提前埋伏在伦敦 曼彻斯特 伯明汉 格拉斯哥 利物浦等工业城市 支持和援助那些工人领袖 通过结交他们来煽动那些工人 起来反对政府图谋起义 而且 这次大规模的起义 是在英国本土的军队大部分都调离之后 内部空虚的情况趁机发动的足以给英国沉重打击 冯云山转向旁边的吴如孝和左宗棠两人问道 两外卿也别甘听着说说你们的看法 这次英国的工人起义能成功推翻英国现任统治吗 吴如孝稍稍犹豫了一下道 陛下 微臣觉得恐怕有些困难 毕竟那些只是普通工人 就算经人煽动 有人组织 也不一定能成大事 何况微臣也听说 那些工人还分了很多派别 一些船舶工人 机器工人 铁路工人等有技术的工人们 领着高薪水 生活条件很是不错 他们是坚决拥护现在的英国内阁政府 一边维持他们如今的利益 而那些失业者和无生意的手工艺者 还有无法养家糊口的薪水微薄的工人 则是希望能改变困顿的生活 都愿意跟随工人协会的首领们起来反抗 但就算是这些工人 也是各有不同的态度啊 一些人希望通过游行示威等非暴力手段 平和的表达诉求 而另外一些激进的工人们 则是倾向麦卡士那种言论 通过暴力反抗进行起义 推翻现在的英国政府统治 重新建立一个由工人协会领导的政府 因此这些工人无法有效团结起来 就算他们一时间凑在一起 也很容易在胜利的时候 瓜分果实便被因为分配不均而分裂 要是英国的内阁政府拉拢一方 答应那些改良派的条件 他们必定会停止反抗 进而为了自己的利益 调转矛头对准那些激进派工人 与政府军一道 对付曾经的盟友也很有可能 因此陛下微臣并不看好 这些英国工人起义真能成功 左宗棠也点点头附和道 陛下微臣赞同吴大人的看法 除非麦卡士能将这些贫穷的工人 全部整合训练成正规的军队 建立严密的组织 否则单靠工人起义 无法万众一心 很难成功 若是他们能将那些底层警察和底层士兵 也发动起来 从攻占伦敦等大城市着手 倒是很有可能会取得成功 从来政变的成功不是靠人多 也不是靠谁有道理 只取决于武力的强大 冯云山听完两人的话 心中不由有些失望 但同时从心底也赞叹两人的见解 吴如孝可能因为是外务部长的缘故 对英国国内情况了解一些 分析那些工人们并不齐心 推测他们起义难以成功 而左宗棠则完全从军事角度和历史借鉴出发 以英国的这次工人起义 既没有建立自己一定数量的军队 又没有发动士兵进行来反叛 推论出起义难以成功 详详也是 后世的伟人说过 枪杆子里出政权 没有武器力量的任何政变 都是难以成功的 后世沙俄的二月革命之所以能推翻沙俄政权 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从一开始就有士兵参与到工人起义中 并且工人和起义士兵第一时间夺取了兵工厂和武器库 缴获大量的武器进行武装 众多的军队参加了起义 否则只能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一样 被沙俄军队镇压掉 各位亲爱的听众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这个天国不太平 作者 三江口水 演播 致远 第563集 想到这里 风云山不由有些无奈 看来自己幻想参照二月革命那样 煽动英国工人起义 还是难以实现的 英国对军队的控制 完全不是沙俄末期能比的 而且英国毕竟表面上标榜民主自由 不像沙俄那般进行独裁血腥统治 英国的这些工人 也没有沙俄老毛子的血腥 左宗棠 见风云山脸上不好看 知道皇帝心里不大舒服 毕竟这英国的工人起义 皇帝费了不少心思 他连忙宽慰道 不过陛下 微臣觉得英国工人起义 就算不成功 也必将沉重打击英国的国力 让其遭受巨大的损失 而且若是英国国内那些工人 能闹得猛烈一些 时间九点 对发生叛乱的印度和爱尔兰 都是一个巨大的支持 若是爱尔兰和西克人 孟加拉人能抓住机会 说不定完全可以将爱尔兰和印度 从英国帝国的殖民统治下脱离出来 风云山听到左宗棠的这句话 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点点头道 不错 就算那些英国工人起义失败 但只要真的爆发起义 英国必然惊慌失措 将那些已经派往印度的士兵 还有其他的海外军队调回本土 平息起义 只要能拖住英国一两年 印度那些不安分的大小王空们 还有西克人和孟加拉人 外加缅甸 库尔喀等 足以将印度的英国士兵击败 等英国平定叛乱 再回头派兵 想重新进入印度 已经享受了独立和权力的滋味的那些权势 可就不会那么容易屈服了 而且到时候我们中华帝国完全可以支持他们 为他们提供武器和战术指导 抵制英国势力返回印度 胡如笑道 恭喜陛下 只要印度和爱尔兰能从英国独立出来 其他英国的殖民地也会纷纷趁机要求独立 到时候就犹如雪崩一般 英国很可能就此失去世界第一强国的位置 而我中华帝国在陛下的率领下就此崛起 超过法国英国 从此以后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也不是没有可能 冯云山摆摆手 外卿想得太远 朕倒不是非要成为什么第一强国 只要朕的子民 中华帝国的百姓能过上好日子 不再受洋人们的侵略 便心满意足了 对了 外卿 范爱卿 美国那边最近可有消息传来 吴如孝和范如曾均摇摇头 最近并无什么特别消息 范如曾补充道 美国距离我中华帝国实在距离遥远 消息传递十分不便 每次接收到消息都是三四个月之后了 对了 陛下 两三年前由英国主导 美国共同出资 成立了一家大西洋海底电缆公司 由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青年教授 威廉·汤姆逊主持施工 在前年成功铺设了从爱尔兰岛 到北美殖民地的纽芬兰岛的 横跨大西洋的海底电缆 并成功通了电报 不过 这根电缆很快便断裂了 如今那个威廉·汤姆逊 已经找到了避免断裂的方法 并且发明了 针式电流系电报机 解决了长距离接收的 信号弱的难题 那个威廉·汤姆逊 正托人四处寻求帮助 资助他重新铺设新的海底电缆 但却没人愿意相信他 投钱给他了 毕竟耗费了几十万英镑 没创造一丝价值便断裂了 不过 那个大西洋海底电缆公司的总经理 一个名叫费尔特的美国人 倒是支持 正在四处奔波 帮助寻求股东注资 冯云山 想起中华帝国的电报系统 虽然发展很快 有了长距离的电报和电缆 但基本都是在陆地 海底电缆即便也铺设了一些 但都是距离较近的擎州海峡之类的 稍远些从福建到台湾的电缆 便接受不到信号了 这个消息不正好解决海底电缆铺设的难题吗 风云山记得 正是这个大西洋电缆公司 最终在几年后成功的铺设了从欧洲通往美洲的横跨大西洋的海底电缆 将两个大陆的通讯连接起来 嗯 必须要阻止他们 而且要让其为自己所用 想到这里 风云山道 法爱卿 无论用何手段 你们特务司负责将那个威廉汤姆逊教授 和这个大西洋海底电缆公司的总经理 带到圣经来 朕有大用 若是无法带来 宁可杀掉 另外 有可能 便直接将那个大西洋海底电缆公司收购 如果没可能 就尽力将其破坏 范如曾 跟随风云山日久 自然明白皇帝打的什么主意 联盟点点头记一下此事 听到皇帝问起美国选举的事情 胡如笑道 陛下 上次马沙利说起 美国总统大选 预选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民主党因为南北内部分争 候选人还没有提出来 不过他提到那个叫道格拉斯的人 微臣找人打听了下 应该会成为候选人 共和党的候选人 排名第一的纽约州参议员威廉西华德 和排名第二的亚伯拉罕林肯已经确定了 还有个宪章联合党候选人约翰贝尔 不过根据我们的消息 此人原本辉格党出身 获得的支持不多 获选的可能性不大 而其他政党以及其他的一些候选人还没有确定 或者是已经确定下来 但消息还没传到圣经 总的来说 微臣与马沙利的看法一致 此次美国总统大选 最终的胜利者很可能从共和党中产生 冯云山点点头 吴如孝说的这些情况 他基本也清楚 他想知道的是 威廉西华德和亚伯拉罕林肯两人到底准备的如何了 而民主党那边到底选择了谁来参加竞选 很明显 美国那边的消息还没传到圣经 幸好当初马沙利来告知自己情况 提醒了自己 自己立刻让外务部和特务司做了些布置 否则的话 还真不好掌握那边的情况 什么时候垮了太平洋的海底电缆架设成功就好了 不过 风云山知道 这还只是幻想 太平洋海底电缆可不比大西洋 即便是历史上 也是笔之要晚上三十多年才铺设成功 范如曾却道 陛下 吕宋岛那边传来消息说 那边发现大量的铜矿可供开采 另外 吕宋岛上的土著和那里的华人发生了剧烈的冲突 镇守在那里的地方驻军对当地土著进行了镇压 土著几个部落共死伤上千人 之后引发土著们的强烈反抗 吕宋岛的守军步兵第27师半数武装出动 将那些叛乱的土著部落消灭的差不多了 不过 朝廷中很多官员觉得菜过残酷 要求对步兵第27师的将领进行惩处 冯云山哈哈一笑 杀便杀了 原本那些土著们老老实实的听从华人们的安排就是了 居然还以为吕宋群岛是他们的领地 真是执迷不悟 就应该给他们血的教训 让那些土著们记住 安分守己才是正途 如今整个吕宋群岛都是中华帝国的国土 中华的百姓去开采那里 为朕去探测并开采些铜矿 他们竟然敢阻饶 真是死有余辜 看看人家朝鲜人就聪明很多 没有叛乱 干脆的加入中华帝国 以华人后裔自居 学汉话 习汉文 准备彻底融合到我汉家当中来 这才是生存之道 风云山将朝鲜立为典型 目的自然是想让其他地方与其一样 慢慢彻底融入到汉家文化当中 历经几代之后 便会变成汉家儿女 自然不会有异心了 既然吕宋岛发现丰富的铜矿 风云山当然马上要组织人手前去开矿 正好这些菲律宾人身材瘦小 正适合做矿工 风云山打定主意 将那些不听话的菲律宾人 全部送去挖矿 铜矿对于中华帝国来说 可是太重要了 尽管云南那边也发现了较多铜矿 但那边运输比较困难 还不如江西的德行铜矿产量来得高 如今中华帝国的经济发展 铸造圣弊的铜用量大增 加上最近总参谋部开始制定的金属 壳子弹 铜的需求量更为庞大 如今能在吕宋岛发现铜矿 实在是及时 对了 陛下 微臣有一事起奏 一旁的内阁副总理曾观兰呼的禀报 准奏便是 封云山见曾观兰郑重其事 有些好奇 谢陛下 曾观兰道 有较多的地方官员和国学教授给微臣写信 说是如今我中华帝国不但已经全部统一 还实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疆域 建议陛下 风禅泰山 昭告天下 以激励帝国子民的士气 同时 他们还说 帝国如今的疆域太大 很多地方没有明确的划分省府区域 甚至连名字都不好称呼 建议对这些新占领的疆土 参照原本的省份划分标准进行划分 同时取名 重新设定全国的疆域 一听曾观兰如此说 左宗棠也连忙附和道 曾总理说得极是 帝国疆域扩张太快 一直以来都是大致的称呼 的确应该好好规划 明确和正区划分 也更适合地方的治理和百姓的生活 冯云山点点头表示同意 便道 既然如此 曾爱卿便由你牵头 将中华帝国重点划定正区 确定各省所治理区域范围和名称 曾观兰见自己的意见被采纳 大喜 连忙回道 微臣遵旨 提到新占的疆土情况 冯云山想起自己最关心的移民问题 便问曾观兰 新债那些疆域 我汉家百姓移民情况如何了 曾观兰回道 回禀陛下 各地移民情况都很平稳 除了刚才微臣提到 吕宋的土著与汉家移民起过冲突之外 其他都很是顺利 说着 曾观兰如数家珍的禀报起来 朝鲜自三四年前便开始双向移民 如今已移入汉民超过400万 一组朝鲜百姓共200万人 实现人口的大量兑换 将朝鲜的汉民比例提高到50%以上 这样一来 整个朝鲜已经完全成了汉人的世界 陛下也知道 这些朝鲜百姓本就对我汉家儿郎 有种天然的自卑感 一直崇尚我汉家文化和生活 因此 他们对汉民移民很是友好 迫切希望能带领他们一道致富呢 长崎登九州岛一带 也从浙江和福建移民近20万人前往 作为左右日本的桥头堡 此处位置重要 微臣认为 移民能很好影响的日本人 让他们跟朝鲜人一样 羡慕我们恨不得能加入我们的行列当中 外东北地区 特别是庙街和海参威等河谷 还有库叶岛上 移民了8万朝鲜人来开发土地变为农田 而华夏百姓更是迁移了近20万人 开发庙街和海参威两地 至于西伯利亚的北海和西海一带 从去年开始 也移民了超过5万蒙古人和10万汉家百姓 虽然暂时还无法自力更生 每年还需要从内地运输粮食补贴 但慢慢扎下根来 西北一带的回江 还有后续新战的哈萨克韩国 沙俄等地区 只是在浩瀚王国以东部分 移民了近100万的汉人在此开发农田 但浩瀚王国以西 因为距离实在太过遥远 而且都是荒漠一片 擅长耕种的汉民无用武之地 对于这些地方直接引导那些蒙古人占领 最重要的其实还是原来的越南 南长等地的吕宋群岛 东印度群岛等地 原本就有广东福建一带的华人 尤其是客家人居住在这些地方 在帝国占领这些地方之后 内阁的农业部和民政部 通过这些华侨发动更多的华人移民当地 这三年间 已经从广东 广西 福建和浙江 湖南 江苏等地 累计移民超过260万人 不同于朝鲜南洋一带的移民 很多是自发性的 老乡拉老乡 亲戚带亲戚的方式 这种半组织半主动性移民 移民的效率和效果都要更好 那些百姓也更愿意移民南洋这边 我们可以分配更多的土地和矿山给他们 甚至在福建和广东等偏僻一些地方 有整个村子半个乡里迁来南洋 他们虽然有乡土观念 但还是敢于出来闯荡 加上内政部一些激励措施 移民意愿很是积极 吕宋岛上客家人移民和当地土著人的冲突到底怎么回事 冯云山问起来 他想到刚才范如曾说起因为铜矿争执的事情 回禀陛下 确实事情是因为铜矿开采引起的 公务部矿产司数十人在吕宋岛勘探发现许多矿产 其中有一处铜矿无论是储量还是品项都异常的惊人 不过这处铜矿却是当地土著一个大部落的神山 他们不但不准矿产司前去开采 还将那些测绘的几名矿产司人员给杀掉了 矿产司因此上报当地驻军 距离最近的一个营赶去 打死打伤了数十名土著 想逼迫那个部落退后 没想到那个部落表面上屈服 背地里却联络周边其他好几个部落 夜里偷袭当地的驻军营 让将士们折损数十个 吕宋岛的驻军 步兵第27师师长罗信东大怒 派出半个师共五千多人的军队 用火炮和火枪 将那矿山附近方圆两百里之内的 大大小小土著部落全部扫平了 为了安抚南洋的其他土著 对外号称是那里的土著先进行暴乱 这才评判的 曾观兰说起了事情的原委 冯云山拍拍手道 罗信东 罗爱卿 是罗信南的兄弟吧 不错 昔日的乡军将领 果然果决勇敢 杀得好 日后若是再有那些土著蛮夷不服王话 便都给朕斩杀了 我中华百姓亿万之多还愁无人 对了 那个铜矿如今开采起来没有 除了吕宋岛之外 其他地方的土著有没有与宜居的华人起冲突 曾观兰回答道 陛下 那个铜矿已经开始开采了 听矿产司的人说 虽然才刚刚开始 但因为矿藏品相好 埋深浅 产量还不小 目前在召集四周的土著们修筑从矿山到海港码头的道路 到时候先用牛车从矿山将铜矿运往码头边 那里已经准备修建一家大型炼铜厂 专门用来野炼开采出来的铜矿 其他辅料和煤炭从交直北部运过去 也很方便 至于吕宋岛以外的其他地方 因为大量华人移民 不可避免与本地土著发生了些冲突 不过 如今不同往日了 我中华帝国已经强势崛起 在这个东方世界 还有哪个国家能通我中华帝国抗争 曾观兰说到激动处 下意识地挥下手 但马上想到在皇帝面前 又压下去 继续说道 如今整个南洋一带 都完全是我中华帝国的领地 在这里 华人是主人 他们被压迫受歧视的日子 再也不复存在了 华人都挺起胸膛做人 那些土著 还有留下的洋人 就算与移民过来的华人群体有冲突 也是以躲避退缩为主 毕竟整个南洋 如今华人势力庞大 当地的驻军和地方政府 也都是我中华帝国的人 他们就算受点委屈想告状 也是有告无门 各位亲爱的听众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这个天国不太平》 作者 《三江口水》 演播 致远 第五百六十四集 冯云山笑道 哈哈 就应该如此 那些土著 看他们聪不聪明了 要是更聪明 自然会委屈求全 安分做帝国的子民 总有口饭给他们吃 总归比他们原来那 重食不果腹要好得多 甚至 他们应当尽力 让自己融合到华人中来 为帝国卖命 以自己能变成中华帝国的子民 为目标 能够成为帝国的子民 而高兴才是 而要他们不够聪明 硬要与中华作对的话 那便是他们自己找死 失去存在的价值了 不过 也注意提醒那些华人 想想以往的苦难日子 不可做得太过了 尤其是 弱小本分的族群 既然愿意成为帝国的子民 便不可再死命逼迫 曾观兰 盲点头应允 封云山 又朝总参谋长左宗棠 和外务部部长 吴如相两人道 英国的内乱 让他已经自顾不暇 沙俄 也因为国内连续不断的农民起义而头疼 应该是酝酿解放农奴的变革 来平缓国内矛盾 波鲁士也差不多 谋求德意志的统一 而做准备 法国如今又和我们交好 这种形势下 外部环境非常的良好 正是帝国国内大力发展 将外开拓边疆的良好时机 如今的重点便是美洲 墨西哥的北部七洲 我中华帝国已经勉强站稳脚跟 接下来便是将这块非地扩大并巩固的时候了 朕已经谋划好了 根据可靠消息 美国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 很可能是共和党的当选总统 而共和党人候选人 哪怕是温和一些的林肯 也将反对南方的奴隶制度 这必将会让美国和南北双方爆发根本性的争执 无法调和直至战争 陛下 若是您说的消息可靠的话 可真是一个绝佳的好事 这样一来 便是中华帝国的机会了 左宗堂叹道 他早已经不再对皇帝 犹如先知般的不止游人和的惊讶了 不过 即便已经习惯了冯云山鬼神莫测的谋划 他还是叹服不已 现在他明白了 当初为何皇帝要花大力气同法国合作 一道出兵墨西哥 并在瓜分墨西哥的时候 坚决要取墨西哥北部的七个州 一切的缘由便在这里 冯云山笑笑 不错 左爱卿 正因为如此 朕才要嘱咐你 必须提前做好出兵美洲的准备 当然帝国本土出兵不能太多 大部分的兵力还是从新墨西哥省调用 总参谋部的任务是提前准备一批基层军官 前往墨西哥招募兵员 熟悉那里的环境和士兵 融入进去 将那里的士兵带起来 做好出兵开战的准备 左宗棠道 陛下深谋远虑 微臣佩服 难怪陛下去年开始 便陆续的让总参谋部 在新墨西哥省大肆招募兵员 原来一切都是为了干涉 美国的内战做准备的 左宗棠不禁为那名即将幸运 被选中的总统感到悲哀 当选总统 其实是他的不幸 想到这里 左宗棠禀报 陛下 新墨西哥省 自从启动募兵计划一来 如今已经招募了近五万兵力 预计到年底会有七万兵力 其中约六万兵力 八千奇饼 五千炮饼 只是新墨西哥省的开支不少 南洋公司在美洲的盈利 全部投入至新墨西哥省 还有空缺 只能帝国本土 源源不断的输送财物 给予补贴 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移民 新墨西哥省已经有近二十万的华人迁入 为当地的经济活跃提供一定的帮助 冯云山听到这个兵力数字 颇感满意 尽管这支兵力其实与美国内战相比较来说 数量不算多 而且兵源因为是短期内组件 军事素质不会太高 但也算是一支不小的武力了 到时候 无论是趁居割据美国西南部 还是帮助南方去攻打北方 都可从容选择 冯云山又看了看范如曾 后者立刻反应过来道 陛下 特务司已经做好了准备 早在前年便派出大量的特务 扎入美国南北双方 尤其是北方 冯云山点点头 既然如此 就好好等待事情的开局 1860年10月 美利坚合众国伊利诺伊州的首府春田市 市政厅前的小广场上 民主党总统竞选的候选人 伊利诺伊州联邦参议员史蒂文道格拉斯 站在几个简陋的木桌拼凑成的讲台上 讲台上又放了一颗粗壮而低矮的木桩 道格拉斯缓缓而坚定的走上木桩 环视台下近千名春田市民 个子虽矮却很结实的道格拉斯 开口大声道 伊利诺伊州是我工作生活的地方 是我最热爱的家乡 我对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饱含深情 而伊利诺伊州是美利坚合众国一个十分重要的州 我认为它应该做出表率 请大家支持作为民主党竞选人的我 民主党是一个全国性的政党 有能力将政策使用整个美利坚合众国 我也有能力带领民主党服务好伊利诺伊州 服务好全美的人们 对于奴隶制问题 我的老对手林肯律师总是喜欢比尔不谈 他想通过保持沉默来回避整个问题 避免得罪大家 不过两年前 他和我在竞选伊利诺斯州的一个联邦参议员席位时 曾经说过 如果一个国家存在着有的地方实行奴隶制 有的地方却禁止奴隶制的话 那么这个国家的团结是不可能存在的 要么全国都实行奴隶制 要么全国都禁止奴隶制 对于此言论 我还是那句话 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 对于一个地区而言是最好的方式 但对于另一个地区而言 不一定就是最好的了 美国有一半地区实行奴隶制 有一半禁止奴隶制 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70年 那么为什么这种方式不能继续下去呢 各有各的生活方式 就好像这位兄弟喜欢传教士体位 而那位兄弟却喜欢后入式 我想林肯先生一定要强迫大家 统一用传教士体位 或是后入式甚至自创的林肯氏 都会让人讨厌 不是吗 道格拉斯难得的开了一个粗俗的玩笑 一下将围在周围的人们 给逗得哄堂大笑起来 纷纷起哄道 林肯氏 道格拉斯先生 你能告诉我们林肯氏是什么体位吗 说不定我今晚还真要和我那婆娘尝试一下 道格拉斯摊摊手 笑道 你这个真的去问问林肯律师了 不过 我想你还是不要学他林肯氏了 因为你脸没有那么长 落腮糊也没有那么浓密 戏弄完对手林肯 道格拉斯又开始他的关于奴隶制的看法 我不会接受黑人于我平等的思想 而且我拒绝把黑人当成我的兄弟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黑人就应该是奴隶 黑人应该享受任何权利 只要这种权利不威胁到他所生存的社会环境的安全 每个州或者地区都必须就本地区黑人应该享受什么样的权利做出决定 伊利诺斯州决定 黑人不是公民 但伊利诺斯州保护他们的生命 财产和民事权利 伊利诺斯州只是拒绝了黑人的政治权利 而且不允许黑人与白人平等 这样的政策是适合我的 而且也是适合我们民主党的 这就是我对否蓄奴的态度 我不反对蓄奴 也不反对奴隶制度的推广 但是联邦法律不能将奴隶制度强加于不愿意接受奴隶制度的地区 各州人民应当有自己的主权 不应该统一 而完全由本州的大多数的自由民自行决定 道格拉斯 结束了自己的演讲 尽管浑身疲惫 但精神却出奇的好 尽管知道自己的这番话 可能会让南方州的民主党人不满 让南方州那些奴隶主也不满 但他还是义无反顾的说了出来 伊利诺斯州的演讲 是他竞选总统的最后一次演讲 之后便马上会迎来11月6日的大选投票日 他已经没时间再四处演讲了 他要在春田市稍稍休息一下 便直接迎接大选 没有遗憾了 自己很可能已经输掉竞选了 毕竟南方的很多选票 自己估计难以拿到了 但该做的自己都做了 问心无愧便成 道格拉斯感叹着 跳下演讲台 道格拉斯在自己的助手过来搀扶的之前 挥了挥手 蛮横的将助手推开 他不愿意被民众看见自己虚弱的样子 但他知道 经过这几个月的轮番不断的四处演讲 几乎将全美国各州都走遍了 演讲了一圈回来 自己本来就虚弱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 再不歇会儿 只怕直接垮掉了 春田市其实很小 七年前才开始建阵 三年前才成了一个大点的城市 实际上也就三万人不到而已 道格拉斯和助手回到自己的居所 助手便告诉他 道格拉斯先生 为什么不听从我的建议呢 我们早就劝过您 不要对奴隶制发表任何意见 像那个林肯一样 在南北双方就奴隶制存在的问题 争端上保持沉默就好 这样的话 就能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先生您看您的对手林肯先生 他一直在奴隶问题上保持沉默 但私底下却两面暗示 让北方州的民众 以为他是支持废除奴隶制的 让南方州的人 却以为他是支持奴隶制的 而您 道格拉斯先生 您这样明确的表达 自己对待奴隶制的态度 虽然看似两面讨好 但实际上 却是两面都不讨好 对于您的态度 北方州会认为 您不明确表示反对奴隶制而不满 而南方州 又会认为你不明确赞同奴隶制而不满 道格拉斯打断住手的话 叹了口气道 别说了 这些我怎么不明白 但我不能违背我的内心 去虚伪的欺骗门咒 更不能欺骗我自己 我的人民主权论 才是解决南北各州 对待奴隶问题上的 争端最好的解决方法 其他任何主意 无论是废除奴隶制度 还是支持奴隶制度扩大 都会引起美国的动荡不安 甚至分裂 这是我绝不允许的 助手 有些复杂的看了眼前憔悴的道格拉斯 又是气恼 又是钦佩 半赏 助手咬咬牙道 先生 要不 我顾请那些西部牛仔出面 趁着距离正式大选 还有几天时间 那个林肯 也会回到春田市的机会 将其 说到这里 助手恶狠狠的做了一个空洞板机的动作 暗示故人直接将林肯暗杀掉 混蛋 一听到这里 道格拉斯怒吼起来 他嚷道 绝不可以这样做 你这样做会毁了美国 毁了数十年的联邦选举传统 我警告你 绝不能打这样的主意 我宁愿失败 宁愿放弃竞选总统 也不愿意做出这样肮脏罪恶的事情 你别看我与林肯辩论 别看我平时演讲刻意去讥讽他 但我对他并无恶意 只是公平的竞争 事实上 我甚至挺欣赏他 除了他那拉长脸的马脸 如今四个竞选人当中 就我和他两人的呼声最高 他是我强大的对手 但只要是公平竞选 就算是他胜利 我也会祝福他 因为美利坚合众国 需要我和他这样的领袖 我绝不允许有人暗算 这会将美利坚合众国 多年来一贯的选举制度破坏一空 会危及美利坚的根本 绝不允许 住手 被道格拉斯一脸的怒气所吓住 联盟低下头不再言语 但他心里 却为道格拉斯更加鸣不平 道格拉斯先生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和林肯是情敌吗 二十年前 你中意的姑娘 嫁给那个生着马脸的穷小子 如今那个穷小子 变成了高收入的名律师 拥有百万家产 难道 你就真的从来不羡慕和憎恨吗 晚上 同一个城市 另外一栋豪华的住所内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亚伯拉罕 林肯 静静地坐在书房内 他的旁边 还有一个田径的女人 正是林肯的妻子 玛丽托德 亲爱的 我似乎已经看见了自己 成为总统夫人的这天 天哪 我已经闻到了味道 的确已经不远了 玛丽托德 得意地朝林肯笑了笑 林肯皱着眉头道 玛丽 你可别高兴得太早 太过得意忘形了 还有好几天 不到最后一天选票出来 谁也不知道结果 玛丽托德 却埋怨的道 亲爱的 你太过谨慎了 你是不是还在担心 那个竞争对手 道格拉斯 见自己丈夫不作声 玛丽托德知道自己说对了 她忙安慰道 无需担心 我刚听说 那个道格拉斯已经回到了春田市 下午刚刚结束她最后一次演讲 不过 在这次演讲当中 又针对南北的奴隶制度纷争 发表自己的态度 什么人民主权论之类的 真是可笑 她可能是两面讨好 却不知道 这样反而会两面都不讨好 反正我已经断定了 这个道格拉斯 已经完全不是亲爱的你的对手了 真是庆幸 当初没有选择与她交往 林肯眉头震得更加深了 随着选举投票日的临近 她发现妻子玛丽的心思越来越直接 简直是她在竞选总统一样 比自己都要激动得多 似乎最近一段时间 林肯明显感觉到妻子偷偷背着自己 做了很多事情 林肯无奈地发现 原来一向公顺的妻子 野心会这么大 一心想要当上总统夫人 这不得不让她错误地认为 当初二十年前之所以嫁给自己 而不是道格拉斯 是不是根本不是因为爱自己 而是 自己比道格拉斯更有可能会成功的当选总统 想到这 林肯便是一阵心跳 心头猛的一惊 她想到了 急忙压低声音说道 玛丽 我告诉你 几个月前 与我一起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威廉西华德 出的事情到底是不是你安排的 玛丽脸色一变 但很快便平静下来 她平静地盯着林肯道 亲爱的 放心好了 威廉西华德没事 他只不过生了一场大病 到我父亲的一个农场去休息一段时间 等你获选总统之后 很可能他的病就会好起来 到时候自然会再次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你也别问具体哪里了 你知道的 我父亲虽然是工厂主 但也有好几个农场 具体哪个农场 我也给忘记了 亲爱的 你安心竞选总统变成 林肯感觉浑身发冷 他没想到 跟自己耳鬓撕磨的夫人 背地里竟然会做这么多事情 还帮助自己软禁了竞争对手 幸好这是没有被人知道 否则的话 自己想竞选总统的理想可就全完了 难怪前阵子呢 本来获得共和党内支持率远远高 过自己的西华德 会突然发布声明 说是因为生了大病 放弃竞选总统 致乡下养病 并且还呼吁所有共和党全力支持自己 成为共和党第一任总统 原来都是自己夫人搞的鬼 原本自己几乎已认定了不可能竞争过西华德了 要知道共和党内有三分之二的人支持他 而自己连三分之一的支持率都不到 这本该他西华德 稳胜的局面 一下子变成了这样 尽管这样的结局 对自己未免来得太好了 尽管这样 在得知都是自家夫人搞的鬼后 林肯还是一阵的不舒服 各位亲爱的听众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这个天国不太平》 作者 三江口水演播致远 第五百六十五集 很好 你为了你的总统夫人梦想 真算是拼尽了权力 可是玛丽 你知不知道 这要是一旦消息传出去了 我们就完了 全完了 用卑劣的手段 阻止竞争对手竞选 非法限制自由人的人身自由 你我都是律师出身 应该知道的 他若是告我们 后果有多严重 林肯愤怒的道 而且 这样击败对手 就算获选总统 我心中始终也会有个疙瘩 这对于我来说 不是什么好事 就算我不是一个 虔诚的基督徒 没加入过任何教会 但也是出生亲信惠家庭 我的心中仍然愿意 这世界是美好的 玛丽 你这样做 我的心就会有到永远的罪恶之花 我会不安的 玛丽悲伤而又无辜的看着自己的丈夫 亲爱的 你别这样 我只是想帮助你稳妥的成为总统 在实现你的梦想的同时 也实现我的梦想 更加为美利坚联邦境内众多的黑奴 实现他们的梦想 我知道 尽管你在各州竞选的演讲中 没有公开反对黑奴制度 也没反对南方的那些奴隶主 续养黑人制度 但二十年的朝夕相处 我怎么会不明白 你是何等的不爱 从心底憎恶那些富人 将黑人当成奴隶 你想让他们成为自由民 可以四处寻找工作机会 我说的对吗 不带林肯回答 玛丽又接着说道 所以亲爱的 你不要有任何的思想负担 这一切都是我玛丽托德 背着你做的 你什么都不知道 就算为了联邦的将来 为了那些黑人奴隶 我必须这样做 因为只有你成为总统 才能拯救他们 拯救美利坚 至于西华德 你放心好了 他不会说出去的 我已经答应他 将我父亲三分之一的财产 分给他 条件便是 他推出共和党和你的竞争 全力协助你成为总统 而且 等你成为总统 若是享用他 他也会无条件答应的 林肯 听妻子这样说 心中安宁下来 看着妻子 已不再是年轻的面容 想起刚才 对他的态度和愤怒 有些欠然 将妻子一把搂在怀中 温柔地道 玛丽 你这是何苦呢 你没必要为我牺牲这么多 连岳父大人 三分之一的财产都送出去 这可是一大笔财富了 玛丽 动情地看着林肯 只要你好 那些算什么 我愿意为你做一切 哪怕成为杀人的恶魔 而下地狱 再说了亲爱的 那点财富算的什么 我父亲和他们那些朋友说了 只要帮助你成为 美利坚的总统 按照你们共和党的政策 你们那些工厂主和银行家们 便会迎来事业的大发展 特别是你 若能以总统身份废除奴隶制 从而打开南方广阔的市场 和充沛自由而廉价的工人 这点花费 必定会以十倍百倍的回报 林肯不由更加紧地抱紧了玛丽 两人一位两久 半赏之后 林肯突然说道 对了 既然那西华德已经答应了你的条件 怎么还将他软禁在农场之中 亲爱的 你不知道 那西华德不知道什么原因 突然有股强大的力量支持他 暗地里给他推波助澜的宣传 让很多原本一律不定的共和党选择支持他 否则的话 我也不会出此下策了 不管他如何答应了我 也不管其他怎么样 反正现在你成为总统之前 我不想他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 不能让他有一丝一毫的威胁到你 玛丽的话 让林肯想起了前几个月 当时 共和党内选出西华德和自己作为两名候选人 竞争共和党的提名总统候选人 结果连续两次投票 西华德都远远超出自己 原本自己觉得并不会比他差得多少 结果会有这么大的差距 当时自己还觉得非常奇怪呢 原来竟然是有一股秘密的实力在帮助西华德 幸好 要不是玛丽出了这个直接干脆的晕招 将西华德直接软禁起来 自己还真难说能胜过他 成为共和党唯一的候选人 虽然自己口头上对自己很有信心 但那是面对道格拉斯 他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 无论他如何优秀 如何努力 他的纵容并鼓励奴隶制的市场 在如今这约翰布朗起义之后的美利坚联邦 畅销书汤姆叔叔的小屋 卑贱者的生活 销售量上百万册带来的巨大影响 无不预示着美利坚联邦的北方民众各州 对于黑人的同情和对奴隶制的反对 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 因此纵容奴隶制 占绝大多数民主党人的政治态度 便决定了他们的失败 但面对同样是共和党领袖的西华德 林肯汉真没有绝对的把握 西华德比自己大了近十岁 又本身就是上层家庭出身 深受北方诸州支持的共和党的工厂主 大资本家的欢迎 他甚至在二十年前 就已经出任过纽约州的州长 比自己的政治生涯要久得多 多亏玛丽采用谁也不敢用的暴力手段 竟然直接将西华德给阻止了 不过到底是什么势力 竟然能这么大的影响 能买通那么多的共和党人 推选西华德呢 要知道那些共和党人 无疑不是有财力有地位的人士 能打动他们的是 必然要花费巨大 由此可见 这个背后的势力还真不小 可究竟是什么党派能有此实力呢 林肯疑惑起来 西华德背后 是东北几州那些大工厂主们 林肯是知道的 其实他自己也是如此 就好比他的岳父也是其中之一 但这些人 没必要偷偷地支持他呀 完全可以正大光明明面上的支持 还说不通 然而除了这股势力之外 还有谁会支持一项强烈支持 全面废除奴隶制的西华德呢 南方那些州绝不可能 民主党的势力也不可能 他们就算再内讧 也不会支持身为共和党的西华德 何况他们如今已经选出了 道格拉斯和约翰布雷肯 李奇两人作为总统候选人 和自己竞争 那么林肯暗暗猜测 唯有那股势力了 那便是自己曾经加入后又退出的辉格党 看来辉格党虽然多年消失不见 但仍旧有支持者和坚持者呀 林肯不由感叹一声 不过奇怪的是 当初自己可是听说 仅剩那少数没加入共和党的辉格党人 也是去了南方投靠那些奴隶主们了 怎么会反过来帮助反对奴隶制的西华德 这样一想 林肯又迷茫了 不过林肯不再想那么多 如今最重要的是保持好状态 只等几天后的那场最后的角逐 这次竞选总统 林肯已经胜券在握了 他对自己很有信心 想想自己 从一介穷小子 能到如今这个地步 真的很不容易 就算没有玛丽从爷爷那里继承的财富 没有岳父的资助 如今自己为著名律师 共和党人的领袖 年收入上万美元 也是功成名就了 何况这次竞选总统 眼看就要击败老对手道格拉斯 这真是人生一大快事 这次竞选总统 自己一改原来公开反对奴隶制推广的言论 选择隐忍这么久 即便是四处演讲 也不再发表自己内心反对奴隶制的看法 目的就是为了让那些南方奴隶主 不至于那么剧烈的反对自己 让自己能顺利的竞选上总统 而只要当上总统 便能实现自己的报复 将北方的自由民主文明社会制度 推行到整个美利坚联邦 让美利坚更加强大 而自己作为共和党第一任美利坚总统 也将永远地镌刻在历史的封碑上 想到这里 林肯又回想起20年前击败道格拉斯 赢得玛丽的芳心的青春往事 不由一阵激动 拉着妻子玛丽往卧室走去 1860年11月6日 南卡罗来纳州州府哥伦比亚市 这座作为美国建国以来最早兴建的城市之一 此时已然脱离了小镇的样子 南卡罗来纳州境内的萨鲁达河 与布洛德河再次会合 形成宽阔平缓的康格丽河 冲击平原 土地肥沃 因此 哥伦比亚四周都是一片片广袤的农场 种植着无边无际的棉花等能作物 乃是美利坚联邦 位于南方重要的棉花生产地 加上又是康格丽河航运港口 直通海边的查尔斯顿港 交通便利 加上南卡罗来州首府地位 此时已经颇具规模 城市人口达到三万多人的规模 对于此时的美利坚来说 已经算是相当繁华的大城市了 此时已经进入深秋 天气慢慢转凉 却正是棉花收获的最佳世界 哥伦比亚西郊 康格丽河畔 卢紫月和他的弟弟卢紫敏 望着河岸远处正悠悬摘棉花的人们 河畔的秋风 将那些采摘棉花的人们悠闲的歌声 吹入他们的耳朵 一切都是那么的安详 卢紫月叹了口气 这些一无所知的人 还不知道一场可怕的战争即将要爆发 不过对于他们来说 不知道灾难反而能过得更好 卢紫敏回答道 兄长为何突然变得多愁善感起来 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 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族而已 对于他们的死活 我们不必太过在意 完成陛下和吴大人 范司长他们交办的任务 才是最重要的 卢紫月苦笑着摇摇头 这个自然 不过人非草木 孰能无情 在此待久了 对于周围这些平民 自然不好等同于畜生一般看待 希望他们能在这场灾祸中 安然无恙吧 不过 话又说回来 在这南方待久了 才知道北方那些工厂主和资本家们 宣扬那些何等的不实 一切不过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已 你看那些采摘棉花的人 虽然大部分是黑人 也就是他们口中的黑奴 另外白人也不少 并不是他们说的都是黑人奴隶在干活 白人就光站着一边看着 兄长说的是 其实南方这些奴隶主们 何尝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包括这些什么民主党 共和党 还是残余的会格党 不过都是为了各自背后的利益集团 卖力罢了 卢子敏 也望向远处那些 还在哼着听不懂的歌曲的一群黑奴的 不过那些美国北方佬 说要拯救黑人奴隶之类的话 还是能欺骗众多不明真相的人 要是没有在这哥伦比亚待过一段时间 谁能想到 我们先前认为的黑奴 竟然生活得还不错 无忧无虑的 远比北方那些穷苦的 所谓自由民的工人要好得多 与北方州那些没日没夜 不停做工的穷苦故宫相比 这些南卡罗来纳州的黑人 简直生活在他们所说的天堂里 每天都不用考虑挨个个的问题 隔几天甚至有顿肉吃 尤其是这样采摘棉花的季节里 为了保证他们不偷奸耍花 这些棉花种植主们 甚至一天除了提供管保的两顿饭池之外 还派人到田间送去点信和自酿的国酒 给那些黑人奴隶享用 要不是亲眼看见 简直难以让人相信 这哪里是奴隶啊 简直就是小心谨慎请来的大爷 卢子月笑笑 倒也不是说你说的那么夸张 奴隶主让这些黑人奴隶吃得好 并不是真的要对他们好 不过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财产而已 对这些奴隶主而言 这些黑人奴隶就与他们的圈养的马匹没什么两样 自己的马当然要喂养的好一点才能更好的干活 黑人奴隶也一样 何况我们不是已经了解到这些黑人奴隶价格昂贵 一名成年健康的黑奴价格要将近一千美元 要是熟练的工匠 还要好过一千美元 这可是一笔巨款了 对于这样昂贵的财产 那些种植园主们自然要好好的爱惜着 这样一想 其实并不奇怪 是啊 只是这些南方的黑人奴隶 都是一辈子生活在种植园内 他们并不知道北方那些所谓自由民过得如何悲惨 而北方那些所谓的自由民 也不知道南方奴隶的悠闲舒适生活 卢子敏道 相对来说 除了没有受苦受穷的自由以外 南方的黑奴远比北方那些 中日为生活奔波的故宫们生活得更好 卢子越站了起来 转了话题 先不说这些黑奴了 今天是美利坚联邦各州投票选取总统的日子 虽然圣经方面已经为我们做了几个方略 但维兄还是担心会出什么意外 二弟 你一向机敏 你来说说 若是那个共和党的林肯没有当选总统该如何 卢子敏笑道 兄长 你怎么会这样想 原本早在两年前 圣经来的旨意 就已经告知我们那个共和党林肯会竞选总统 并且很大可能会成功 其后 此人果然参与竞选 并且呼声很高 前段时间 特务斯传来命令 让我们秘密扶持共和党的西德华出任总统 毕竟这个西德华比林肯更加坚决的反对奴隶制 一旦他当选 美利坚南北诸州必然因为奴隶问题爆发战争 可惜的是 此人明明形势大好 却竟然发表一个放弃竞选总统 号召共和党支持林肯的声明之后 就消失了 伊地的判断 必然是这个林肯 或是他背后的势力逼迫西德华那样做的 因此派了些特务四处搜寻 只是还没有搜到他的下落 虽然扶持西德华的任务失败 但圣经原本的旨意 本就让美国内乱起来 爆发内战 为我们中华帝国创造机会 这样说来 那个林肯当选总统的话 我们再稍加推波助澜 便还是很大可能实现圣经的意图 至于兄长你说的 要是林肯不当选总统 这怎么可能 兄长岂人忧天了 陛下料事如神 还从未出过错 卢紫月 也自嘲般摇摇头 也是 陛下可从未看走眼过 没了那个西德华 想必这个林肯必定当选了 而他当选 虽然没有西华德那么 直接废除奴隶制 能迅速让南北双方爆发战争 但有我们这两个月 在这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些布置 还有马沙利他们这些 残余南方辉格党势力的配合 那件事情应该没问题了 放心好了兄长 我在洋人之间发展几名特务 都探听到一些秘密消息 南卡罗来纳州的最大那家兵工厂 正抓紧生产和储备武器弹药 他们已经为那个共和党人林肯 选上总统的事情做好了准备 卢紫敏顺道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兄长 现在这个时间 总统的投票应该已经结束了 到明天中午之前 结果便会宣布出来 到时候 兄长你留在这里 见证南卡罗来纳州 突离美丽建林邦 这边事情一了 兄长还要赶到南方的 德克萨斯州去 准备迎接彭玉林彭大人他们 新墨西哥省的驻军 进驻德州 而小弟我明天就启程 前往李世满 做好南北双方全面开战的准备 两人闲聊一会儿 太阳慢慢的开始下山 见时候不早 兄弟俩开始准备回城 而河畔棉花地里的黑人奴隶等 赶着装满白色小山般的棉花牛车 开始陆续朝农场内返回 各位亲爱的听众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这个天国不太平 作者三江口水 演播致远 第五百六十六集 嘿 卢先生 要回城吗 我们正好要将刚摘的棉花 运回主人在城里的仓库 需要烧你们一城吗 河畔的土路上 一大群黑人 赶着牛车往这里走来 为首一名高大建树的中年黑人 隔得老远 便朝卢子月打着招呼 大着嗓门 喊道 卢子敏 低下头疑惑地看向卢子月 卢子月低声解释 二弟不必奇怪 这个黑人名叫萨姆戴维 是城内最大的奴隶主 约翰 哈伦的棉花种植黑奴头领之一 很受他的主人重用 我曾到约翰 哈伦家里去过几次 与这个萨姆戴维也就认识了 说完 那名叫萨姆戴维的中年黑奴 已经走近了 卢子月朝他点点头 笑道 戴维 收获很不错吧 那就麻烦烧我们一城吧 黑奴萨姆戴维 一脸恭紧地走过来 小心谨慎地搀扶卢子月 两兄弟上了一辆比较宽敞的牛车 亲自赶着牛往城内赶去 卢子敏对于黑奴有些好奇 便问道 你好戴维先生 能过来与我们聊聊吗 萨姆戴维忙成不敢 尊敬的东方绅士 我可受不起您口中先生的称呼 若是看得起我 换我戴维好了 说完 叫过一名十来岁的黑人男孩 代替他赶车 他则挪过来 一副准备接受卢子敏询问的架势 戴维 看你们好像很快乐的样子 冒昧地问一句 作为约翰哈伦这个奴隶主的奴隶 你们不觉得自己过得悲惨吗 卢子敏直接开门见山问道 丝毫没有忌讳约翰哈伦 并补充道 对了 我可不怕得罪你们的主人约翰哈伦 你也知道 他对我哥哥十分尊敬 因此 你只管直说 不用怕我会告诉你的主人 我也不会那样做 萨姆戴维明显有些震住了 他没想到 这位东方来的贵族先生会说得这么直白 一时间还真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 稍稍想了想 这才开口 尊敬的先生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过得悲惨 我很快乐 真的很快乐 您看 我今年已经35岁了 还很健康 有一个漂亮贤惠的妻子 还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我们一家每天都有足够的食物吃 有衣服可以穿 只要好好干活 主人也不会责打我们 一家人都过得很好 这一切都是我主人赏赐我的 我很满足 说到这里 萨姆戴维露出满足的笑容 憨厚的脸上闪过一丝亮丽的神采 让卢兹敏到嘴边的话 都没办法再问下去 卢兹敏摇摇头 表示不信 诱惑道 戴维 你真的不用害怕 你主人知道惩罚你 按你自己内心的想法回答我 想离开你的主人吗 我们愿意帮助你和你的家人 让你们自由自在的 到其他地方去生活 先生 别开玩笑了 主人给我们吃 给我们穿 生病的时候 还请医生为我们治病 下个月 还会给我儿子娶个老婆 对我家有大恩 我们不会离开主人的 萨姆戴维 朝卢紫月 坐一行礼道 卢先生 戴维到前面给您驾车 说完 萨姆戴维竟然似乎有些生气 不理卢子敏 直接又回到前面的牛车架前 继续亲自赶起车来 见这份场景 卢子敏望向兄长 用家乡的语言探道 看来黑奴们还真是有过得不错的呀 卢紫月笑道 这不正好 我们帮助南方 也算是帮助这些黑人 不受北方工厂主们的欺骗和压迫 从良心和道义上也说得过去 要是能让他们退让一步 解除奴隶身份的依附关系 也算是做了件好事 当然 重要的是完成圣经方面交办的任务 华盛顿 白宫第二层办公室内 美国总统詹姆斯·布侃南 和美国国务卿刘维斯·卡斯 两人相对而坐 卡斯 看着年近七旬的布侃南 已经头发花白 原本因为前年开始爆发的 经济危机操碎了心 如今又因为下一任总统选举的事情而心交 不由有些同情 尽管他自己的年纪更大 卡斯啊 选举结果已经出来了 布侃南的声音有些低沉 哦 看你焦头烂额的样子 应该没出现你想要的奇迹 还是共和党的林肯当选了吧 卡斯不紧不慢的道 哦 詹姆斯·布侃南有些懊恼 道格拉斯没能选上 民主党落败了 统计结果已经出来了 刚刚送到我手里 虽然道格拉斯和林肯两人 得到的总票数非常接近 但联邦大选是按照现有的选举人票制度计算 最终林肯得到170票 布雷肯里奇62票 贝尔49票 道格拉斯只有22票 林肯代表共和党人 已经成为联邦的下一任总统 这就是你忧心忡忡 焦头烂额的原因 卡斯看着这位老友嬉笑道 我不是早就警告过你 你不参加连任竞选 而民主党内又纷争不断 那便只能看着民主党的对手 共和党人竞选成功 还好是林肯 要是那西华德 恐怕更加是联邦的灾难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 布侃南 头疼的拍了拍脑袋 目前我最担心的 就是南方那些州会退出联邦 造成美利坚联邦的分裂 这会让我成为美利坚历史上的罪人 卡斯不再嘲讽这位老友总统 脸上也严肃起来 一本正经的道 布侃南 不管怎么样 林肯是各州民选的总统 符合美国法律 我们就应该支持他 顺利接任你的总统之位 但对于南方各州的蓄奴要求 我们也要劝说先任总统和国会 要妥善处理 尽可能避免南北双方的矛盾加剧 绝不允许发生分裂或内战等行为 布侃南为难的道 林肯能当选总统 完全是因为他是共和党的人 而且西华德放弃竞选 号召民众支持他 让北方各州反对奴隶制的民众 有很大期待 我担心是他当选之后 便会为他背后的共和党人和迎合民众反对奴隶制的呼声 开始控制国会制定反奴法案 限制奴隶制的政策 这样的话 南方的那些蓄奴州必定会激烈反对 并因此脱离联邦 但当初美利坚联邦成立之初 颁布的独立宣言中 所说的各州人民有选择的权利 分离之自由 因此 若是南方的各州非要脱离联邦 还真有其法理可依据 即便是国会和联邦政府 也难以阻止 除非动之以武力 卡斯有些垂头丧气 他比布侃南年纪还要大 岂能不明白这个道理 当初美利坚联邦立国之初 就是利用颁布的独立宣言这个美国精神 光明正大的解释美利坚联邦 从大英帝国脱离出来 是各州人民的选择 只要那个州内的民众意愿 加入或离开联邦 均有足够的自由 当初用来对付大英帝国的理由 如今即将被南方州用来对付自己 真是有种报应不爽的感觉 不过 卡斯还是语气坚定的道 不堪难 我的总统先生 若是真到了那一天 我希望你能振作起来 迅速做出决断 即便是出兵以武力镇压 也要果断阻止南方州脱离林邦 不堪难缠默了 他有一个细节没有告诉卡尔 那就是南部十个州中 没有一个普通选民投林肯的票 林肯的当选 完全是因为北方史无前例的利用 人数居多的优势压倒了南方 让他获胜 但他的票数也仅仅不到40%的普选票 是历史上得票最少的总统了 这些其实也明白无误的告诉布侃南 南方绝对不会就此轻易承认 林肯的总统地位 只是 对于即将卸任的布侃南来说 他感觉自己无能为力 11月7日凌晨40序 伊利诺伊州的春田市 刚刚入睡的玛丽托特 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图人开了门 领近的却是丈夫林肯 此时的林肯 满脸的惊喜和不安 即便是布满两边脸颊的洛腮虎 也掩盖不住他内心的激动 通红的双眼布满血丝 显然他一夜未睡 玛丽立刻意识到了什么 一把迎上前 不顾仆人还在 便直接抓住丈夫的双手道 消息是不是已经公布了 竞选成功了吗 林肯点点头 抛去心中的不安 脸上带着一丝激动厚的红云 欢喜的道 是的 亲爱的 你的丈夫我 亚伯拉罕林肯 已经当选为美利坚和众国的第十六任总统 上帝呀 真是太好了 亲爱的 你终于当选为美利坚的总统 而我 从此以后 也就是美利坚的总统夫人了 玛丽 高兴的大叫一声 整个人都颤抖起来 先是哈哈大笑 继而大声的哭啼起来 犹如疯子一般 林肯却很理解妻子的举动 他这是听说自己当选总统 欢喜的喜激而泣呀 他挥挥手 让仆人离开后 一把搂过玛丽 轻轻抚摸他的后背 安慰着他 半赏 哭得梨花待雨的玛丽才恢复正常 这才发现自己的丈夫 除了欢喜之外 还有几分心神不宁 不禁奇怪 亲爱的 已经当选总统了 为何还有些眉头紧皱 面对妻子 林肯没有隐瞒 重重地叹了口气道 虽然当选总统 可亲爱的玛丽 你知道吗 我得到的选票 只有170票 自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以来 还从未有哪位总统得票如此之少 不但如此 你知道我在南方的十个州 得票的情况如何吗 玛丽 也皱皱眉头道 170票 的确票数很少 南方那些州都是奉行奴隶制 而你是共和党 背后站着是我父亲这样的 北方工厂主和银行家等 他们必然不会支持你 我猜猜 南方只有投你一二十票 要是有一二十票就好了 哪怕是几票 也不会让我如此不安 林肯摇摇头 两眼瞪得圆圆的 是零票 南方十个州 没有给我投过一票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玛丽 听丈夫这样说 也瞪大了眼睛 气愤的道 混蛋 那帮可恶的南方奴隶主 支持的坏蛋 他们竟然敢这样对待你 说着 似乎想到了什么 惊恐的道 天哪 我明白了 亲爱的 你是担心南方那些州 会因为拒绝接受你成为总统而叛乱 在你就任总统职位时 公开宣称脱离联邦政府闹独立 不愧是银行家的女儿 参议员与未来的总统夫人 玛丽 一下便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她也不安起来 有些迟疑的道 那 亲爱的 能不能在此之前 让现任不堪南总统 向南方诸州施加一下压力 同时你再出面发表讲话 声称允许他们奴隶制 在南方诸州长时间存在 用来缓和下对立情绪 这样行不 林肯苦笑道 这不可能 你难道忘记了 我之所以被选为总统 靠的是北方诸州民众的支持 更准确的说 是北方那些州 像你父亲这样的银行家 工厂主等对我的支持 我才能获得足够的选票 竞选总统成功 因此 我不可能违背自己 以往的承诺 违背北方工厂主门的意愿 去纵容奴隶制的扩张 非但不能这样 我还要加快 废除奴隶制的步伐 毕竟我是共和党人 共和党本就反对奴隶制 从公道大义上 和我自己的良心上来说 也必须促使我这样做 我能做的 最多是表面上 不说要结束奴隶制 但这样也只是 不进一步激怒南方奴隶主而已 并没多大作用 事实上 从他们投的选票来看 他们始终会以为 我会按照共和党的要求 修改宪法 进而全面禁止奴隶制度 除非按南方的意愿 推广奴隶制 否则他们不会饶过我 而对于北方来说 这两年的经济危机 导致北方十分萧条 特别是这十年中 英国产品充实美国市场 阻碍了北方的炼金业 和棉纺织业等 主要工业的发展 很多企业经营艰难 连带着 岳父的银行和工厂 都损失不少财富 因此北方这些工厂主 和银行家们 迫切的希望 要打开南方市场 提高关税 保护他们的货物 能抵挡英国商品的竞争 而这些 都要通过废除奴隶制来解决 因此身为代表北方利益 靠北方民众支持的总统 我只能反对奴隶制 南北冲突将不可避免 玛丽 看着双眼通红的林肯 很是联系 抚摸了一下 满是胡须的脸庞柔声道 好了亲爱的 现在别想那么多 好好睡一觉 林肯一眼躺下 只是 他如何睡得着 他心中已经清楚 南方诸州 从联邦政府中分裂出去 可能已经无法避免 而自己和北方的民众 绝不会允许他们分裂 这样一来 就必定会引发内战 这样说来 战争真的无法避免了 躺在床上的林肯脑袋飞转 一直思考这个问题 自己率领北方联邦能赢吗 最终的美利坚合众国 还能剩下多少个州 能不能保持合众国的完整性 目前的这一切猜测都没有结果 他真的想知道上帝会如何将他 将美利坚合众国如何安排 把大家的命运带往何处 但无论如何 林肯心中清楚 他不能让合众国分崩离析 不管多大的困难 费尽多少努力 他都要保持美利坚联邦 尽可能的完善 就这样胡思乱想着 疲惫的林肯 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11月7日一早 南卡罗莱纳州州府 哥伦比亚市政厅前 便聚集了近百人 显得格外的热闹 卢紫月和卢紫民两兄弟 领着几名手下 跟随着奴隶主约翰哈伦 一道来到市政厅前 约翰哈伦 除了是哥伦比亚的 大众支援主外 他还有一个身份 那便是南卡罗莱纳州 议会的议员 而今天 是南卡罗莱纳州州长 威廉吉斯特敲响了 市政厅的警钟 召集州议会所有的议员 以及市政厅的 政府官员商议大使 和所有其他的议员一样 约翰哈伦 早就猜测到州长威廉吉斯特 敲响警钟的原因 因为是生意伙伴 加上卢紫月表示 对这次集会很感兴趣 约翰哈伦 带着卢紫月两兄弟 一道来到了市政厅 果然 等大部分的议员赶到 站在市政厅门前的州长 威廉吉特 直接说出了他敲响 警钟召集大家的原因 众位 大卡罗莱纳州的乡前 我告诉你们一个 很不幸的消息 正如我们一个月前 便担心的那样 代表北方老利益的 共和党人 亚伯拉罕林肯 已经当选美利坚合众国的 第16任总统 尽管众人已经猜到了 多半是这个事情 但仍旧忍不住一阵惊呼 上帝呀 该死的共和党人 当选总统 肯定会逼迫我们废除奴隶 我们的末日要到了 不能就此罢休 乡亲们 我们要奋起反抗 这些该死的北方老 他们妄图扶持一个 共和党总统 来毁掉我们如今幸福的生活 毁掉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绝不能让他们阴谋得逞 我们不要那些高昂的关税 不要那些贸易保护 我们要自由市场 不要承担北方老引起的 巨额财政赤字 吉斯特先生 你就说怎么办吧 我们听您的 州长威廉 吉斯特 见群情激愤 对于自己营造的氛围 很是满意 各位亲爱的听众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这个天国不太平 作者 三江口水 演播 致远 第567集 州长威廉 吉斯特 见群情激愤 对于自己营造的氛围 很是满意 他站在市政厅 大门口台阶上 朝围着他面前的州议员 和主要种植园主们道 很好 既然大家信任我 我就为大家寻找一条出路 那就是我们南卡罗来纳州 脱离美利坚联邦合众国 而林肯获选 就是我们南卡罗来纳州 正式脱离联邦的信号 共和党人林肯 肯定是个典型的两面派政客 谁强势 谁对他有利 他便会听谁的 而去对付另一方 两年前 他在伊利诺斯州 与斯蒂芬 到格拉斯参加竞选议员时 为了竞选胜利 在芝加哥面对同情黑人的白人代表时 发表演讲 宣称赞成白人黑人平等 团结一致 而在两个月后的查尔斯顿 面对正常的民众时 却又声称 从来不赞成白种人和黑种人 以及任何方式获得社会和政治上的平等 从来不赞成给黑人以投票权 黑人不得成为陪审员 不具备担任公职的资格 不得与白种人通婚等这样的言论 两边讨好 这就是典型的强头草 因此 我们必须强势起来回应他的当选 大家或许不知道具体的得票细节 吉斯特继续透露道 那位林肯虽然当选总统 不过他的得票数量和得票率都是美利坚联邦成立以来最低的 甚至我们南方的十个州中没有得到一票的支持 也就是说他完全是北方老选出的总统 他的这个宣言更是引来众多的惊呼和尖叫 或许有些人还有点忐忑不安 因而尖叫 但更多的人们却是尖叫 他们因为自己的家乡 南卡罗来纳州 要脱离美利坚联邦而激动兴奋的尖叫 他们的反应 更多的是早有心理准备的 而吉斯特透露的细节 更让他们觉得 这个林肯不应该当选 起码不是南方人的总统 让他们觉得自己完全有理由拒绝林肯成为总统 毕竟南方十州没有一票选过他 州长威廉 吉斯特也有些激动 他继续道 早在一个月前 我便担心这个共和党林肯当选总统 而写信给南方各州的州长 当然除了那个德克萨斯州州长休斯顿 那个老顽固之外 在信中 我已经跟他们说起 大家应该共商大计 考虑下林肯一旦当选 大家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我明白地告诉他们 大选的结果一宣布 我们南卡罗来纳州就会召集各议员和其他民众代表举行特别大会 若是有其他南方州宣布退出美利坚联邦 我们南卡罗来纳州一定紧随其好 就算是其他南方州都决定还留在联邦里 我们南卡罗来纳州也要单枪匹马地从联邦中独立出来 自成一个共和国 那些接到我信的州长们和他们议会商议过后都给我回了信 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表示 他们虽然不会单独退出联邦 但是只要我们南卡罗来纳州独立愿意跟在我们后面 而路易斯安纳州和佐治亚州则声称 他们刚开始不会退出联邦 但只要北方对南方采取行动 他们就会脱离联邦 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和国会之间还没有决定是否脱离联邦 仍旧在讨论 因此目前来看 只能有我们南卡罗来纳州领头了 诸位 若是你们不反对的话 我准备以州长的名义 于下个月一个特殊的日子 也就是12月17日 72年前 我们南卡罗来纳州从大英帝国北美殖民地中独立的这一天 召开特别大会 将整个南卡罗来纳州的各地代表都请来 让大家来决定是否脱离美利坚联邦 吉特斯还是慎重的 他虽然公开宣称要让南卡罗来纳州脱离联邦政府 但他清楚 即便他是州长 即便这些州议会的参议员们都赞成自己的主张 但为了慎重起见 同时也为了能够充分调动整个南卡罗来纳州各地的种植原主贵族们的支持 他还是决定召开一个大范围的特别大会 让大家一到决定南卡罗来纳州从联邦独立出来 他很有信心 大家都会这样做 并且通过这样能扩大南卡罗来纳州和他个人的影响 让整个南方其他各州都维持震动 效仿南卡罗来纳州脱离联邦 集会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见达到了预期效果 州长威廉吉斯特很快便宣布集会结束 卢紫月和卢紫敏在参议员约翰哈伦的带领下 来到州长威廉吉斯特的家里 正是拜访了南卡罗来纳州最高管事人 双方进行了友好的密谈 具体谈论些什么 外面的人不得而知 只是当天下午 州长威廉吉斯特 笑容满面的将卢紫月和卢紫敏两兄弟送了出来 还特意安排人员 将卢紫敏送上哥伦比亚的火车站 搭乘火车 前往弗吉尼亚州首府李士满 而与此同时 华盛顿特区也有几件大事 引起了整个特区的轰动 首先 是从美利坚合众国国会开始的 国会是美国最高立法机关 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 其中参议员由各州的州议会选出 每州两名实行各州代表权平等原则 而众议员人数按联邦各州有选举权的人口比例分配 由各州公民直接选举产生 每州至少一名 而在林肯被选为美国第16任总统的消息传开 也就是11月7日一早 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并惊奇地发现 来自南卡罗来纳州仅有两名联邦参议员 还有三名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联邦众议员 竟然集体宣布辞职 副总统兼国会参议院议长约翰 卡贝尔布雷肯里奇尽力挽留 但很明显 这些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议员们 没有丝毫犹豫 坚决辞职 并开始准备返回南卡罗来纳州 几天后 同样是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联邦最高大法官 和一位联邦税务官员 也跟着他们那些国会议员老乡们一样 先后宣布辞职 一时间 整个华盛顿特区震动不已 华盛顿晚报 更是大幅篇章的头版显眼位置发表评论 警惕南卡罗来纳州的脱离联邦行为 多名国会议员 及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联邦税务官 同时辞职 他们均来自南卡罗来纳州 而纽约的发行量最大的太阳报 纽约时报 和廉价报纸论坛报 都纷纷发表文章 警告联邦政府 严密注意南卡罗来纳州的动向 评论声称 南卡罗来纳州的政治家们 纷纷辞职回乡 这就意味着 他们已经在做某些准备 脱离美利坚联邦的准备 这些言论虽然在政坛和民间之间引起了广泛的轰动 但对于美国国会总统办公大楼内 却丝毫没有动静 外界不禁对于总统和国会感到非常奇怪 直到一个月后的12月20号 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 南卡罗来纳州召集该州所有的州议会议员和各地代表 召开了退出联邦的特别大会 经过现场参加集会的百名代表们集体投票 全体代表一致同意了 由大会委员撰写退出联邦的决议案 南卡罗来纳州决定 终止1788年接受美国宪法的契约 跟联邦之间的关系正式结束 宣布退出联邦 这一消息一爆出来 顿时掀起了悍然大波 太阳报 纽约时报 世界报 纽约新闻和华盛顿晚报 费城时报 等北方数十家报纸竞相报道 太阳报 更是公开语言 这是标志着南方独立的开始 它报道称 自从林肯获选总统 就意味着南卡罗来纳州 跟美国联邦要一刀两断 而该州在华盛顿的国会议员 和联邦政府官员们的辞职 也佐证了南卡罗来纳州的走向 必定是脱离联邦 世界报 更是语言 这不仅仅是南卡罗来纳州 一个州的退出联邦 随着事态的发展 对于其他南方各州的影响 其他南方各州极有可能纷纷效仿 跟随南卡罗来纳州一道 脱离联邦 他一再警告 若是联邦政府再不采取行动 整个南方便要从美利坚合众国中 都独立出来 而与此同时 当天的南卡罗来纳州发行量并不大的 哥伦比亚报却公开宣称 南卡罗来纳州脱离美利坚联邦符合美国法律 各州都有权和平退出联邦 南卡罗来纳州也不例外 而一家新进创刊不久的李诗满时报 也帮着哥伦比亚报声称 美利坚联邦合众国之所以是联邦制国家 就是保证了每个州的完整自由选择权 无论是哪个州 只要哪个州的绝大多数公民选择脱离联邦 都有权利从联邦独立出去 李诗满时报甚至还引用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第九十条修正案 本宪法对某些权力的列举不得被解释 为否定或轻视人民保有的其他权利 本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使行的权利 分别由各州或人民保留 报纸上评论的作者认为 退出这项权利既然未授予合众国政府 也从未禁止各州行使 自然属于各州保留的权利 而美国宪法制定的初衷之一 就是为了保障州权 以及防止联邦侵害州权 因此南卡罗来纳州 有绝对的退出联邦权利 它的独立完全合法 而就在报纸展开南北的舆论战的同时 现任总统詹姆斯布侃南 终于无法再保持沉默 在南卡罗来纳州宣布脱离邻邦的五天后 他正重向国会建议 要求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特别大会 让南北双方各州协商解决争端 华盛顿特区的中心 乔治城的长老会教堂内 这座建于1780年的教堂 是华盛顿地区最古老的新教派教堂 向来由新奥尔良船运公司老板 南方路易斯安纳州的商人 犹大 图罗和南卡罗来纳州最大的种植原主之一 纳萨尼尔 海沃德 赞助捐献日常用度 而此刻 谁也想不到的是 竞选总统失败的民主党候选人 现任副总统兼 美利坚联邦国会参议院院长的 约翰·卡贝尔 布雷·肯里奇 出现在长老会教堂内 而教堂内 还有数十名牵承的 正在做苏格兰礼拜的人 赫然是美利坚联邦 参议院或众议院的议员等 而他们共同的特征 便是都来自于南方州 作为南方民主党推选出来的总统候选人 竞选失败 一度让年轻的布雷·肯里奇 很是沮丧 不过最近这几天的风云变换 却让他有种喜笑颜开 胸中欲竭得以解脱的爽快感 他只知道 那个共和党人林肯当选总统的消息一传开 国会的数名南卡罗来纳州会议员 便直接辞职返回家乡 甚至连同样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也辞职 这还不算 没过几天 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 召集议员们商议退出联邦之时 并在短短一个月内筹划完毕 决然的宣布南卡罗来纳州退出联邦 独立了 这些明明白白的是对那个名叫林肯的共和党人 新总统赤裸裸的山耳光啊 而针对南北双方报纸上的舆论对待 现任总统詹姆斯·布侃南 缠不住气了 昨天上午 正式向国会提议 要求在国会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特别大会 让南北双方的议员 协商解决南卡罗来纳州脱离联邦的事情 不过 布侃南这一建议才经提出 便遭到三十多名南方议员的反对 不知道是布侃南耍了花招 还是迫遇无奈 到下午 新任的来自北方俄亥俄州的司法部部长 埃德温斯坦顿直接出面 拿出一份处理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和州议员的一件书 其中以强硬的口气明确表示 为保全联邦的完整性 联邦政府不惜动用武力 催促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和议员们 立即改变决定 恢复成为联邦成员 并且 一件书还限定了时间 要求州长威廉 基斯特在三天之内必须给出答复 否则将直接面临联邦强大的武力打击 诸位 大家都是来自南方诸州的议员 有着共同的利益 今天请大家来长老会教堂相会 想必大家也很清楚 就是商议如何对待昨天斯坦顿那个北方老提出的意见书 布雷肯里奇开门见山的说道 布雷肯里奇一发话 一名来自佐治亚州的参议员立刻冷笑一声道 议长先生 那些北方老是不是以为靠着人数多竞选总统成功便可以为所欲为了 笑话 什么狗屁一件书 他们这是威胁谁呢 恐怕除了威胁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吉斯特先生之外 还想将我们一军吧 还是告诫我们这些南方州来的议员们 他们北方老掌握了联邦政府 可以轻易的收拾我们 没错 那些北方老肯定是这样想的 连总统都是他们选出来的 就以为整个联邦都他们说了算 一名密西西比州的议员跟着说道 议长先生 不必理会他们的威胁 他们绝对不敢真的动以武力 否则南方各州都会跟南卡罗来纳州一样纷纷独立 而且他们就算想动用武力 没有国会批准也无法实现 我们南方各州这些国会议员要团结起来 一致否决他们提议 就能阻止他们动用武力阻止战争的爆发 而另一位阿拉巴马州的议员 则更是赤裸裸的说 依我看 大家也都辞职回家相好了 不要再为已经是属于北方老的联邦政府服务了 布雷肯利奇 联盟伸手阻止阿拉巴马州的议员道 不可 当初南卡罗来纳州国会议员和大法官要辞职 我就劝说他们留在联邦政府才能限制那些代表北方利益的政要权力 才能抵制对南方不合理的谋害 更好地为南方的民众服务 接着 布雷肯利奇又朝密西西比州的议员和佐治亚州的参议员点点头 赞赏的道 两位说得很不错 说着转向其他的众人道 今天请大家来这里 就是想通过这次碰面 将大家的想法和行动统一起来 既然我们都由南方各种选出 就要为南方的民众争取利益 何况 那里还有我们的亲人 因此 必须阻止新来的司法部长 斯坦顿 针对南卡罗莱纳州的意见书通过审议 我提议 大家立即分头行动起来 我通知国会中的南方议员们 明天一起否决这个意见书 并且 以后不看南总统有什么针对南方各州 或南卡罗莱纳州的行动提议 我们都要尽力在国会中将其驳回 至少让其无法实行下去 布雷肯利奇 终于说出了他的目的 众国会议员都心照不宣地点点头 纷纷赞同 齐省表示 我们听议长先生的 维护好家乡利益 各位亲爱的听众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这个天国不太平 作者 三江口水 演播 致远 第568集 次日 司法部长再次提出 要求对南卡罗莱纳州州长和州议员的逞出意见书 布侃南总统表示同意 并主动提出由内阁发表政策声明 表明联邦政府为了保全联邦的完整 不惜动用武力的立场 但一经提出 便立即遭到内阁中来自南方诸州的成员们激烈反对 布侃南十分无奈 他没想到 只过一天 竟然就变成这般模样 似乎整个南方的内阁成员都团结了起来 于是 布侃南只好以缓和的口气说 总统有权派少量军队进入某个州 协助联邦警力执行联邦法院的裁决 不料 副总统布雷肯里奇直接提醒他 如果联邦高级法院的大法官辞职 没有联邦法院的裁决 就谈不上执行和不执行的问题 布侃南这才想起 联邦大法官也是南卡罗莱纳州人 已经辞职回家乡了 而面向南卡罗莱纳州这种 已经声明脱离了联邦的州派兵 无异于这个州发动战争 按照美利坚和中国宪法的规定 只有国会才有权宣战 而这正合布侃南的心意 经过几次的颜面大失 加上这风雨飘摇的时刻 他已经知道自己这个只有三个月不到的总统 在内阁已经没什么威望了 根本无法睡动内阁的其他成员听自己的 于是布侃南直接将皮球踢到国会 他巴不得让国会来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 还是不愿善罢甘休的司法部长斯坦顿出面 提议国会批准武力出兵的计划 由布侃南总统下令 派出一支军队前往南卡罗莱纳州 进行武力威慑 逼迫南卡罗莱纳州回归联邦 但对于出兵以武力逼迫南卡罗莱纳州 回归联邦的问题 即便是国会也束手无策 来自南方的国会议员根本就全力反对出兵 而北方的国会议员也不是全部都支持出兵 因此国会没有通过出兵的计划 最后一些温和的中部地区国会议员出来打圆场 他们希望布侃南总统 能在向国会发表的年度讲话中提出妥善方案 妥善处理南卡罗莱纳州和其他南方各州的问题 时间很快便来到新年 布侃南果然如期在国会发表总统的年度讲话 他直接开场便炮轰北方的所谓提倡自由平等的废奴主义者 你们口头上所谓的提倡自由平等 要求南方废除奴隶制 但实际上你们哪个不是大银行家 工厂主和贸易商 所雇佣的工人 每天工作的时间和劳累程度 比南方种植原主的奴隶又好上多少 你们要为美利坚合众国眼前的危机负责 是的 就是你们 正是因为你们的干涉 引起了南方诸州 特别是南卡罗莱纳州他们对南方奴隶起义的担心 他们的财产大部分都集中在奴隶身上 你们要解放他们的奴隶 无异于抢光他们的财富 这样的话 他们必定奋起反抗 换做是你们 也必然会如此 他这一番话 说得非常透彻了 北方几个州那些激进的主张废除奴隶的议员们 低下了头 而南方的议员吃惊的看着不堪南 非常诧异 为何一向只是充当好好先生的总统 居然会偏颇帮南方说话来 不过 很快他们便知道原来不是总统先生 还是那个软弱的只顾两边妥协的好好先生 只是不堪南接着又朝南方的议员们说道 而你们别以为不知道 你们背后支持的都是南方那些 种植园主们 众多奴隶的拥有者 甚至你们自己也拥有不少奴隶吧 说着 他满脸期待 你们要说服南方的民众 接受林肯先生当选总统的现实 任何一个美利坚合众国公民 按照选举程序当选美国总统 都不应该成为联邦解体的起因 而对于南卡罗来纳州 根据宪法任何州都无权退出联邦 因此南卡罗来纳州 无疑已经违背了宪法 你们有义务劝说南卡罗来纳州的决策者们 回到正常的途径上来 说到这里 见无人响应自己 不堪难又软下语气道 不过话又说回来 若是哪个像南卡罗来纳州一样 折意要退出联邦 我们联邦是以民意为基础的 绝不能靠武力掀起内战 引发鲜血来维持 如果联邦不能活在人民心中 就终将分裂和灭亡 以武力逼迫维持联邦也无意义 最后 不堪难建议国会救奴隶这问题 提出一项宪法修正案 他说 修正案应该承认续奴州奴隶主 对奴隶的所有权 在新增领土成为正式的州以前 这种权利也应该受到保护 修正案还要取消各州干涉 将逃跑奴隶送还奴隶主的立法 这意味着 不堪难彻底偏向南方各州 他为了让南卡罗来纳州回到联邦 避免其他南方各州再脱离联邦 只差公开宣布赞成续奴来 不过 可惜的是 他还是没有得到大家的支持 国会鸦雀无声 没有一个议员响应他的宪法修正案的主张 北方的议员们 不喜欢他面对联邦分裂所表现出来的软弱无力 而与此同时 退出联邦违宪的说法 又让南方议员们难以接受 更何况 南方议员们不单单要他赞成奴隶制 还要推广奴隶制才行 毕竟 对于南方人来说 奴隶是他们最大的财产 他们拥有权力 带着财产到任何地方去 包括美利坚其他州 正如北方的银行家和工厂主 带着资本四处投资新办工厂出售货物一样 不看南南年度国会报告 无人响应 只能灰溜溜的结束了 而这时 南卡罗莱纳州的一场危机开始来临 不但联邦政府在南卡罗莱纳州内的财产 如何处置成为难题 最关键的是 在查尔斯顿港附近新建的萨姆特堡 正面迎来南卡罗莱纳州和联邦的冲突 南卡罗莱纳州靠海边的查尔斯顿港 是科佩尔河与阿什莱河汇河处的一处河流 流入大西洋海湾 也是南卡罗莱纳州的最大港口 查尔斯顿港附近 有三个属于美利坚联邦直接管理的城堡 其中莫尔特里堡有不到70名士兵把守 平克尼堡只有一名士兵 萨姆特堡仍在兴建当中尚未驻军 但地理位置极为重要 而且修建的规模也是最大 萨姆特堡内安德森少校 此刻正满脸懊恼的朝手下一名中尉的 原本以为萨姆特堡规模巨大 就算防御攻势尚未完全建成 也一定会防守牢固 更易防备来自南卡罗莱纳州的攻击 没想到这个萨姆特堡内部署的火炮竟然连只有九门 连我猜测的数量一半都不到 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不换房 就呆在莫尔特里城堡了 中尉安慰上司道 少校你也知道联邦政府经费一直紧张 萨姆特堡的部署部阻也是正常 不过这里地址位置显要 萨姆特堡的城墙已经建好 一手难攻 而且少校 难道南卡罗莱纳州 难道还真的敢进攻我们不成 安德森摇摇头 南卡罗莱纳州嘛 还不好说 无论如何我们是联邦的军人 保卫联邦 守卫好萨姆特堡 执行联邦的命令 中尉却道 少校 我们的士兵数量太少了 您向上头要求增兵防守 有回复了没有 若是南卡罗莱纳州真的发动进攻 光我们这67人 就算萨姆特堡牢固又如何守得住 安德森脸上黯然一片 战争部方面的命令是 就我们现有兵力 尽力而为 让我们不要采取任何刺激南卡罗莱纳州的行动 如果南卡罗莱纳州武装力量主动进攻 或是准备进攻 就率兵进驻最易防守的萨姆特堡 我按最坏的打算 直接先进行 这萨姆特堡再说 原战争部长已经辞职 而内阁新的战争部长还没任命 估计短期内肯定不会增派兵力了 正说着 一名军士进了房间禀报 说是南卡罗莱纳州州长 威廉吉斯特派人送来告知书 安德森结果一看 脸色一变 南卡罗莱纳州州长 知道我们进驻这萨姆特堡 十分恼怒 他大发雷霆的亲笔写信警告我 要求我们三天内撤离这里 并且通知我 说是他会立即派人 将联邦政府在南卡罗莱纳州 尤其是在这查尔斯顿的 所有联邦属地和财产都收缴 旁边另外两座城堡 将会很快悬挂南卡罗莱纳州州级 看来联邦和南卡罗莱纳州 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了 中尉脸色大变 少校我们应当如何 什么应当如何 安德森傲然道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上头要求我们尽量不先行进攻 南卡罗莱纳州 以现有兵力尽力守住萨姆特堡 我们遵照执行 同时将这边的情况尽快上报联邦政府 开不开战 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让上头去解决 德克萨斯州首府 休斯顿市 此时首府还不是奥斯丁 州长休斯顿在他的寓所来回踱步 显然 如今的形势让他很是不安 作为被称呼为德州教父的休斯顿 能让他不安的事情还真不多了 早在将近30年前 休斯顿为了年轻时接触过的印第安人部落利益 便接受当时的美利坚联邦总统 安德鲁杰克逊的派遣 来到德克萨斯 积极参与当地的各项政治活动 他策划了反对墨西哥的德克萨斯独立运动 并出任军队的指挥官 控制了德克萨斯大部分的民兵组织 并在圣哈辛托战役中 以少胜多一举击败墨西哥前来镇压的军队 并俘虏了墨西哥总统本人 确定了德克萨斯的实际独立 当时休斯顿被选为德克萨斯共和国的首任总统 并且为了褒奖他的功劳 同年成立的德克萨斯共和国的首府城市 也以他的名字命名为休斯顿 然而 最近联邦发生的事情 让他异常的为难 共和党人林肯当选总统 而共和党人一向反对南方的奴隶制 南方的各大蓄奴州 纷纷开始酝酿暗地里脱离联邦 甚至前几天 南卡罗莱纳州直接宣布了独立 重新成为南卡罗莱纳共和国 南北方的紧张气氛突然凝重起来 面对这一巨变 作为德克萨斯州的州长和教父 休斯顿自然要做出抉择 他一向支持蓄奴政策 尽管他自己没有奴隶 但他觉得蓄奴的种植园经济和牧场经济 是最适合德克萨斯州的 因此他对北方的废除奴隶制度的态度十分不满 但同时他当初受捷克逊总统的委任 将德克萨斯地区变成一个州 并入美利坚联邦 成为联邦开疆拓土的英雄人物 他对此十分自得 所以他向来维护联邦的整体利益和统一 他从内心反对德克萨斯脱离联邦 那样会将他二十年前的功劳和对联邦的贡献全部抹杀 休斯顿已经接到消息 南方数个州的州长们已经密谋着 效仿南卡罗来纳州从联邦脱离出去 独立成立共和国 甚至联合组成一个另一个新的南方联邦 但偏偏他们那些南方州长没有一个人给自己 看来他们对自己十分了解 毕竟自己在林肯当选的第三天 便公开宣布支持林肯 可正因为自己忠于联邦才会如此为难 虽然自己在德克萨斯州的威望很高 但毕竟德州还是一个蓄奴州 那么多的州议会议员们都是奴隶主 他们必然会跟随其他南方州一样 反对北方州控制的联邦和共和党执政的林肯政府 如今看来南北的争执迟早会引发内战 到时候德克萨斯迟早也要被卷入战火之中 而且前几天那些不安分的州议会议员们 开始朝自己施加压力 要求召开议会进行议员投票 考虑德州未来的选择 没想到 经过前几天德州会议议员们的投票 原本只是讨论德克萨斯如何对待南北争执的问题 却演变为直接投票选择德州是否脱离联邦 经过投票 超过四分之三以上的议员们 赞成德州效仿南卡罗莱纳州 直接脱离联邦尔独立 要不是休斯顿本人凭借超强的威望 压制住这些议员 直接找个借口 说德州的未来要有德州全体公民决定 是否脱离联邦尔独立 也必须由德州的全州公民投票来决定 但这只是一时的政策 休斯顿相信 这些德州的公民投票的结果 很可能也是脱离联邦 这不过是自己的混兵之计而已 但即便如此 无论如何 自己也要坚持自己的内心 忠于联邦 休斯顿咬咬牙握紧了拳头 虽然年近七十岁 但还是充满斗志 不过斗志归斗志 严密的他已经无力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了 哪怕他曾经是一名军人 休斯顿寓所的大门一下被踢开了 院子里闪出几名保护休斯顿的印第安护卫 党在休斯顿面前 但看见闯进来为首之人 不由各个脸色大变 酋长 原来 领人闯入的正是印第安人 切罗基部落酋长 五十年前的休斯顿 曾经在切罗基部落生活过数年 后来又取印第安人为妻 一向以印第安人自居 并为了切罗基部落的利益 不惜接受美利坚联邦政府的条件 将田纳西州和德克萨斯州两州变入联邦 深受切罗基部的拥戴 为此 部落特意派出数名武艺高强的切罗基勇士 充当休斯顿护卫 保护他不受伤害 我切罗基部落的儿郎们 听我的命令 将切罗基的叛徒休斯顿拿下 切罗基部落酋长直接喝倒 几名休斯顿的护卫愣住了 他们一向崇拜休斯顿 甚至超过部落酋长 但毕竟酋长代表部落 他们向来以部落利益为最高原则 因此他们为难了 就在他们犹豫的时候 休斯顿主动站出来 将他们拉到自己身后 盯着切罗基部落酋长 桑奇斯 你这是为什么 怎么说 我休斯顿一向将自己当成切罗基人 为你们切罗基部落谋取利益 你以什么理由污蔑我是切罗基的叛徒 而且我怎么说也算是你的姐夫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休斯顿 谁让你顽固不化 非要替那新当选的共和党总统林肯卖命 酋长 旁边的一个黄皮肤面孔的人冷笑一声 直接用印第安语喝倒 各位亲爱的听众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这个天国不太平 作者 三江口水 演播 致远 第569集 纳切罗基酋长 似乎也觉得有些心虚 不敢正视休斯顿的眼睛 但又不敢得罪旁边这个人 只能隐晦地提点道 乌鸦 你看我身边的这位 乃是东方中华帝国的特使石大人 专程来与我印第安部落的合作知识而来 你看看 我和这位石大人 是不是都是黄皮肤黑眼镜 石大人说了 我们印第安人和东方的华人原本都是一家 他们见我们印第安人被西方的强盗烧杀的惨况 很是通心 要全力帮助我们夺取一切属于自己的领地 并且还为我切罗基部落在德克萨斯州的西南部准备了一处宽广肥沃的土地 完全属于切罗基部落的领地 因此 我为切罗基部落和我们印第安人的将来 答应听从石大人调舔 你如今已经成为阻碍切罗基部落发展壮大的丸石 听我一句劝 答应德克萨斯州议会的安排 出面宣布德克萨斯州脱离美利坚联邦吧 或许这样 石大人看在我的面子上能放过你 原来如此 修斯顿面色惨白 被切罗基部落出卖的滋味还真不好受 更让他震惊和担忧的是 他没想到 不但南方各州卷入到林肯获选总统的南北之争中来 连遥远的中华帝国也将伸出了他的魔爪渗透进来 他不禁为美利坚合众国和德克萨斯州担心不已 他自己的安危反倒置之度外 我不会答应你们 你们这帮黄种猴子 东方来的骗子和杂种 修斯顿摇摇铁截铁的朝那位姓石的华人吼道 骂完 有悲愤的朝切罗基酋长大声嚷道 桑切斯 你们别被他们骗了 他们是在利用你们为他们卖命 混账狗东西 姓石的华人 还用不大熟练的印第安语大骂道 你们西方洋人才是骗子和杂种 当初每周多少我们印第安同胞兄弟姐妹 如今还剩下多少 当初整个每周 这广阔无边的土地和森林 都是印第安同胞的领地 如今他们还剩下多少 就因为你们这些洋人 都是你们这些殖民者和强盗害的 莫非你的美利坚联邦政府 从德克萨斯北部 划出一块小小的地区 专门恩赐给印第安人 事实上 却是将他们圈禁起来 说完 姓石的华人朝切罗基部落酋长道 石罗基酋长 你们石族部落可要抓住这次机会 大斯和科罗拉多地的苏族和夏安族两大部落 都已经答应我中华帝国的同盟条件 在美利坚联众国南北争端的时候 也趁机宣布独立 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印第安联合酋长国 而我中华帝国已经有特使出面 帮助你们与南方准备独立的数周结盟 一道摆脱北方那个美利坚联邦的统治 罗基部落酋长点点头 不再看休斯顿一眼 直接一挥手 让身后的几名部落勇士一拥而上 当场将休斯顿狠狠按住 然后 他抽出一把明晃晃的弯刀 一刀斩下 干净利落地将止来得及 闷哼一声的休斯顿脑袋斩掉 1861年1月8日 一个惊人的消息传遍了整个美利坚联邦 昨日 德克萨斯州宣布脱离联邦 成为继南卡罗莱纳州后的第二个宣布独立的南方州 并且 德克萨斯州议会宣布 德克萨斯州的州长 州富山姆休斯顿 也同意德克萨斯州独立 但因其年事已高 与其印第安夫人玛格丽达 回印第安部落安度晚年 并推荐其印第安血统的幼子 史玛休斯顿出任新成立的德克萨斯共和国临时总统 获得德克萨斯州议会通过 无疑 这个劲爆的消息犹如后世德州的标峰 猛烈地冲击着整个美利坚联邦 继德克萨斯州之后 南方的各个蓄奴州纷纷宣布脱离美利坚合众国 争相独立 1月9日 密西西比州宣布脱离美利坚联邦 1月10日 佛罗里达州宣布脱离联邦成为第四个独立南方州 1月11日 阿拉巴马州宣布脱离联邦第五个独立州 1月18日 佐治亚州宣布脱离联邦第六个 1月26日 路易斯安那州宣布脱离联邦第七个 20天不到 连续六个南方州全部宣布脱离联邦而独立 分别成立各自的共和国 这下 整个美利坚联邦 尤其是北方各州顿时傻眼了 美利坚联邦西部的坎萨斯地区 坎萨斯河边的脱皮卡镇 原本有些安静的脱皮卡镇 最近突然变得热闹了起来 这几天连续有超过数百近千名印第安部落和墨西哥人 甚至一些有些像印第安人但又完全相同的东方人的人群进入镇子里 让镇子里的警察厅很是紧张了一阵 不过 随后的脱皮卡镇镇长向公众出面解释 大家才知道 这些都是从印第安地区和新墨西哥地区涌入的民众 都来投奔镇上一家大型的豪牛加工厂和镇子旁边一家超大型的农场来讨生活 豪牛加工厂和超大型农场 镇里的百姓还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过很快 他们便明白了 这天 一大群不同形形色色的人群 人说 怕是有四五千 骑着上千匹马 赶着上百辆马车 从西南部的德克萨斯州地界 越过印第安人区 挺进堪萨斯地区的平原地带 闯入脱皮卡镇 在镇子后面的草地停了下来 镇里的警察和民兵自卫队大惊 上前阻拦 对方却出动了一支近八百人的正规部队模样的队伍 将警察和民兵自卫队员都扣留下来 托皮卡镇的镇长连忙上前好说呆说才让对方放了人 这些人自称是德克萨斯地区的印第安人中的切诺基部落族人 受托皮卡镇镇长邀请 在其一名姓石的首领率领下 来到堪萨斯兴办一家大型农场 另外顺带开办一家牦牛加工厂 前面一段时间陆续迁来的人群 也是他们部落的人 前前后后加起了一共近两万余人 虽然在地广人稀的堪萨斯地区来说不算什么 也丝毫感受不到压力 但对于堪萨斯的人口总量来说 已经是一件大事了 原来1854年 美利坚联邦国会通过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 堪萨斯和内布加拉斯正式作为美利坚联邦的领土 建立了两个准州 只等将来的人口达到一定程度 便开始正式建州 虽然法案宣布 只有这两个地区的公民 才有权和责任决定是废奴还是蓄奴 但仅邻堪萨斯的密苏里州是个蓄奴州 许多人住在与堪萨斯交界的地方 并想进入堪萨斯发展 强烈希望堪萨斯也成为一个蓄奴州 因为堪萨斯赞成蓄奴的人数众多 眼看堪萨斯便要完全按照密苏里州的法律 制定了保护奴隶制的宪法 美利坚联合众国 众多反对奴隶制的人们 他们积极召唤东北部费奴州的反对奴隶制公民移民 堪萨斯并把枪炮等武器运到堪萨斯 支持堪萨斯的反对奴隶制的力量 还在堪萨斯反奴隶制的人们组织了费奴州党 改变了议会中的议员立场 终于在去年夏天赞成费奴的公民占据多数 堪萨斯议会由费奴派占据优势 整个堪萨斯有人口十万两千人 其中赞成费奴的公民有五万八千余人 而赞成续奴的只有四万四千来人 于是形势逆转 议会中代表费奴议院的议员占优 将州宪法彻底修改为费奴州 在这以后 议会立即上报美利坚联邦国会 要求堪萨斯以州的形势 加入美利坚联邦 正式成为联邦一个费奴政策的州 听说联邦国会已经基本批准了堪萨斯的请求 只等不堪南总统签字对外宣布了 在这关键的时刻 堪萨斯的核心地区脱皮卡镇 突然新增这么多的人口 难免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变故 一些有心的主张费奴的人们立刻开始警惕起来 果然还没等堪萨斯的民众 特别是费奴州党提出任何意见 脱皮卡镇的镇长和20余名堪萨斯的保奴州党 议会们开始向堪萨斯州议会提出重新投票 表决对待奴隶制态度 并且重新选举 修改州宪法 因为超过三分之一的议员们提出 无奈之下 堪萨斯州只能重新选举 因为州内的人口很少 几天之后 全民表结的结果便出来了 整个堪萨斯一共有自由公民 12万3千人 其中赞成费奴的公民只有4万5千余人 有一万三千人不知道什么原因改变了原本的态度 改为赞成奴隶制 而赞成叙奴的公民竟然有七万七千人 足足比赞成费奴的多了整整一万人 这个改变让费奴州党的人都惊呆了 到了这时 他们才反映过来 原来那所谓切罗基部落的印第安人 竟然都是宝奴州党人请来的外援 就犹如当初他们废奴州党 从美利坚东北部自由州请来 主张废除奴隶制的外援一样 真是照糊涂画瓢 用他们用过的方法击败 废奴州党们 简直欲苦无泪 投票之后的第二天 堪萨斯州议会便进行了重新选举 果然保奴州党们 占多数的议员们当选 废除了上次修改的宪法 按照密苏里州宪法重新规定 堪萨斯成为一个支持蓄奴的州 并宣称将在堪萨斯画出西南部的 占全州四分之一的面积地区 租借给新成立的罗基农场 由改名为罗基族的印第安切诺基部落 全权经营管理 同时 坎萨斯议会直接宣布 坎萨斯脱离美利坚联邦管辖 正式成为独立的坎萨斯共和国 首辅定在脱皮卡镇 华盛顿特区 白宫的第二层总统办公室内 总统詹姆斯布坎南 国务卿刘易斯卡斯 战争部长约瑟夫 霍尔特和司法部长埃德温 斯坦顿 美国财政部长 萨蒙 蔡斯等内阁成员 相对而坐 距离离任还有一个多月的布坎南总统 比几个月前仿佛老了十岁 坐在来自堪萨斯州最好的 贺豪牛皮坐成的沙发上 精神萎靡 一向挺拔的腰杆也弯曲了许多 甚至他脸上 薄镜等部位都明显的犯出了老年人特有的斑点 看来 最近联邦 特别是林肯当选总统和南方诸州的事情 让他心神俱备 老太碧县 拿起手中的几份电报 布坎南喉咙沙哑的道 几位都是来自北方自由州的内阁成员 今日特意避开南方州那些内阁成员 将你们请来 便是想商议一下 如今的合众国局面该如何处置才好 你们也知道啊 自林肯当选总统以来 南方叙奴州对于他的共和党的日后政策产生畏惧 担心联邦政府会全面推行废奴政策 因此纷纷纷脱离联邦 继南卡罗莱纳州宣布脱离联邦之后 仅仅这个月的时间 就从八日的德克萨斯州开始 到前天的路易斯安那州为止 有六个南方叙奴州脱离联邦宣布独立 而我们联邦政府却无能为力 这是为什么 说到这里 布侃南低沉的声音中充满了怒火 在座的内阁成员几乎都来自北方 主张废除奴隶制 他们明白 布侃南总统这是对那帮来自南方州的内阁成员十分不满 从南卡罗莱纳州开始 布侃南或许还想以温和的态度 与南方各州协调 尽量不激怒他们 以换取他们不跟随南卡罗莱纳州脱离联邦政府 只是没有成功 但从德克萨斯州脱离联邦开始 布侃南便真正开始强硬起来 极力督促内阁成员行动起来 采取强硬措施针对南方各州 特别是挑头的南卡罗莱纳州 不过 因为内阁成员中南方人同情南方各州 对于布侃南的命令进行推诿和阻扰 布侃南下达的命令迟迟无法执行 导致南方各州更加肆无忌惮地脱离联邦 即便是布侃南性格软弱 也十分愤怒 还是布侃南的老朋友 国务卿刘易斯 卡斯接过话题回答 总统先生 为今之际 还是要找挑头的南卡罗莱纳州 只要将其嚣张气焰压下去 其他南方跟随他脱离联邦的州 便不敢得罪进尺 归根到底还是解决 萨姆特宝的问题 卡斯将问题拉到前段时间 让大家头疼的萨姆特宝冲突上来 众人都知道 萨姆特宝是联邦的军事堡垒 是在南卡罗莱纳州的重要属于联邦的财产和领地 要是萨姆特宝被所谓独立的南卡罗莱纳州占领 则美利坚联邦颜面无存 其他南方州也必定更加效仿 将联邦在整个南方的财产和领地全部占领 这样的话 他们就不但从表面的名义上脱离了联邦 更是从实际上也独立出去 而且最关键的是 萨姆特宝的联邦军队指挥官安德森少校 已经连续写了数封紧急求救信 各大报纸争相报道了事态的经过 整个联邦都已经知道 那个从联邦独立出去的南卡罗莱纳共和国 出动军队包围并封锁了萨姆特宝 宣布萨姆特宝是其财产 要求保内的联军投降并撤离南卡罗莱纳州共和国 这无疑是对联邦极大的侮辱 简直是侵略了 布侃南本来还想跟南卡罗莱纳州代表见面 但司法部长斯坦顿直接威胁 要是总统与南卡罗莱纳州的代表会谈 他将辞职 他明确表示 那不是什么共和国的代表 那是联邦的叛徒 国务卿刘伊斯卡斯也支持司法部的说法 无奈之下 布侃南只能发表谈话 说联邦绝不让步 下令让萨姆特宝增派200名士兵运送补给 可惜的是 战争部长是同情南卡罗莱纳州的南方人 他直接采取拖延的办法 迟迟未能派出援军 这正是让布侃南心寒的地方 他当即将战争部长解除职务 替换成现任的约瑟夫霍尔特 布侃南听国务卿卡斯这样说 看向战争部部长约瑟夫霍尔特 霍尔特道 总统先生 战争部已经按照您的命令派出援军 并且为了保密 同时为了尽快抵达萨姆特宝 没采用慢吞吞的战舰 而是采用速度更快的民船运输员兵和补给物资 避免被守卫在查尔斯顿港口的南卡罗莱纳州叛乱武装拦截 算算时间应该已经抵达萨姆特宝 说不定已经解决了萨姆特宝的危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这个天国不太平》作者 三江口水 演播 致远 第五百七十集 听到这里 布坎南脸上稍稍舒展了一下 只是看向手中的几个南方州脱离联邦的电报 心情又低沉下去 道 南方诸州除了坎萨斯 我们不担心脱离联邦以外 就是德克萨斯州让人放心了一些 可没想到德克萨斯州竟然第一个跟随南卡罗来纳州脱离联邦 休斯顿 这个德克萨斯州州长到底在做什么 这些天过去了到底是什么原因查出来没有 司法部长坦斯顿联盟道 总统先生 确切的原因还没查到 但有传言说是南方奴隶主们和印第安人勾结起来 休斯顿州长已经被印第安人杀害 他们将休斯顿的儿子作为傀儡 扶持他们上位 我看这消息很有可能是真的 印第安人 就是休斯顿年轻时候待过那个切罗基部落 布坎南脸上忧愁更甚 连印第安人也被拖下水 奇怪 那些印第安人不是一项仇事想将他们作为奴隶的南方奴隶主们吗 何况 切罗基部落与休斯顿一项关系很好 怎么会这样做 莫非德克萨斯为了独立 宁愿给出巨大的好处给印第安人 布坎南摇摇头 不再追究休斯顿的事情 反正德克萨斯州已经宣布了独立 他转而说道 目前最重要的要振奋一下人心 除了派兵增援守卫萨姆特堡之外 还要反击一下这些蓄挠州脱离南方联邦 前阵子 坎萨斯不是已经派人递交了国会 要求批准其为美利坚联邦第34个州吗 国会已经批准了坎萨斯为联邦正式的费奴州 我已经签署了总统令 正式将其纳为美利坚合众国的议员 今日一早 我已经让人通电 已经连通电报的各州 并且在太阳报 纽约时报 世界报 华盛顿晚报 等联邦境内主要报纸上 刊登这重大消息 估计此时各州已经收到消息了 司法部部长斯坦顿连忙站起来 躬身一礼道 总统先生英明 此举大善 必定有力的打击那些南方 叛离联邦诸诸的事情 战争部长约瑟夫 霍尔特也十分欣喜的道 不错 总统先生这个还击十分及时 不但沉重打击那几个独立 出来南方州 还能力挺 萨姆特保的联邦军人 让他们知道联邦是强大的 那些少数的南方叛乱州 最终必将失败 正在这时 副总统约翰 卡贝尔 布雷 肯里奇 在总统办公室的人的带领下 匆匆敲门进来 一看围坐在一起的 几位北方派系的内阁成员 明显有些诧异 吉尔笑了笑道 总统阁下 坎萨斯有重大消息 除了布侃南之外 其余的内阁成员 明显对这名南方人出身的副总统 有些敌视 司法部长 坦斯顿更是赢了上来 要不是自持身份 恐怕老权都挥上来了 虽为这样做 但也毫不客气的倒 这不是落选的布雷肯里奇先生吗 怎么 坎萨斯有重大消息 是不是国会通过了坎萨斯的废奴法案 总统先生正式签署命令 将坎萨斯正式纳入我们美利坚联邦的一个州 哈哈 你说这个消息 我们早就知道了 这正是布侃南总统刚刚签署的 布雷肯里奇愣住了 继而 他似乎想到了一个十分好笑的事情 也跟着斯坦顿哈哈大笑起来 带着奚落讽刺的语气道 是吗 坎萨斯正式成为联邦的一个自由州了 我还不知道此事 斯坦顿部长 你说这个总统先生刚刚发布的命令 我想不大可能吧 刚刚得到消息 就在昨天 坎萨斯议会正式宣布 坎萨斯脱离联邦 成立独立的坎萨斯共和国 境内允许蓄奴 还将首府定为脱皮卡镇 他们坎萨斯前天便完成了全民公投 并重新选举了议会议员 保奴州党人联合一个名为罗基族的印第安人部落 击败了废奴州党人 推翻了原有的宪法和决议 决定在坎萨斯采取奴隶制 可能因为电报不通 消息来得有些后知 我也是刚刚从电报局那边收到的消息 什么 司法部长 坎萨斯顿 木凳口呆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而旁边的战争部长 约瑟夫霍尔特和国务卿卡斯 也是震惊的无以复加 眼睛瞪得滚圆 约瑟夫 霍尔特 更是一把冲上前 抓住布雷肯里奇的衣领吼道 这不可能 布雷肯里奇 你这个混蛋 你胡说八道 一定是撒谎 布侃南 也脸色苍白起来 他连连摇头 口中喃喃的道 不 布雷肯里奇 这不可能 这不是真的 布雷肯里奇 将手中的电报 递给布侃南 我的总统先生 我也很想这是假的 不过 您还是看看这封电报吧 布侃南伸出颤抖的手 接过电报看了一眼 便如遭雷击 电报 是内布拉斯家的 太平洋电报公司 从奥马哈站经过两次中转 发来华盛顿特区的 时间上也正好吻合 从坎萨斯赶往 内布拉斯加东部的 奥马哈镇 骑快马差不多要半天时间 电报上盖着 太平洋电报公司的印戳 不可能有假 前日坎萨斯保奴州党人 联合印第安部落罗基组 击败了费奴州党人 控制了坎萨斯议会 昨日坎萨斯议会宣布 坎萨斯州正式脱离联邦 成立独立的坎萨斯共和国 允许境内蓄奴 电报上又黑的字母 无疑不再刺激着他 再赤裸裸的嘲笑着他 布坎南感觉脸上一片潮热 紧接着便是猴头一甜 一口又腥又甜的温热液体 从喉管涌出 上帝呀 你是在惩罚美利坚和众国 惩罚我布坎南吗 年近七十的布坎南 差点眼前一黑晕过去 他使劲压抑住自己 但嘴角 还是有道血丝流了出来 连忙擦去 镇静下来的布坎南 看着有些幸灾乐祸的副总统 布雷肯里奇 内心十分厌恶 他没想到自己的副手 作为副总统的布雷肯里奇 竟然会这样 难道就因为是南方民主党的人 竞选总统失败于林肯 就心怀不满泄愤 致林帮政府和国家统一大局不顾吗 这一刻 布坎南越来越觉得 自己讨厌内阁中的南方成员了 他冷冷的对布雷肯里奇道 还有事吗 没事 便离开吧 布雷肯里奇不以为意 他知道自己和总统布坎南越走越远 不过 他无所谓了 布坎南马上便要退了 而且毕竟还是南方民主党扶持上任的 而自己如今年轻力壮 正是南方民主党的党魁 布坎南 即便还是总统 也要给自己几分面子 总统阁下 因为佛罗里达州脱离联邦 原本定好的购买 即武力夺取购买或武力取得古巴的计划 南方民主党人认为有必要变更以下计划 他们放弃了以距离古巴最近的佛罗里达州为基地 改为弗吉尼亚州为基地来实施 而弗吉尼亚州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但除南方民主党的捐助之外 还要求联邦政府提供一些火炮 火枪等武器弹药以及几艘军舰 尽快运到弗吉尼亚州 布雷肯里奇 依附公事公办的样子 不看南眉头一皱 他没想到自己这个副手 这个时候竟然还提这样的事情 而且还直白地提起扶持自己的势力 南方民主党人 他朝身边的几名北方内阁成员看了看 果然都很关切地看向自己 连忙对布雷肯里奇道 此事以后再说吧 布雷肯里奇却反问道 这样吧 总统阁下 联邦最近遭遇很多的事情 财力有限 难以无偿提供这么多的武器装备 干脆你手写个总统令给我 我找弗吉尼亚州以八成的市场价 购买这些武器弹药和军舰 这样让联邦财政不至于亏本 而弗吉尼亚州又能有武器装备 建造攻夺古巴的基地 两全其美 购买或是武力夺取古巴 在其境内推行南方蓄奴政策 将之吞并入美利坚联邦的提议 正是他布侃南当初提议的 而正是通过这个提议 他布侃南深受南方民主党看重 并全力辅助他帮助他竞选总统获胜 而布侃南当上总统之后 也投桃报李 给南方民主党谋取了不少的利益 同时也开始推行这件计划 只不过因为这几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关系 美利坚联邦财政始终紧张 无法凑够西班牙政府要求的数量 一直不能购买古巴群岛 因此布侃南一直暗地里筹划 通过武力夺取古巴的计划 只不过甚至一些内阁成员都不清楚而已 布侃南指挥当时的战争部通过军事调动 在佛罗里达州已经部署了一些武器和军队 但如今佛罗里达州脱离联邦 而前两任战争部长都是南方派系之人 因此在那里布置的武器和军队 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控制得住 如此换一个地方 作为进攻古巴的基地也是情理之中 问题是弗吉尼亚州会不会也跟随那些南方州一样 脱离联邦 布侃南有些担忧 否则布雷肯里奇提出让南方民主党人集资 帮助购买武器弹药放在弗吉尼亚州 为武力攻夺古巴做好准备 这是个极好的主意 他肯定会立刻答应下来 不堪难 也只是稍稍犹豫了一下 便点点头答应下来 他清楚自己毕竟是南方民主党支持登上总统的位置 而将有众多黑人努力的古巴占领下来 对于南方种植园主们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目标 也许这个事情还能分散南方注意力 何况又不要联邦财政掏钱 何乐而不为呢 更何况 即便是自己不批准 以南方的势力和眼前这个布雷肯里奇副总统的地位 他们也能买到武器弹药 最多费些周折 多耗些钱财而已 还是做个顺水推舟的人情好了 布雷肯里奇满意的离开 国务卿卡斯 有事也急匆匆的离开了房间 没多久 又满脸忧涩的回来 沉痛的对布侃南等人道 总统先生 刚刚收到消息 南方脱离联邦的七个州 已经确定准备三天后 在阿拉巴马州的蒙特马利时开会 准备成立一个新的国家 甚至连名字都准备好了 叫美利坚连众国 坎萨斯可能刚刚因为独立 还没来得及参与 什么 布侃南再一次惊呆了 痛苦地叫道 上帝呀 这帮可恶的叛国贼 联邦的罪人 他们永远会被盯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司法部长和战争部长面面相确 口中也是咒骂不已 而财政部长闻此噩耗 也是忧心忡忡 虽然北方因为工业发达 表面上看富裕 但最近两年因为经济危机 联邦财税已经是极度紧张 很大一部分要靠南方各州的税额 补贴整个联邦 要是南方各州真的重新成立新的国家 可就真的危险了 总统阁下必须立刻采取武力措施 出兵阻止他们 战争部长吼道 而司法部长更是歇理私底的教导 司法部立刻将那些组织者列为叛国者 再让最高法院缺席审判他们 不坎南不禁哀叹 他已经彻底崩溃了 他知道阻止南方州背叛联邦 自己再也无能为力了 事实上 早在南卡罗来纳州宣布独立开始 他就已经开始改组内阁 将亲近南方的前战争部长 内政部长全部改为亲近北方的人担任 为亲近北方的共和党人林肯 接任总统做好准备 之所以为民主党的政敌安排 不堪南就考虑 不要让联邦因为总统交接而动乱 他就是不想成为美利坚历史上 被人唾骂的总统 成为联邦分裂的历史罪人 然而世事捉弄人 如今南方八个州已经脱离联邦 而七个州开始准备联合起来 成立一个新的国家 这很明显就是准备与联邦对抗 他知道战争要不了多久便会爆发 但无论如何 仅仅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自己便要离任 新总统林肯就会接任 无论如何自己也要撑过这一个月的时间 自己要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战争的爆发 即便不能阻止 也要尽可能的拖延下去 绝不能让联邦的内战爆发在自己的任内 想清楚了事情的本质 崩溃的不堪南反倒震惊下来的 只是既然无法阻止战争 那就拖延吧 只要一个月之后 自己便离任了 剩下的一切都让林肯去收拾吧 反正本来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而起 自己已经尽力帮过他了 不堪南说服了自己 他朝老搭档国务卿刘易斯卡斯道 事到如今 联邦政府已经无力阻止南方的分裂 我们也只能尽力罢了 我会再次向联邦国会提议四点方案 首先保证不采取可能激发战争的行动 不能主动向南方发动战争 其二 任命多名收税员 在南卡罗来纳州等各州的港口 执行联邦税法 三是 扩大陆军和海军已备万一 四是 召开国会 进行依法修改会议 大家一起设法解决 已经出现的危机 若是实在不行 只要南方各州答应重回联邦 承诺不独立 国会和新总统也会做出承诺 在南北之间划分一条分界线 界线以南允许蓄奴 界线以北 禁止蓄奴 这样两全其美 各不相干 也是可以的 刘易斯卡斯点点头 他其实也是如此想法 维系联邦的统一至关重要 其他的一切都可以抛之脑后 不过 还有一事 他不得不提醒布侃南总统和内阁成员们 诸位 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 无论是德克萨斯州的脱离 还是坎萨斯的背叛联邦 都出现在印第安部落 其中一个叫切罗基族 另一个叫罗基族部落 我想应该是一个部落 就是休斯顿的年轻时候 待过那个印第安部落 这只是德州和堪萨斯州 还有其他一些南方州和西部地区 想必还会有其他印第安部落 插手联邦的事物 为何印第安人会插手进来 他们一向被联邦政府压制的 毫无还手之力 必定是有股强大的势力 在背后支持 各位亲爱的听众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这个天国不太平》 作者 三江口水 演播 致远 第五百七十一集 说到这里 他将手指向墙上的 美利坚合众国地图 最南端的墨西哥北部一带道 我有理由怀疑 这股势力就是这里 来自遥远的东方的新崛起的帝国 中华帝国 诸位可能没注意到 那些华人的长相 与印第安人极为相似 那中华帝国崛起之后 便隐隐有印第安部落谋求投靠华人 只是因为联邦政府 一直将其压制在 堪萨斯和德克萨斯之间的 印第安特区之内 加上路途遥远 他们没办法联系上 可如今南方动荡不安 而那中华帝国 又联合法兰西和西班牙 攻占了墨西哥 占领了墨西哥北部九个州 成立所谓的新墨西哥省海外自治省 其势力扩张到德克萨斯 和亚利桑那边静一线 与印第安人必然是接触上了 众人被卡斯分析的将信将疑 而不堪南更是心乱如麻 竟然连遥远的东方华人 也盯上了美利坚邻邦 莫非这真的是自己无能 让强大的美利坚变成了一块肥肉 以至于刚刚崛起的东方人 也来想分杯羹 当然 他最为担心的 还是法兰西帝国和大英帝国 这两个欧洲列强 要是前来干涉联邦内部争端 可就麻烦了 那中华帝国说不定就是法国的前驱而已 想到这里 不堪南索性不再多想 只是恨不得这一个月时间快点过去 好让他将手中这幅烂摊子早点交出去 1861年2月1日 阿拉巴马共和国 蒙特马利市 美丽的阿拉巴马河畔 一座三层楼高的苏格兰式建筑 矗立在还有些寒冷的微风之中 远处 阿拉巴马河对岸 是一片广阔无垠的棉田 星星散散的黑奴 在白人奴隶主的带领下 正在天间劳作 时不时有些粗犷的苏格兰 或是不知名非洲部落的歌声传来 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 苏格兰式建筑 正是新成立的阿拉巴马共和国议会大楼 大楼外 数百名手持佩刺刀 火枪的阿拉巴马共和国民主自卫队员们 将大楼以及旁边的阿拉巴马河畔全部封锁 一副戒备森严景象 今天是阿拉巴马共和国一个重要的日子 南卡罗莱纳 德克萨斯 密西西比 佛罗里达 阿拉巴马 佐治亚 路易斯安娜等七个原联邦的南部各州长 州议会议长 国民自卫队司令官等领袖 聚集在阿拉巴马河畔的原议会大楼内 商讨成立一个新的国家 阿拉巴马共和国总统 原州长安德鲁 摩尔 站在大庭的中央 对前来参会的众位州长道 各位 经过多日的筹备和大家共同努力 今天我们齐聚蒙特玛利 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来 再一次问大家一声 都愿意彻底与北方联邦政府划清界限 解除所有的关系吗 众人齐声道自然愿意 安德鲁摩尔满意的点点头道 既然如此闲话少说 我们今日为了成立一个新的伟大国家 一个独立共和国 相信将来在座的诸位会名垂千古 成为这个伟大共和国的缔造者 一如当年联邦的华盛顿 富林克林 杰弗逊这些缔造者一样 以上帝名义启示 你们愿意代表各自共和国 为这个崭新的伟大共和国而奋斗不息 贡献全身力量吗 以上帝的名义 我们愿意 真的太好了 安德鲁摩尔完成自己的东道主任务 将主持任务交给跃跃欲试的南卡罗纳州共和国总统 威廉吉斯特 威廉吉斯特接过话题 直接而干脆的道 既然大家都在这便干脆一点 说说吧 我们七个共和国联合起来的国家 名字就确定下来 叫美利坚联众国 我看行 这名字与北方联邦的差不多 都是与当初13个从大英帝国独立出来的 殖民地组织的联邦一脉相承 密西西比州议长附和道 不错 就取这个国名好了 不过为了区分 通常还是称呼为美利坚联盟国更好 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也表示赞同 接下来的两天 中共和国领袖们又仔细讨论并通过了新成立的美利坚联盟国的宪法 自然跟北方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十分相近 唯一与北方的联邦宪法不同的是 新宪法更加重视各成员州的权力 规定不会有任何禁止蓄奴的法律 选举新的美利坚联盟国的总统时 许多人都想成为总统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夺 最终众人达成了一致意见 选举原来的密西西比的联邦参议员 现任密西西比国自卫部队指挥官 少将杰斐逊戴维斯为美利坚联盟国临时总统 原佐治亚州的国会议员 现任佐治亚州长的亚利桑达斯蒂芬斯为临时副总统 作为新当选的总统 杰斐逊戴维斯仍旧留在密西西比 并没有来到蒙特玛利 副总统斯蒂芬斯 作为联盟国在场的最高领导人 发表了一番讲话 真是个伟大的日子 我们将一手缔造一个伟大的新国家 宪法永远排除了由奴隶制造的骚乱 这也是我们脱离联邦的原因 新政府基于黑人与白人无法平等 这一伟大真理之上 北方拒绝承认这一伟大真理 我们只好分道扬镳 不过尽管黑人只能是白人的奴隶 但我们的宪法也同样保护他们 我们白人更应该保护他们 毕竟他们是我们宝贵的财产 事实上 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公平的 连上帝也这样认为 斯蒂芬斯继续说道 北方新当选那个共和党总统 亚伯拉罕林肯 其实与我是多年的好友 他也从不认为黑人应该与我们白人一样平等 首先他们的皮肤注定是黑的 不可能和我们一样白 而且他也赞成奴隶制是十分合理的 只不过如今他为了背后支持他那些北方大工厂主们 不得不违心的反对奴隶制 这本身就是一场悲剧 斯蒂芬斯的话音刚落 便响起了啪啪的掌声 而这时 德克萨斯共和国的临时总统 史玛休斯顿 领着一名个子不高 却身材结实的华人走向斯蒂芬斯 大声道 副总统先生的演讲十分的精彩 各位不好意思打断一下 下面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个人 来自南部的中华帝国 新墨西哥自治省的石先生 他作为堪萨斯地区的全权代表 愿意代表堪萨斯加入我们联盟国 这下众人轰动了 新的美利坚联盟国成立不到两天 便又有新的州加入 而且还是原本已经计划加入 北方联邦政府的堪萨斯州 这无疑是对北方联邦最为有利的打击 副总统斯蒂芬斯立即反应过来 联盟上前握住这名华人的手 石先生 欢迎你们堪萨斯的加入 这样我们美利坚联邦国便更强大了 姓时的华人用有些蹩脚的英语说 毕人石阵吉原本是中华帝国的新墨西哥省驻军副司令官 受印第安的罗基部舵邀请 出任堪萨斯共和国国民自卫队指挥官 兼共和国全权代表 今日来到蒙特玛利 一来是祝贺贵国新成立之喜 二来是代表堪萨斯共和国加入贵国 三来则是代表中华帝国的新墨西哥省 与贵国商谈联盟合作事宜 联盟合作 斯蒂芬斯不愧是政坛中混了几十年的人物 一下抓住了重点 他满脸疑惑的道 中华帝国新墨西哥省与我们有什么合作 莫非你们也要加入联盟国 石震吉笑道 阁下开玩笑了 当然不是 准确的说 是我们中华帝国与贵国进行合作 斯蒂芬斯先生 想必你也能猜到 北方的美利坚联邦 必然不会容忍你们联盟国的安然成立 要不了多久 便会以武力讨伐 而我们中华帝国方面 一向认同你们民主党的理念 在贵国境内也有许多的贸易伙伴和朋友 因此我们认为同贵国有巨大的合作空间 简单的说 我们在贵国有很大生意和利益 不愿被北方的联邦所破坏 愿意帮助你们抵抗北方联邦 当然贵国也要稍稍付出一点代价 斯蒂芬斯立刻摇头拒绝 对不起 我们美利坚联盟国虽然从那北方联邦中脱离出来 但这不是叛乱 这原本就是兄弟分家而已 并不会爆发什么战争 因此 你说的合作援助之类的 我们不需要 当然 贸易方面的合作 我们还是很欢迎的 简被斯蒂芬斯拒绝 石正吉也不生气 他原本只是露个脸 打个照面 表明中华帝国的态度而已 再说 斯蒂芬斯也并不能做主之人 而自己也不是 加上如今南北双方并没有爆发战争 对方自然对财占领新墨西哥省的中华帝国充满戒备 一切才刚刚开始 不急 2月11日 密西西比华伦郡的吉原庄园外 庄园的主人杰斐逊戴维斯 站在庄园大门前 准备赶往蒙特玛利就任美利坚联盟国总统 看着庄园内近百名的黑人奴隶和数名百人管事 以及文逊赶来的华伦郡四周种植园主和一些民众 杰斐逊戴维斯 这位已经当选成为新成立的美利坚联盟国的总统之人 站在马车上 挥手朝家乡人和自己的奴隶们告别 站在庄园大门口的黑人 管事和他的妻子望着主人远去 乌拉乌拉的叫嚷着什么 而他们牵着几个黑人孩子 眼巴巴的看着马车不停的抹着眼泪 其他的黑人奴隶也是如此 一副依依不舍靠山离去的模样 戴维斯站在马车上朝自己的黑人奴隶们挥挥手 止住众人的哭声 转过头 有些炫耀又有些劝谏一般的 对他的种植园主邻居们说道 看吧 黑人奴隶们并不仅仅是会说话的工具 他们也是人 虽然地位低 但也懂得知恩图报 他们显然能看出 他们对我的依恋和不舍 他们很拥戴我 愿意为我付出一切 为何 戴维斯指向那些黑奴 大声地道 看 我能让他们吃饱饭 不无故打伤责罚他们 只要他们为我庄园打理 我保护他们不受动挨饿 虽然衣食不比我们白人 但也不用担心 因此 他们都很感激我 用辛勤劳作来暴打我 这就是我想告诉大家的 黑人奴隶 虽然只是我们的奴隶 但同时也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我们要爱惜自己的精美怀表一样 爱惜他们 他们的生活 比北方联邦工人里面的工人更好 甚至 他们不会背叛我们 说完 戴维斯便示意他的车夫 开始赶路 一位华伦郡的小麦种植园主上前问道 戴维斯先生 往后您便是我们南方联盟的总统 您认为那些北方老会进攻密西西比吗 将我们的庄园摧毁 强迫我们将奴隶全部释放 戴维斯答道 我的邻居和朋友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一切皆有可能 我只能说我并不想与北方联邦进行内战 但我也不怕内战 我们与联邦的分裂是彻底的 妥协的时代已经过去 若是他们不肯妥协 那便只能通过武力 才能保留我们的权力 而他们北方将闻到我们南方炮火的火药味 他们将感觉到我们南方人的刀剑的寒气 正如如今这样的天气一般 南北的矛盾与争端 而事实上不仅仅是奴隶的问题 还有经济和财富 关税政策等等一系列的矛盾 以奴隶制作为开战的理由 从来都只是北方老们的憋脚的借口而已 说完 戴维斯的马车开始徐徐而进 朝东部的阿拉巴马驶去 而这同一天 几乎是同一时间 伊利诺斯州的春田市火车站 阴冷的上午 让火车站的人群时不时蹬着脚底 伸出双手哈着白气取暖 林肯站在火车车厢门口 搀扶着马力 行李不多 已经被新任的总统秘书 给接到车厢内 马力是跟着林肯一路前往华盛顿 进行就职旅行的 他从前天就开始兴奋起来 早早将行李打包 昨天便让仆人送到了火车站里 林肯的满足他 盼望了这么多年 自己能当总统 也是他的心愿 他一直想要成为人前注视目光的焦点 成为总统夫人 而不能跟随自己一到上任 或是上任没有人知道 犹如锦衣夜行 会让他十分难受 不过 林肯望着车站月台上的春天市民 熟悉的老朋友们 林肯眼眶有些潮湿 即将离开生活多年的城市 这一去 不知自己将会如何 他想起即将荆棘变布的总统生涯 还有联邦前途未卜的命运 一时间竟思虑万千 离开家乡 他知道他应该说些什么 看向月台上熟悉的面孔 镇子里生活宁静的人们 他充满感情的道 亲爱的朋友们 没人能想象分别时 我内心的忧伤 我的所有成绩都归功于这里 我在这里生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从青年长成为老人 这里有我的孩子 其中一个已长眠于此 现在我要走了 不知何时回来 甚至不知会不会回来 我面前的任务十分艰巨 可能彼自华盛顿以来 任何一位总统任务都要兼具 没有上帝的帮助 华盛顿不可能成功 而我将来的成败也在上帝手中 家乡的亲人们 让我们相信上帝 相信上帝与我们同在 与你们同在 与善同在 让我们希望一切圆满 希望有天我还能回到这里 与大家聊天 再次祝大家生活幸福 火车开了 阴沉的天空 不知什么时候飘起了雪花 让天气更加的寒冷 各位亲爱的听众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这个天国不太平 作者 三江口水 演播 致远 第五百七十二集 二月二十二日 美利坚联盟国首都蒙特玛利 已经出席完就职典礼的 杰斐逊 戴维斯总统 随即任命了政府的内阁成员 副总统亚历山达斯蒂芬斯是国会早就选出来的 国务卿是来自佐治亚州的罗伯特 图姆斯 财政部长是南卡罗来纳州的克里斯托福克 内政部长是来自路易西安纳州的本杰明乌达 战争部长是来自阿拉巴马州的沃克列罗 海军部长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斯蒂芬马洛里 邮政部长是来自德克萨斯州约翰里根 除此之外 杰斐逊 戴维斯 还邀请原联邦第十任总统约翰泰勒 担任联盟国总顾问 兼内阁成员 国会成员 约翰泰勒 出身于种植原奴隶主家庭 已经退休 留在家里弗吉尼亚州的格林维经营 其父亲留下来的一座巨大的庄园 是坚定的奴隶主推广者 不过 即便是这个时候 杰斐逊 戴维斯 总统仍旧没下定决心先行向北方宣战 他随即任命前西点军校校长的皮埃尔伯雷加德 为联盟国的第一位准将 负责包围南卡罗莱纳州的萨姆特宝 替换尘尔伯尔伯尔伯雷纳州 华纳州国民自卫队指挥官 对于萨姆特宝 杰斐逊 戴维斯 严令皮埃尔 伯雷 加德 不得首先进攻 一来 他不能让北方有借口宣战 已经被包围的萨姆特保 并不能对联盟国造成多大威胁 但若是联盟国先行开火 便会在整个舆论和道义上 让北方占据大义了 二来 此时的联盟国 还需要时间做好全面作战的准备 不是一立刻开火 早在联盟国成立以前 独立的南方各州 便抓紧时间 从北方联邦运输武器弹药 为将来做好战争准备 像皮埃尔伯雷加德 西点军校的前校长 因为家乡是路易安那州的新奥尔良 在伊斯安那州独立之后 联邦的战争部 就立即解除了他的校长职务 无奈之下 他只能返回家乡 加入联盟国 而在返回的过程中 皮埃尔伯雷加德 利用其西点军校校长的身份和便利 许诺给出上位 少校等高的职务 陆续将西点军校近五分之一的学生 说服来到联盟国 不但将家乡在南方数州大部分的学生换回 甚至连北方的一些学生也被说动 类似这样的军队人才 还有武器弹药 正源源不断的往南方联盟国输入 因此 杰肥逊戴维斯不愿意发动战争 打断这个过程 三来 萨姆特堡已经是砧板上的肉 根据情报显示 萨姆特堡内的士兵不足70名 而且储存的粮食已经不多了 最多再过一个月左右 便会断粮 到时候 不必放一枪一弹 自然会乖乖投降 当然 最关键的 还是考虑上南部几个蓄奴州的态度 事实上 南部几州成立的美利坚联盟国 之所以选举杰斐逊戴维斯为总统 就是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是温和派 甚至在前期还流露出反对脱离联邦的意愿 只是最近因为林肯当选才明确表示 因赞成奴隶制 而脱离联邦 但不希望通过战争形势 以杰斐逊戴维斯为总统 可以充分考虑到上南部几个蓄奴州的情绪 不至于太过激烈的反对联邦 便于将上南部的几个州都拉入联盟国的队伍中来 杰斐逊戴维斯 自己也深知这一点 他早在确定要出任总统之后 哪怕还没上任 便派出自己的特使 前往上南部几个蓄奴州 用利益和感情去诱导他们 移到加入联盟国 但目前为止 各州的脱离联邦运动 反倒没有林肯刚刚当选总统时的强烈了 戴维斯通过私人关系了解到 密西里和阿肯色两个州 已经被拥护联邦的议员们所掌握 试图在三月份举行州议会 通过表决反对脱离联邦 而肯塔基和特拉华的议会 一直拒绝召开表决会 北卡罗莱纳和田纳西两个州的选民们 也抵制会议的召开 这四个州以拖延的形式 不配合脱离联邦运动 也就是说 很大可能拥护联邦 而马里兰州的会议 似乎是脱离联邦的议员占优势 但其州长却是拥护联邦派 也是不顾压力 一直拒绝召开州议会 开会讨论脱离联邦问题 只有最后的一个最大的州 弗吉尼亚 形势最好 很多民众要求脱离联邦加入联盟 但因为其西部的西弗吉尼亚地区 仍旧忠于联邦 整个弗吉尼亚州 也迟迟没有明确表态 静观事态发展 这样说起来 上南部的八个叙奴州 竟然没一个积极响应脱离联邦 加入联盟国 也正是因为如此 戴维斯特别的小心 不敢背负第一个主动开战的责任 而是想尽拖延下去 拖延到北方联邦忍耐不住 挑起争端 也只有这样 才能博取上南部 这八个叙奴州的同情 甚至 为了保护这八个叙奴州的利益 联盟国的宪法之中 还特意加了一条 禁止同外国进行奴隶买卖 这一切都是为了能让上南部八个叙奴州消除疑虑 加入到联盟国队伍中来 戴维斯知道 要是没有这八个叙奴州其中力量的参与 光靠如今的八个州促成的联盟国 实力与北方联邦相差太远 毕竟如今的联盟国八个州 工业能力仅占原来整个美利坚合众国的5% 人口也不到北方联邦的五分之一 就在南部的联盟国总统 杰斐逊戴维斯考虑如何拉拢上南部八个叙奴州时 美利坚联邦新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 邪夫人玛丽 还在前往华盛顿特别的旅途中 原定半个月的行程 但火车才走五天 到纽约州奥尔巴尼镇时 便传来了戴维斯就任南方的 美利坚联盟国总统的消息 南方各地大量的开始焚烧 美利坚联邦国旗 纷乱四起 美利坚联邦的第一夫人玛丽 终于无法再欺骗自己去享受丈夫就任旅行了 沿途之中 他丝毫没有听到各地民众的欢呼 有的或是默然或是哀求 一切都那么的悲惨 丝毫没有他想象中的鲜花掌声和奉承欢呼 而林肯也是心交无比 他原本是想通过15天的就职旅程 一方面满足妻子的虚荣心 另一方面 专门安排了10个重要的北方城市斗路 沿途发表演讲呼吁民众一道反对奴隶制 反对南部蓄奴州脱离联邦 支持联邦政府和他 没想到沿途就任竟然如此凄惨 已经有在野的民主党人士在当地报纸上说 就在林肯夫妇乘坐联邦专列享受第二次蜜月 游山玩水的同时 南方的联盟国总统戴维斯 却日夜兼程乘坐马车赶到蒙特玛利宣示就任 因此无奈之下的林肯只能放弃原定计划 不去波士顿等北部的大城市 准备直接从二巴尼镇赶往纽约 再经过费城巴尔摩等抵达华盛顿特区 纽约和费城这两座最为重要的北部大城 林肯将原本要各待两天的行程 直接压缩到一天 匆匆发表演说之后便赶往华盛顿 但到了21日刚离开费城 便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 有两个白人黑帮准备在第二天凌晨 准备在巴尔蒂摩暗杀他的消息 玛利大惊失色 联盟劝他返回费城等待两天 先从费城抽调一支军队 前往巴尔蒂摩清除黑帮之后再前往 林肯自然拒绝 他只希望早点赶到华盛顿特区 尽快会面各州代表和国会议员们 做好就任总统的准备 早日将联邦的局势定下来 不过他的助手 胡人 还有与他一道乘坐列车 前往华盛顿的国会议员 老朋友杰德法官 以及两位州长 大家纷纷劝说他下车先返回费城 再搭乘费城直接前往华盛顿的列车 让黑帮扑个空 但林肯依然拒绝 还是他的老朋友杰德法官了解他 借故支开众人 单独劝说林肯道 亲爱的林肯 我的朋友 告诉我 你不愿意返回费城 躲避准备暗杀你的黑帮 是不是担心对您的声望造成不良影响 林肯沉默不语 杰德法官自然明白了自己猜对了 便劝解道 可你有没有想过 既然那些黑帮准备暗杀你 连消息都传了出来 说明必定准备了很久 人数众多 你就这样前去 很可能真的惨遭不幸 那样的话 谁还会在乎你是不是勇敢 只会嘲笑你的愚蠢 明知道前面有埋伏 还送上钱去 林肯先生 你要知道 如今你不但是你自己 还有你的夫人 你的朋友和护卫 有那么多人都跟随你一道冒险 而且这样被暗算 你的理想 美利坚临崩的统一都无法实现 林肯似乎被说动了 压低声音道 可反对党那边 必定会借此事大做文章 到时候便是对我的政治生命致命打击 竞选总统时树立的良好形象 也将一落千丈了 杰德法官却道 遥远的东方中国有句话 叫留的青山寨 不愁没柴少 林肯我的朋友 你就这样去送死 的确无人攻击一具冰冷的尸体了 可这有何意义呢 一切都是空的 只有活着的林肯才是总统 就算那些民主党人来攻击你 又何妨 林肯点点头 握住老朋友的手道 谢谢你杰德 我亲爱的朋友 见林肯同意下来 众人也是大喜 杰德法官和一帮护卫 继续乘坐火车 而林肯他们 则迅速下了火车赶回费城 当天半夜 在助手以及几个护卫的排同下 林肯轻装从检上了费城到华府的火车 而两名州长和妻子玛丽等 则留在费城 等确认安全后 再前往华盛顿 果然 当杰德法官等人的火车 在抵达巴尔迪摩车站前减速滑行时 一帮数十人的白人黑帮冲上火车 四处搜寻林肯 却未发现 值得将杰德法官等人痛打一顿后 兴兴的下来车 2月23日凌晨 林肯抵达华盛顿火车站 但不知为何 竟然早有人知道他会提前抵达 只见火车站前面的广场 几大横幅被拉了起来 横幅上写着 新任总统贪生怕死 抛弃妻儿 独自深夜逃命 抛弃同伴 让朋友顶货 我们不需要如此没有担当的总统 害怕黑帮势力 深夜仓皇逃命的总统 会将联邦带向何方 林肯大吃一惊 顾不得开始早就准备好的演讲 联盟带着助手和护卫 匆匆离开火车站 而这时 在反对党民主党的大肆渲染之下 华盛顿和北方各州的报纸 开始了铺天盖地的报道 为躲避黑帮暗杀 新任共和党总统 林肯深夜下车 改乘其他班次火车直达华府 我们新选的总统 莫非真的是抛弃妻儿 利用老友当替死鬼 自私自利的胆小鬼 林肯 这个连相交二十年的好朋友 都利用的新总统 连结婚二十年的妻子 都抛弃的男人 联邦的公民还能相信他吗 发行量最大的太阳报 纽约时报 以及本地的华盛顿晚报 等各大报纸争相报道 尽管明眼人一眼便能看出 这必定是政敌通过这种手段打击对方 但报纸通过新任总统 一行在费城的形成细节 以及费城虎车站职员的采访 无一不表明 报道是事实 普通的民众哪里管这么多 他们只知道 新当选的总统竟然干出这种事情来 当初他们认为那个勇敢勤劳 踏实可靠的总统 如今却成为了一个自私自利 贪生怕死的胆小鬼 一时间 林肯只能躲在记住的家里 连与人谈话 会见政客和出席公众活动都不敢了 他无比的懊恼 心底暗自发誓 以后再也不害怕了 与此同时 又一个消息传来 纽约论坛报 在采访林肯的家乡 伊利诺伊州春田市邻居时被告知 在林肯的豪宅里 至少有三名黑人奴隶 其中一名年仅13岁 纽约论坛报上还贴着他的照片 一个古兽如柴的黑人男童 站在林肯的豪门大宅 已靠着门框 除此之外 还有两个黑人奴隶的贩卖证明 是两年前经林肯夫人玛丽的亲手签名 一共花费了900美元 将两名成年黑人奴隶和一名幼童买下 而另外 纽约每日论坛报和华盛顿晚报 又爆出林肯的岳父 肯塔基州列克星敦氏的大银行家 罗伯特托德 在肯塔基州的几处农庄 一共拥有成年黑人奴隶 达到至少200人 纽约每日论坛报 更说起了林肯的发迹经过 指出林肯原本只是个穷光蛋 甚至没有固定的职业 四处谋生 后来虽然通过努力成为春田小镇上一名律师 但名声有限 律师根本维持不了生活 以至于还有兼职充当当地测量员 直到他嫁给了一个美国最有权势的人的女儿 一个又丑又脾气暴躁爱慕虚忍的女人 她的人生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一下成为国会议员和著名律师 甚至到如今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 报纸上的尖酸的指出 林肯的发迹 主要便是倚靠他的岳父 一个控制着美利坚联邦中北部的几家铁路公司 拥有数个庄园和制造工厂的来自肯塔基州的大银行家 原本招不保息的小律师 一下成为年收入上百万元的著名律师 而他所经历过的官司都是充当他岳父的帮凶 帮助那些铁路公司利用联邦法律廉价征迁土地 压低工人工资和打击对手 可以预见 林肯就任总统之后 必定会迫不及待地宣布建设中西部大铁路 让他的岳父和其他铁路公司垄断股东们 赚得盆益钵满 一时间 整个华盛顿特区 以及四周的民众全部哗然 而细心的人发现 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报纸 是2月23日刊印发行的 也就是说 在林肯抵达华盛顿的当天这篇 总统发迹时 披露建报的 也许是因为这家纽约每日论坛报 报纸不太知名的原因 或是距离华盛顿有些距离 报纸直到2月24日和25日才流传开来 但就在林肯抵达华盛顿的当天晚上 2月23日 在华盛顿社会名流举办的总统接风晚宴上 林肯发表了一番讲话 表示他就任总统后 除了解决南方叙奴州脱离联邦的南北争端问题外 还准备开发西部 启动横跨大陆的大铁路建设 将大西洋和太平洋用铁路连通 赢得在华盛顿特务的社会名流们争相喝彩 细心的人这才发现 更是让人相信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报道是真实的 一时间民众哗然 各位亲爱的听众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这个天国不太平》 作者 三江口水 演播 致远 第573集 越来越多的人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下 争相购买2月23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 以至于纽约每日论坛报卖断了货 不得不在2月26日和27日连续两天重印23日的版面 满足民众的好奇心 而纽约每日论坛报 这家原本名声不是很显的报纸 也一下名扬整个美利坚联邦 民众突然发现 这家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报纸视野非常宽广 不但报道美利坚联邦的事情 还会报道欧洲 印度 甚至遥远的东方等世界各地 尤其是报纸的言论 十分的特别 其立场始终站在普通民众的角度 让人耳目一新 于是带来的后果是 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销量 由原本的不到2万份 在一周之内迅速增长到10万份 其他报纸见着机会 也纷纷转载纽约每日论坛报 当天的报道 太阳报 世界报 纽约时报 华盛顿晚报 等报纸纷纷在首页头版 爆出这一戏剧性的情节 甚至连费城新闻报 这样的花边新闻报纸 也趁机报道说 林肯自幼得继母沙利 不时抚养 深受继母大恩 如今成为年收入上百万美元的大律师 以及豪门女婿 却忘记了还在乡下生活的贫苦的继母 赋予多年 却只寄过一次钱给继母 以至于继母沙利如今仍在印第安那州的西南部 乡村穷苦的生活 这些的话柄 有心人的传播中放开了 而民主党趁机发动力量四处煽动 以时间 整个联邦北部数州 舆论四起 纽约 波士顿 费城 巴尔迪摩 华盛顿等共和党的支持地 民众纷纷走上街头 抗议信任总统是政治骗子 伪装的善人和劳苦大众 是银行家和铁路巨头的代理人 甚至有人要求重新选举 或是让林肯辞职 顿时林肯以及他所在的共和党人 都焦头烂额 头疼不已 只能花力气四处灭火 消灭舆论压力和民众的游行示威 所带来的影响 而才没享受几天第一夫人滋味的玛丽 顿时也销声匿迹 没了踪影 也不知道是被送回了春田市 还是另外租住房屋 躲到一边去避风头来 只是 林肯的助手发现 林肯的脖颈上似乎有些抓痕 以至于虽然用围巾系得牢牢的 但转动脖子时还能察觉林肯的不是 不得不说 共和党背后的银行家和工厂主们实力雄厚 到3月1日的时候 太阳报 世界报 纽约时报等主流报纸都安静下来 不再提起新任总统的私人生活 而华盛顿晚报 甚至在围板的一处小地方公开认错 说是因为作者道听途说 未经何时便随意报道 实际上 林肯的岳父如今已经没有铁路公司的股份 而街头的人们激动了几天之后 也逐渐冷静平息下来 几个带头的人家中 纷纷收到一笔不小的钱 转告他们不要再闹腾 加上华盛顿和纽约出现一批军警 警告和驱算了一批闹事者 于是乎 到3月初 抗议林肯的民众便消散一空了 但就算如此 也给即将宣誓就任总统职位的林肯 蒙上了一层阴影 林肯原本计划早点赶到华盛顿 在就职前这几天 和众多的政治代表们谈话 还要选出自己的帮手 组建内阁政府 幸好 内阁成员他早在半路上就已经想好了 否则这样一闹 临时找人打听 选出合适的人选 还真困难了 3月1号这天 一个由共和党人发起的和平大会 在白宫山前的广场召开 共和党人威廉亨利 西华德主持了这次集会 林肯已经与其沟通过 准备任命其为自己新内阁的国务卿 于是西华德邀请林肯也参加 为了召开这次会议 西华德准备了很久 他早在林肯赴任之前 便运用共和党中一部分人在国会的力量 向原来的联邦各州发出邀请 要求每个州都派出代表 参加3月1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和平会议 但这本身就是野心勃勃的西华德 单方面的想法而已 不说南方已经脱离联邦组成联盟国的八个州 坚决不同意参加 就连上南部的八个州也有些分歧 最后也是抱着围观的想法 勉强派了代表前来 而西华德所在的共和党内部 也有不少激进派的共和党人表示 反对召开什么和平大会 对于西华德的活动表示怀疑 因此这个和平大会 连上南部诸州都没有多少期待 毕竟南方的联盟国几州 根本就没派人来参加 连和平对象都无从谈起 不过西华德还是认为和平大会有作用 便是可以拉拢上南部诸州 至少让他们不至于跟随联盟国脱离联邦 但上南部诸州的代表们 看到林肯亲自参加顿时有了尽头 他们打着和平的名义 要求林肯支持叙奴 不要因为奴隶问题而发动战争 林肯含糊的回答道 我会忠实执行作为美国总统应尽的责任 捍卫美国宪法 至于战争 谁也不想但谁也不怕 没有得到应有的保证 上南部诸州的代表们 很是遗憾 三天后 林肯跟即将卸任的总统布侃南 一起坐马车参加就职典礼 上万的民众参加了林肯的就职典礼 虽然那场舆论风波闹得沸沸扬扬 但不得不说 共和党公关能力跟他们选举能力一样强 虽然才过去没几天 但今天在这就职典礼的广场上 仍旧挤得人山人海 众多也不知道是不是共和党人拉来的 还是工厂主组织的民众 高举庆祝新总统任职 期待新总统带领联邦给民众幸福之类的横幅 将现场的气氛渲染的淋漓尽致 布侃南如释重负 见到任职现场没有闹出乱子 他不由松了一大口气 这次的总统交接典礼 他行使了最后一次总统权力 命令联邦的陆军总司令温菲尔德 斯科特将军调集了华盛顿在访的近600余名军队 驻守白宫四周 防备前段时间因舆论和不利言论 对林肯就职的影响 能顺利交接便是他最期盼的 将肩膀上的重任谢谢 让他松了口气 他在一个月前提议的四点提案 被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给否决 一些激进的共和党人反对他的提案中 关于南北划分一道分界线 分界线南部允许戏奴 这些激进的共和党人要求彻底废除奴隶制 以人道主义大义将民主党的总统 布侃南赤薄的死 事实上 他们连同是共和党的西德华都不买账 国会的一些共和党人普遍认为 布侃南这是在限制奴隶制度蔓延的问题上 对南方妥协 他们甚至怀疑 总统悄悄在支持南方 他们一心等待新总统林肯来处理南北问题 因此布侃南彻底失望 索性更加不管正事 只是离任回乡 并且他这一态度 让国务卿刘易斯卡斯很是不满 在林肯抵达华盛顿之前便先行离职了 因此他更是心灰意冷 不过看见林肯上来 他还是强装笑脸 友好的和林肯握了握手 甚至连场面话都没怎么说 交接便结束了 曾经的手下败将 民主党的道格拉斯也过来捧场 尽管他的身体已经因为生病而很虚弱 但还是坚持来典礼现场 呼吁民主党抛却政党成见 支持林肯就任新总统 帮助他和共和党保持联邦的统一 这让林肯很是感动 不过他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就任总统 他抛却一切胡思乱想 开始发表任职讲话了 南方各州的人们似乎担心 共和党政府上任会让他们的财产 他们的平静和个人安全受到威胁 这种担心是毫无根据的 事实恰恰相反 证据就摆在那里 我发表的所有讲话里都有 大家可以随便去看 我在其中一次讲话中曾经说过 我根本不打算直接或间接的插手 现存的蓄奴制度 我觉得根据法律 我无权这样做 也不想这样做 我的这一立场没有变 这个国家任何一个地方居民的财产 和平与安全都不会因为政府换届 而受到任何形式的威胁 若是我以前私下说过要废除奴隶制的话语 不不 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我只是强调 不能再扩大奴隶州 现有的已经实行的奴隶财产制的地区 不会因为我的上任而改变 也许是感觉到自己说的太缓和了 林肯说到这里 又加强了语气 变得强硬起来 自从72年前 美利坚合众国建国第一位总统 华盛顿宣誓就职以来 已有15位总统带领这个国家 成功走过了风风雨雨 如今的局面 南方八个州要脱离联邦而组建新的国家 对此我坚决反对 我始终认为联邦并未分裂 是的 根据宪法和法律 没有分裂 我要执行宪法给我的命令 确保联邦法律得到所有州的遵守 要做到这一点 无需流血和暴力 除非有人将流血和暴力强加给联邦政府 对于南方各州 根据宪法赋予我的权力 我又掌控控制 占有一切属于联邦政府的财产和领地 并收取税赋 为此联邦政府将采取必要的手段 甚至武力 但是除了为达到上述目的而采取的必要手段外 政府不会入侵任何地方 或是对任何人使用暴力 他的这些话 自然是对上南部八个蓄奴州说的 用意 不过是宽慰这八个州不要背叛联邦 而后 林肯又针对已经脱离的南部八个蓄奴州道 至于新成立所谓联盟国 我美利坚联邦总统郑重告知 内战的决定权在你们手里 在你们这些对宪政不满的同胞手里 不在我联邦政府手里 联邦政府是不会向你们发起攻击的 如果你们不主动出击 就不会发生冲突 我们不是敌人 是朋友 一直都是 我们不能成为敌人 我们之间爱的纽带 虽然可能受到感情的伤害 但绝不会切断 说完 林肯随即把手放在圣经上 并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领诵下 宣誓就职 成为美国新总统 副总统 为汉尼巴尔 哈姆林 他是东部人 也是前民主党人 能够平衡林肯 让民主党人勉强接受 而林肯任命的内阁成员 来自共和党各地区派系 他想将整个共和党都调动起来 威廉亨利西德华 出任国务华 出任国务卿 萨蒙蔡斯 担任财政部长 凯莱布 史密斯 出任内政部长 西蒙 卡梅伦 出任战争部长 爱德华贝茨 担任司法部长 吉蒂恩 维尔斯 担任海军部长 蒙哥 玛利 布莱尔 担任邮政部长 顺利就职 林肯也长长的出了口气 事实上 他的手里有些汗水 幸好 担心的民主党煽动人骚乱的事情 没有出现 不过 等林肯一脚跨入白宫时 众多的求持者 突然从人群中挤了进来 不过很快便被士兵拦住 纷纷朝林肯喊道 总统先生 给我们一个工作 我们需要面包 林肯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一名满脸丑陋的妇女 也冲了过来 挤过拦截的士兵道 你们华尔顿有名税务官 在我家的旅馆 吃了一个礼拜饭 都没给钱 正好你今天就任总统 我来找你要一下饭菜钱 秘书约翰 海一和一帮士兵连忙上前 将妇女拖住 要求妇女离开 没想到 约翰海一力气太小 被那名妇女随手一带 便拽倒在地 顿时 有数名求职者围住约翰海一 眼巴巴的看着林肯 似乎这个小秘书受伤了 他们便能替代了一样 让林肯哭笑不得 又很是郁闷 联邦的民众失业的竟然这么多吗 难怪曾经有南方的奴隶主声称 他们南方的奴隶 生活的比北方的失业工人要好得多 林肯顿时觉得自己身上的压力更大了 匆匆摆脱这些围观起哄的民众 进入白宫内部 林肯丝毫没有入主白宫的激动 更多的是疲惫和彷徨 尽管他在旧职演说中的话 有些模棱两可 但他仍旧担心会让南方诸州认为 这是他的宣战书 事实上 他其实已经违背了当初竞选时的口号 强调不会改变现行的奴隶制 以此来向南方是好了 但他又要威慑下上南部几州 因此又加上要掌握 控制 占有一切属于林邦政府的财产和领地 并收取税负的话语 进入白宫的第一件棘手的事情 便是如何解决萨姆特保的危机 萨姆特保 已经被联盟国的准将 皮埃尔 柏雷加德 派人包围着 南方联盟国的炮箭 也将查尔斯顿港口封锁 联邦政府战争部 派了数次民船 想从水陆港口运补给 进入萨姆特保 但都没成功 甚至一艘租用西方之星的商船 还被南方联盟国的炮箭所击伤 早在三天前 萨姆特保的守军指挥官 安德森少校便发来请求投降的紧急信 安德森无奈地透露 他和他的六十多名士兵已经面临缺少军粮 即便一再节约 也会在数周之后被饿死的地步 他不会让手下和自己饿死 若是还不支援 他会在此之前被迫投降 放弃守卫萨姆特保 林肯决定召开他入主白宫以来的第一次内阁会议 商讨如何处理萨姆特保的麻烦事情 白宫办公楼内 林肯坐在二楼的会客大厅里 副总统汉尼巴尔 哈姆林和国务卿威廉亨利西华德 财政部长萨蒙蔡斯 内政部长凯莱布史密斯 战争部长西蒙卡梅伦 司法部长爱德华贝茨 海军部长吉迪恩 维尔斯 以及邮政部长蒙哥玛利 布莱尔等新任命的七名内阁成员一起 召开美利坚合众国最高级别的九人内阁会议 除此之外 还有一名身穿军装的军人 也出现在房间内 却是林邦的陆军总司令 温菲尔德 斯科特将军 他虽然不是内阁成员 但因为他是军中元老 林肯还是将他也请来了 林肯将手中十余封信件和电报扔在桌上道 诸位都知道 今天我们召开第一次内阁会议 讨论的是南卡罗莱纳州的萨姆特堡的危机 三天前 萨姆特堡的联邦指挥官 安德森少校发来紧急求救信 说是宝内已经缺少军粮 最多只能再坚持数周 但如今萨姆特堡和所在的查尔斯顿港 都被南方叛军所包围封锁 如何解决这一棘手难题 大家议论一下吧 一听这话 副总统汉尼巴尔 哈姆林迫不及待的跳了出来 直接道 还有一轮什么 直接派兵支援萨姆特堡 将那南方的叛军击溃 各位亲爱的听众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这个天国不太平 作者 三江口水 演播 致远 第574集 游政部长 蒙德玛丽 布莱尔 也联盟跟着道 不错 萨姆特堡是联邦的财产 还代表着联邦的颜面 绝不能放弃 更何况 堡内还有60多名联邦的军人 必须要救援 两人说完 整个房间那边一声不吭了 气氛有些怪异 这下 表完态的两人 顿时心中都明白过来 其他人都反对自己的意见 顿时脸上 有些挂不住了 林肯见状 岔开话道 北方树州 前一阵子就发来多封 请愿信 要求增援萨姆特堡 而我们共和党内部的大部分 也都很赞成增援 宁愿冒着开战的危险 也要立即出兵 就在刚才 我的助手告诉我 放弃萨姆特堡 就如同约翰布朗的肉体死亡了一样 我林肯的政治生命也就结束了 所以只能战斗 当然 这只是他的说法 现在我要听听大家的意见 斯科特将军 你是军中元老 便由你先说吧 好的 总统先生 已经75岁的陆军总司令 温菲尔德 斯科特 显得有些老太隆重 不过声音 却依旧保持军人的洪亮 增援萨姆特堡 是不大可能成功的 也没必要 那样的话 不但不能增援萨姆特堡 反而可能会引发大规模内战 战争部长西梅卡梅伦 也点点头附和道 是啊 总统先生 前段时间 我们战争部派了商船 赶往萨姆特堡增援 却被叛军的炮舰 封锁住了查尔斯顿港 连商船都被起火炮击伤 徒劳无功 那时候 还是叛军杂乱无章的 南卡罗莱纳州民众自卫队 如今对方派出 准将皮埃尔 博雷加德 我们的前任西点军校校长 率领叛军的正规军队封锁港口 防守更加严密 根本难以冲破封锁支援到城堡 除非派出大量的军舰 那样的话 便相当于直接宣战了 海军部长吉迪恩维尔斯也跟着道 除非直接宣战 否则难以支援 而正式宣战 相信在抵达萨姆特保之前 该城堡早已被叛军攻下 财政部长萨姆 蔡斯 只是从军费开支方面考虑 我不赞成增援 就像卡梅伦部长所说那样 会爆发大规模内战 将会耗费无数军费 联邦的财政根本承担不起这样的开支 要知道 自前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影响到现在还未消除 北方各地的失业民众还是很多 联邦真的缺钱 林肯 转头看向他最重要的人 从政经验比他要丰富得多的国务卿威廉 亨利·西华德 道 西华德先生 你的看法是 总统先生 恕我直言 增援萨姆特保 除了联邦的面子稍微好看一点 其他根本毫无意义 西华德 毫不客气地道 我今天来白宫的路上 已经向纽约时报的记者说起过 对于萨姆特保问题 目前联邦政府应该立即敦促士兵们 撤离萨姆特保 以避免引发南北战争 并使自愿成见的大门洞开 如今 还是这样的意见 南方的叛乱 仍没有到最坏的地步 只要我们适当的妥协 主动将萨姆特保交给南方 打消他们一律 便打开了重建联邦的大门 他们自然会感受到联邦政府的诚意 最终选择回归联邦的怀抱 听到这里 林肯犹豫了 本来 他是想出兵增援萨姆特保的 但听到其他八名内阁成员 竟然有七人赞成放弃萨姆特保 不由让他十分犹豫不定 开始怀疑自己原本的想法了 不过 更让他不舒服的是 作为国务卿 他最得力的助手 西华德竟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 便私下对媒体说 什么联邦政府 准备敦促士兵们撤离萨姆特保 这无疑是无视自己的总统地位 他西华德以为自己是谁 到底是谁代表联邦政府 林肯真有些后悔 当初自己将他从岳父农场放了出来 早知道 就一直将他软禁在农场 甚至假装不知道 让妻子玛丽派人直接将他除掉好了 要不是看在他是个老政客 可以帮上自己的忙 自己这才帮助他 他以为他会有机会当上国务卿 除了自己这个总统之外 谁有权利宣布放弃萨姆特保 更何况 一旦宣布放弃萨姆特保 整个北方民众 特别是那些激进的共和党人 必定会私下骂自己骂得惨不忍睹 最终的罪过都怪到自己头上 林肯不爽地看了眼西华德 匆匆结束了这次内阁会议 而就在北方的总统府商议是否增援萨姆特保时 南方美利坚联盟国首都蒙特玛利的总统府 也迎来了一个特殊的秘密使团 劫匪逊戴维斯总统也没想到 来自德克萨斯州的邮政部长约翰里根 竟然会与墨西哥那边有牵连 还直接将人引荐给自己 得知来人的敏感身份之后 戴维斯十分慎重 他联盟将副总统斯蒂芬斯和国务卿 罗伯特 普姆斯内政部长 本吉明 乌达 财政部长克里斯托夫克 战争部长斯蒂芬 马洛里都召集起来 与自己一道会见这个特殊的使团 海军部长因为没在蒙德玛利 否则便要将整个内阁成员都召集开一次内阁大会来 秘密使团 准确的说是一个联合使团 引荐的人 说是邮政部长约翰里根 其实准确的说 是前美利坚合众国驻华公使马沙利 他是南方人 目前已经在德克萨斯州安家 经营着一家中型庄园 总统先生 我是来自德州的马沙利 现任中华帝国驻美利坚联盟国外事顾问 与约翰里根部长是老朋友了 因听说联盟国近期的处境 急需外界的声援 特来帮助 请允许我正式向您介绍一下 有些富台的马沙利侃侃耳谈 说着将一名身材矮小壮实的中年人引到面前 介绍道 这位是法兰西帝国前外交大臣 现国务大臣亚历山大瓦莱夫斯基伯爵 您知道的伯爵有着伟大的血统 是法皇最得力的助手 尽管已经提前知道来人身份 但戴维斯总统还是忍不住一阵震惊 忙上前与瓦莱夫斯基握手打招呼 而马沙利还在继续介绍 这位是中华帝国的太平洋舰队司令 新墨西哥省总督彭玉林将军 跟随他一道前来的 还有中华帝国新任驻美利坚联盟国大使卢紫月先生 一个儒雅的东方人出现在戴维斯的面前 气度从容 沉稳有度的主动朝戴维斯点点头 打完招呼 戴维斯有些疑惑的问道 欢迎大家的到来 只是我不明白几位尊贵的客人来蒙特玛丽所为何事 邮政部长约翰 里根连忙上前帮忙解释道 戴维斯总统是这样的 瓦莱夫斯基爵士和彭玉林将军正好在墨西哥地区 听说我们脱离北方联邦 成立美利坚联盟国 便赶来蒙特玛丽 见见戴维斯总统表示祝贺 瓦莱夫斯基爵士有些矜持 只是点点头 而彭玉林则操着流利的苏格兰腔调英语道 总统先生 约翰部长说得不错 我和爵士来联盟国首都见您 一来是代表我们两国的皇帝陛下 表示对贵国成立的大喜事情表示祝贺 二来也是想看看有什么能帮助贵国和总统先生您的 我们认为我们同贵国方面有很多事情可以合作 说完 彭玉林朝瓦莱夫斯基使了个眼色 瓦莱夫斯基爵士 这才慢吞吞的到 不错 戴维斯先生 我们觉得贵国刚刚成立在国际社会缺少支援的呼声 我们法兰西帝国和中华帝国两个强大的国家 可以出面呼吁国际社会承认你们联盟国 这样的话 对贵国获得国际上的承认还有外交支持方面很有帮助 戴维斯大喜过望一下丢掉了所有的矜持 他没想到瓦莱夫斯基爵士会这样说 这真的太好不过了 要知道 从他就任联盟国总统的第一天起 便思索联盟国的未来发展 以及与北方联邦的关系 他知道 联盟国在北方联邦看来肯定是叛乱 而对于其他国际社会 特别是与美利坚关系密切的欧洲 甚至是英国来说 联盟国的地位更是尴尬了 戴维斯心里清楚 不管是从惯性来说 还是实力来说 北方的联盟国才是美利坚的正统 国际社会也只是承认他们北方 日后联盟国的外交 还有商业贸易 都迫切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戴维斯正头疼咱们入手 他也还来不及与欧洲诸国沟通 没想到这个时候 法兰西帝国的新任国务大臣 瓦莱夫斯基伯爵会直接开口承诺 不但法兰西帝国可以承认联盟国 还可以出面到欧洲呼吁其他国家 承认联盟国 这可是及时雨巨大的惊喜呀 不过戴维斯立刻从狂喜中冷静下来 虽然他是军人出身 性格比较耿直 毕竟从政多年 他哪里不清楚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更不会有白送来的好处 法兰西帝国和这个东方华国 既然主动找上门来承认联盟国 并愿意提供外交方面的帮助 必定有他们的条件 尽管这样戴维斯还是十分高兴 他面带感激的道 那就太谢谢瓦莱夫斯基绝是您了 哦对了 还有这位来自华国的彭将军 不知两位说的合作具体是什么 简终于说到正题 彭玉林笑笑 上前一步道 总统先生 我们敞开天窗说亮话吧 我们只想发一笔战争财而已 可以预见南北双方必定会爆发一场战争 而一旦战争开启 贵国便是需要大量的武器 以及其他物资 这个时候 我们中华帝国和法兰西帝国都可以为贵国提供 价格也会公道 并且因为战争的爆发 贵国与欧洲的贸易线路 也很有可能会被北方海军所封锁打断 贵国大量的农产品 如棉花 稻米 烟草 甘蔗等无法外销 我们可以帮助贵国解决这些烦恼 代为收购 瓦莱夫斯基也点点头道 不错 我们注意到 属于南方的联盟国海军势力非常弱小 如果没猜错的话 贵国的海军部长这几天便是亲自到北方联邦那边 去秘密接触那些军火商人 准备购买一批军舰吧 贵国的确迫切需要组建一支强大的海军 我们法兰西帝国有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军舰 即便是贵国暂时缺少资金 我们法兰西帝国还有世界上最为富有和慷慨的银行家们 可以低息提供贷款给你们购买军舰 还有贵国缺少北方的工业设备 我们法兰西帝国也可以为你们提供 戴维斯松了口气 他最担心的是对方提出领土之类的不合理要求 如今他们提的只是贸易 这完全没问题呀 自己当场便可以做主答应下来 至于对方说的价格公道 低息贷款之类的话 戴维斯还没傻到会相信的地步 不过既然对方都直接说开了 是想发一笔战争贸财 那就好办了 大不了让对方狠狠地赚上一笔好了 只要能尽快稳定联盟国的政治地位和外交地位 有所付出也是值得的 只不过他还有一个疑问 不禁问道 彭将军 不知道为何你会认定战争一定就爆发 至少目前为止 我们联盟国和北方的联邦还都是相安无事 我们两国之间原本就不同的独立州联盟 在一起的联邦而已 如今分成两个联盟也没必要开战 彭玉林神秘地笑笑道 这个问题恐怕我无法回答你 不过我想欧洲的列强都更希望看到一个北方联邦和一个南方联盟国这样两个国家 而不是一个越来越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 因此南北战争必然爆发 瓦拉夫斯基爵士您说呢 瓦拉夫斯基有些不好回答 只能尴尬的不作声 实际上相当于变相的承认了 戴维斯顿时明白过来 不过他不在乎欧洲列强越是这样想 对于联盟国来说就越有利 事实上戴维斯被选为总统 还未正式出任总统之前 便已经秘密派人和英国驻美利坚联邦公使 理查德 莱昂斯 请求英国将大使馆牵至南方 至少在南方同样建立一处英国大使馆 方便与南部联盟国诸州的外交和贸易事宜 但理查德莱昂斯 请求英国将大使馆迁移至南方 至少在南方同样建立一处英国大使馆 方便与南部联盟国诸州的外交和贸易事宜 但理查德莱昂斯 借口英国印度的起义和国内爱尔兰的叛乱等 暂时无暇顾忌此事 只是暗示会支持和赞赏联盟国的自由贸易政策 戴维斯又派人直接向英国伦敦方面求救 只是还没收到消息 不过 他已经隐约感受到英国的态度暧昧 并不是他所期待的那样 会立即干涉美利坚联邦和联盟之间的事务 如今的法兰西和华国来访 无疑是一个绝佳的契机 接下来 戴维斯因为不擅长商务贸易谈判 他从根子上其实还是个军人 于是便让副总统斯蒂芬斯和国务卿罗伯特 图姆斯代表联盟国 同瓦莱夫斯基和彭玉林展开谈判 而他则和战争部长研究他的扩张联盟国 正规军队和组建联盟海军的计划去了 亚历山大斯蒂芬斯是奴隶制的坚定支持者 他最为痛恨由北方人主导的美利坚联邦 那种关税保护制度 让南方各旭奴州遭受巨大的贸易损失 这下好了 南方脱离联邦政府 独立出来成为联盟国 也制定了宪法 规定执行英国崇尚的自由贸易政策 以后单从贸易方面 便能为南方的民众省下不少钱财 国务卿罗伯特·图姆斯是佐治亚州民主党人士 曾任联邦政府的参议员与众议员 是名老政客了 斯蒂芬斯注意到 瓦莱夫斯基似乎并未主导这次谈判 反而是那名叫彭玉林的东方人 对方开口了 斯蒂芬斯先生 罗伯特先生 此次我们中华帝国与法兰西帝国 将联合帮助贵国解决外交和贸易的困境 第一 我们两国作为世界上的大国 愿意带头承认贵国的独立合法性 并公开与贵国建交 第二 我们两国将支持贵国的独立 如有必要 愿意提供武器弹药的售卖 还可以低息给贵国贷款 第三 作为以上两点的回报 贵国所产的农产品中 要保证棉花 稻米 烟草 甘蔗 牲畜等80%以上出售给我们 考虑到贵国与英国的一贯贸易习惯 留20%份额给他们 至于价格 不得超过去年的平均价格 此外 贵国所要采购的工业品 同样条件下 我们两国的产品 有优于英国 并且每年的总额 不得少于50% 各位亲爱的听众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这个天国不太平》 作者 三江口水 演播 致远 第575集 斯蒂芬斯面带蓝色 转头看向国务卿 罗伯特 图姆斯 对方提出的前面两点 自然是十分乐意 但第三个条件 实在是太过苛刻了 要知道 联盟国的这些农产品 向来都是提供给英国 作为原材料的 除了英国 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 能有这么大的能力吞下 若是强行要吞下 那个价格 肯定会变相的压低 而且 最关键的是 类似棉花这样的 纺织液主要原料 联盟国 作为英国的主要供货方 一旦单方面减少供货量 必然会引起 整个世界棉花市场的 巨大冲击 而面对英国的影响 则更为巨大 若是他们找不到 替代的棉花供应 将会导致巨大损失 因此 英国必须会十分恼怒 这对一直希望 得到英国承认 与支持的联盟国来说 是难以接受的 罗伯特 图姆斯 也脸色难看 实际上 此次谈判 主要由他负责 毕竟他是协调 对外关系的国务卿 他与戴维斯总统 以及其他大部分内阁成员 想法一致 就是希望能更好地 与英国保持关系 争取得到英国的支持 只不过 最近听说英国的局势 有些动荡不安 印度与爱尔兰两地 相续叛乱 甚至大不咧 本土上也不断有失业工人暴动 因此英国根本就无暇顾及海外 更别说联盟国这里了 如今看来 这法国和华国此次前来很明显 就是想趁着英国自顾不暇的时机 以支持联盟国为条件 插手联盟国外交和贸易事务 取代英国在美利坚联盟国的贸易垄断地位 想明白这一点 罗伯特图姆斯只好脸色尴尬的道 爵士 彭将军 你们对我国的支持和帮助 我们十分感谢 我们也十分期待 与法兰西帝国和中华帝国进行全方位的合作 不过 我国的各州与大不列迪王国有协议 无法单方面撕毁协议 我建议邀请英国的使者 一道参与此事的商谈 大家一起进行贸易合作 斯蒂芬斯也联盟附和道 不错 我们各州与英国都早有协议 双方保持了数十年的友好贸易 一时间无法解除协议 除非他们主动退出 瓦莱夫斯基脸色不好看了 冷哼一声 道 你们要考虑清楚 我们充满着诚意 错过了 看看这世界上 还有谁愿意站出来承认贵国 听到这语气不善的话 罗伯特图姆斯 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才好 脑袋急转之后 道 爵士 要不我们做主 百分之五十提供给你们 另外百分之五十还是留给英国 而采购的工业品 百分之八十都从贵国等采购 如何 瓦莱夫斯基脸色稍缓 看向彭玉林 等待他的意见 彭玉林哈哈一笑道 既然贵国为难 那就依照贵国这样的比例也好 后续细节可以再商谈 双方气氛 顿时缓和了许多 接下来 罗伯特图姆斯当场表示 准备向法兰西订购军舰十二艘 用于组建一支强大的联盟国海军舰队 一支其他的火枪火炮弹药等 更是数目繁多 罗伯特图姆斯还从华国订购了大批的军服和棉布 以及五金产品和灯油等 自然作为支付的贷款 与订购的军舰一样 只能暂时采取大部分奢欠的方式 蒙特玛丽一处豪华旅馆内 时振级与彭玉林在一间密室碰面了 属下时振级见过彭司令 时振级朝彭玉林行了个军礼 恭紧的道 这位向来只扶兄长师打开 其他谁都不服的桀骜不驯的军中智驾 在经过攻克墨西哥 建立新墨西哥省之后 对彭玉林用兵指挥如同壁士 出神入化的作战谋略都十分钦佩 变得心服口服起来 时将军辛苦了 彭玉林也回了个军礼 上前拍拍时振级的肩膀 彭司令 时某特向您来禀报 德克萨斯州已经基本被末将兄长石振高控制了 石振级开始禀报起来 一向沉稳的他不见也有几分得色 我们以印第安人和华人自古是一家人的说法 成功说服了石罗基部落酋长和部众 再利用德克萨斯州那些奴隶主们 想要脱离北方联邦的心态 让石罗基部落和那些种植园主们联合起来 成功除去了原来忠于联邦的德克萨斯州州长休斯顿 扶持了他的傻儿子作为州长 充当傀儡 我们率领的两个团 共两千余人混入印第安人部落士兵当中 不但控制了印第安部落 还将整个德克萨斯州东南部一带平原 繁华富裕的地方全部控制 基本上已经掌握了整个德克萨斯州 很好 彭玉林点点头 两千余名将士有点太少了 尽量对待那些印第安人好一些 将他们当成真正的同胞对待 或许不必威逼他们 便能让他们归心 在他们中间建立本土武装 强大自己 另外 再从新墨西哥省调三千士兵 前往德克萨斯边境一带 做好一切准备 属下遵命 时政级干脆的回答 过了一会儿 仿佛有些犹豫的问道 彭司令 属下不明白 卖给这联盟国货物的目的 是为了赚钱 为何让他们赦欠 还低息 未免让他们太占便宜了 彭玉林笑道 不要只看眼前 我和法兰西的瓦莱夫斯基商议过 先借贷给南方的联盟国 等他们上了沟 越借越多 还不上的时候 便可以以此为借口 逼克对方以还债的名义 将德克萨斯和坎萨斯等地区全部抵押出来 到时候还不是有我们了 彭玉林道 南方还没开始同北方打起来 不过应该快了 特务斯安插的细作近期应该有所动作了 我们只管拭目以待便成 陈兵德克萨斯州那边 只是做好准备以防万一而已 我们最终的目标 是美利坚的整个西部地区 将新墨西哥省与西部地区连成一片 届时连太平洋都变成我们中华帝国的内海 那是何等的壮观 并且这里将会成为我华夏儿女们 极好的繁衍居住之地 再不计 至少完成陛下交代的任务 让南北双方爆发大规模的内战 削弱其实力 最好能扶持南方联盟国占优势 占据整个美利坚联邦 时振级不禁被彭玉林描绘的 宏伟蓝图激动起来 新潮澎湃 太平洋是多大 他心里有数 那是太平洋舰队航行了数十天的距离 而这太平洋都只是中华帝国的内海 这陛下该是何等的胸襟和事业 查尔斯顿港进港水域 科佩尔河与阿什莱河两河的入海交汇处 一座直径不足200米的小岛上 萨姆特堡便立于其上 将进出查尔斯顿港乃至南卡罗来纳州的东南部的咽喉要道 死死恶守住 此刻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了 萨姆特堡上联邦守军的指挥官安德森少校 站在三米高的石块砌城的城堡上 望着不远处河面上星星点点的灯光 脸上一阵忧郁 见他这副模样 旁边的一名助手道 少校 这些南方叛军还真是胆大包天 竟然晚上还在船头点灯 就算不怕担心湿火烧了船 引发火要爆炸 也要担心暴露船体位置 遭受攻击啊 难道他们就真的一点不担心 我们朝他们开炮轰击 安德森摇摇头 他们不是胆子大 而是故意如此的 根据前几天情报 不是说这伙叛军的指挥官换成了皮埃尔博雷加德准将了吗 你可知道这家伙是谁 说到这里 安德森露出了回忆的神色 笑了笑道 我在西点军校担任炮兵教官时 博雷加德这小子曾经是我最好的学生 我让他做我的助手 长达一年半 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不会这么愚蠢的 因此 很明显 是他故意要求封锁查尔斯顿港的那几艘炮舰这样做 让我们看到河面上暴露的登船 勾引我们先开火 不过经过这么久的对峙 他也知道我们不可能先行开火的 因此他只是以这种方式来羞辱我们而已 这小子还是这么不肯落一丝下风的劲头 助手恍然大悟 点点头 难怪这些叛军比一个月前那些叛军嚣张了很多 却也正规了许多 难怪对方三番四次的派人送信来劝说少将投降 原来他是您的学生 安德森自嘲的道 是啊 我的学生都成准将了 我他妈的还是个少校 你说 我是不是应该听他的话 直接投降南方 他在信中说过 只要我交出萨姆特宝 我便可以跟他一样称为准将甚至少将 助手奉承道 少校 别开玩笑了 您的操守和为人怎么会如此呢 莫说准将 就是少将 您也不会这样做的 南方叛军而已 就算是总统 又能当多久呢 安德森探口气道 别将我说那么伟大 我只不过是北方人而已 再去给宝内的每一名士兵传达命令 绝对严禁开火 没有明确接到我的命令 绝不允许私自开炮 否则挑起战火的就是我们 是联邦军队 到时候引起美利坚的内战 罪魁祸首救授安德森了 我可不想成为这个美利坚历史上的罪人 助手联盟记下来 转身 刚想从宝顶层下去 这时一声巨大的炮响炸开 轰隆一声 顺声望去 只见不远处的东北方向的河面上 一艘小型炮舰的头部重弹 只见那船头的油灯打翻在船上 劲儿不久 一团火光腾起 紧接着 便又是一声巨大的爆炸声 那艘小型炮舰的船头瞬间四分五裂 腾空而起 散落在夜色中的水面上 助手惊呆了 愣在当场 安德森更加惊呆了 自己的手下竟然直接朝着南方的叛军开炮了 是谁这么干的 没自己命令 谁让他擅自开炮的 自己不都已经下过命令 就算遭遇攻击 也不得擅自还击 必须等待自己的命令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安德森异常的愤怒 他没想到 自己率领的联邦士兵中 怎么会有如此不遵守命令的人在 就在这时 第二发炮弹又从城堡的东北角继续腾空而起 扎向只剩下半个船体冒着火光 已经轻翻的炮箭 混蛋 赶紧查查是谁开的炮 将它控制起来 安德森一边骂道 一边下令 对了赶紧传令 全体戒备隐藏好 准备应对叛军的还击 他的话音刚落 河面上 其他几艘刚才还亮着灯光的炮箭 纷纷灭掉了灯 开始朝江对岸 后退 不还击反而后退 城堡上的守军正诧异 城堡的后方 西岸詹姆斯岛的陆地上 响起了猛烈的炮声 紧接着 东岸陆地上的联盟国控制的卡明斯据点的上空 也传来炮声 十余发炮段准确地落在城堡顶层 将整个萨姆特堡都轰击地颤动起来 而此刻 安德森的心已经沉入谷底 直到现在 他才猛然反应过来 战争已经打响了 而且还是联邦军队 是自己指挥的萨姆特堡守军率先开的第一炮 他颓然地坐在城堡顶上 一发炮弹在他的身边炸响 巨大的声浪将他的耳膜震得一片嘈杂 直到两名士兵冲过来 扶着他钻进城堡的下一层躲避起来 他都是脑袋一片空白 安德森不知道如何向联邦政府 向林肯总统交代了 十余分钟之后 助手来禀报 已经再次命令整个城堡的守军将士不得还击 最后 他有些犹豫地说道 少校已经查清楚了 东北角率先开炮的是一门重型加农炮 开炮两名士兵都躲了起来 是两名来自新泽西州的爱尔兰一人 很可能是南方的奸细 安德森 南方叛军的奸细 可这批士兵我已经率领了大半年来 都没换过 南方联盟国难道大半年前就已经预料到会有今天 那么早就提前埋伏好了奸细 安德森百思不得其解 但他此刻已经冷静下来 便不再多想 直接道 两个小时之内仍旧不得还击 希望叛军能明白这是个误会 若那两人真的是他们派来的奸细 只怕肯定会继续攻击 也罢 两个小时之后 他们还还击的话 我们就还击 对了 那两人不管是不是奸细都必须搜捕道 严加看管 我又亲自审问他们 他的话还未落声 便被一阵猛烈而急促的炮声掩盖了 整个萨姆特堡上空炮弹如雨 清晰而下 很明显 这是围困在萨姆特堡两边的联盟国陆军 用野战火炮向城堡开火 汇集河面上的炮艇 加上率先开炮的卡明斯据点炮台 炮弹的爆炸声异常的猛烈 爆炸声惊醒了整个查尔斯顿港口 当炮弹的火焰滑破夜空时 查尔斯顿城内的南卡罗来纳州民众兴高采烈 温乎雀跃不已 而一些听到声音的记者 更是发疯的往查尔斯顿港口跑去 想要亲眼目睹这一重大的历史时刻 而距离萨姆特堡数公里外 数艘北方联邦的军舰和运输船 停泊在东面大西洋上面 望着远处小岛上的 萨姆特堡上的火光大帽炮声大作 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这些联邦的运输吉仰的远征队 有些爱莫能助 毕竟他们主要还是以运输船为主 军舰不多 再说又不是海战 就算是军舰多 也不可能冒着损失军舰的风险 去强行进攻陆地上的炮台和陆军野战炮 要知道 自从前两年发生经济危机之后 联邦便一直财政困难 整个联邦的海军 总共有40来艘军舰服役 而速度比较适合远程作战的 大型主力军舰 总共才三艘 除了原本的一部分 为解决财政困难出售给中华帝国之外 其余的 不是正在修理就是太过陈旧 无法作为海军舰队作战的主力军舰 甚至 原本在几年前财政尚好的情况下 建造的军舰 也因为资金不足而暂停 各位亲爱的听众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